欢迎小说句 欢迎收听雪莺明主第261集 整个星域预选还在进行着 虽然说后面也偶有通过预选的 可是高台上的巡守大人 图将军 戒审们在闲聊着 却是经常和东伯雪莺聊上几句 显然呢 东伯雪莺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拔高了许多 终于 在经历了足足12天的星域预选之后 无山星域的星域预选 终于结束了 诸位 本次神庭万花宴 在我无山星域的星域预选正式结束 我无山星域 共有16位神级高手通过预选 更有东伯 以及第七梅雨这样惊艳的高手 相信府城之战 我无山星域的神级高手 也能够展露实力 甚至有机会代表安海府前往神庆 在陛下在大能者面前进行最后的神庆之战 下方 军团士兵们则是维持秩序 让无数观看者们开始离开携人羽 我们走吧 通过预选的16位 也随我一同前往我的府邸 在我的府邸住上一年时间 待得一年后 我会带你们一同出发 前往府城 你们有什么手下朋友的 都可以一同带上 我的府邸大得很 都可以居住下 实力高的 一般都有些手下追随者之类 很快 官巡手 桑夫人 胡将军 以及一众戒神们 是浩浩荡荡飞在高空 第七梅雨 东伯雪英等16位 分在后面 他们也都各自带着人 东伯雪英仅仅带上了云海 而第七梅雨殿下带的人是最多的 一群白衣侍女跟随着这位殿下 每一个白衣侍女 都非一般的神级 恐怕比常见的军团士兵都强大得多 云海在东伯雪英身侧飞行着 东伯 我在那看的都激动得快疯了 这事要告诉下族吧 让他们也都开心开心 好 告诉他们吧 好 我告诉他们 包括子雷他们都告诉一遍 让他们都开心开心 在官巡守的带领之下 东伯雪英他们飞行速度虽然说不快 可是空间却是在挪移变换 官巡守毕竟是掌控着这座城池的 所以说仅仅片刻功夫 东伯雪英就看到了远处的那座 豪奢的伏笛 东伯雪英和云海就暂时住在寻守大人 而在神界的不同区域 下族的先辈神灵们 如今还活着的 一个个都得到了云海传递的消息 东伯通过了星域预选 仅仅一抄就击败了凶巫战兵 哎呀 好啊好啊好啊 这还是我下族历史上第一位参加神庭万花宴的 东伯不愧是我下族有史以来最强的神灵 安海府的府城之寨 我一定得去观战 军团虽然有规矩 却也并非不讲人情 神庭万花宴这是何等的盛事呢 这些军团士兵们 也是可以派遣神力分身前去观战的 而且会一批批的送他们去 连传送费都免了 紫雷帝君之前没去看星域预选 他更沉迷于要道 可是当知道东伯要进行府城之战 那他当然得去了 神庭万花宴 府城之战 痛快痛快 这府城之战定得去观战 好家伙 东伯真是厉害啊 一招就击败了凶巫战兵啊 我实力太弱又得罪了敌人 现在东躲西藏 何不前往府城投靠东伯呢 下族先辈神灵们除了极少数实在无法前往之外 大多数都决定前往安孩府府城 甚至有些实力太弱的混得太惨的 卖了神器宝物也得凑二十颗神经前去观战 好到时候投靠东伯雪英 毕竟啊 东伯雪英绝对算是一个大粗腿了 抱上这粗腿 日子就好过多了 将来东伯雪英地位更高 实力更强 那对待下族神灵 肯定会更加信任的呀 且不说 下族先辈神灵们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一个个是激动自豪 在物质界下族世界内 东伯雪英参加神庭万花宴通过预选的消息 知道者却是极少极少 那一代人越来越少了 此时一袭白衣的东伯雪英 站在雪石山的山顶 遥遥看着这片天下 她的目光穿透空间阻碍 更看到下皇城 她如今都修行2300多年 就算刨去时间加速的600年 也是1700多年 这么多年过去 当初的陈公主 赫山主 司空阳 布城主 太叔公主 公渝师父等一个个 早就达到生命大限 被东伯雪英的本尊 接引 重塑肉身 送进红石山世界去了 至于说 蒲阳波 张鹏 渝丰这些关系 极好的好兄弟 可惜都没能成为半神 也被送进红石山世界了 当然 弟弟东伯青石 在东伯雪英 悉心的指点之下 却终于在大限到来之前 跨入半神 不过 也是勉勉强强吧 东伯雪英估摸着 自己弟弟是很难成神了 将来 恐怕也得重塑肉身 送入红石山世界 雪英 怎么了 有开心事 能一同分享喜悦的 也少了 神天万花宴 星域预选的事 你不打算告诉 玉儿和青瑶 这些就没必要 告诉他们了 玉儿和青瑶 先好好磨练磨练他们 等实力足够 就送他们进红石山 成为红石山的 护法弟子 到时候 也可以在 红石山世界内 进行磨练 红石山的考验 很危险 对玉儿和青瑶 放心 他们俩的实力很强 心性在磨练磨练即可 就算规规矩矩地 进行红石山的考验 我的儿女也足够了 我是将万劫魂原体 修炼到第四层之后 才有的孩子 所以玉儿和青瑶的血脉 极为厉害 比任何深渊恶魔 太古生命 都强大得多 他们成年时 就能媲美心晋神灵 经过五百年修行 有我这个戒神之点 他们的实力更胜一筹 要通过考验 是很轻松的 而且因为身体极为强大 运养的灵魂也足够强 通过灵魂考验 其实也有把握 更重要的是 我就是红石山的主人 他们去闯 怎么可能失败 说来 我也只是做给静秋看 做给两位师兄看看而已 你反正经历过考验 对红石山的危险很清楚 你自己把握吧 觉得玉儿和庆耀能转过 再让他们进去 放心吧 请求 我是不可能害他们的 对了 雪莹 我有件喜事要告诉你 喜事 你又有了 想什么呢 我是说 我已经掌握二品神心 元寒神心了 元寒神心 这是什么神心呢 作为红石山主人 我知道的密心可不少 可是还从未听说过 元寒神心呢 是我宁结神心后 刚起的名字 此乃寒冰之终极 我便定了这一名字 我感觉 只要继续修行进化 元寒神心 是有望朝混沌神心进化的 不过 还遥远得很 我现在 才初步掌握二品神心 离神级巅峰 都还差很远 好啊 自朝清 我之后 我夏族 总算又要诞生一位神灵了 你离寿命大县也近了 我一直怕 怕你大县前都误不透啊 不是误了吗 我准备 今晚就突破 好 我来给你护法 当晚 夏族世界的天空当中 再次出现了 巨大的海洋虚影 夜空中的海洋虚影 浩浩荡荡 足有十万里范围 显然 是二品神心成神 于静秋 一袭浅蓝色衣袍 平静盘膝 坐在雪石城堡内的 一座静室内 东伯雪英 则是在屋外守着 以元寒神心为主 定为本尊神心 开辟神海 诞生神力 于静秋的气息 渐渐发生变化 一股冰寒的神力气息 开始散发开来 静视地面 都开始冻结了 忽然于静秋 睁开了眼睛 他眉头猝起 情不自禁捂住脑袋 数个呼吸之后 他的眉头 才松了开来 平静地看着前方 只是眼神却冰冷幽远 成神了 真好 雪英 月儿 静瑶 老天待我真好 于静秋起身 静视门开启 看着从里边走出来的妻子 东伯雪英有些惊艳 妻子笑得很开心 那是发自心底 极有感染力的笑容 静秋 看你笑的 成神了当然开心 可以和你和儿子女儿 长长久久在一起了 雪英 我一直想要陪着你 看着你参加神天万花宴 可之前一直没能成神 现在成神了 我想修行分身法 好敢去神界陪你 什么 修行分身法 这样对你的修行会有影响的 没事的 难道你让我永远待在物质界 或者 让我本尊去神界 雪英 雪英师兄 那好吧 我带你去见两位师兄 红石山内 后袍青年哥白 和星红披风少年贺飞云 都是吃惊无比 你一小子不生不小 就参加神天万花宴了 不是当年早就说过了吗 老祖吩咐 我当然得参加 你们又说 红石山弟子 不能修行分身法 我只能在外面 想办法学了 对了 我妻子静秋 也准备去神界 你们就传授他分身法吧 他可不是红石山弟子 应该可以学吧 好吧 不过雪英师弟 你可得将你参加 神天万花宴的消息 及时告诉我 放心 放心 谢谢两位师兄 你们这对夫妻 真是让人羡慕 很快的 于静秋修行分身法后 在时间加速之下 红石山帮忙培育了胚胎 很快练就成了一尊分身 随即 于静秋这一尊分身 便离开夏族世界 有足够神经 自然是轻轻松松 抵达了无山星域 无山城 星域巡守 釜底正门的士兵们 惊讶地看着于静秋 他们身为神灵 都难得看到 这么漂亮的女子 你 你是东伯的妻子 我这就去通船 很快 东伯雪英和云海都赶了过来 一看到妻子 东伯雪英 不由地露出喜色 连忙过去了 静秋 雪英 你就是静秋法师吧 刚才东伯他还在和第七梅雨殿下切磋 直到你来啊 就立即抛下了第七梅雨殿下 赶过来了 见过云海前辈 别别别别别 都成神了 同辈论交 大家都同辈论交 哎 别在府邸门口站着了 守卫们都在看着我们呢 东伯雪英 则是拉着静秋的手 朝府邸内走 第七梅雨殿下 谁啊 听起来 像女的名字 是男的 是一位很厉害的高手 这次星域御选 他同样轻易就击败了凶屋战兵 而且莱丽非凡 一位二重天界神 都只是他的手下 二重天界神是他手下 什么莱丽 不知道 莱丽非凡 说不定 就用宝物隐藏了身份气息 女扮男装也很有可能 还和你切磋 说不定 看上你了 呃 唉 这都老夫老妻了 一来就调戏我 旁边的云海大地 在一旁笑呵呵的看着 眼中 隐隐有着一丝落寞 余静秋到来 在寻守大人府邸的日子 明显轻松愉快许多 每天有妻子陪着 也偶尔和第七梅宇殿下 切磋鄙视 他们俩的实力相近 也算为即将到来的 府城之战 做准备 日子是一天天的过去了 离出发前往府城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此时在静视内 东伯雪鹰盘膝坐在床上 手指这么一划拉 论时 滚滚的暗红色水流 在半空中飞舞 一道水流是由一滴滴水滴构成 每一滴水滴都肉眼可见 滚滚而动 带着无尽可怕危能 甚至隐隐让周围空间都踏陷收缩 这一滴滴暗红色的水滴 环绕在东伯雪鹰周围飞舞着 也飞舞在静视的半空当中 混动神星和世界神星的确不一样 世界神星更包容更平衡 混动神星则更为极端 不过因为太过极端反而产生平衡 极端 我需要摆脱世界神星对我的影响 完全沉浸在混动奥妙中 东伯雪鹰闭上眼睛 多年修炼 特别是自创秘技混动碾压 越来越完善 使得东伯雪鹰对混动的理解 越来越深了 心境也越来越靠近 无数奥妙都在浮现 东伯雪鹰身后 隐隐显现了一个黑暗塌陷虚影 这黑暗虚影周围 还有着一层光圈 外层带着光圈 那层是绝对黑暗 旁人能看到 东伯雪鹰自身 却是沉浸在感悟中 根本就不管这些异象 是了 完全的极端似乎是错的 可如果滚滚向前浑然一体 极端的尽头 正是圆满 好 大混动真例 宁 东伯雪鹰看着半空中的 一滴滴暗红色水滴 立即进阶飞入口中 进入体内 在体内深海中 无数的暗红色水流 正在被转化 每一滴水滴 越加沉重塌陷 颜色也越加暗沉 甚至近乎黑色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鹰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鹰灵主》 第262集 一滴滴黑色水滴 在东伯雪鹰的神海内出现 每一滴黑色水滴 都无比沉重 恐怕轻易就能砸死 寻常的神级巅峰 是的 一滴水滴 就能砸死一名神级巅峰 大混动真力 擅长的不愧是 极端性的力量 我体内力量还在转化 可既然已经误出 转化最多花费点时间而已 刚刚转化少许 就能感受 大混动真力第二层的威力 其他方面 势不如万劫魂元神级三层 可是在力量上 却是明显要强得多呀 这万劫魂元晶 共分九层 神级阶段 共有三层 因为参加神庭万花宴 这尊身体 自然只能修炼成第三层 可不敢炼成第四层啊 若是炼成了 傻子都能猜出来 一定是掌握了一品身心 再一看 才修行两千多年 这根本就是 一品真意超凡呢 大混动真力呢 共有六层 神级阶段 共留两层 其中 万劫魂元神 擅长的是保命 所以 即便将神级阶段的第三层炼成 力量速度等方面 仅仅是戒神门槛 可是大混动真力 擅长的是力量 大混动真力第二层一炼成 力量上就能媲美 一重天戒神的正常水准 当然了 这戒神们之所以厉害呀 更主要的是境界 他们一念便可操纵上意的一范围 他们的一品神心 更是玄妙莫测 不过单纯力量上如此强 在神级当中 已经足够强悍了 能够和我比拼力量的 只有那些 同样修炼 戒神级秘术的吧 就算有戒神级秘术 想要修炼到 神级阶段的极致 也并非意识 离前往府城 还有半个多月 在府城之战前练成 我的把握 又增加了许多呀 半个多月之后 官巡守为首 带着通过星域预选的众人 第七梅宇殿下 东伯雪英等一个个 也都带着自己的人 在周围 还有着大群的军团士兵护卫 浩浩荡荡 飞行在吴山城内 此次前往府城 就看诸位的了 有第七梅宇殿下和东伯在 我吴山星域这一次 定能大放光彩 跟随一同前往的戒神们 也在闲聊续说 而后面的东伯雪英他们 反而较为安静 他们可不敢自吹自雷啊 那散发煞气 戴着半张面具的红发男子 听到官巡守图将军 以及那些戒神们 夸赞东伯雪英和第七梅宇殿下 不由的眼眸中 有着一丝冷意 他瞥了眼前方孤傲的 白衣俊美青年 又瞥了眼 正和妻子于静秋在一起 笑得开心的东伯雪英 身上的煞气又中了几分 很快的 一众人等进入了 无山城外的空间传送阵 负责传送阵的神界士兵们 立即忙前忙后 是恭敬得很 毕竟这次可是星域巡守大人 驻守军团将军 以及一众戒神 个个都不是他们能够得罪的呀 随着空间传送通道瞬间激发 全身仿佛陷入泥沼 空间都成了实质 带得一切清晰 眼前出现的就是 巍峨辉煌无比的城池 那是比无山城雄伟 不知道多少倍的城池 它庞大无比 周围还有着群山簇拥 在群山之间 还有着一颗颗星辰 仅仅城池上空范围内的星辰 就有数十颗之多 由此可见 这座城池之庞大 这就是浮城了 包括巡守大人在内 个个都摇摇看着 都不由自主地收敛气息 安海府浮城 乃一府之核心 整个血刃神庭疆域 一共也才划分为十九府而已 安海府内强者如云 他们这些人在安海府内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安海府城 那巍峨仿佛天幕般的城墙上 有着无数法阵 法阵隐隐勾动的天地威能 弥漫在周围亿万里 所有人 包括队伍中实力最强的 二重天界神桑夫人 都感到了压迫感 安海府浮城 经历大府主修建家固 早就威力非凡 当大府主一个念头 就能引动法阵 便是高高在上的 四重天界神 也得被压制 一不小心 就会丢掉性命 至于我等这些弱小界神 更是来多少死多少 而且这里 有大背景大势力的颇多 在浮城内 大家都低调点为好 是 是 寻处大人 一个个通过预选的神级高手们 都连忙硬的 第七梅雨殿下 东坡雪英 却都比较淡定 他们俩都是很清楚 一些潜在规则的 不过你们也放心 你们都是参加 神庭万花宴的 陛下是禁止任何人 破坏神庭万花宴 所以 应该没谁 敢嚣张对你们动手 好了 进城吧 府城正门 尚有两个巨大的神文构成的字符 安海 安海二字 散发无尽为能 两个复杂的字符 进阶都是无比玄妙的法阵 进入安海府城 有军团士兵来接引 神庭万花宴是神界第一大盛世 是不容出篓子的 安海府城 血刃欲 一片连绵的洞服 这片洞府 暂且归你们无山仙域居住 周围都是其他仙域的 神庭万花宴 府城之战的许多消息 我们也会送给巡守大人 巡守大人 再通知归下的十六位神级高手 明白 巡守大人 请安排大家歇息 有任何消息 以及府主的命令 我们会立即传达 东伯雪英也带着静秋和云海 住进了自己的洞府内 背着一柄战刀的颓废男子 看着前方无比威鹅的城池 他的眼中有着一丝期待 这名颓废男子 正是赤火帝君 安排府城 听说这次 我下族很多神灵都来了 太久了 太久没和大家拒绝了 连兵器都卖了 这才凑了二十个神经 总算赶过来 听云海的消息 东伯已经抵达安排府城了 在神界修行真是太难了 跟随东伯 我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安排府城 终于到了 来了来了 我下族神灵 参加神庭漫花宴 安排府城 东伯雪鹰暂居的洞府内 人越来越多 都是下族的先辈神灵们 一群下族神灵们 是开心无比啊 再一次痛快喝酒 他们过去都是通过传讯宝物 或者是留在下族的空间印记 彼此传递消息 还真就没有过 这样大规模的碰面汇聚 毕竟分散在四面八方 要汇聚一次 传送费用都高得离谱 大家汇聚一堂 都是来自于下族 自然 要亲切如兄弟 龙山 龙山 快 东伯啊 可是你的龙山帝国时代出生的 来来来 你们俩也来多喝几杯 来 你就一个神力分身赶过来 没办法 加入了军团 不能随便离开 不过既然是观战 不过既然是观战 本尊和神力分身 也没区别 来来来 吃火 来 咱们喝一杯 好 干了 赤火兄 我敬你 要说你这称号啊 太霸气了 何以为大能者同名啊 啊 是吗 对啊 赤火 救我妻子的老祖 正是赤火老祖啊 不过神剑强者 无数同名 那也是非常正常之事 就像含血刃 血刃神帝陛下 也不会有感应的 因为提到血刃的 实在是太多了 比如无数人在说 什么血刃神庭啊 血刃酒馆啊 所以说血刃二字 太过普遍了 嗯 同样道理 时空倒主 别人说时空 那时空倒主 也不会有感应 因为时空二字 也太普遍寻常了 这感应嘛 一般都是直接称谓 比如说 时空倒主 血刃神帝 哎 这样的称呼 才会被感应到 看来我这名字 学得不错 对了 东坡 这次神庭万花宴 辅城之战 你可有把握 啊 整个安孩府 那么多星域 据说通过星域预选的 一共有约三万两千名 神级高手 辅城之战 可是在这三万两千名中 决选出最厉害的一百名 就淘汰比例太高太高 我也只能说 还算有信心 可是不敢说有绝对把握呀 啊 三万两千名 决出前一百 是啊 其中有许多都是厉害戒神的弟子 甚至是大能者弟子 有些也是修炼了几百万年 太大了 东伯雪英和下族神灵们在一起 是痛快得很 而其他来自各个星域 通过预选的神级高手 也在准备即将开始的血腥筛选 辅城之战 是最为残酷的 死亡比例一直是极高极高 安孩辅城 辅主的巍峨宫殿的一座偏殿之内 这里边正有五位存在 分而坐下 哈哈哈哈 此时一道爽朗笑声令周围虚空震动 一名全身仿佛黑色金属铸铸的男子 走入这电厅 他乃是金属族生命 在整个安孩辅境内也是凶名在外 荣海王的名字 足以让许多戒神们恐惧不已 步入电厅之后 这黑色金属男子先是微微躬身 向高座主位的老者行礼 见过辅主 荣海 入座吧 上方的老者吩咐了一声 这老者看似和蔼可亲 笑眯眯的 他却是整个安孩辅境内 毫无争议的最强者 也是安孩辅的辅主 黑色金属男子目光一扫 也看到了旁边坐着的四位存在 个个都是气息浩大 不亚于他 他一眼就看到了其中正在低头不断吃热的白袍胖乎乎男子 不由得眼睛一亮 白沙老弟 白沙老弟 你不是沉睡去了吗 怎么也来观战了 我是沉睡去了 可被一个小家伙吵醒了 谁这么大胆呢 他有没有一怒下被你给吃掉 我是喜欢吃 可以不吃人吧 是一个叫东伯的小家伙 还参加了这次的神庭万花宴 哦 他叫东伯 星域逸选的无山星域 这小兄弟啊 颇为厉害 我很看好的 我觉得他能通过辅城之战 白沙哥哥 整个安孩辅多少神级来参战 还有许多都是外地赶来 三万两千名神级高手 最终只选一百个 你也太瞧得起 你那个东伯小兄弟了 这名黄袍女子笑的时候 笑声悦耳动听 娇柔的身体都在颤动 穿着的宽松黄袍 都能看到其身体曲线 不过他 却是凶名在外的 一位可怕的三重天戒神 名为毒影戒神 最擅长用毒 东伯雪英曾经见过的 乌神和这位毒影戒神一比 却是差了不知道多少倍 到时候就知道了 白沙城主也懒得多说 继续埋头吃了起来 其他一位位是边吃 也边在闲聊 在场各位都是震慑一方的存在 平常见面也很少 没多久 安海辅主忽然起身 笑眯眯的看向外边 他一起身 让下面的五位都是一惊 连忙个个都起身了 龙兄 一道雄魂的声音从外边传了过来 只见一名雪白头发 雪白胡须的老者 走了进来 他穿着黑色厚袍 迈入殿内 安海辅主却已经走了下来 主动相迎 摩雪兄 我们可是太久太久没见了 没想到 这一次神庭万花宴 你竟然也来了 来来来 快随我入座 我就不客气了 雪白胡须老者 当即和安海辅主一起走到高处 双方病而坐下 下方的五位一听 摩雪二字 就猜出来 这位的身份 那个个都连忙行礼 拜见摩雪国主 要说这摩雪国主 乃是在神界 占领一片疆域建立帝国的存在 在神界那是真正的一方霸主 更是曾经和大能者正面交手而不败 不过 却是一位活了很久很久的四重天戒神 许多戒神都在猜测 这摩雪国主活太久了 恐怕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守不住本心 本尊神心溃散而死了 不管怎么样 只要他还活着 就足以震慑各方 安海府主指着左手位置第二个座位 至于第一个座位是空的 摩雪兄 我来给你介绍介绍 这位是莫云 是我安海府厚尽之辈 不过修行极快 仅仅千万年就已经成就了三重的天界神 拜见摩雪国主 年轻真好啊 这位是秦君主 秦君主是掌握安海府境内的北风军团 拜见摩雪国主 这位是毒影戒神 最擅长的是用毒 毒影拜见国主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雪英灵主 第二百六十三集 我知道你 苦藏老弟就是中了你的毒 吃了大亏 苦藏敌军师不和我计较 若是计较 我哪里还能活到现在 这位是白沙城城主 这我就不必想起说了吧 我知道 那个偷吃的老鼠 我都后悔不知道多少年了 一直想要重回陛下的门下 如果是旁人 敢说他是偷吃的老鼠 那白沙城主 早就轻易灭杀对手了 可是面对安海府主 摩雪国主 他还是很乖巧的 这二位可都是九父圣名的老家伙 这四重天界神 那要说也是有区别的 一般越老 实力就会越强 只可惜 到一定程度要么去投胎 要么就本经溃散而死 这世荣海有些傻 金属族的 金属族的都颇为直爽 对 直爽 我直爽得很 莫雪兄 你怎么来我这里呢 神庭万花宴 任何一个府城都能看到 我来啊 是我的妻女儿 也参加了神庭万花宴了 就在你们安海府 啊 七女儿 你又有个女儿了 对 够厉害呀 老家伙 你都多老了 又生出一个小女儿 都说四重天界神 想要有子嗣 很难很难 你呢 却是一个接一个 如今你都有了七个女儿了吧 对了 他悟性如何呀 魔雪国主是一位活了漫长岁月的霸主存在 之前的六个女儿 大女儿天赋极高 成就三重天界神 后边的五个女儿的天赋 则要差一些 魔雪国主 不惜代价 也只是让这五个女儿 勉强跨入界神级 但是都只是一重天界神 哎呀 我这小女儿 很有主见的 我的话都不管用 不过他悟性的确很不错 和我的大女儿都相差无几啊 哦 不错呀 看来 这一次你这小女儿 竟该能够败在伊伟大能门下了 对了 你这小女儿叫什么呢 他伪装成男子 给自己起了个名字 叫 第七梅雨 伪装男子 哈哈哈哈 有意思 有意思 哎 我记得 吴山星域通过星域预选的神级高手中 除了东博小兄弟 似乎 就有一个叫第七梅雨的 又过了一个多时辰 一道白衣人影走入殿内 安海辅主俯瞰下方 摩雪国主还有下方的白沙城主 摩云城主 秦君主 独影戒神 荣海王都看着这白衣人 这位白衣人便是写任神庭派来的使者 使者来了 拜见 拜见辅主 在下 奉陛下命令 来此主持万花宴的辅城之战 辅主 可全城监管 嗯 使者且入座 你既然来了 将必辅城的三场筛选规矩 都订好了 已经订好 好 那就由你开始主持安排吧 约三万两千名神级高手 他们从安海辅境内的各个星域通过预选 实际上他们中许多呀 都并非是安海辅的 有些是物质界出来的 有些甚至是时空岛 万神殿疆域境内 有些则是偏僻疆域的一些帝国境内出来的 都是要参加着神界第一大盛事 这些高手们都在等待着安海辅的命令 等待着辅城之战 东伯 东伯 很快 大门开启 东伯雪英带着于静秋 以及一群下族神灵前来迎接 东伯雪英一眼就认出 这军团士兵 就是官巡守带的一群士兵中的一个 这是巡守大人让我送来的 是辅城之战的时间 地级简单规矩安排 这个 巡守大人还说了 这几天就别乱跑 三天之后 辅城之战就将开始 啊 我知道 东伯雪英接过金色卷轴 那军团士兵则是当即离去 旁边的紫雷帝军 云海等一个个都在旁边看着 快看看 东伯雪英笑着展开了卷轴 历代的辅城之战的程序都是一样的 不过一些详细规矩 却是有区别 排序战 擂台战 生存战 这辅城之战 共分为三轮 排序战 约三万两千名神级高手参加排序战 根据各自成绩 最终决出前一千名 后面的全部淘汰 擂台战 是一千名高手 决出两百五十位高手 生存战 在最后的两百五十位中 再决出最后的一百位 这一百位将代表安海府前往神庭 在神界最强存在 血刃神庭陛下 以及其他一众大能者面前 进行最终的神庭之战 我修行岁月才两千余年 只要能够前往神庭 让大能者们看到我 我就能够败在大能者们下了 所以我的目标就一个 成功进入前一百位局 去参加神庭之战 那我这次神庭万花宴 就算成功了 嗯 一定要前一百 在庭院内 下族神灵们是三三两两的 坐着吃喝闲聊 哎呀 浮城之战一共三轮 这第一轮排序战 就淘汰了超过三万个了 三万两千名 仅仅只选前一千名 一座星域通过预选的 也就十几个 通过比例来计算 一个星域的神级高手 在排序战中全军覆没 那也是很正常啊 我所在的天象星域 上一次万花宴的排序战 据说就全军覆没了 不过我相信 以东伯的实力 一定能进前一千名 东伯一招 就能解决凶乌战兵 进入前一千名 应该没问题了 诸位别夸我了 你们比我信心都足了 我也相信雪英明能成 可惜排序战不对而公开 我们根本看不到 对对对 竟然不公开 真是可惜啊 府城之战共分为三轮 第一轮排序战是不公开的 而后边的擂台战 生存战则是公开的 排序战结束之后 安海府会公开宣布 前一千名的排名 在名单上的 则继续后边的筛选 不在名单上的 那也就到此结束了 当然了 很多的神级太过拼命 在这排序战中 直接就身死了 要说神灵们的寿命都很长啊 短短三天时间 一晃而过 东伯 东伯 寻守大人请你过去 府城之战即将开始 好 前面带路吧 于静秋以及一群下族神灵们 也都跟着 很快就来到了寻守大人的住处 这里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影了 熙熙攘攘 因为参加府城之战 这些神级高手许多 都带了一群同伴好友 十六位神级高手随我出发 其他诸位就在此等候 排序战不对外公开 诸位也看不到 我也看不到 等排序战结束 排名公开 一些自然知晓 二哥 你要小心 扛不住了就主动放弃 别丢了信 嗯 同众大人 我们就看你了 东伯雪英也和于静秋 云海 紫雷他们等众人告别 随即 包括第七枚与 东伯雪英在内的 十六位神级高手 跟随着官巡守 便开始出发了 一支支队伍 划过流光 从天而降 东伯雪英他们这一支队伍 降落下来之后 环顾左右 这密密麻麻的身影 几乎都是神级高手 当然 还有一位位寻守大人 前方高处便是浮处 东伯雪英等一个个 连忙抬头看去 远处高处 一共有八道身影 其中最高处正中央 是一名和蔼老者 在他旁边还坐着一位 厚袍雪白胡须老者 他们俩的下方则是六道身影 一个个的气息 那都是浩瀚非凡 白沙城主 胖乎乎的白沙城主 朝下方密密麻麻的人影中 扫了一眼 目光便落在东伯雪英身上 他还露出了笑容 东伯 我可是和府主他们都说了 说你一定能进入前一百 参加最终神庭之战 你可别让我失望 这白沙城主比我的把握还大呀 这个时候 那名雪白胡须老者 目光也扫了过来 落在了这片区域 无山星域的这群神级高手 包括官巡手 都是心中意紧 东伯雪英等人都疑惑 唯有第七眉宇转头看向别处 那位后跑雪白胡须老者笑了笑 便继续和安海府主闲聊了 怎么回事 他怎么会看向这里啊 第七眉宇殿下 你认识那位前辈 不认识 要说一般的神级 哪里敢这么冷冰冰的和他说话呀 可是这位殿下能让二重天界神当手下 这显然不是他能够招惹的 东伯雪英摇摇看了眼 则是迅速思考起来 脑海中浮现了一个个影像和情报 他是红石山的主人 对神界的大人物 还是都知晓的 这位老者 他能和安海府主几乎并肩而坐 至少得是四重天界神 神界的四重天界神就那么些 看他的谷恙 他是摩雪国主 好家伙 摩雪国主在四重天界神中都排在顶尖的 活得极久 实力和我师尊红尘圣主相比 恐怕也是相当了 上方高台上 神庭使者起身 先向安海府主行礼 府主 诸多星域竞接到齐 那我就开始主持了 主持吧 奉陛下命令 辅城之战将由我主持 由安海府主监管 之前的星域预选 只是定下一个门槛 选出还算有实力的神级高手 辅城之战 辅城之战才是真正的血腥筛选 真正筛选出最优秀的一百位神级高手 好前往神庭 在陛下 在众多大能者面前进行最后的比试 辅城之战 辅城之战分三轮 今天要进行的则是第一轮排序战 说着神庭使者便是一挥手 他手中出现了一个卷轴 卷轴一扔 迅速变得巨大 这卷轴足足上一里长 悬浮在高空上方 仿佛天幕一般 跟着巨大的卷轴在高空缓缓展开 卷轴内隐隐有天地山川江河 自成一世界 每一次 我会送一千名神级高手进去 一批批下来 三万一千八百六十五名神级高手 进阶战斗结束后 排序战便结束 根据你们杀敌的成就 定下详细排名 公布前一千名 直至一千名往后全部淘汰 至于一些规矩 你们应该都知道 禁止使用戒神器 血炼神兵等物 禁止使用一些特殊宝物 一旦发现 直接处死 发现力不能抗 只要喊出认输 我便会将你们挪移出来 上方神庭使者冰冷地说些规矩 对于肩负着写任神帝陛下命令的使者而言 他是谁都不惧的 就是大能者 都不能捣乱 敢捣乱影响神庭万花燕 那就是挑衅陛下 辅城之战 开始 第一批先进去 说着有无形的力量笼罩下方 作为一位三重天界神 轻易就抓住了其中一千名神级高手 瞬间 一千道身影身不由己 进阶被抓着朝高空中的巨大卷轴中飞去 碰触卷轴之后 进阶末路其中 东伯雪英等其他三万余名神级高手 都抬头看着高空中的巨大卷轴 仅仅片刻 高空中的巨大卷轴 就有染血的人影被排斥出来 坠落下来 在半空中 那神级高手恢复清醒 一脸的恐惧后怕 随即便发现 相方个个都在看着他 便立即有些尴尬 降落到原先所在区域 毕竟这败得太快 有点太丢脸了 那展开后数亿里长的巨大卷轴 随着时间流逝 接连有一个个重伤高手 被排斥坠落 甚至被排斥的高手越来越多 有些更是现出原形 比如说 魔兽一族的高手 那庞大的魔兽躯体 甚至上万里长 还有些是些 罕见的异族生物 也都显出原形来 毕竟有些招数 还是原形施展的威力更大 半空当中血液飘洒 什么红色血液 紫色血液 绿色血液 火 各色血液飘洒 有些被排斥出来 身体都是撕裂开的 而后才凝聚 作为神灵 只要是本尊神心未灭 那就能活 圈州世界内部 什么情形 周围许多神级高手 都围着被排斥出来的进行询问 被排斥出的高手 身上血迹已然消散 只是脸色还有些苍白 情绪还未平复 他皱着眉头看着左右 却不愿意多说 你们进去就知道了 东伯雪英也光看着四面八方 那些活着出来都不愿意多说 毕竟周围都是竞争对手啊 渐渐的 高空中被排斥出来的越来越少 偶尔才有一个 又一名高大银发青年 从卷轴世界中被排斥坠落 他立即定住身形 眉头皱着 第一批结束 我再次提醒 排序战 是根据你们杀敌的成就 定下排名 而不是你们在卷轴世界内 逗留的时间 逗留的久 对排名并无帮助 比如 第一批最后一个出来的 单单在第一批中 就排在两百名之后 下一批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华音小说剧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二百六十四集 最后出来的那名 高大银发青年 顿时愣住了 跟着 脸色通红 不过他心中 恼怒不已 却又不敢向神庭使者发泄 当即 降落下来 他也不吭声了 神庭使者浩浩荡荡的力量 再度笼罩住了 一千名神级高手 个个身不由己 是冲天而起 仿佛石子 落入湖面一样 没入了高空中巨大的 卷轴当中 第一批一千名 活着出来的才三百九十五 剩下的六百零五位神奇高手呢 都死在里面了 这才是浮城之战 第一轮的排序战 哎 死亡率太高了 凄厉的惨叫声 回荡在高空 高空中 有鲜血飞散 一道碎裂身体 被排斥出来 在半空当中 才开始凝聚 凝聚成了一名 灰袍瘦小青年 他有些狼狈地 看向四周 连忙降落 飞向自己的位置 第二批进去的 也开始又被排斥出来了 一道道重伤身影 被排斥 庞大的双头怪物 出现在半空 而后又迅速凝聚 为人形降落 这些被排斥出来的呀 大多都是重伤 显然不到最后时刻 大家都是不愿意 轻易放弃的 能够通过星域预选 那都有着各自的骄傲 一批又一批 转眼已经进去十批 无山星域这十六位神级高手 一直没被选中 第十批结束 到现在 已经有一万名神级高手 不自量力 不自量力的太多 已经感觉到危险开始受伤了 却还要硬撑着 想要多杀些敌人 可敌人的实力 可能一下子 就超出你的承受范围 甚至让你连认输都喊不出 最终毙命 好了 下一批 第十一批被笼罩着 进阶拉着飞向高空 嗯 东伯雪英立即发现 这次被拉进去的 就有自己无山星域的 不过无山星域 仅仅被拉进去七位 其中就包括那位 煞气极重的红发男子 渐渐的 开始有一个个被淘汰出来 那红发男子也被排斥出来 他的伤势极重 不过在半空当中 立即恢复完好 他降落之后冰冷抬头 冷漠地看着高空中巨大卷轴 看着其他一个个被排斥出来的高手 终于轮到第十二批了 高台上的神庭使者俯瞰下方 目光扫过了无山星域这边 作为俯城之战主持者 他自然掌握了大量情报 知道这次安海府参战的神级高手中 有哪些够耀眼夺目的 哪些是背景极大的 他也会将这些分散在一批批当中 好更为仔细地观察 此时 无形力量笼罩而来 我吗 东伯雪英立即察觉到 自己被无形力量裹挟住 而后瞬间高速一飞冲天 飞向上方的巨大卷轴 抬头看着上方 只见那巨大的卷轴是越来越近 和其他众多神级高手一同 进阶撞击在卷轴上 在撞击之前 东伯雪英也发现了 这次和他飞向卷轴的 就有和他颇为熟悉的 第七眉宇殿下 安海辅主也看向那卷轴 他的目光轻易就穿过 卷轴世界阻碍 看到内部 看到一千名神级高手 各出的情形 当然 自然也发现了那第七眉宇 莫雪兄 你女儿进去了 龙兄 你就瞧瞧 瞧瞧我这小女儿如何 这一批有意思 有摩雪国主的女儿 有圆崖大能者的内门弟子藏销 还有白沙哥哥看中的 叫东伯的小家伙 大家来赌上一赌 觉得这一批谁会更厉害 东伯 第七眉宇殿下 那我就赌这个叫藏销的 他能从威莫中崛起 能让大能受为内门弟子 悟性可是丝毫不低 荣海大哥 你呢 跟随莫云老弟肯定没错 我也选这个藏销 独颖妹妹 你自己还没选呢 作为女子 我当然选第七眉宇殿下 我也来赌上一赌 我选自己女儿 我若是输了 你们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壶 竹颜雪浆 好啊 既然如此 我也赌上一赌 我看看 就赌丧霄吧 这小家伙的实力我知道 很不错 我若输了 赢的话 每个一颗 安海灵珠 猪颜雪浆 魔雪帝国特有的呀 安海灵珠 晚辈所谓主持者 却也忍不住了 我也赌葬销 一共八位 四位赌葬销 三位赌第七梅雨殿下 哎呀 白沙哥哥 只有你选你的东伯兄弟啊 福主和国主 可都拿手赌注了 你们呢 快快都拿出来 东伯老弟啊 你可一定得争气啊 白沙城主因为在很早之前 就说看好东伯 所以就算真的去赌 为了面子 他也得站在东伯雪莹这边 不过在内心深处啊 白沙城主虽然相信东伯雪莹 有望在前一百 可如果和第七梅雨殿下他们相比 他实际上并无太大信心 因为葬销 是由大能者指点修行的 第七梅雨更是由他的父亲指点修行 摩雪国主虽然和大能者相比 在境界上要差一些 可是对待女儿肯定会更加倾力帮助啊 可就算是没信心 那为了面子也得硬撑啊 白沙城主抬头看下高空 他们高台上的这几位观战 神庭使者却没阻拦 白沙城主的目光透过卷轴世界 看到了里面的其中一处偏僻之地 而东伯雪莹正站在一片沙滩上 在海岛的沙滩上 东伯雪莹降落而下 沙力洁白如雪 没有尘埃泥土沾染 卷轴世界内的天地光芒都有些阴冷 东伯雪莹环顾四周 一眼便看到半空中悬浮着的一个沙漏 沙漏内有泛着光芒的时间沙 时间沙已经开始流动 整个海岛上有黑色力量 涌动汇聚 一下子凝聚成了十名黑衣人 他们身上的衣袍都是一模一样 甚至连长相都是一样的 只是背着的兵器不同 有的是双剑 有的是长枪 有的是短毛 还有的是长鞭 再有的是锁链 就在他们出现的那一刹那 便立即杀了过来 他们有的是高速飞奔 有的则是瞬间穿梭虚解 有的是隐藏在阴影空间 有的则是化作一道火焰 冲过来的方式进阶不一样 那战斗风格也都各有不同 好 来吧 东伯雪鹰心意一动 瞬间身旁也凝聚出现了一名 星蓝衣袍的东伯雪鹰 两个东伯雪鹰分别持有一杆长枪 一杆是黑色长枪 一杆是火红色长枪 持有火红色长枪的 那便是须戒真身 杀的越多 海明就能更高 那就杀吧 此时两个东伯雪鹰同时动了 那长枪快如闪电的一刺 便将杀到面前的一名黑衣人 直接胸膛刺穿 黑衣人消散 半空中的沙漏立即倒旋 重新开始流动 虚戒真身的连续三枪 带着极点穿透奥妙 瞬间接连刺穿了 从不同方向袭来的 三名黑衣人的喉咙 半空中沙漏立即又倒旋 重新开始流动 都懒得使用秘技 以万劫魂原体第三层 所拥有的力量和速度 即便是很正常的 使用极点穿透星辰的奥妙 都能够轻易秒杀 每杀死一个 这一座海岛上会立即出现 新的一个黑衣人 沙漏内的时间杀 也会倒旋重新流动 每一次都会重新流动 当长时间没能杀敌 时间杀流光 那就会被排斥出去 不过大多数都是主动认输 或者战死 倒是很少因为时间杀流光 被踢出去的 实力增加好快啊 东伯雪英杀得很快 本尊和虚戒真身一同杀敌 而且出招也很 刚开始的黑衣人 实力只能算是神级极限 可是后来诞生的黑衣人 实力却是越加强大 斩查的时间 黑衣人的实力就提升到了 戒神门槛 这可不单单只是力量和速度方面 在规则奥妙上 同样也在提升 而且每一次都是一同围攻过来 让东伯雪英也加速逐个击破 不敢任由他们围攻 唉 也幸好啊 幸好他们是分散在岛屿各处的 只要东伯雪英一直在移动 而且接连杀敌 一般还行不成围攻 得施展密技了 东伯雪英面对达到戒神门槛的敌人 施展的枪法变了 主要施展倾向于力量的混动碾压 长枪接连横扫 长枪过处 周围都陷入黑暗开始塌陷 第一枪 让那名黑衣人手中的盾牌震得散开 第二枪就抽打在那胸膛上 令其胸膛凹陷 第三枪直接抽得这黑衣人身体碎裂开来 暴力 蛮横 东伯雪英看起来还是很内敛的 可他如今施展的招数更是倾向于凶猛 可是他连续三枪才杀死一名黑衣人 其他的黑衣人此时却已经开始围了过来 并且远处又诞生出了新的更强的黑衣人 这让东伯雪英也感受到了压力 对混动碾压每一次施展也有了新的感悟 还不够狠 力量传递还不够浑然 真的浑然一体应该能够完全传递进去 不受他兵器影响传到他体内 一招即可灭敌 压力越来越大 东伯雪英却很兴奋 这就是他需要的 而且实名对手风格迥异 施展的规则奥妙也完全不一样 这样越来越强的压迫 比他埋头修炼 那可要好太多了 巨大的卷轴 一道道重伤人影被排斥掉落 东伯和第七梅雨殿下都还没出来 他们俩实力极高 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啊 白少老弟 你的这个东伯小兄弟 应该也学了戒神级秘术吧 而且境界还颇高 一招一式威力都这么强 而且还有虚戒真身 这杀戮速度和第七梅雨殿下 并驾齐驱啊 比葬销还快些 这个东伯还是靠虚戒真身 第七梅雨殿下才是真的快 第七梅雨殿下这剑术 殿下的剑够了够干脆 透过他的剑术能感觉到殿下的意志 意志和剑融为一体 一切敌人都斩杀 殿下能自创出如此剑法密技 而且意志如此不可撼动 相信这么继续下去 定能突破最后的阻碍 成就戒神 看来我们要赢了 别高兴得太早 葬销刚才可还没发力 现在已经开始发力了 这葬销用的是双刀 之前仅仅仗着戒神级秘术使用寻常刀法 可是现如今也展露出了他的刀法秘技 只见两道妖异的血色流光一次次闪烁 每一次闪烁都带着刺耳的呼啸声 仿佛飞琴在凄厉喊叫 在无数凄厉呼啸声中 黑衣人不停地被斩杀 斩杀速度立即飙升 明显超越了东伯雪莹和第七枚鱼 她杀戮黑衣人的数量自然也在飙升 越来越高 超过了 她现在已经是杀得最快的一个 这葬销的刀法 就是杀戮刀法 沙滩之上 东伯雪莹此时还在痛快地战斗着 混动碾压这一招的效率已经越来越低了 毕竟这一招啊 更是倾向于力量方面的碾压 这十名黑衣人擅长不同的方向 就有身体防御极强的 已经能够硬扛东伯雪莹的枪法碾压了 东伯雪莹和虚界真身 二者联合竭力战斗 可此时还是有些撑不住了 力量不够啊 好 那就提升力量 东伯雪莹体内的大混动真力 立即开始滚滚涌动 已经修行到神级极致的大混动真力 立即施展 长枪的威势陡然暴增 原本十招八招都杀不死的黑衣人 这一枪扫过 瞬间身体炸裂 同样神级极限 大混动真力明显比万劫浑原身的力量要更强 只见到一名黑衣人士接连炸裂开来 一枪过去就炸裂 认你实力如何 直接力量碾压 这也是东伯雪莹之前不使用大混动真力的原因 因为只有实力比较接近 那才有磨练之效 否则呀 那效果就太弱了 显然随着黑衣人越来越强 东伯雪莹展露的实力也越来越强 大混动真力配合混动碾压 自然效果奇好 凝聚出的一个个法阵生命 黑衣人不断被摧毁 足足摧毁了三十个往后 才遇到能够和自己多交手几招的对手 这才有意思嘛 东伯雪莹酣畅淋漓的 和一名化作雷电的黑衣人搏杀着 这名雷电黑衣人手持双毛 移动时速度远超东伯雪莹 一招招笼罩过来快到极致 东伯雪莹速度不如人 却是长枪横扫 不断地抽打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莹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莹灵主 第二百六十五集 东伯雪莹的长枪一扫就是一大片 一回抽又是一大片 让化作雷电的黑衣人很难闪躲 特别是东伯雪莹的枪法还产生恐怖的吸引力 令世界都塌陷 不管是躲在虚界阴影世界都是一样塌陷 混动本就是天地的一种终极形态 东伯雪莹这一门混动碾压密技 已经有了一两分混动的色彩 只要被长枪擦中 身体弱些的就直接炸裂 身体强的那也得重创 三两下就得毙命 虚界身体轻力的和一名身体防御极强的黑衣人搏杀 死杀十余个回合也没能杀死敌人 真身则是杀戮着其他能被克制的对手 此时的东伯雪莹完全沉浸在枪法当中 她用的招数几乎就一招混动碾压 这一招密技 东伯雪莹不断地追求着极致 越来越难了 排序战还不算太难 毕竟每时每刻最多也就十名对手 不能增加 而且黑衣人的实力是逐渐增加的 对我而言 却是难得的磨练机会 黑暗的荒原上 葬霄面容丑陋 脸上还有着两道疤痕 明明成神了可以轻易弄掉疤痕 可是葬霄呢就是一直留着疤痕 她持着双刀 身影宛如鬼魅 在这黑暗荒原中一次次消失 一次次出现 能随时出现在周围每一处 她的双刀更是化作了妖艺的血色刀光 刀光呼啸刺耳其力 一明明黑衣人被切割倒下 仿佛割麦子一样 这葬霄杀敌的速度太快了 特别是她施展秘技之后 这种肆意切割的速度 还在东伯雪英和第七梅雨之上 她双眸泛着冷意 冷漠无情的肆意切割 尽情地展露着自身的刀法 这是纯粹杀戮的刀法 兵器碰撞 葬霄身影闪烁 一道妖艺刀光闪过 再度切割掉一名黑衣人 开始有阻碍了 葬霄下手依旧丝毫不留情 不过渐渐的 黑衣人的实力是越来越强 开始一名身体防御超强的 能够和他纠缠 跟着就是速度比他更快的 也能和他纠缠 再往后 这黑衣人是越来越难杀 当一柄剑划过葬霄的身体 鲜血飞剑时 认输 葬霄冰冷的毛子没有丝毫起伏 直接高声了 对敌冷酷 对自己同样冷酷 他早就定下规矩 在自己第一次受伤时就立即认输 再轻的伤势都必须认输 随后一股力量笼罩了葬霄 他直接被裹挟着 挪移出了卷轴世界 被排斥到了半空当中 抬头看着高空中庞大的卷轴 也看到了旁边偶尔被排斥出的神级高手 显然 如果单单论在里边战斗的持久时间 这葬霄不算太长 可是葬霄很自信 因为他杀的速度太快太快 同样的时间 他比普通神级高手杀戮 恐怕要快十倍 葬霄降落到下方 非常平静 他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 葬霄认输出去了 虽然他认输出去 不过他杀戮速度是真的快 他施展秘技后 速度就远超东坡和第七梅宇殿下 他虽然最先放弃 可他如今杀敌成就 可远在东坡和第七梅宇殿下之上 这可难说 你看东坡杀得多快呀 他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东坡雪英 此刻施展大混动真理 大肆杀戮场景 不过杀戮已经开始变慢了 他的力量真巧 是以门纯粹力量的戒神级秘术 他的秘技也挺适合力量发挥 不过如今也达到了一个瓶颈了 他的力量恐怕没法再提升 秘技已经够厉害 离纸布也快了 是开始变慢 估计会比藏销第一筹结束吧 还是第七梅雪殿下厉害 殿下到如今都还没到极限 是啊 这小家伙的剑术不但快 而且精妙 单轮出剑 这小家伙的速度在东坡丧潮之上 不过他的剑法更加的完美 能一剑杀敌则干脆利落 若是一剑杀不了 他却是连续的十剑八剑 剑法仿佛陷阱 轻易地让敌人沦陷 而且他的剑术秘技 甚至都已经自成领域了 好 真的是一套很完美的剑术的秘技 不管是哪一方面 连领域方面都拥有 依我看 他比藏销还厉害啊 到了 这次看错了 要输咯 我这小女儿啊 就是有些追求完美 能用一丝力量杀敌 绝不愿意多用一点力量 明明拥有好几套戒神级的秘术 可是一时都不急着用 厉害 真厉害 第七梅宇殿下 论杀敌速度 不及东伯雪英暴力快 不及葬销的四翼切割快 可是他的剑法呢 就是给人们一种完美之感 在神级 让这些三重天界神们 都觉得各方面都完美 就算难缠的敌人 第七梅宇殿下都有相应的办法解决 一一灭杀 实在解决不了 甚至换一种戒神级秘术施展 是的 第七梅宇殿下的戒神级秘术数量颇多 从他们观战来看 已经能够推测出 第七梅宇殿下至少拥有四种戒神级秘术 远在葬销之上 他不断地杀戮着 收割着 第七梅宇殿下平静无比 对他而言 施展剑法就是一种享受 绝美的享受 渐渐地 随着东伯雪英的枪法 无法再度碾压 杀戮陷入困境之后 他就超越了东伯雪英 甚至渐渐地 更是超越了葬销的成就 你说他的天赋和物净能媲美你的大女儿 的确不假呀 你这老家伙还真会生 挺会教孩子的 你这小女儿到底怎么教的 希望能够看到她 能够成为三冲天界神 到时候我封印记忆去投胎 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莫雪 你还能成到什么时候 成什么成啊 我平常都是躲在洞天宝物内 控制时间留宿 哎呀 老龙 我实在是不敢去投胎呀 毕竟我活得太久 牵扯太多的仇怨 所以尽量拖着吧 拖到实在撑不住 就只能去封印记忆投胎了 封印记忆投胎 同样是极为危险的 若是能成神 觉醒记忆还好 可是从凡人一步步修行 还没成神就被灭掉灵魂 那可就永远死了呀 所以戒神中的一些老家伙们 选择封印记忆投胎的 从此再无声息的 太多太多了 毕竟 没了记忆优势 说不定一出生就是个奴隶 连修行法门都接触不了 说不定被法师用来当作实验材料 直接实验灵魂 灵魂不就魂飞魄散了吗 哎 这都是有可能的呀 羡慕老龙你呀 你乃异兽 你乃异兽出生 心性淡薄 反而容易守住本心呢 不跨出时光长河 不跨出时光长河 超脱束缚 就没有真正的永生 我若死了其他就算了 我这几个女儿还请你照顾照顾一二啊 能帮 自然尽力 而且这一次 你女儿应该能摆一位大能者为时 墨血兄 你这小女儿也出来了 此时墨血国主一抬头 也看到了那被排斥出来的第七美羽殿下 第七美羽依旧一袭白衣 只是手掌有着一些血迹 血迹瞬间消散 他安然降落 有两名神级在聊着 他们看着周围 那一位位星域寻守 个个气息浩大 都是戒神存在 其中一个瘦高个 看向远处高台 高台上威压弥漫 就算坐在最边缘的荣海王 都让这些神级高手们 感到发自心灵的战力 更别说那仿佛天地一般 国老强大的安海福主和摩血国主了 我们这点实力是没指望了 不过能参加神庭万花夜 见识锅这样的场景也值了 尽量千名戒神 还有周围戒备森严的安海福的二级军团 安海军团 安海福主他们俩坐在那儿 就仿佛一切之起始 一切之终结 也是天地规则的核心所在 这种无形压迫感 乃是生命层次本能的敬畏 能见识见识 真值了 除了这个时候 我们一辈子也看不到 安海福主这样的存在吧 虽然忌惮敬畏 可是许多神级高手都在偷偷地看着 这次所经历的一切 都将是他们以后漫长岁月和别人的谈资 毕竟能代表安海福前往神庭的 一共才一百个 此时 第七梅雨殿下降落到 无山星域官巡守这边 他看了看周围 东伯兄还没结束 东伯雪英的确是没有结束 他战斗得非常狼狈 混动碾压的招数已经没有多大用途了 他借着虚解身体帮助 在艰难地硬撑着 不断地施展混动碾压 努力多维持时间 可是黑衣人们渐渐形成围攻 压力也是越来越大 东伯雪英在极限压迫之下 对自己的这一招有了更多的渴望 他满心喜悦 要说参加神庭万花宴 他其中一个目的就是靠战斗来磨砺自己 好能够尽快地掌握一品神心 混动神心 那样就能跨入二重天界神了 很好很好 混动碾压的确存在太多缺陷 实在扛不住了 这些黑衣人太强了 不应称了 原本还是蛮横的混动碾压 此时却陡然枪法一转 划过一道弧线 带着恐怖的穿透力 枪法周围还显现了一个 星辰膨胀爆炸后 急剧塌陷烟灭的场景 长枪的枪尖瞬间就刺穿了 眼前黑衣人的胸膛 令黑衣人直接破碎消散开去 这正是秘迹 星辰陨灭迹 若论力量混动碾压最强 可是战斗并不仅仅是力量 要论绝招 星辰陨灭迹 才是最强的绝招 并且东伯雪英 还有其他诸多秘迹 意识之间 无数枪影划过长空 隐隐有一道道流星幻影 瞬间击退了围攻的八名黑衣人 这正是秘迹群星 只见东伯雪英 诸多秘迹进阶施展 特别是配合之下 这些黑衣人都很难形成围攻 轻易就被一个个灭杀 他们身体防御强的 能够扛住抽打 可是没几个扛得住 星辰陨灭迹的刺穿 我就说吧 我就说我这东伯兄弟 才是最厉害的吧 你们看 这实力 这杀戮速度 你们刚才得意的都太早了 这么多秘迹 特别是虚界神星 让他拥有虚界身体 等于是两个人一起战斗 因为之前东伯雪英一直是蛮横招数 虽然偶尔施展过几点穿透等等 可是施展的秘迹就一种混动碾压 让他们错以为 东伯雪英仅仅只是掌握着一种秘迹 单单一门星辰远灭机 在战斗的时候 效果就在混动碾压之上 那就更别提多种秘迹配合了 一时之间 一鸣鸣黑衣人被消灭 没多久 东伯雪英的杀敌成就 就直接超越了藏销 不过和第七梅宇殿下 应该有些差距 再看看 在场的八位 当初压藏销的就有四位 包括安海辅助 他们当时压住 首先就排除东伯雪英 跟着就排除第七梅宇 因为他们觉得 第七梅宇殿下 虽然有魔雪国主倾力栽培 可是本身的悟性不一定够高 不及从微末中崛起的藏销 可实际上 第七梅宇殿下 真的很是精彩绝艳 那完整的一套秘迹 甚至秘迹都极为完美 现在最没被看上 似乎只懂得蛮横招数的 那个叫东伯的 竟然还会其他招数 之前一直蛮横 怎么 这是故意骗人的吗 他的密信也挺完美 不过和第七梅宇殿下相比 稍微差些 他修行时间短 第七梅宇殿下 已经修行八万余年 这东伯才修行两千余年 毕竟有少许缺陷也很正常 不过 他有虚界神心 战斗时等于是两个一起战斗 而且虚界身体还汉不畏死 所以我觉得 他可能比第七梅宇殿下的 杀敌数量 还要更高兴 时间一秒秒的过去了 东伯雪英战斗也渐渐吃力了 毕竟永无止境提升的黑衣人 终究会赶上他的 这些黑衣人们的攻击 都已经极为恐怖 一朝一世 都能轻易灭杀凶屋战兵了 东伯雪英战斗的时候 开始拨命 甚至宁可用身体去硬扛 好 开始最后一拨吧 万劫魂元身 最擅长的就是保命啊 在红石山内 东伯雪英就试验过 万劫魂元身第三层 所能承受的极限 也是过第四层的极限 所以他颇为自信 好家伙 他修炼的保命的戒神级秘术 而且修炼到了神级圆满的地步 没想到 我们俩都输了 我赢了 通杀通杀 旁边的黄袍女子 独影戒神 秦君主 墨云城主 荣海王 神听使者 都有些无可奈何 却又无话可说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266集 众人是输得心服口服 这东伯 实力的确更强 目测下来 至少有两门戒神级秘术 而且都是修炼到神级极致的 要知道 得到戒神级秘术的 还是有不少的 可是达到神级极致的 却很难 大混动真力达到神级极致 东伯雪英 还是通过星域预选之后 才突破的 至于 万劫魂元身 则是自己的一品真意 世界真意 三重镜突破的 好 我认输 东伯雪英身体的确够坚韧 黑衣人 没能伤着 但是却能形成围攻 却将东伯雪英 真身都围住了 他也不纠缠 当即认输 被排斥出来 出现在了半空当中 东伯雪英 一眼就看到了 下方的大量身影 同时呢 耳边也传来了声音 第十二批 结束 一时之间 下方所有观战者目光 都看向了半空中的 东伯雪英 连远处高台上的 那一位位存在 也都看向他 因为 东伯雪英 拖得的确够久啊 仗着身体不死 就拖着战斗 一直杀到最后 我还真是 最后一个出来的 也不知道 能排第几啊 当即 东伯雪英 朝无山星域 方向飞去 出来的最烦又有何用 这个小子 说不定都 进不了前一千名 东伯兄弟 不错不错 你真的很不错呀 等府城之战结束 我有一份礼物送给你 诶 东伯兄竟然最后一个出来 且都没有任何伤势 佩服 佩服 嗨 最晚出来 可不代表杀敌城舅舅高 等排名出来才知道呢 安海浮城 血刃 域内的东伯雪英 洞府之内 于静秋 以及下族众神灵们 都聚集在这儿 各个的心 都牵挂着 神庭万花燕的 排序战 云海大帝 抬头看着远处高空 一眼就看到 远处高空中 那巨大的圈轴 偶尔还能看到 一个个身影 从圈轴中被排斥出来 还有鲜血飞剑 偶尔还有一些惨叫 这让云海大帝 等一个个看得是 心中发紧 也不知道东伯 现在怎么样了 这圈轴世界 似乎很危险 放心吧 东伯实力高得很 这排序战肯定没问题 就算 就算最最糟糕的情况 真的出篓子了 东伯他也是 物质界领主 秦义又能修炼出 一个分身了 哼 说什么屁话 东伯怎么可能出问题 这次排序战 东伯可是要败在 大能者门下的 子雷老哥 我错了 我说错了 我认错 自罚 龙山啊龙山 你这叫认罚呀 这酒水 可是东伯拿出来的 上好家娘 听东伯说 还是从红石山 得到的呢 余景修在一旁看着 只是却是经常观察着远处半空中的巨大卷轴 忽然他猛然站起来了 快看 是东伯 真的是他 是东伯 东伯 在场个个转头看去 他们都是神灵 一眼就清晰看到远处那被排斥出来的身影 正是东伯雪鹰 而且呢 东伯雪鹰还没有任何伤势 第十二批 结束 东伯还是这第十二批最后一个出来的 最后一个出来 手不定 就是杀敌最多的一个呀 看东伯啊 最后身上都没有任何伤势 甚至都没血迹呀 下族众神灵们看到东伯雪鹰活着出来 也都松了一口气 虽然都认为 东伯雪鹰栽在里边的可能性很低很低 但是 不亲眼看到出来 还是不能放心的 这才第十二批 看来这排序战 最起码还得一天时间 而且东伯也出来了 也没什么好看的了 我们难道 就一直在这啥等啊 要不我们出去晃晃 来到这 安海府城 我还没仔细瞧呢 就直接来到这儿了 出去瞧 李虎老爹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府城 安海府城 戒神在这里都不算什么 有大背景 大来历的人多了去了 大能者的家族子弟 又或者是安海府主的子孙们 又或者是一些外来帝国国主的子嗣 他们或许修行上没什么前途 可祸害人 那却是一等一的 我们来的时候 看一些豪舍家族子弟 虽然乘坐一些车年纵横四方 可似乎还算规矩吧 你这就错了 因为我们是跟随的 参加神庭万花宴的队伍 自然没谁来得罪 可如果 我们单独出去 就得乖乖地 越低调越好 虽说这里的豪舍家族子弟 要比星域 都城 那种小地方要规矩得多 可若是他们起了兴致 随意抓十个八个神级 进行血战 刚好抓到你 那就惨了 如果是平常 难得来一次俯城 冒着点风险就罢了 可如今 我们是跟随东伯的 东伯前途无量 要不了太久 我们这群跟随他的 相信都有望 被纳入血刃神庭 有阶位在身 到时候 身份地位就不一样了 你又何必 现在出去呢 哦 在场这群下族神灵们 除了极少数 还留恋自己 在神界的老巢之外 大多数都是愿意 跟随东伯雪英的 经历的越多 才越加明白 跟随东伯雪英的机会 多难得呀 对此呢 东伯雪英也很欢迎 自己在神界扎根越深 也是需要些帮手的 下族先辈神灵们 自然是最适合的 而且能够帮到下族先辈神灵 东伯雪英也很是开心 过了足足一天多的时间 几乎都待在洞府内 最多在血刃狱范围内 逛了逛的 于静秋 下族众神灵们 便发现了归来的东伯雪英 排序战结束 一个个都回来了 东伯兄实力高强 通过排序定是轻轻松松 或许还能前往神庭呢 过于了 两位老哥就算真的失败 可加入宣神庭获得阶位 却是轻轻松松的 更何况排序还未出来 一切皆有可能 东伯雪英和另外两名神级高手 并肩走着聊着 随即很快就分开 朝各自洞府飞去 东伯雪英飞向自己的洞府 于静秋他们一个个都在门口 迎接东伯雪英 雪英 东伯 怎么样 这神庭外花艳的排序站 如何 还行吧 排序前一千 我想还是有把握的 详细排序 要等到三天后吧 既然都战斗结束了 按理说 每一个参加排序战的杀敌成绩 就都出来了 应该轻易就能定下排名 却硬是要三天后才公布 一来要再次时光回溯 查看之前每一位的战斗场景 确定没有违规 二则是要查清楚其中的有潜力者 好更好地进行下面的擂台站的分配 听说潜力极高的情报 现在就会送往显刃神庭 并且还会调查过去的详细经历呢 潜力极高的现在就送往神庭 还查探过去的经历 对 比如说有些从未修炼过戒神级秘术的 却又真的悟性超高的 那就比较吃亏了 擂台站肯定要安排好 而且神庭万花艳食 陛下以及大能者观战 他们如果看中谁想要收图 自然想要了解详细情报 所以邪人神庭 当然得提前搜集好情报啊 看来我的情报 估计也会被搜集 在下族 从我出生开始 包括进入红石山 包括灭沙巫神 大巫神他们分身 卧海剑神分身等等 乃至进入神界的一切都会被查出来 当然 一品真意的事 我从来没外泄过 时空神殿如果真的轻力去查 是可能查出来的 可查出来 他也不能外泄 作为气灵 他是必须遵守规矩的 悟性超高 却没修炼过戒神级秘术 这种很少吧 一个天赋超高的超凡 都会被立即关注 更别说成神了 成神后 悟性还极高的 早就被发现 被一些大势力看上收纳了 甚至许多都早早败在了四重天戒神 乃至败在了大能者门下了 嗯 神庭万花宴 就有许多大能者弟子 不成戒神 就算是大能者弟子 估计也是护法弟子 记名弟子 最多是内门弟子 那地位都比较低 当然了 一品真意超凡 除外 大能者会将一品真意超凡 当成自己最宠爱的孩子一样 轻力栽培 东伯雪英虽然偶尔陪静秋 陪着下族神灵们 可是大多时间还是用来静修 这次排序战对他的确有许多触动 特别是对混动碾压 他也开始参务努力 完善得更好了 在修行当中 三天的时间真的太短暂了 几乎没感觉到时间流逝 东伯雪英就听到了外面妻子的声音 此时竟是石门开启 东伯雪英连忙冲了出去 在洞府的庭院内 下族众神灵们都抬头看着 东伯雪英抬头看去 高空中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血色卷轴 卷轴正在缓缓展开 展开的部分已经开始显露名字 从最末端最下端开始显示 第一签名 催角星玉 阎峰 一个个的名字接连显现 排名和星玉字系都比较小 而名字则比较大 下族众神灵 于静秋 包括东伯雪英都紧张地抬头看着 必须得出现在排名上 如果不在上面 那么东伯雪英的神庭万花宴之旅 可就结束了呀 福建 福建 是你的名字 恭喜恭喜 元兄 东伯雪英清晰地听到 大概数十里外的一座洞府内 传出的欢喜声音 因为参加神庭万花宴的神级高手们 都是被安排在这一大片 距离近的可能就数里地 远的也最多百万里 一座寻常洞府本身就占地数里 各地传来声音 随着排名的公布 一些名列排名上的顿时欢喜万分 听到外面远处一座座洞府 依稀传来的声音 可东伯雪英居住在一小片区域 也就是无山星域高手们居住的这一片星域 却安静得很 因为已经公布了三百个名字了 却一个无山星域的都没有啊 你们都来我这儿 关心手招呼我们过去 咱们走吧 我好歹也是一品真一超凡啊 竟然也因为这排名公开 还紧张啊 东伯的实力高超 定是排在前列 嗯 我肯定在前一百 下族众神灵们彼此续说着也走出洞府 虽然一边行走 可是个个还是抬头看着高空中那缓缓展开的卷轴 看着新显现出的名字 星域寻守官寻守的洞府 自然要豪奢许多 如今连二重天戒神 桑夫人 图将军 以及其他几位戒神也都来到了这 还有从各处赶来的一位位神级高手 参战的神级高手 无山星域 虽然一共有十六位 可是经历过排序战 活着的却只剩下八位 当然死去的那些是否修行过分身法 这就不得而知了 至少赶过来参战的 如今就剩下八位 大家都感到 彼此都简单招呼了一件 便都情不自禁抬头继续看着 那戴着半张面具煞气极重的红发男子 一手握着刀柄 同时也死死盯着高空中 展开卷轴中 显现的一个个名字 没有 没有 已经没有 怎么还没有 已经公布六百名了 这次无山星域出了两个足够强的存在 第七梅宇殿下和东部 那都是能够轻易击杀凶乌战兵的 最终冲入前一百名参加神庭之战 不敢保证 但是排序战前一千名 应该是没问题的 可到现在 八百名了 九百名了 时间似乎过得很慢很慢 当公布出了九百名 开始公布前一百名的时候 高空那缓缓展开 卷轴上的一个个名字 也都大了一号 字体更大 更醒目了 殿下应该没问题 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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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一飞冲天的机会 进入前一千名 即便擂台战输了 也很容易进入一些强大的势力 想要进入雪人神庭 获得结尾也很容易 甚至结尾还比较高 一般通过心欲预选 就能轻易 获得结尾了 九十名 八十名 名字显现的速度也变慢 每一个名字 都引起远处一些洞府的欢呼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名了 怎么可能 一定会有的 进入前二十名了 雪英呢 雪英不可能不进前一千名啊 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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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267集 夏族的紫雷帝君 云海帝君 龙山大帝等一个个都在焦急地看着 包括官巡守 图将军 因为排名越是靠前 希望就越加渺茫 如今已经出现了 九百八十五个名字了 就没一个是无山星域的 不应该的 有第七梅雨殿下和东伯 应该能入排名的 不求都上 好歹上一个呀 渐渐的 十二名 十一名 第十名 第十名是三拳星域 多鹤 这个名字明显大了许多 一行文字几乎占据了整个卷轴的一列 比之前的文字大太多了 多鹤 多鹤师傅 你真是厉害 此时遥远处隐隐传来了欢呼声 而观寻守的这个院子内却是一片寂静 个个都盯着看着 渴望的看着那卷轴 卷轴缓缓展开 同时又显现出了一列 第九名 无山星域 第七梅雨 无山星域的这个院子内 先是个个愣住 是我无山星域的 恭喜殿下 恩海府的确高手如云 殿下真是厉害 第九啊 排在前十啊 以殿下的实力 想必接下来的筛选也是轻轻松松啊 定能最终参加神庭之战 佩服佩服 周围一群人 甚至连那几位戒神们都来恭贺 这是发自心底的恭贺 如果排序战排名在八九十名 经历后面的擂台战生存战 是否依旧能够在前一百名 这还很难说 可是第九名的高手 即便还有两轮筛选 可保持在前一百 一般还是有把握的 这可是能前往神庭了 参加神庭之战了呀 吴山星域这边一片骚动欢呼 在骚动当中 下族的这群先辈神灵们 却有些焦急了 怎么还没有 还没有 第三名 洞牙星域 九舍 这名字更加大了 甚至泛着光芒 此刻整个安海府城 无数生命都在观看着 他们也都记下了这个名字 能够在排序战名列第三的 那何等之了得呀 第二名 公输星域 罪孤克 这个名字更加大了一号 光芒夺目 整个安海府城仿佛都安静了 个个都在等待着 等待着 最后一个名字 最后一个 下族先辈神灵们也都紧张地抬头看着 东伯雪鹰也有些紧张抬头看着 最后一个名字 最后一个名字 大放金光 浮现名字的速度也很缓慢 一个字一个字的浮现 第一名 吴山 卷轴上的最后的也是吸引了 整个安海府城无数生命的文字 正在一个字一个字的缓慢浮现 观寻手之前还庆贺第七眉宇呢 手中还握着九尊 此刻却是眼睛陡然定的滚圆 情不自禁的手指握紧 吴山 吴山星域 这一尊材料非凡的九尊 直接被握得扭曲了 第一名 吴山星域 是我们吴山星域 对 对对对 是我 是我 这个院子内都在紧张地看着 下族众神灵们 于静秋 包括东伯雪英 都在抬头看着高空中 已经完全展开的巨大卷轴中 那缓慢浮现的最后的文字 东伯 第一名 吴山星域 东伯 没错 正是吴山星域 东伯 高空中那卷轴排在最守卫 最耀眼 最夺目 最大的一行文字 大放光芒 在这一刻 安海府城 无数生命的目光 都落在了这个名字上 一个个都默默将这名字给记下 整个血刃神庭疆域 一共才十九府 能够在一府的排序站 排在第一 那么已经表明了 实力和潜力 历代能够排在排序站第一的 只要是没死 那必定能成戒神 而且前途非凡 非寻常 普通戒神可比 此时的院落内 包括观寻守在内 个个都仔细的 再看看 揉揉眼睛 再看看 就怕看错 没错呀 那高空中展开的 血色卷筹的最守卫 那耀眼金色文字 清清楚楚 第一名 吴山星域 东伯 东伯 东伯兄 你真是厉害 东伯 我就知道你一定信 第一 这整个安海府的神庭万花燕 排序站的第一呀 此时院落内迅速喧嚣起来 连观寻守 桑护人 图将军 以及飞云湖主人 等几位戒神 都个个来恭喜 那些在排序站活下来的 神级高手们 大多也不抱希望 也都来恭喜 不管怎么样 好歹 都有一同参加神庭万花燕的交情 而且有同星域的交情 将来有这一交情 求到东伯雪英门上去 一些小事 恐怕还是没问题的 哎呀 这欢呼声 笑声冲天而起呀 远处洞府的 其他一座座星域的 神级高手们一听 嗯 明白了 这次排序站第一的 那个叫东伯的 应该就在这个方向了 东伯兄真是厉害 竟然能在排序站中夺魁 整个安海府近两千星域 还有许多外来神级高手 最终 还是东伯兄最厉害 啊 梅宇兄过誉了 排序站第一 不代表最终生存站也能第一 就算排序站第一 生存站第一 也不代表生死搏杀实力就最强啊 东伯兄太谦虚了 你可知道 这样太谦虚 会让人很不爽的 嗯 雪英 我可在旁边呢 哎 正修 怎么了 我在旁边 你还和别人眉来眼去 嗨 她是男的 谁说的 我看像是女的 你还真是 怎么 不服 是不是 先我在这儿 爱事啊 东伯雪英和妻子静秋传音说着 第七梅雨殿下看了看东伯雪英夫妻二人笑了笑便转而走开了 红发男子 抬头看着 死死盯着那仿佛天幕般在空中的血色卷轴 那一个个金色的名字 特别是排在第一的最大的耀眼的名字 他不相信呢 不愿意相信这名字不是他 随即他又仔细看整个卷轴 从头到尾是一遍遍的看 想要从中找到漏网之鱼 想要找到自己个儿的名字 可是 整个卷轴上无山星雨的一共就两个 一个排在第一 一个排在第九 我输了 结束了 神天漫画院我是结束了 可以后 我一定会更强 超越第七梅雨 超越东伯 红发男子握着刀柄 咬着牙低着头 转身就走了 他不屑去向东伯雪莹道贺 也不屑向第七梅雨道贺 眼神冰冷朝自己的东伯走去 茫茫神界 深渊物质界 各种性格的极多 甚至有些在小地方 感觉自己天赋极高 可真正来到神界 才会感觉到巨大差距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如果总是攀比 还认为自己一定得是最强的 只会心态越来越失衡 像东伯雪莹 乃一一品真意超凡 因为神庭万花宴中 不暴露一品神心 也不敢有丝毫骄傲 对自己也是有清醒认知的 他的目标就是参加神庭之战 好败在大能者门下 如果能吃到万花真果 那就更好了 至于说排名 尽力就好 排序战 三年之后进行擂台战 擂台战结束三年之后 再进行生存战 生存战结束三年之后 才出发前往神庭 参加最终的神庭之战 每一次筛选之后 都歇洗三年 这也是写任神庭 让这些神级高手们 有足够的时间 好好地吸收筛选中的一些收获 毕竟这种层次的魔力 平常都是很难得的 三年的时间 不长也不短 差不多也足够精修了 对于神灵漫长的寿命而言 三年 真就不算什么 东伯老弟 以后随时可以去 催脚行用我的地盘 我一定好好招待东伯老弟 举老哥慢走 等有空闲 一定前往打扰 东伯雪英目送对方离去 随即才转身回到自己的洞府 东伯啊 这拜访你的戒神 都有三十多个了吧 这位还是二重天戒神 唉 这成名也头疼啊 东伯 奉寻守大人之命 将刚买到的情报送来 哦 情报 是排序战前一千名的神级高手的情报 如今万民也有情报贩卖 寻守大人买来 送给你和第七梅雨殿下 好 还请帮我谢谢寻守大人 东伯雪英随即接过军团士兵递过来的一块金玉 军团士兵当即离去 东伯雪英则开始查看 金玉一碰 大量讯息涌入脑海 金玉本身很快就分解消散 这份情报呢 主要就是修行年龄 以及星域预选的战斗场景 因为较为简单 售价并不贵 毕竟想要搜集更详细的 比如说排序战时的战斗场景 那太难了 因为只有神庭使者 安海辅主他们几个知道 连时空神殿都无法渗透那卷轴宝物内 进行探查 至于搜集过去的情报 像东伯雪英作为物质界领主 他一个人的情报都很贵 更别说一千个神级高手了 不单单是东伯雪英 此刻很多高手 包括戒神们 乃至安海府内的一些豪奢家族子弟 都得到了这份情报 他们自然重点关注 排在最前列的 第三名 洞牙星域 九舍 修行591万6千年有余 第二名 公输星域 最孤客 修行21500年有余 第一名 无山星域 东伯 修行2300年有余 情报传开 虽然包含了星域 预选时的战斗场景 可是这个年龄 才是最吸引人的 什么 2300多年 才修行2000多年 这个东伯 整个安海府各处在看到这情报的 都在为这个叫东伯的修行年龄 而感到震撼 安海府城 最广最豪奢的便是安海府主的宫殿 也是龙氏家族所在 龙氏家族老巢 战地过亿里 宫殿连绵 大群大群的军团士兵驾驭着车年飞行在高空中巡逻戒 一些珍奇的神界生物也生活在这里 岳氏老巢的核心更能看到一位位穿着甲铠的戒神们肃然的站在各处 目光扫视四面八方 安海府主在整个安海府一手遮天 麾下的军团要比星域巡守军团强盛不知道多少 中高层进阶都是戒神担任 毕竟作为义府府主 凭自身实力 轻易就能建造一座庞大的帝国 他们甘心于为写任神帝陛下效力 陛下自然不会亏待他们 在龙氏家族的一座雄伟电厅内 这座雄伟电厅内部深处有一个巨大的坑洞 坑洞内正用锁链扣着三头神界生物 每一个都是四体兽形 血红色鳞片 头颅上有着血红色竖眼 这便是大名鼎鼎的血精碎界兽 是极为珍贵的戒神级生物 像红石山的西威前辈 就是戒神级植物 而且还很强大 这血精碎界兽 无比珍贵 如果培育得好 一般是能够媲美二重天戒神的 在大坑旁有蓝盖 正有一名穿着华贵黑袍青年 趴在栏杆上 朝下方扔下一个个珍贵的果子 下面的三头血精碎界兽 连忙跃起去抢夺果子 甚至彼此还会争斗 二殿下 你找我 嗯 安海福主并非是人类 而是龙族一种 他一生也就两个孩子 也是安海福境内大名鼎鼎的 大殿下 二殿下 这二殿下实力较弱 仅仅只是一重天戒神 安海福主颇为喜欢自己的孩子 像那三头血精碎界兽 就是安海福主偶然得到 送给自己的孩子的 二殿下也极为喜欢 精心地照顾这三头血精碎界兽 这一次的神庭万华宴 排序战出来了 还是老规矩 邀请排在前十的来我府上 我要设宴 是 排在前十的 有哪些特殊的需要注意的 有三位需要重视 一位是排序第一的叫东伯的 根据我们的情报 他修行两千三百余年 却排序第一 并且还是一位物质界的灵主 值得我们好好对待 物质界灵主 有点意思 而且修行才两千多年 真是够年轻的 说不定他能在万年内就掌握一品神星呢 另外两个呢 另一位是排在第九的第七梅雨 这是老管家从府主那儿得到的消息 说这第七梅雨 实际上是魔雪国主的妻女儿 魔雪国主的妻女儿 没想到魔雪国主女儿都能这么厉害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二百六十八集 最后一位是排名第二的最顾客 他是雨公的亲传弟子 雨公 雨公那可是大能者 那个最顾客都休息两万余年了 还没成戒神呢 他是雨公的亲传弟子 对 这情报也是他成为排序第二之后 上禀神庭从神庭那边才得知的消息 似乎雨公很喜欢他 收了他为亲传弟子 最顾客 这明显只是一个称号 雨公的亲传弟子 有点意思啊 大能者的大能者的弟子也分高低 记名弟子 护法弟子 这太普通了 简直不值一提 甚至都永远没机会得到大能者指点 一次指点机会都没有 那门弟子 嗯 要好不少 至少能够得到指点 亲传弟子 这才是大能者真正看重的 甚至当做子女一般栽培照料 大能者们收亲传弟子都很谨慎 像神界当中厮杀争斗 那些地名弟子 内门弟子死了也就死了 毕竟厮杀太常见了 可是任何一个亲传弟子 没有谁敢轻易击杀的 杀了 那就是得罪大能 大能的亲传弟子 都是极少极少 一生收的亲传 可能都屈指可数啊 呵呵 有点意思 我安海府将来恐怕会越来越热闹了 啊 第七美玉殿下将来恐怕得回摩雪帝国 可是 东伯罪孤克 将来修为有成 神田一般都会安排他们 回家乡所在 应该都会在我安海府内担任高位 他们都很有潜力 都站在我们这边才好 你赶紧去安排 叫醒他们过来 是 安海府 越来越有意思 华贵黑袍青年随即继续俯瞰着巨大坑洞内 那三头血精碎屑兽 虽然安海府主实力强大 堪称一手遮天 各方都很敬重的 可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嘛 因为这是血刃神庭的疆域 是陛下的地盘 谁都不可能真正随心所欲 连一个有阶位在身的普通军团士兵 也不是随便能杀的 安海府主实力再强 也不可能随便乱杀 自然还有其他强者们分权 府主或许不太在意这些权力争夺 可是仅仅才一重天戒神的二殿下 却是非常在意的 这权力越大 他才能越自在越痛快啊 此时在东伯雪英的洞府之内 自从他修行才2300年的情报传开之后 拜访东伯雪英的戒神数量急剧暴增 之前排名第一 正常情况下修行在百万年左右 将来估摸着一重天戒神很轻松 二重天戒神也有望 可是并不值得那么多戒神来拜访 可是现在 好家伙都意识到东伯雪英这么年轻 那将来的前途恐怕比之前预估的还要高啊 将来在安海府内恐怕也会身居高位 他们很多戒神 将来得看东伯雪英的脸色形式 那自然得在东伯雪英还弱小的时候 送上礼物 套套交情 毕竟等东伯雪英真就强大了 恐怕也就不在乎这些礼物了 此时东伯雪英看着手中的请帖 请帖上有着神文 神文勾勒成了龙氏二字 哎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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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借神们来拜访 竟然连安海府的二殿下都给请帖了 听说安海府二殿下每一次神庭万化宴 都会请排序战千石的去敷宴 之前来送请帖的那位戒神也说了 是可以带人去的 最多可带两人 哎 你们谁愿意去啊 啊 不去不去 只带两人 谁去 不去 你带静秋法师去吧 我们呀 就不掺和了 哎 静秋 你去吗 当然 得见识见识 带得第二天 一豪奢的黑色车碾 在九条多族生物拉扯之下 降落在东伯雪英的东府门口 车碾上更有十名穿着黑色夹铠的军团士兵 还有一名轻衣御者 轻衣御者更是吓到了车碾 来到了东府门前 东伯大人 我等奉命接东伯大人前往赴宴 门开 东伯雪英和于静秋并肩走了出来 东伯雪英看着这车碾 不由得暗暗惊叹呢 那拉车碾的多族兽 每一个都比墨楼兽要昂贵的多 这车碾也比那飞云湖少主的车碾要豪车多了 那这还仅仅只是派遣来接人的 哎呀 这位安海府的二殿下果真不一般呢 辛苦诸位了 我们走吧 东伯雪英带着妻子静秋上了车碾 坐好了 车碾旁十名军团士兵护卫 轻衣御者驾驭着车碾 九头多族兽迅速飞奔 拉着车碾划过长空飞去 多族兽拉着车碾飞行在高空 速度极快 东伯雪英和静秋都坐在车碾内俯瞰周围景色 整个安海府城太大太大 远处也有些雄伟建筑 甚至都有高山起伏 我都看不见安海府城 只能远远眺望到尽头 仿佛在天地尽头的巨大城墙 是啊 安海府城的确不凡 毕竟是府主建造 有经历历代府主加固 城墙上任何一个法阵 都是那般深不可测 只要我不懈怠 将来城四重铁解神也并非难事 甚至有些许希望能够成就大能 前面就快到了 九头多族兽也开始朝下方飞去 飞向那庞大的宫殿群 这就是安海府主的宫殿 也是龙氏家族所在 虎冲而下 随即车碾停在了一座偏殿的殿门前 在殿门口有一名紫衣女侍者在等待 专门迎接 东伯大人 东伯雪英和于静秋下了车年 他的目光一扫 这殿门口站着一排 穿着金甲的军团士兵 可是散发的气息 却都是戒神气息 好家伙 十名戒神在殿外看守 东伯雪英暗暗震撼 这安海府第一家族的底蕴 和妻子一同在紫衣女侍者带领之下 走向大殿 大殿之内 已经有一些客人来了 其中就有白衣俊美青年 第七梅雨 第七梅雨盘膝坐在条桌旁 她身后呢 就是两名 美貌女子 东伯大人 这边请 紫衣女侍者将东伯雪英带到位置 正是在第七梅雨旁边 东伯雪英盘膝坐下 于静秋也在一旁 东伯兄 就带了你妻子一人 啊 来见识见识 呃 三夫人没来吗 这种宴会 她没必要来 如今摩雪国主就居住在龙氏家族内 府主亲自作陪 现如今在整个安海府内 她不可能有任何危险 以她父亲的实力 一念之下 便能轻易镇压整个安海府城范围 所以呢 桑夫人自然没必要跟得太紧 正在谈话间 有仆人送上了一些佳肴美酒 恭敬跪着 将餐盘放在东伯雪英条案上 东伯雪英目光一扫 这仿佛实质餐盘上 是一壶酒 六个盘子 有的盘子是灵果 有的是食物 东伯雪英更是拎起了酒壶的盖子 闻了闻 清秋 你看 二殿下手矣不小啊 这一壶酒和这些灵果吃的 怕是至少得一千神经呢 东伯 你仔细看看餐盘 哦 东伯雪英仔细看去 仿佛实质的餐盘 乍一看啊 平庸无奇 但是仔细这么一感应 便感觉到 餐盘隐隐晕含着无比精纯的力量 这是 信仰石 信仰之力 很是珍贵 借神们传播自己的威名 争夺信仰 为的是什么呀 就是信仰之力了 信仰石 就是信仰之力凝聚后的实体 不过一般都会切割成一块块标准的信仰石 每一块也就指头的 眼前这个餐盘抵得上几千块信仰石了 估计是最原始的信仰之力凝聚的巨大石头 切割而成 专门切割成的餐盘 豪门家族最喜欢干这种事 别说信仰石切成餐盘了 甚至累积无尽岁月的超大信仰石 专门雕刻雕像的 这一餐盘的信仰石 如果用神经算 也值十万神经 不但你我 我们排在前十的每一个人 估计都有这一套餐盘送上 这才是二殿下送的礼物 十万神经 排名前十 那就是一百万神经了 真是好大的手笔 百万神经 抵得上寻常一重天戒神 全部宝物了 却仅仅只是这位二殿下送出的礼物 其实也正常 能排在前十的 本身个个都要够妖孽 怕都有些际遇 一两万神经 恐怕都不会让他们太过在意 十万神经 才算够心意 而且 弄信仰石 切成餐盘送上 更会让这些排名前十的 一直都记住 一个个客人到来 有神庭万花宴 安海府 排序战前十的 也有安海府的一些豪门家族 全是子弟 而那位二殿下 是最后才出现的 诸位 神庭万花宴千万年才一次 乃是 乃是我整个神界最大的盛世 而今天我邀请的这十位 更是排序战 变在前十 相信九年后 都会前往神庭 在陛下 在诸位大能面前 进行最终的神庭之战 哼 来了来 为这一圣事 也为你们十位 我们 共赢了此位 华贵黑袍青年 高座主位 端起九尊 顿时在场 个个都端起九尊 一饮而尽 我来介绍一下 我左手这位 便是正风兄 他的曾祖 便是那位左公主 那是一名 穿着蓝袍 一脸胡须的 略显颓废的男子 他正在那儿喝着酒 随意地朝周围看了看 便继续喝酒了 这位是鸾七老弟 西庸军团君主的 独子 这位是 二殿下依依介绍 这些豪门家族子弟 一共来了十二位 其中有九位都是戒神 三位是神级 主要是漫长的岁月 神级一般时间久了 都会守不住本心 最终本尊神心溃散而死 像西庸军团的鸾君主 有九个子女 可惜最终就一个成为戒神的 其他八位都只是普通神灵 在漫长岁月中都是一一本尊神心溃散而死 就只剩下这位鸾七了 今天能够被邀请来的都是安海府内很有权势的豪门家族子弟 最顶尖阶层 那经过介绍 大家渐渐也熟络了 大殿内有美姬在歌舞 这些豪门家族子弟也在和东伯雪英他们十位在交谈 也还行 这些豪门家族子弟比那个飞云湖少主要有礼多了 东伯雪英发现这些一个个大多都是戒神 有两位都是二重天戒神 对自己都是颇为有礼的 也就那三位神级的豪门家族子弟 礼节上稍微差了一些 哈哈哈哈 鸾七大哥 来来来 我们俩赌上一场如何 赢老子要赌 我自然是奉陪 哈哈哈哈 不知是美姬还是血战呢 美姬吧 血战弄脏了这里 惹得二殿下不开心 那就是我的罪过了 我的这件戒神器 是我父亲送给我玩的 我觉得没意思 赌了 哈哈哈哈 行 我奉陪 我就一百万神经 下这一件戒神器 银袍青年翻手 就拿出了一柄血色双刃斧 鸾七随手一翻手 也翻出了一柄 青色剑鞘神剑 这位仅仅只是神级的尹将军 和鸾七似乎有些矛盾呢 否则何必赌这么大 在神级的一些豪门家族中 除了最为常见的血战台血战之外 也有其他一些赌战 比如说美姬 还有异兽 其中美姬战最为养眼 却是最为常见的 一般会让美貌的两名女子 不穿任何甲铠 不穿任何战靴 紧紧手持兵器进行搏杀 只要一方受伤 变为战败 算是较为仁慈的战斗了 而血战 一受搏杀 那都是一方身死才结束的 哈哈哈哈 赢老弟和鸾七老弟 这么开心 那我坐庄 大家都可以压住 都是一陪二 随便压 我压尹老弟这边 尹老弟上次输得挺惨 这次选来的美姬 定是不凡的 嘿嘿 我还是压鸾七兄这院 只见 这些豪门家族子弟都下注 东伯雪英他们十个 也都给面子去压注 当然了 他们十个的压注都不算大 彼此都有默契 个个都是拿出一万神经压着 很快 两名女子从殿外走了进来 一名白衣女子 一名紫衣女子 都是赤脚走来 没有任何贾凯护惧 他们俩 彼此遥遥对峙 一个手中出现了一柄利剑 一个则是双手持着弯刀 个个都盯着对方 你派出的又是白鸡 文奇大哥 你这白鸡的实力 我都早就清楚了 你还派他 有本事你赢了再说 银袍青年叹了一眼紫衣女子 紫衣女子明白 这一场必须得赢啊 虽然是美鸡战 只要一方身上出现伤口 战斗就结束 可是败了 尹将军也不可能饶过他的 此时两名女子遥遥对峙 瞬间便冻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269集 白衣女子 白衣飘飘 产生了模糊的幻影 一箭划过流光纵横长空 而另外一名紫衣女子 却是瞬间消失 跟着就出现在了白衣女子身旁 在半空当中就和白衣女子 搏杀在了一起 兵器碰撞 两名女子一次次交错 一次次闪躲 美女战斗 身影翻飞 的确是赏心悦目 啊 厉害呀 这两个女子的实力 都能够通过星域预选了 不过估计年龄都很大 都没有参加 神庭万花宴的资格 神庭万花宴 有1100万年的限制 而实际上 大多数神级修行都很慢 比如 夏族的先辈神灵 紫雷帝君 云海大帝 赤火帝君 都是千万年之上了 在神界 神级当中真正达到 极强极强地步的 一般修行都是 五千万年往后了 可是年龄越大 成为戒神的希望就越低 神庭万花宴选的 终究是将来前途无量的 如果不限年龄 选出一个最强神级 说不定都活了上亿年 神庭万花宴 刚刚结束 说不定就本尊神星 溃散而死 那才叫笑话呢 一道剑光滑过 两道身影落下 那名紫衣女子身上的衣服被划破 手臂位置有着一道巨大的伤口 血迹都滴落在大垫上 虽然伤口迅速愈合 可是紫衣女子脸色有些发白 输了 她输了 废物 跟我过来 紫衣女子听到这一声不由的身体一颤 立即紧张地走了过去 哈哈 听老弟 你不会又要杀死战败的美姬吧 过去也就罢了 今天可是宴请神庭万花宴 排序前十的这几位一代 你 我的事还轮不到你管 哈哈哈哈 自然 鸾七老弟胜 那鸾七老弟的可不少 这次坐庄 我又亏了 上面的二殿下则是吩咐下去 立即有侍者将神经一一分别送了下去 东伯雪英压的也是鸾七 因为他觉得鸾七是戒神 身为戒神 一般做事会有些把握 果真还压对了 小赚了一万神经 那紫衣女子跪坐在尹将军身旁 道酒伺候 这宴会还在进行 歌舞 一些罕见生物的表演 让宴会也算很是热闹 尹将军呢 却不怎么吭声 显然之前赌战赌输了 他很不爽 他的目光则是落在了对面的东伯雪英身上 也落在了和东伯雪英笑谈的 于静秋身上 为什么我怎么修行都没用 为什么他修行才两千多年就这么厉害 而且成戒神都不难 连他的女神都这么漂亮 东伯兄 颖将军 我看东伯兄很是喜欢 我这美机 送你了 颖将军一挥手 那紫衣女子 微微一愣 颖将军看了他一眼 你的命 以后就是东伯兄的了 紫衣女子一听 反而是心底欢喜 他一直怕 怕被颖将军处死 颖将军 你这是 莫非你瞧不起我 不敢 送一美机而已 收下吧 好 那就多谢颖将军了 这次一女子战败 恐怕结果会很惨 既然如此 那就收下吧 静秋 他以后就听你使唤了 真漂亮 东伯兄 我送你一美机 你也该送我一个吧 你身旁这蓝衣女子 送给我 可好啊 什么 整个大殿的气氛 此时陡然凝固起来 那些豪门家族子弟 个个都看出 不对劲了 颖将军 你喝醉了 怎么 一个女子都不敢送 你瞧不起我 她是我的妻子 颖将军 是不是太过分了 妻子又如何 我让你送 你没听到吗 东伯老弟 这个颖儿的父亲 是一位三重天剑神 不过却是陛下的 一位亲身侍卫 她的姑姑 就是我们安海府 威名颇大的 如影介绳 她是她父亲 唯一的孩子 又只是一个神迹 如今修行 虽然才七千万年 可因为心性狠一般 任凭吃了再多宝物 也已经快守不住本心 所以行事 越发顶狂风魔 你切不可与他应来 和他应来 不值得 东伯老弟 颖将军背景来力颇大 他离本尊神星溃散而死 也不远了 所以越加风魔 我也奈何不了他 你切勿和他应来 听老弟 东伯老弟是排序战第一 和妻子恩爱得很 你呀 就别乱来了 二殿下 这是我和东伯的事 你别管 你耳朵聋了 没听到我说的 东伯雪英右手一松 捏碎的九尊粉末落在桌上 东伯雪英看向银袍青年 咧嘴一笑 银袍青年身旁 凭空出现了一名 兴兰衣袍青年 这正是东伯雪英 一个手掌 直接抽在银袍青年 颖将军的脸上 犹如幻影 接连抽了十几巴掌 颖将军被抽得 直接往后倒飞开去 他身后的一名 灰袍老者连忙出手救下 那灰袍老者 震怒不已 那要说他可是 一重天戒神 可他也没想到 在这殿上有谁敢 突然对他少主动手 这虚解身体出现的太过突然 颖将军嘴巴都被抽得吐血 牙齿都飞掉 头都犯晕发蒙了 你 你敢打我 你的嘴巴太脏 此时这大殿上的气氛 一瞬间都凝固了 二殿下 鸾七公子等一个个都惊讶地 看着这一幕场景 连这次排序战前十的 罪孤客 九舍 第七枚鱼等一个个都吃惊得很 毕竟他们也没想到 东伯雪英竟然脾气这么暴烈 竟然直接动手了 之前这个东伯还很谦虚 对谁都颇为优利 可没想到骨子里竟是这么强硬 我都告诉他赢老二的背景了 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就出手了 看来这个都薄 脾气虽好 却是不能侵辱我 你 你 你之前嘴巴那么脏 我抽你嘴巴 这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我也就不计较了 颖将军 我希望你明白 不是谁都是你能招惹的 颖将军气得都发抖了 他本就有些守不住本心 有些风魔 此刻被东伯雪英气得更是要发疯 这个东伯抽了他那么多嘴巴 竟然还在那儿说着一大堆大道理 银袍青年颖将军 转头看向身侧的灰袍老者 和另外一名男仆从 你们俩还傻站着 还不出手给我抓住他 抓住他们夫妻二人 我又让他知道得救我的后果 动 动手 这 他可是排序战第一 是参加神庭万花宴的 废物 我让你抓住的又不是让你杀他 我要抓住他们夫妻 不能杀他 他的妻子却又没有接位 又没参加神庭万花宴 快去 不去 你们俩知道后果 灰袍老者感觉到自家主人都快疯了 不敢有丝毫为卡 他转头看向了对面依旧坐在调案桌前的东伯雪英 东伯雪英还又拿起了一个完好的酒尊 在那平静地倒酒 还朝他看了一眼 单单这份气度 就让灰袍老者 暗暗钦佩 我也是没办法 不对你动手 将军他可不会饶过我的 我只能动手了 此时 戒神领域刚刚弥漫开 那灰袍老者一脉步出现在了东伯雪英身旁 高高坐在上面的二殿下 眉头一皱 在他身侧伺候着的高寿老者 却是冷漠朝下方看去 顿时 整个大殿都被一股更为强大的领域压制 时空都仿佛粉碎 隐隐还有些粒子流在缓缓流动 在场每一个都感觉到 那缓缓流动的粒子流中拥有的可怕力量 那灰袍老者就感觉到自己被禁锢了 虽然他能够正脱开 但是也知道实力差距 不由地抬头看向那位在二殿下身旁的高寿老者 那高寿老者便是二殿下的管家 名为苍醇 是来自比龙氏家族更强大的苍氏家族 苍氏家族的老祖可是大能者呀 这位苍醇便是苍氏家族的子弟 曾受安海扶主大恩 在突破成为三重天戒神前 愿永远在龙氏家族效劳 安海扶主呢 就让他跟随着自己的二子 够了 经老弟 敦伯乃是神庭万花燕排序战第一 有关他的情报更是早早就被上被神庭了 你还想活捉他 二殿下 你要阻我 对 我当然得阻止你 真是一疯子 我也见过不少进入本尊神兴 即将溃散最后期的疯魔之辈了 唏 鬼懒得和这种疯子计较 就像这种宴会 我本不想邀请他 可如果不邀请 这个尹将军 恐怕会主动找上门来 毕竟 我可无法想象 一个活到蜂魔的疯子 能干出什么事来 银袍青年 尹将军一愣 这平常二殿下 很少和他应来的呀 可真应来 尹将军就有些愣住了 他的权势 二殿下还真就不怕 我阻止你 也是帮你 你可知道 东伯他乃是物质界的 物质界 他是不是物质界 和这事有关吗 敢打我 此次大辱 我岂能饶他 这个东伯 我都让他起隐忍了 本来想让尹将军更加嚣张 在退无可退时 我才出手阻止他 好让他成我的琴 谁想东伯动作这么快 居然就动手了 若是东伯没出手 我倒是轻松能压得住 可现在 这个尹二 有些蜂魔啊 他是物质界的 才修行两千余年 难道你还想不出来吗 哎 听老弟 东伯乃是一名物质界领主 现在参加盛宴的 仅仅是他的一尊分身 他的本尊还在物质界呢 如果我料得不错 他的妻子 恐怕本尊也在物质界 物质界领主 他和他妻子 本尊都在物质界 那又怎么了 难道你还不懂 他们夫妻二人根本不怕死 你若是逼迫太紧 他们二人 恐怕瞬间就自爆了 他们损失的只是一分身 还是能够轻易修炼回来的 可要是再培育一分身胚胎 再修炼回来 恐怕就赶不上擂台战了 若是无法参加神庭万华宴 堂堂排序战第一 却无法参战 事情被上禀伤去 陛下早就眼灵 一切乃是你逼迫 你手当其冲 你说 你会是什么后果 这 不但是你 甚至你姑姑你的父亲 都会因为你的牵连 而受到些许惩罚 尹将军看向对面的东伯雪莹 东伯雪莹端起酒尊 在那品酒 都懒得看他一眼 这个该死的家伙 原来是这样的心思 好一个二零侠呀 正面压制尹将军 还让尹将军念他得好 不过对于这个尹将军 还真没有什么好怕的 自爆 那是最无奈的选择 毕竟损失一个分身了 在场最不愿意自己出事的 除了自己人 就是二殿下了 二殿下邀请一届届 神庭万花宴排序站前十名的 且名称在外 人脉甚广 他经营这么久 会容许在他邀请 排序站前十的宴会上 让我出事吗 不管是妻子被强夺 这种极过分之时 还是我们夫妻被逼自爆 而堂堂二殿下 却任由这一切发生 消息传出去 让其他参加宴会的 排序站的高手怎么看呢 让过去的一代代 排序站前十的高手 怎么看呢 二殿下漫长岁月 拉拢人心 会容许一个疯子破坏吗 刚才劝收我 恐怕也只是让我 以为真的是绝境 估计想要等待 更为恰当的机会出手 博得我的感激吧 在神界的 在神界的 不管我还是静秋 都只是分身 岂是这种狗屁顽固所能侮辱的 我给点面子 他是尹将军 我不给面子 他就是蠢货废物 翻脸 我翻脸又如何 独影界神 敢来杀我吗 很好啊 你很聪明啊 一位物质界领主 前途无量啊 可你的前途与我何干 我都快本尊神心溃散了 我还怕你 没错 你是不怕我 可我怕你吗 很好 很好 银袍青年尹将军 看着周围流动的栗子流 整个大殿都被压制 他的手下根本就没法动手 这让他愈加癫狂 他抬头看着上面的二殿下 二殿下 真的要阻止我 丁老弟 何必闹得太大呢 真的闹大了 神庭万花宴这等事 可是要上品到陛下那儿的 我 也是帮你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阴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阴灵主 第270集 正面强压 嘴上呢 还说帮你 还让尹将军 无话可说 其实啊 咱说这二殿下 他根本就瞧不起一个疯子 他更重视的是这个宴会 他不可能 他不可能让一个疯子 真的就毁掉这宴会 很好 东伯 你等着 等出了这大殿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嘴上说着 尹将军的眼睛 都开始泛红 他此刻憋得是一肚子火 怒啊 被正面抽了这么多巴掌 过去只有他嚣张 他随意蹂躏别人 什么时候被正面抽打过了 就算是二殿下 他们也不敢这么欺辱他 本就有些疯魔了 又被这么欺辱 尹将军欲加癫狂 姑姑 姑姑 我快疯了 我快要被欺负死了 哎呀 此时尹将军直接传讯给他姑姑 至于他父亲 他父亲还在神庭那边 给写任神帝陛下担当侍卫呢 独影戒神正做客 暂居在龙氏家族内 在一座府邸内歇息 坐在榻上 他的一条黑色巨大尾巴 正盘膝在屋子内 独处的时候 就没必要太收敛了 他并非人类 不但是他 还有他的兄长 还有那影将军 都并非是人类 乃是神界生物 子嗣本就稀少 物性一般又低 他们一族 也就他们兄妹 真的是出头了 他的兄长 也有过两个子嗣 可最多培养成神 神灵的境界相对太低 在漫长的时间面前 就算不被杀死 也会最终在时间面前 守不住本心而死 嗯 这个东伯 好大的胆子 此时 独影戒神 瞬间消失在府邸内 大殿内 二殿下镇压住之后 宴会继续进行 雪莹 那个影将军太过疯狂 等宴会结束 我们回去途中 会不会造到攻击啊 京秋 放心吧 那影将军之前 如果不放狠话 恐怕还真有些麻烦 他既然放出狠话 那么我们回去途中 就会绝对安全 二殿下不管如何 都会保住我们的 对面的银袍青年 影将军 只是低头 在那儿喝着酒 偶尔抬起头 眼神却是泛红 欲加疯狂 哎 虽然不喜对方 可也觉得他很可悲 就是再纹图 再嚣张 就算是飞云湖少主那种 在这种层次的宴会上 在明白我的身份时 也不会乱来的 影将军或许 估计就很纹图 可能成神 肯定是有些理智的 可惜啊 即将本尊神星 溃散的风魔之位 就是如此 已经快没理智了 做事已经不顾后果了 总不能对一个 快死的疯子 谈理智谈后果呀 谁 一股恐怖的气息 猛然冲了进来 殿内的所有人 都感觉到了 发自骨子里的战力 此时 一道古老的 无比邪恶的气息 冲进了这座大殿 只见一名黄袍女子 已经迈步 跨入大殿 她眼神冰冷 扫视了眼上方 上方的二殿下一惊 便连忙起身了 都因前辈 黄袍女子走了进来 她身体周围 环绕着邪恶的黑色气流 双眸显现树童 阴冷 仿佛无情的生物 在场个个都感到忌惮 独影戒神 大名鼎鼎的独影戒神 她最出名的一次 便是让四重天戒神 浦藏帝君 中了她的毒 令浦藏帝君 吃了不少的苦头 甚至都无法再追击 要说她在污毒上的成就 是极高极高的 在安海府内 绝对是第一的 毕竟让四重天戒神 都大吃苦头 何等之厉害 独影戒神的目光 落在了东伯雪莹身上 你就是东伯 父亲前辈 闭嘴 二殿下顿时有些尴尬 东伯雪莹看了一眼 明白二殿下已经靠不住了 不过这也很正常 二殿下的权势呢 靠的是父亲的威慑力 靠的是众多的好友 可是独影戒神 靠的是自身 自身的强大实力 可以无视一切 我就是东伯 见过独影戒神 你现在求饶已经晚了 你的妻子真是漂亮 难怪惹得我这侄儿喜欢 我喊你一声独影戒神 也只是敬重你的实力 并非是求饶 我一个物质界领主 还没必要向你求饶 她竟然抽了我十几巴掌 你和我父亲都没打过我 我一定要让她后悔 我要让她知道得罪我的代价 放心吧 且看姑姑给你出气 在我面前还这么大胆子 黄袍女子冷笑了一声 她右手一伸 一股恐怖的威压弥漫开去 笼罩了东伯雪莹和于静秋 哼 我不会对你动手 但是你的妻子我会带走 我看你能如何 就算你败在大能者门下又如何 我师尊也是大能 卢尹前辈 梅宇殿下 我的事你就不必管了 你不是嚣张吗 现在你妻子我带走了 在我面前 她想要自杀都做不到 她就给我侄儿当玩物了 东伯雪莹眼神中 无尽怒火和冰冷 她怒了 尹将军一个本尊神心 即将溃散的是个疯子 那也就罢了 她没想到 独尹戒神竟然如此护短 或许在她眼里 根本就没瞧得起自己吧 也对 身为三重天戒神 做事本就更肆无忌惮 哪会在乎一个 仅仅才神级的自己呢 独尹戒神 有些事可以做 有些事一旦做了 可就回不了头了 你一个小东西 也在我面前嚣张 你是物质界灵主又如何 你就是一辈子 又能修炼到什么地步 独尹戒神一挥手 在东伯雪莹身旁的于静秋 便朝独尹戒神飞了过去 好吧 本来不急着暴露的 既然如此 那就请大能者吧 我身为一品真意超凡 请大能出手吧 为了不让他人怀疑 直接请和我有交情的赤火老祖出手 赤火老祖和红尘圣主交情深厚 又救过我妻子 他出手 也不会引起怀疑的 东伯 你也配合我嚣张 忽然 无数白色的沙粒出现在了大殿内 在大殿内肆虐 带着恐怖威压 轻易就裹住了于静秋 连独尹戒神都是脸色大变 连连后退 手中更出现了一件奇异的三叉戟兵器 无数白沙汇聚 化为了一名胖乎乎的白袍男子 胡须翘着 这胖乎乎男子摸了摸自己的胡须 痴笑地看了眼黄袍女子独影戒神 同时被救下的于静秋也跑到了东伯雪莹身边 此刻东伯雪莹真的是满心的感激 她也没想到白沙城主真的在这个时候 帮自己和独影戒神硬顶上了 当初虽说认过兄弟 可是东伯雪莹以为那只是普通的交情而已 可是现在能站出来硬扛上 东伯雪莹岂能不感激 城主 叫大哥 怎么还这么近来啊 大哥 谢谢了 否则我 好了好了 但我先应付了这娘们再说 多阳 怎么 还不甘心 还想要和我动手 在场 二殿下等一个个豪门家族子弟都没吭声 都看着这一幕 白沙城主和独影戒神 这绝对是极为了不起的两位存在 安海府境内也是赫赫为名 这样两位正面硬扛上 这样的场景可真够难得的 姑姑 闭嘴 姑姑 不能饶过来东伯 还有他妻子一定要抓来 卢阳 你侄子都本尊神心快溃散了 就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过完 最后这一段日子不更好吗 还让他出来四处话 还有 你拿着你的毒茶几个吗 你以为你打得过我 如果你想动手 我奉陪 再好好教训教训你 你 要说他们俩擅长的并不一样 毒影戒神正面搏杀的实力并不算强 只能算是三重天戒神的普通水准 他擅长的是巫毒 可是白沙城主不同啊 白沙城主结合戒神级秘术 自创出了一门恐怖的秘技 湮灭白沙 这是他在神级时就琢磨出来的 一直钻研 甚至字号白沙 建造的城池也叫白沙城 白沙一吹 湮灭万物 这是一门超强的领域类秘技 在白沙范围之内 寻常三重天戒神就得重伤而逃 就算能够抵抗湮灭白沙而战斗 那实力恐怕也只能发挥出部分出来 一般都是轻易被白沙城主蹂躏的 所以说白沙城主在三重天戒神内 属于真正最顶尖的 加上他的身体也是白沙之躯 保命能力超强 所以之前拜见安海辅主的时候 这独颖戒神还娇声喊他一声 白沙哥哥 你真要护他 当然 独颖 听好了 龚博是我兄弟 我保护他定了 你敢欺负他丝毫 就休怪我无情了 独颖戒神咬牙切齿 随即一转身 他身体环绕的黑色气流 就缠绕住了旁边的银袍青年 颖将军 我们走 便带着颖将军 瞬间飞出了大殿 颖将军因为长居安海辅城 在辅城内也有一座豪奢的府邸 独颖戒神带着颖将军直接从天而降 至于颖将军的仆人 他才懒得管的 仆人自会跑回来 此时在一个豪奢的电厅内 独颖戒神飞入其中 他周围的黑色气流 才将颖将军放下 姑姑 不能就这么算了 那个白杀成都帮的 我们就找机会 暗中抓那个东伯的妻子来 闭嘴 姑姑 不出这口恶心 我死都不甘心呢 独颖戒神一挥手 便朝外走去 电厅大门关闭 独颖戒神回头看了一眼 无数黑色气流 就此环绕住了这个电厅 形成了一个法阵镇压 里边的颖将军 还在疯狂的砸门砸窗 可是有法阵镇压 他根本就轰不开 抓住他 杀了他 杀了他 又发疯了 独颖戒神 本性自私 出了名的翻脸无情 在安海府境内 实际上也没什么朋友 当然了 他的兄长 可是陛下身旁的 近身侍卫 颇有影响力 有兄长的关系 所以独颖戒神的日子 过得还算可以 兄长的独子 独颖戒神 还是得照顾一二 只是说论感情嘛 他其实是很瞧不起 这侄子的 不过 谁敢欺负侄子 对独颖戒神而言 那就是不给他面子 打他的脸呢 以他冷力的性子 那当然得出手了 都疯魔了 时不时就完全发疯 早点神星溃散 死了也好 独颖戒神 转头朝外走去 殿门口也有侍卫 看好将军 是 侍卫也看了看 殿内那发疯的 颖将军 眼中闪过一丝怜悯 他看得出来 颖将军似乎 症状更严重了 估计本尊神星溃散 就在十年八年之内吧 到了这一地步 白沙城主和 独颖戒神 都正面扛上了 东伯雪英 自然没法再继续 宴会下去 随后 白沙城主 带着东伯雪英 和于静秋 直接离开了宴会 那二殿下 还亲自相送 东伯兄 面对的是独颖戒神 这我也没办法 啊 这不怪二殿下 二殿下之前 阻止颖将军 我就很感谢了 我们走 白沙城主 东伯雪英 于静秋 当即划过长空 迅速离去 飞在安海 府城的半空当中 东伯雪英 和于静秋 都在感谢 白沙城主 你们夫妻二人 就别说了 我既然认你 这个兄弟 就自然会保护你 我就住在 龙氏家族府上 发现了 自然得出手 其实 那个尹将军 离本尊神心溃散 也快了 偶尔就会疯膜 就算勉强保持冷静 思想也已经不正常了 他的性子 不能以常理推致 唉 我早就听说 守不住本心会疯膜 很快就会 本尊神心溃散 可没想到 会如此没有理智 如此的疯狂 这次你见识了吧 是啊 见识了 虽然知道许多常识 七零红石 也告诉过许多情报 可是不真正亲眼见到 还是无法想象 真的逐渐风魔 开始死亡的神灵 会如此的电光 记住 快死的神灵 或者戒神 都是无法猜测 他们会做出什么事的 实力越强的戒神 快发疯 就越加得警惕 明白 不过 发疯的一般都是神级 以及比较弱的戒神 强大的戒神 感觉到不妙时 一般都会选择 封印自身记忆 去投胎 没有过去记忆影响 开始崭新的生活 如果能够不死 而侥幸成神 觉醒记忆 有崭新生活记忆 心境也能空灵许多 嗯 这些离我都遥远的很难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271集 这次的事 尹将军你可以无视 他估计离死也不远了 不过 毒尹的婆娘 你得小心 哦 他本性自私 谁得罪了他 他一辈子都忘不掉 他一旦有机会 一定会对你下手 好了 参加神庭万会宴期间 你尽管放心 不过将来 我也不可能一直在你身边 若是被他盯上 还是小心为上 啊 我明白了 毒影 之前竟然要强行带走我妻子 给他侄子当玩物 此人我必杀之 不过我也明白 就算请大能赤活老祖出手 估计最多是救下静秋 不太可能杀毒影戒神的 大能者地位极高 一般没有特殊原因 是不太可能不顾脸面杀戒神的 好 毒影 你给我等着吧 洞府静室内 东伯雪鹰一个人 寒息坐在葡团上 闭眼参悟着 脑海中 推演着无数枪法奥妙 不单单是分身 包括远在物质界下足世界内的本尊 同样也在静修 本尊作为戒神 世界神心既然已经掌握 如今也同样全力以赴 主攻混动神心 三年之期快到了 枪法也练了不知道多少次 推演了多少次 规则奥妙也推演过 可这混动神心 总是觉得隔着一层薄纱 雾蒙蒙的 能看到 却总是有些模糊 这三年 混动碾压没什么提升 反而其他密器提升不少 主要是过去在混动碾压上 花费心思太多 如今再进步 也是极小极小 反而其他密器 稍微花费点心思 都在不断完善 特别是星辰云灭机 准确说 这一招都该改名叫 混动极点机了 威势是越来越大了 三年时间 对神而言 实在是太短暂了 整个安海府城 此时又热闹起来 神亭万花宴的 府城筛选 擂台战 即将开始了 不同于之前的排序战 不公开 最后两轮的擂台战 生存战 都是公开的 让人类 以及其他各族强者们 都来观战 退后 退后退后 此时在血刃域内 军团士兵们在维持秩序 在华美的高台之上 正是威压四方的 安海府主 摩雪国主 在他们俩下方 就是白沙城主 墨云城主 秦君主 独影戒神 荣海王 神庭使者 这六位了 高台下 则是分而坐着 一千名高手 正是东伯雪英 第七梅雨等等 排序前一千名的 白沙老弟 听说前不久 你和独影斗上了 还差点动手了 可不是 他的那个小兄弟 叫东伯的 就是排序战第一的 那小家伙 竟然打了我侄儿 直接打脸啊 我也只是想要 给我侄儿出出气 那儿冲想 白沙哥哥就那么狠 就是要保他那小兄弟 我可不是白沙哥哥对手 只好忍下了 白沙修 你怎么能欺负一女人呢 是啊 白沙老弟 独影这么娇弱 你欺负他 我都心疼呢 女人 娇弱 什么时候尝尝他的污毒 看你们还说他娇弱 我最惹不起的就是 荣海大哥了 他的身体修炼到这般地步 我的污毒对他根本没用 至于使者 我难道敢对使者动手 哼哼 有什么你毒影不敢的 连浦藏帝君你都敢动手 你谁不敢动手 还有 安海府这么多年 都只听过你侄二欺负人 谁敢欺负你侄二 依我看 你还是好好看好你的侄二吧 哼 最上面的安海府主 摩雪国主 则是看着这一切 老龙 你们安海府的三重天界神 你觉得 谁有望能成为四重天界神 继承你们这安海府府主的位置呢 摩云吧 摩云万年内成为界神 三十万年成就二重天 千万年内成就三重天 天赋横溢啊 就这种进步的速度 都接近了一些一品身一抄凡了 我非常看好的 不过还需要磨砺磨砺 论老了 终究比白沙乌君主要差上一些 白沙和乌君主都是修行数十亿年 而且都修成有各自极为强大的秘技 只是白沙他们一直停止在三重天 将要突破怕是无望啊 突破无望 我也是突破无望啊 总是挣扎不出束缚 跳不出这时光长河 真正永恒啊 也不知道我这一投胎 能不能活下来 嘿嘿 投胎 我学兄 将来我或许也得走这条路啊 封印记忆去投胎 没有了前世记忆 甚至连灵魂都被迫削弱到极致 只剩下一点根本灵性 一切优势都放弃 想要再活着成神 可能性很低啊 许多四重天戒神选择投胎之后 最终都再无声息 别放弃 不到最后时刻都有可能跨出这最后一步 你若是成了 可一定得堪顾堪顾我这几个女儿啊 若是能成 这是小事 若论实力 他们俩和大能者的确都很接近 可是没跳出时光长河 没有挣脱束缚 就永远在沉沦 无法真正超然永恒啊 我上一次尝试失败 看来还是得去月亮星一趟 必须得再拼一拼 府主 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就开始了 开始吧 东伯雪英等一个个都在下面分而坐下 在他们的北方 就是一座万里长宽的擂台 擂台四周就是从四处赶来的观看者 于静秋 夏族众神灵们也都来观战了 此时神庭使者走到高台边缘 俯瞰远处 声音响彻天地间 他的目光横扫之下 无数神灵都不敢抬头看 神庭万花雁 安海府筛选的第二轮 擂台之战 现在便正式开始 第一场比试 东伯对战 颜峰 开始吧 东伯 还需战第一 那颜峰 可真是可怜 东伯能排第一 擂台战 总不能让他和第二比吧 一般都是选择比较靠后的和他们进行比试 只是没想到 会是最后一比 这场比试 一点悬念都没有 能排序第一 定有些手段 他们对这一场比试胜负都毫不怀疑 都认定 东伯雪英能胜 只是他们几乎都没看过东伯雪英动手 看过无山星域预选场景的 终究只是少数 而且那一场也太简单了 就一招 此时东伯雪英直接起身朝擂台走去 而在另一处 一名头发花白的男子照着灰色披风 只是眉头紧皱 出战就遇到排序第一的东伯 他也有些苦闷 走上擂台 东伯雪英平静的站立 远处对面灰色披风的头发花白的男子 也走上了擂台 见过东伯兄 还请手下留情 擂台站绝生死 不容留情 无怪 没想到这个修行才两千余年的小子 在神庭万花宴擂台站这个地方 都没有丝毫骄傲念头 本打算利用对方骄傲心理 博取一线机会的 毕竟能在前一千名 我的实力也近乎戒神门槛了 开玩笑 能在整个安海府境内的排序站在前一千名 平均下来一座星域都没有一个 这样的高手哪里能大意应对啊 我太大意 一不小心中招怎么办 擂台下方的一名金甲将领 则是操纵开启了法阵 擂台周围形成了巨大的封闭法阵 仿佛罩子罩住了整个擂台 擂台内还有一个沙漏 沙漏内有十间沙 两位准备 开始 那名叫阎峰的男子瞬间拔刀 只见一道道身影从不同的方向袭击向东伯雪英 足足七名阎峰 以不同的刀招袭击到东伯雪英面前 东伯雪英体内大混动真力涌动 手持长枪 长枪一扫便让周围陷入黑暗 开始塌险 汹涌威势 直接让那七名阎峰的身影粉碎 这可不是排序战对手实力是逐步上升的 这是真正薄命的擂台战 东伯雪英一出手就是打混动真力 再施展秘技 一招出 周围空间都陷入黑暗塌险 粉碎一切 那站在原地的阎峰 有些心颤的看着眼前这一幕 毫不犹豫 就连忙喊了出来 不认输 前方东伯雪英周围 那一片上百里区域都完全塌陷粉碎 那种恐怖威势 远距离感受就很心惨 并且他之前的风影化身就已经感受过了 他的风影化身虽然没有本尊墙 可是也有五成实力 七个风影化身 却是连长枪都没碰到 就湮灭了 这是何等强的威势 远远不止戒神门槛吧 阎峰认输 东伯 胜 就什么认输了 那个阎峰似乎在原地 刚试探了下 就被吓住了 唉 认输得也太快了 蠢祸 真是蠢祸 还没怎么交手就认输 难道就没有一个厉害点的 击败着东伯 至少给他吃点苦头吧 漂亮 厉害 东伯就是厉害 还没怎么真正薄杀 对方就吓得主动认输了 东伯的确厉害 阎峰自愧不如 你的实力也很不错 分身术颇为厉害 七个化身各个都超越神级极限 估计和匈乌战兵交手 这阎峰应该也在十招之内就获胜了 二者说了一下 便走下擂台 各回自己的位置 第二场比试 最顾客 对战 村青 东伯 恭喜 遇到排序最后的比较轻松 我估计啊 你也差不多 东伯雪英的目光 则是看着远处擂台 擂台上正是最顾客和村青 最顾客一袭轻袍 看似年龄颇大 背着一柄剑 当然了 表面的年龄是做不得准的 这最顾客实际修行时间 也才两万余年 双方很快交手 几乎是上一战的翻版 双方刚交手 就结束了 不过这一场战斗 那个叫村青的死了 一剑毙命 东伯雪英瞳孔一缩 她立即感受到了威胁 好快的剑 好恐怖的剑 厉害 第七眉宇 本身就是擅长剑法 她的剑也很快 也干脆直指本心 而且剑术完美无比 而那最顾客呢 她的剑更是简单 似乎就是简简单单的一招 没什么复杂招数 但是仅仅一招 却威力极强 开天 对 开天 有开天神心的感觉 之前虽然也看到星域预选情报 可在星域预选 最顾客仅仅仅是随意一剑 拍击在那凶乌战兵身上 就拍得凶乌战兵碎裂了 根本没施展什么剑术 而这次擂台战 却是真正展露了一些手段 她的剑术 已经进阶归一 化为一剑 不管谁来 都只是那一剑 就仿佛开天辟地 仅仅一招 敌人便不能扛 看她的剑术 已经到了这般地步 我感觉 她应该随时可能掌握一品神心 开天神心了 没错 高手 看她精裕预选 一剑用剑面 直接拍碎凶乌战兵 我以为 她也是擅长力量 现在看来 剑术更为恐怖 若是真的擂台战 我和这罪顾客 谁胜谁负 还真难说呀 我在排序战 比她能高一名 但实际上 估计也就好上一丝丝 或许 就有我万劫魂原体的缘故 必须得承认 单论境界 世界神心肯定远超对手 这些年 世界神心 我都已经开始 琢磨出秘技了 可是在 混动神心上的成就 却是比罪顾客 在开天神心上 要差一些 一对比 就很强烈呀 很快 第三场开始了 第三场出场的 就是那位排序第三的九舍 九舍和东伯雪莹 罪顾客不同 东伯雪莹 罪顾客 修行岁月都不长 可是九舍 却已经修行 超过五百万年了 太厉害了 他似乎比东伯 比罪顾客还厉害呀 九舍一出手 无数围观者 一片哗然 东伯雪莹 第七眉宇 也是一惊 因为九舍站在那 这战斗 刚一开始 整个擂台上 就出现了密密麻麻 无数的九舍 个个都挥掌怒劈 仅仅手掌怒劈 无数的九舍挥劈之下 对手所在区域 都直接湮灭 也包括那名对手 那对手连认输 都来不及喊出 九舍白发白衣 白眉飘飘 他站在擂台上 朝下方的东伯雪莹 最顾客看了看 咧嘴 轻轻一笑 还去上第一 可不代表实力 真的就是第一呀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莹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莹灵主 第272集 这九舍站在擂台上 却看向东伯雪莹和最顾客 以及轻笑的模样 谁都感觉到 那挑衅的意味 东伯兄 之前最顾客可没挑衅 这个九舍却主动挑衅 而且看起来 也很狂傲 嗯 他是在挑衅 可惜 擂台站我不可能和他交手 可真是够强的呀 刚才那一招 似乎无处不在 处处都在 且威力极大 直接湮灭一片区域 那名也是排名前一千的神奇高手 却是连逃命都来不及 不知道 我和他交手会是什么样 只是 擂台站不可能安排我和他交手的 狂 傲 这都不算什么 真正天赋够高 实力够强的 骨子里都很傲 咱们说东伯雪英啊 他表面上对谁都颇为谦虚客气 这没错 可他骨子里同样是傲得很 东伯雪英不在乎对方狂傲 他在乎的是对方的实力 城府筛选 比如前十名 是不可能让他们自相残杀的 因为安海府最终是要选出最强的一百个 擂台站是不可能的 可最后的生存站 却是要再定排名的 你排序站第一 别最后的生存站 被他们超过 那个九舍难怪挑衅我呢 看来就志在生存站了 接下来一个个出手 一场场比试 越往后 战斗越是激烈 因为彼此的实力差距是越来越小 不过再也没有九舍 罪顾客给东伯雪英的强烈威胁感了 就算是第七美羽 虽然让东伯雪英也很惊艳 却没感觉到太强的威胁 主要是战斗太快 第七美羽仅仅才出两招 对方就主动认输 让第七美羽的剑术 没能够真正展示 毕竟第七美羽并不擅长 一瞬间爆发出某一种超强杀招 他更是擅长持续战斗 前五百名已经决出 擂台战第二批第一场比试 东伯对战无庸 第二批又开始了 认输认输 东伯雪英的对手刚刚上场就认输 后来呢 最顾客上场 对手同样喊认输 九舍上场也是如此 还没动手 就立即认输 实在是第一批的时候 他们排名前面的几个 震住了其他人 都明白 差距太大 他压根没指望 还是赶紧认输吧 别最后连喊认输都来不及 然后呢 就丢掉性命了 此时在高台上 安海辅主 摩雪国主 他们一个个都在观战 虽然参战的大能者 护法弟子 内门弟子都有十余位 可是最耀眼的 终究是排在前三位的 东伯 罪孤克 和九舍 像那位叫藏霄的 排序战的时候 也只是名列第二十七 虽然也还算不错吧 却是无法和排名前三的相比 那个九舍 似乎排序战的时候 没展露全部实力 排序战时 他没施展这一秘技 排序战而已 这个九舍太自信 所以一些杀招根本没施展 可即便如此也是排在第三 现在他发现 竟然有两位排名比他高 他当然得展露下手段 依我看 这个九舍才是最强的一个 罪孤克可是大能清传弟子 实力同样深不可测 看样子随时可能掌握一品身心 反而这个东伯 要稍微差些 你和那个东伯有些仇怨 故意针对他 针对 他也配 卢阳 东伯是第一就是第一 你说的再多 他排序战都是第一 那你可敢打赌 我说了 生存战时他东伯绝不会是第一 甚至恐怕连第二都不是 赌 为什么要赌 排序战和生存战 规则本来就不一样 谁都说不清最终排名 东伯就算不是第一也很正常 你没把握了 你有把握 你敢说罪孤克一定第一 还是说九舍一定第一 按照过去历史经验 排名前三 实力差距只要不是太明显 最终生存战都可能名列第一 甚至排在第四第五第六的 都有可能生存方面极擅长 冲到第一 所以任何一人位列第一的可能性 不超过三场 赌谁一定是第一 胜算自然就很低 说再多 你也是对东伯没把握 也好 之前赌注我可赢了不少 那我就作装 赌生存战 东伯生存战第一 一赔一 东伯生存战第二 一赔二 东伯生存战第三 以及往后一赔五 上线千万神经 好气魄 这么有把握 秦君主 荣海王 神庭使者 墨云城主 毒影戒神 都看向白沙城主 这个赌局太自信了 东伯第一 一赔一 等于别人压多少 赢了一就是多少 根本不赚呢 一旦输了 反而全赔 所以说 没有谁会傻乎乎的去压住的 第二 一赔二 这算是正常赔率 第三 以及往后一赔五 这就是很惊人的赔率了 白沙 你这是送死的 你就这么有信心 赌局在这儿 有本事 赌 放心 我会满足你的 白沙老弟 你开这种赌局 我们可得趁机下手了 东伯第二 我压五百万神经 东伯第三 以及往后 我也压五百万神经 他如果第二 我就不赚不赔 第三往后 就赚一千五百万神经 只要不是第一 我就不可能赔 谁说荣海脑子不好的 只要不是第一 他都不会赔 还可能会大赚呢 白沙兄 你之前赚不少 我也和荣海兄一样 我也一样 我也是 你们几个可真狠 他们四个都是一样的赌注 第二 压五百万神经 第三 以及往后 压五百万神经 你们太小心了 我就压最后一个 第三甚至更低 一千万神经 你若是输了 赔我五千万神经 到时候可别输不起 东伯第一 我通杀 上次我可是通杀 这次说不定 依旧也是 生存战 规则不一样 难道说 墨云城主他们几个 都是看到之前排序战 每一个战斗场景的 他们都认为 东伯雪婴或许擅长生存战 但并非是最擅长的一个 伯雪国主 安海扶主看着这一幕 却只是笑了笑 这一次恐怕白杀 要吃亏了 嗯 他们都看走眼了 很快 擂台战两轮结束 决选出了前两百五十名 这擂台战也导致了 九十六位神级高手 战死在擂台上 擂台战结束 三年后 进行最后生存战 决出最后一百名 代表安海扶 前往神庭 擂台战结束 在军团士兵维持秩序之下 观看者们都开始离开 白发白衣 白眉飘飘的九舍 眼眸狭长 他起身 行走 扫视了眼东伯雪婴 以及最顾客 笑了笑 便离开了 似乎很自信 他有把握 赢了你和最顾客 等到生存战结束 排名出来 一切自然揭晓了 虽然九舍似乎颇为挑衅 可是东伯雪婴 依旧很淡定 他并不是太看重第一 只要能参加神庭之战 不就行了吗 等去了神庭再发力吧 至于生存战 嗨 用心即可 没必要太拼命 他才修行两千余年 和九舍这种 修行了超过五百万年的 他 他有什么好争的呢 人群散去 东伯雪婴 也很快和于静秋他们会合 路途上观寻手 他们也来道贺 很快呢 就回到了洞府当中 刚到洞府内 方才坐下倒下茶水 东伯 一道声音从外传来 东伯雪婴一听 连忙站起 到门口迎接 开门 门外站着的 正是穿着白袍的 胖乎乎男子 白沙成主 哎 大哥 你怎么来了 快请进 请进 东伯 你还记得我之前和你说过 等府城之战结束 我有一份礼物送给你 记得 虽然现在 府城之战还没结束 不过 你是肯定能参加 神庭之战的 所以现在给 跟过些日给 没区别 我这就给你送来了 看看吧 白沙成主一翻手 出现了一个 棕黑色金石瓶 他扒开瓶三 顿时淡淡的香气 弥漫开来 这是 难道是神界奇珍 石花冷云露 这一瓶 估算着价值在 两百万神经左右 二殿下送我的礼物 也仅仅只是价值 十万神经 两百万神经啊 这比寻常一重天戒神 全部宝物还要多些了 虽然我身为 红石山主人 不在乎这点 可我这位大哥出手 也太大方了吧 这位大哥实力是强 但是出手 这么豪爽吗 这是石花冷云露 你可能没听过 你以后就知道了 收下吧 虽然算一宝物 但是对我不算什么 大哥 我听说过 那这一瓶 得两百万神经吗 听说过 一个神级 竟然知道石花冷云露 还知道大概价格 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你排序战的时候 安海辅主 摩雪国主 等一个个的 都起了兴致 来一个赌局 我赌的是你 最终我大胜 安海辅主 摩雪国主 虽然不在乎 可他们拿出的宝物 价值都远在这一瓶 石花冷云露之上 所以 我已经赚很多 你这不算什么 赌局 哎呀 有赌有赢 大哥能赌赢了 是大哥的实力 这真的太贵重了 白沙城主 吴宇啊 他本性 就是很直爽 有的时候 做事呢 更是寻着本能 当初 偷吃了 血刃神帝陛下的 世界杀心果 就是真的 太渴望吃了 吃了之后啊 才恐惧害怕 他觉得 之前的赌注 在东伯雪莹身上 赚太多了 拿出少许 给兄弟 这根本就不算什么嘛 哎 你还真是 我也不瞒你 勒台战时 那 毒影戒神 总是针对我 我于是 设下了一赌局 赌的就是你 生存战的排名 你若是能第一 我是通杀 若是第二 也还好 若是第三 乃至更低 那我就真的惨了 若是第三 以及更低 毒影戒神 大赚四千万神经 龙海王等四位 也将分别赚 一千五百万神经 五位加起来 就是一亿神经 啊 大哥 何必呢 看得毒影不爽 做事寻着本心 多痛快啊 哎 好了 你赶紧用了吧 有着石花冷云路 这三年时间 你说不定实力 还能增加些 我都说了 我走了 白沙城主一闪 就消失在远处天边了 哎 没想到这么早就要用 红石山内也有许多奇珍 原本打算 再经历了神庭万花宴的磨炼 再败在大能者门下 经过大能者指点 苦苦参悟之后 陷入平静时 再回一趟家乡 去红石山服用一些奇珍 我能感觉到 在混动神心上进步很缓慢 可至少 一直有些许感悟进步 密技也在缓慢完善中 现在服用 有些浪费啊 话虽如此 白沙大哥 既然设下那么大赌局 我自然得尽全力 东伯雪英 一把拿起了 这棕黑色金石瓶 在排序战时 东伯雪英很拼了 但算不上倾尽全力 原本在生存战 东伯雪英 也不太愿意拼命 不过现在 她的想法改变了 就算是帮白沙赢下赌局 自己也得拼一把 静世内 东伯雪英 抓着棕黑色金石瓶 仰头就是喝了两口 清凉感 进入体内 传遍全身 这灵魂一下子 都变得空灵许多 东伯雪英 原本思考 推演速度就很高 可是此刻 她环顾左右 周围的一切 包括时间空间等等 在她的观察之下 脑海中的灵光都不断闪现 许多困惑推演起来 效率极高 迅速就雾透 东伯雪英一直觉得 这奇珍呢 就得用在关键时刻 不过 帮白沙大哥 用就用吧 这一门门密技 东伯雪英再度去推演完善 远在家乡的本尊 也在帮忙完善秘技 不管如何 生存战 除了不施展一品神心之外 定要倾尽全力 不经意间 三年便过去了 神庭万花宴 安海府的最后生存战 也即将开始 这最后的生存战 将从250名天赋极高的 神级高手中 再选出前100名 号送往神庭 之前的擂台战虽然不错 可是最厉害的那几个 根本没看到他们 展现出真正的实力 都是一两招就结束了 甚至对手都主动认输 对对对 特别是排在前三的 赢得太快了 好好瞧瞧 神级当中真正最顶尖的 能够发挥出什么样的实力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273集 只见到天空中 一条条车辫被拉着 飞过长空 许多军团士兵 从四面八方赶来 还有普通的 无数神级们 行走在地面上 都不敢飞 不过也都期待得很 他们中有许多 为了来观战 单单空间传送费用 就花费许多 可是为了 很可能一辈子 就只能看一两次的盛事 他们也拼了 一辈子只能看一两次 并不假 因为神界内残酷异常 许多神灵在争斗中 很早就陨落 就像下族神灵嘛 便是大半就早早陨落了 随着赶来观看的神灵们 越来越多 维持秩序的军团士兵们 也经常呼吓 胆敢破坏秩序 就直接抽打 过了许久 安海辅主 摩雪国主等一个个到来 东伯雪英等250位神级高手 也到来了 神庭使者在无数神级注视下 直接一挥手 只见一道道流光 朝高空飞去 250道流光 飞到高空 停了下来 正是一个个巨大的球体 足足250个球体 悬浮在高空中 有高 有低 辅主 生存战 可以开始了 神庭万花宴 安海辅 最后生存战 将选出最后的一百名 好前往神庭 生存战 很简单 在球楼内活得越久 排名越高 活得最久的 就是排名第一 都进去吧 神庭使者一挥手 无形力量 立即笼罩下方每一个 裹挟着他们 东伯雪英 第七梅雨 等一个个都不受控制的 一飞冲天 分别飞向一个 球体牢笼 东伯雪英 眼睁睁看着 上方的球形牢笼 在视野中越来越大 最后 身体碰撞在牢笼上 轻易就进入其中 东伯雪英仔细观察 这牢笼约莫万里范围 万里内有着平坦地面 地面上都有着 无数黑色流光在运转 东伯雪英透过牢笼 透明外壁 朝外看去 一眼就看到下方聚集的 无数的观看者 也看到周围或高或低的 一个个球形牢笼 每一个牢笼内 都有一位天赋横溢的 神级高手 这生存战还真是公开的 个个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生存战规矩 无需多说 撑不下去的 尽早放弃 别丢了性命 最后还在里面 活着的一百个 就是生存战前一百名 开始 高空中的两百多个 球熊牢笼 每一个内的黑色流光 都开始凝聚出怪物来 下方无数观看者们 都在仔细盯着看 他们重点注意 排在前十的 特别是名气最大的 东伯 最顾客和九蛇 毕竟这样的神级高手 平常也是很难碰到的 东伯雪英很平静地 站在牢笼内的平坦地面上 右手一伸 拿着一杆长枪 这个时候 这片大地上的黑色流光 开始汇聚 在不同的方位 开始出现 一头头一兽 模样的怪物 个个全身都是黑色鳞片 有些是走兽 有些是飞禽 石头一兽 出现在牢笼的 不同方位 刚一出现 它们的目光 就落在了 东伯雪英身上 异兽们彼此看了看 眼神交流了一下 它们虽然都是法阵生命 却已经颇有智慧 要知道 超凡生命炼制出的傀儡 都有智慧 法阵生命 虽然形成得更快 可是牢笼 乃是专门为了 神庭万花燕 由四重颠界神 亲自炼制 石头一兽在各方 却是没急着进攻 你们不动手 我却不能拖呀 东伯雪英心意一动 远处便凭空出现了 一名新蓝衣袍的 东伯雪英 手持火红色长枪 随手一甩 一杆划过长空 令周围开始黑暗塌陷 闪电般便怒抽在一头 黑林异兽上 那头黑林异兽 被抽打的往后 抛飞翻滚 口鼻又鲜血渗出 可这点伤势 对它来讲 根本就不算什么 什么 万劫魂原体的力量 施展混动碾压 竟然都没能杀死它 这还只是生存战 刚开始的对手啊 何为生存战 生存战呢 每一息时间 就会诞生一位异兽 这异兽呢 也会不断地诞生 如果杀戮速度 不及异兽诞生的速度 会导致异兽的数量 越来越多 而且新诞生的异兽 也会越来越强 所以情况 也会越来越恶劣 最好的办法 就是尽量杀 尽全力地杀 东伯雪英念头一动 远处的虚解身体 再度施展枪法 这一次 却是施展打混动真理 这已经是东伯雪英 能够发挥出的最大力量了 长枪所过之处 一切都开始塌陷 陷入黑暗 早在黑林异兽上 那黑林异兽 直接炸裂 而后化作黑色异量 回归地面当中 我还以为身体有多强呢 东伯雪英黑黑一笑 他本尊 站在那动都没动 只是虚解身体 快速穿行各处 迅速地密杀 一气呵成 石头一受 便被横扫光了 又稍微停歇了一下 大地的黑色流光 才再度汇聚出 一头新的黑林异兽 实力虽然略微增强 依旧一枪横扫砸死 然后就是要等待一息时间 所以东伯雪英就显得很轻松 悠哉悠哉地 等待一息时间之后 虚解身体一招灭杀对手 下面无数观看者们 都能够清晰地看到 每一个球形牢笼内的战斗情形 东伯最顾客 九首 他们三个真轻松啊 东伯施展的是虚解真身 虚解真身和本尊实力是一样的 且就算被击溃又能瞬间凝聚 非常厉害的手段 东伯的力量太强了 这生存战的异兽 可比乌凶战兵要强大得多 可在东伯面前都是直接一枪砸死 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罪顾客也厉害 他说站在那儿没动 紧紧挥剑 剑光纵横漫里 那些黑灵异兽一个个被切割粉碎啊 哇 九射都没使用兵剑 紧紧挥掌 一掌出 就有一头黑灵异兽粉碎了 观看者们都嘖嘖撑袭啊 他们很清楚 不是异兽们弱 而是东伯他们太强了 因为同样排名前250位的高手 那些稍微靠后的 此刻战斗却是非常吃力痛苦 因为这黑灵异兽的防御真的很强 要杀死一头黑灵异兽 这都很吃力 寻常戒神门槛的威力攻击 黑灵异兽也只是受伤罢了 他们必须倾尽手段 才勉强击杀一头 生存战开始紧紧斩插的功夫 就有一位神级高手主动认输了 他直接被排斥到外面半空中 他扫了一眼 其他所有囚龙内的神级高手都在战斗 他是第一个放弃的 我认输 我认输 很快接连有认输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绝大多数都还在战斗 他们已经快撑不住了 再撑也不可能在前一百名 那自然保命更为重要 终于一道声音回响在天地间 还剩两百名 一百九十名 一百八十名 神庭使者每过一段时间就直接开口喊 其实他就算不公开通知 下面的无数观看者们也能够看到战斗情形 知道还剩下多少神级高手 也可以通知自己参战的好友同伴 一百七十名 一百六十名 神级高手们一个个放弃 没一个战死 因为距离一百名差距还比较大 大家觉得要扛不住 那就主动放弃了 剩下的神级高手也是越来越少了 一百一十名 伴随着神庭使者的声音 还在坚持的神级高手们立即心中一紧 快了 再淘汰十个 剩下的就是前往神庭的一百位了 神庭使者冷漠地观看一切 此刻才是死亡率最高的 那些已经感觉到吃力的神级高手们 都在越加疯狂地撑着 最后时刻 能够撑在前一百位的便前往神庭 当然 你们也得注意性命 前一百和一百零一 那是本质区别 在前一百名就能前往神庭 到时候前途也截然不同 他们已经在拼了 用命去拼 一百零九位 神庭使者亲眼看到一名神级高手 被黑林异兽们撕碎湮灭 身死昏灭 他已经习惯了 这最后拼搏时刻 一般的死亡率都极高 一百零八位 一百零七位 一百零六位 伴随着神庭使者响彻天地的声音 有好一批神级高手们都在竭力撑着 其实排名第八十和第一百一十 似乎有三十个名词差距 可是实力上相差真的并不算大 许多神级高手都已经到了非常吃力的时刻 都在想尽办法拖延时间 有靠速度深法的 有靠战斗的 有靠迷幻之术的 可是那些异兽们也同样穿行在虚空 行走阴影中 而且都是一大群进行围攻 一百零三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一 快了快了 撑住 一百名 已经诞生 我认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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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神庭使者宣布前一百名诞生时 那些勉强还在拼的神级高手们 一个个立即认输 他们都被排斥出了球形牢笼 一时间 就有二十多名神级高手都出来了 不过 这些最后时刻出来的 却个个露出了喜色 因为他们都撑住了 一个排名一百零一的白发老者 他分成两截的身体 在半空中凝聚 眼眸中有着不甘 差一点 差一点呀 为什么 为什么就差一点点没撑住 输了 没能进入前一百 有好几位 都是差上些许 在那都后悔无比 那些成功的降落下来之后 却是个个满脸喜色 恭喜恭喜 利兄 到时候一同前往神庭 神庭之战可是最安全的 运气好 就能败在大能的门下 这些即将参加神庭之战的 个个都开心得很 星域预选 辅城筛选 神庭之战 其中 神庭之战是最安全的 不可能出现任何伤亡 并且参加神庭之战 有很多机缘 拜大能者为师 拜四重天界神为师 在写任神庭内获得高的阶位 进入写任酒馆 参加神庭之战 这就代表了身份 就算是再差 在写任神庭内 能够直接获得第十阶位 这第十阶位代表什么呀 像驻守军团 巡守军团的将军 一般的阶位 也只是九阶 那十阶 最起码也是副将级别 在一支三级军团内 那也是一人之下而已呀 此时在高台之上 坐在最高处的摩雪国主 安海府主 都面带笑容 安海府的这次 前往神庭的前一百位已定 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那个叫最孤客的小子 剑法已经有开天神心韵味 自创的剑法秘技能到这一步 我估计短则一两天 长则最多千年 定能掌握一品神心 开天神心啊 不愧是渔公的亲传底子 啊 这才修行两万余年 天赋很不错了 万年内成一品神心 和两万余年成一品神心 还是有区别的 但是彼此的差距 至少不是太大 那个东伯也不错 不过所学似乎颇杂 至少四门二品神心 其中星辰神心 虚戒神心 似乎成就最高 都将大混动真力 万劫混原身 修炼到神级圆满啊 极点穿透神心 空间神心 似乎要相对弱些 不过不管哪一门 和最顾客那小子相比 都要差些啊 啊 阿里尚我一品神心 还是有些差距啊 那个九舍 实力却是最强的 可惜修行了近六百万年 太久了 嗯 论实力 九舍是第一 不过如果在大能者的眼中 恐怕最喜欢的 还是东伯呀 东伯太年轻了 他才修行两千多年 四门二品神心 都有如此的噪音 而且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他施展的秘迹 还有些很可笑的错误 肯定是没有得过 大能者的试点 甚至都没有被四重天界神指点过 嗯 未经指点 独自修行两千余年 四门二品神心 都有如此造诣 一旦得到指点 定能有所大尽 要是我收徒啊 我肯定选东伯 当然 九舍的实力最高 东伯 潜力最高 这生存战 前三 你猜如何 九舍无疑是第一 最顾客和东伯 最顾客的攻击威力更强 秘迹 秘迹也更完美 唯有保命伤 稍微弱了一点 东伯掌握得比较杂 保命擅长 可攻击方面 略微显得差了一些 对顾客应该是第二 东伯第三 以他们的眼光 甚至从施展的秘迹 就能看出许多来 都能判定 东伯雪英 没得到过大能的指点 自然很容易就推演出 战斗结果来 我也赞同你 只是那个偷吃的老鼠 这次恐怕 疏惨了 这个小老鼠 上一次通杀 把我们拿出来的宝贝 全都赚取了 这次还想要通杀 可惜呀 恐怕他得全输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华音小说剧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二百七十四集 那在下面作者的白沙城主 秦君主 墨云城主 独影界神 龙海王 神庭使者 他们六位 却根本不知道 摩雪国主和安海辅主的交谈 他们六个都颇为激动的 正在观战 因为这牵扯到大的赌局 还剩三十位 白沙老弟 看到了吗 九社 展露实力 何等厉害 最顾客的剑术 也强大得很 他可是羽工的 亲传弟子 经过羽工的调教 单凭如此剑术秘技 也是胜过东伯的 东伯恐怕得第三 白沙哥哥 记住 一陪五啊 没到最后时候 都别得意 东伯老弟还是太明镜 看样子的第一个数啊 最顾客 一席轻袍 行走在牢笼内 单手持剑 他行走时 整个人都仿佛一柄剑 开天辟地 瞬间贯穿一切 每一步都直接抵达异兽身旁 一剑出 直接将异兽切割两半 他的剑法太过朴素 不管是 踢 削 横切 撩 似乎都非常简单的一剑 可就有一种 开天辟地的威力 无可抵达 他的剑术看起来 似乎是简单到极致 却又完美到极致 显然 已经将规则奥妙 发挥到了一个巅峰 真正的一品神心 也是随时可能掌握 白衣白发男子 白发飘飘 狭长眸子中 有着一丝淡然的傲气 整个球形牢笼内 出现了无数个白衣白发男子 他站在牢笼大地的每一处 一旦有一名异兽出现 所有化身全部挥掌劈去 异兽就直接粉碎湮灭 如今都只剩下不到三十位了 他依旧能够做到一招灭杀 如今 也只有罪孤客和九舍 还能做到一招灭杀 东伯雪英如果施展威力最大 穿透性最强的星辰允灭机 或许也能一招灭杀 可他更主要是施展混动碾压 勉强再配合其他一些枪法招数 他显然还是将这生存战 当成一种难得的磨练 努力地磨练自己的混动碾压秘技 想更早地掌握混动神心 枪法配合 而后施展极点穿透的秘技群星 斩杀一手 秘技群星配合大混动真力 穿透性一样极强 足以刺穿一兽 偶尔才施展星辰殒灭机 还有二十多位 果真不可小瞧啊 为了白沙大哥的杜局 也得倾尽全力 这些异兽的实力越来越强了 其他秘技对异兽的作用 已经很低了 必须得施展星辰与灭机了 东伯雪英虽然在磨练自己的秘技 却也是尽快地击杀黑林异兽 出现一头 短时间内立即击杀 连几点穿透的秘技群星 都勉强刺出个窟窿 混动碾压 也只能让对方吐血 可这种伤势都太轻老 恐怕和虚界身体联手两三夕时间 才能够斩杀一头异兽 太慢了 必须靠星辰殒灭机 东伯雪英枪法配合 以星辰远灭机为杀招 勉强维持效率 难道 难道我就无法进入前二十 葬霄那丑陋的面容上 眼眸中有着不甘 他的身影犹如鬼魅 围绕着一名黑林异兽 两道妖异的血色刀光 一次次切割在黑林异兽身上 勉强切出点伤口 可这一点点伤口 黑林异兽瞬间就恢复了 任凭他如何攻击 已经无法再杀死一头异兽了 每一息时间 异兽就多出一头来 如今已经足足三头异兽在围攻的 这让葬霄应对起来是非常的吃力 主人 现在里面还有二十六位 葬霄得到了自己仆从的传讯 这让他很不甘心 排序战的时候 他名列第二十七 就让骄傲的他很是不满 所以这一次他更加拼命 四头异兽 五头异兽 进阶都来围攻 那葬霄犹如丧家之犬 艰难的四处逃窜来保命 可这些异兽们都擅长着 不同的规则奥妙 穿行在虚空中 甚至能够施展迷幻之处 联手围捕 主人 还剩下二十五位 我认输 葬霄终于不愿意再扛了 嗖的一下 整个人被排斥出了 球形牢笼 在半空当中 他的胸膛都有着一道伤口 伤口愈合 他则是抬头 看着周围悬浮的 一个个球形牢笼 这次我已经拼命了 确实是第二十五位 安海附近内的确高手入院 我身为大能者的那门弟子 也不算什么 连前世都算不上 葬霄朝下方降落下 无数的观看者们 此刻都看得激动无比 都在议论纷纷 因为越到后面 越加精彩 排在最前列的 也都是一个个拼命的 二十名 十名 九名 八名 此刻 第七枚羽已经战斗到最疯狂的状态 牢笼内花瓣飘飘 飘荡在整个球形牢笼内 碰触在黑林异兽身上时 都爆发出强大的威力 而一袭白衣的第七枚羽 施展剑术优美无比 他身影缥缈 快的都显现出一道道幻影 每一道幻影都围绕着异兽 剑光一次次落在异兽身上 而且随着剑光威力叠加 威能却是越来越强 也不知多少剑 陷入无数的剑光之内 仿佛被困在陷阱中 怎么都挣扎不脱 那一头异兽终于身体被切割开 直接消散开了 只是周围的异兽数量 却已经增加到了三头 并且一息时间之后 就是四头 看来是不行了 第七枚羽借助身法 必让开其他异兽 专心对付异头 可随着异兽数量增多 他已经越来越吃力 甚至被迫开始保命 都无法再杀异兽 很快五头异兽 一同围捕第七枚羽 每一个实力都超强 我认输 此时第七枚羽认输了 这个时候也被定为此次生存战的第七名 莫云城主抬头看着高空中 已经被排斥出的第七枚羽 也看着另外还在战斗的六个球形牢笼 梅宇殿下 身法极为厉害 在生存战中颇有优势 他的剑法更是一套完美的秘技 在逃命防御上也擅长 能够名列第七 很不错 梅宇殿下更趋向于平衡 绝招杀招威力差了些 白少老弟 现在形势越加明朗 你这次赌局恐怕要疏惨了 白少老弟 如果你宝物不够 你输给我的一千五百万神经 我可以暂缓 你给我闭嘴 没到最后呢 别高兴太早 傻子都看出来 东伯已经快不行了 白少哥哥 我们几个加起来 你可是要输掉足足一亿神经 从战斗场景就看出来了 如今上面还在战斗的有六位 另外三位都已经到了最困境状态 随时可能放弃 东伯 最顾客 九舍都还能再支撑一段时间 不过东伯的情况最危险 他现在一直在靠虚解身体 帮忙挡住 开始边逃窜 边战斗 可实际上 即便是星辰陨灭机 也很难再杀死一头异兽了 最多令异兽受伤 罪顾客 一袭轻袍 单手持剑 他行走的身影 都仿佛撕裂天地 每一剑都宛如开天辟地 可是如今的异兽们 每一个都很强大 即便是罪顾客 要斩杀一头异兽 也需要近两膝时间 很快 牢笼内的异兽数量 就已经达到两头了 注定了 接下来还会更多 可至少 他还能再杀异兽 九舍 依旧是最轻松的一个 白衣 白发 白眉飘飘的他 双眸 目光冷立 他的身影 分散在牢笼内的每一处 无数的身影 同时挥手怒劈 围攻一头异兽 现如今的黑林异兽 已经非常强大 黑林异兽 还咆哮着去攻击九舍 只是九舍的无数身影 即便被攻击到 也轻易幻灭 另外区域 又显现出了九舍的身影 九舍的身影 永远不计其数 永远在一同挥掌怒劈 被围攻的区域直接淹灭 可是黑林异兽 却只是受伤 一般需要同时围攻 怒劈多次 一头黑林异兽 才最终消散 可至少 他如今还是能够 做到一息时间内 就斩杀一头异兽 所以 囚龙之内 永远最多 只有一头黑林异兽 九舍应该还能支撑 较长一段时间 他相对而言最轻松 罪于顾客 杀死异兽的速度 已赶不上异兽诞生的速度 估计要不了太久就会输掉 东伯现在已经无法杀黑林异兽 他的牢笼内的异兽 也已经有两头 估计最先考不住 白沙哥哥 你输定了 翻不了身了 东伯的身体防御强也没用 一旦被异兽活捉 一样被扔出囚笼 让你张狂 让你头脑发热 以为上次偷杀打撞了 这次还再来一次 东伯兄弟终究只是修行两千余年 修行时间太短脏了 这方面太吃亏了 快看看 看那个偷吃的老鼠 看他脸色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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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输掉一身经 他也心痛啊 哈哈哈哈 损失够残重的 哈哈哈哈 此时在东伯雪莹的囚刑牢笼内 已经有两头黑林异兽了 两名星蓝衣袍的东伯雪莹 一边逃窜 一边两个同时在围攻一头黑林异兽 可是靠星辰隐灭机也勉强破开林甲 刺出一个邪窟窿 就被黑林异兽体内的肌肉给抵挡住了 这样的伤势根本就要不了一头异兽的命 东伯雪莹瞥了一眼外面 透过牢笼外壁 能够看到还有两座囚刑牢笼 罪孤克和九舍依旧在战斗 不能任由异兽增加 必须倾尽全力了 此时 东伯雪莹心念一动 只见牢笼的广阔黑暗大地上 却已经凭空出现了四名星蓝衣袍青年 是的 四个 只见这四名星蓝衣袍青年分别持着长枪 疯狂围攻一头黑林异兽 四个都施展星辰陨灭机 一时间周围有黑暗星辰膨胀 他见陨灭成一点的场景 黑林异兽身上被刺出一个个血窟窿 异兽也疼痛的怒吼 可是四个东伯雪莹狂攻数十枪之后 那黑林异兽背部一片区域鳞片早就完全撕裂 都露出骨头来了 四个东伯雪莹全部施展混动碾压 疯狂怒劈而下 没了黑色鳞片的保护泄力 最强的力量发挥 抽打在背部的骨头上 黑林异兽直接被抽的身体爆裂开来 四名东伯雪莹怒抽 这是何等之威食啊 唉 真不想施展这一匿迹的 虚界匿迹 宁针 其实东伯雪莹早在红石山的时候 还只是虚界真意三重镜的时候 就创出了宁针这一招 而在悟出一品神心 世界神心成为界神之后 东伯雪莹修行多年 更是参悟出了世界神心的好几门秘技 其中就有世界真身的秘技 它已经可以一念之间 同时显现出八尊世界真身 如果不动用完整的世界神心奥妙 主要是虚界奥妙的话 即便是世界神心的界神 东伯雪莹也最多将宁针 完善到施展三个虚界身体来 先成界神 反过来钻研宁针 也最多三个身体 想要再多 那就必须动用完整的世界神心奥妙 所以东伯雪莹觉得 这是有点欺负人的 毕竟四个联手 比两个联手的威力 大了一倍都不止啊 虚界秘技 这小子 四个身体 每一个都能发挥出 和本村一样的战力 虚界秘技能发挥到这个地步 真是 很是厉害 厉害呀 掌握世界神心的界神 创出的这个世界真神秘技 最多也只能显现出 九尊的世界真身吧 它呢 透过虚界的秘技 就能实战出足足三尊的虚界身体 在虚界的成就上 它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它虚界神心的成就 比它星辰神心还要高 它的星辰神心要进化到混动神心 估计要一段时间 可是虚界神心 恐怕随时可能进化到世界神心呢 高空中的一个个球形牢笼中 如今只剩下了三个还在战斗 正是东伯 罪孤克 九舍他们三个 之前东伯雪莹已经非常吃力了 眼看得最先输掉 可是突然高空中 那球形牢笼内出现了四个东伯雪莹 只见四个东伯雪莹联手之下 一同施展星辰远灭机 让黑林异兽哀嚎不已 一同施展混动碾压 直接砸得异兽身体溃散 这四个联手 异兽们想躲都躲不掉 转眼 牢笼内就为之一空 从各地赶来观战的各族生命们 都惊叹地看着这一切 在他们看来 现如今这异兽的实力 已经能够轻易虐杀一大群神级巅峰了 可是东伯雪莹 依旧能强行灭杀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莹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莹灵主 第二百七十五集 哇 东伯太厉害了 实力竟然抱上这么多 一兽都被灭杀光了 听说这个东伯 修行才两千余年 怎么就这么厉害啊 我家老祖也买了一份情报 情报上记载 这个东伯才修行了两千三百余年 修行这么短 虚界神心 星辰神心的造诣都如此之高 依我看 说不定他能在万年内 掌握一品神心呢 万年内掌握一品神心 那不是成为大能者清传弟子吧 哎 这可难说 修行两千年有如此静静 说不定就卡在这 卡个几万年呢 星辰神心无法突破 虚界神心也能突破吧 这个东伯 依我看 一万年内掌握一品神心 希望极大 一品真意超乏 那是传说啊 不知道多少一年才出一个 太罕见了 一旦出现 大能者都是抢着收徒的 敌对大能者 甚至不顾脸面 想办法早点铲除 而稍微次之的 就是万年内掌握一品神心 数量相对一品真意超乏 更多一些 敌对大能者 也不至于不顾脸面下毒手 正常情况下 都是能够修炼到三重天界神的 少部分 甚至能够成就四重天界神 这种潜力的 也是能够轻松成为大能者清传 值得大能者清理宰佩的了 他竟然这么厉害 为什么 为什么 他修行才两千余年 星辰神心和虚界神心 都有如此成就 两条路都有希望成界神 而我呢 我为什么一直无法测进 为什么 我不甘心 不甘心 毁掉他 毁掉他 在他身后的灰袍老者健壮 面色一变 当即一伸手 便抓住了颖将军 汹涌的戒神力 直接封进住了 颖将军体内的神力 颖将军顿时无法反抗 他不由得面色争鸣地 看向身后的灰袍老者 你在找死吗 将军又瘋魔了 带将军回去 颖将军离本尊神心溃 暂时越来越近了 所以他的姑姑 独颖戒神早就吩咐 一旦封魔 就立即擒拿下带回去 别再安海俯城丢他的脸 随后 这一群士兵 带着颖将军迅速退去 不过在无数的观看者中 颖将军他们只是沧海一宿 在另外一处的下族众神灵 以及于静秋 则都是无比激动开心的 看着这一切 东伯真是厉害 修行这么短 竟然能够超过其他所有神灵 了不起 不愧是我下族 有史以来最强神灵 紫雷帝君 云海等一个个都是无比的自豪激动 而于静秋则是微笑地看着这一切 他的眼睛却是很亮很亮 丈夫如此 作为妻子 他自然也是开心得很 高台之上 白沙城主笑得格外畅快 格外得意 他摸着自己翘起的胡子 瞥了眼旁边脸色难看的独影戒神 又看了看其他几位 初威啊 你们之前得意太早了 你们以为 九蛇隐藏了实力 东伯就没隐藏 怎么样 数得心服口服吧 别着急 还没到最后 白沙兄 你是不是也高兴得太早了 对 他们三个可都还没放弃 说不定谁第一第二呢 在场的个个都看得出来 如今在球形牢笼内 东伯雪英是最占优势的 毕竟他们三个本身的实力差距就不大 东伯雪英施展虚戒密技凝针之后 实力提升一倍都不止 从杀异兽的速度都能判断 东伯雪英要排在第一了 不好 我认收 高空中还在战斗的三个球形牢笼中 其中最顾客陡然开口 他被排斥到了外面的半空当中 站在半空中 手中神剑入鞘 看了看 另外两个牢笼内还在战斗的场景 轻轻摇了摇头 我已经发挥到极致 想要再进步 则必须得掌握一品神心才行 输给他们俩 也是心服口服 哈哈哈哈 毒阳 谁第一第二 还说不清呢 可第三已经确定正是最顾客 可惜啊 你压住是压得东伯第三吧 黄袍女子独影戒神 脸色有些难看 并没再多说 即便是她的脸皮再厚 输掉一千万神经之后 也是满心的憋屈 说不出话来了 求舍杀异兽也越来越慢了 难道白杀你还要通杀 哈哈哈哈 我这个小兄弟还真是厉害 之前我也是因为要出口气 才设下赌局 没想到东伯他在排序战时 还真隐藏了实力 虚戒神心 他的虚戒秘技 竟然能够显现出三尊虚戒身体 我这个小兄弟可真是厉害 恐怕万年内成戒神都有望了 这个东伯的确很有潜力 可惜一直没有好点的师父指点 你看看 他的星辰神心的秘技 还有些很可笑的错误 他的虚戒秘技 能显现出三尊身体 的确达到了一种极致 可这也是浪费天赋 事败公办啊 呵呵呵呵 怎么 看得着急了 看到一个有潜力 明明可以更快地掌握一品神心 却硬是走得磕磕绊绊 当然极呀 就说这虚戒秘技 虚戒神心要进化到世界神心 何为世界神心呢 世界神心最擅长的就是领域 所以虚戒神心要进化到世界神心 在领域方面应该多花费点心思 可是他呢 他竟然钻研偏僻的虚戒真身 虽然他也钻研到了一种极致 可这明显是吃力不讨好啊 呵呵呵呵呵 你想收徒都收不到 你在这说这么多 呵呵呵呵 哎呀 是收不到啊 别说我本尊神心快溃散了 就算没溃散 四重天戒神 也抢不到这样的徒弟 这个东伯呀 虽然修行路上走了许多可笑的错误 可依旧有如此成就 只要拜师大能 有大能指点 就能迅速走上最正确的路 万年内成一品神心 把握很大呀 对 那个最孤客有大能指点 他的剑法就完全顺着开天神心的路在前进 突破也要顺上的拖呀 在他们看来 虚界神心要进化世界神心 应该沿着主要方向前进 沿着大路前进 东伯雪英走上了一条小路 虚界身体 沿着这条小路都走到极致了 都弄出三尊虚界身体了 不过小路想要突破到世界神心 虽然也极尽了 可突破难度却终究要高得多 不过有大能者之点 他们还是认定 万年之内掌握一品神心 还是把握很大的 快结束了 这次你们安海府 九舍第一 东伯第二 最孤客第三 都很不错 你在神庭万华宴中 也是颇有面子啊 啊 高空中的250个球形牢笼 还有两个在战斗 正是九舍和东伯雪英 所在的牢笼内 白衣 白发 白眉飘飘的九舍 依旧气度不凡 他无数的身影 分散在牢笼的每一处 个个都在挥手怒劈 一次次让一兽受伤 已经需要一息时间 才能勉强杀死一头异兽 九舍皱着眉头 撇向远处的一个方向 那一处 有一个球形牢笼 东伯雪英正在战斗 这个东伯 修行这么短 居然须界神心 新陈神经造诣都如此高 难道他不知道 专心一条路 先成戒神吗 估计是没有师父 指点埋头修行吗 原本觉得师斩出这一秘境 就足以生存战第一了 没想到这个东伯如此厉害 看来还是得斩落真正的实力了 本来想要在陛下 在大能者面前斩落实力 不过 这生存战第一 还是要抢战的 否则连第一都拿不到 将来我败入大能者门下 也会被同门吃酒吗 只见分散在牢笼每一处的 无数个酒扯 同时挥动手掌 无数的手掌虚影迅速汇聚 汇聚成一个巨大的 金色手掌 这金色手掌 几乎占据了半个球形牢笼 而后猛然朝下方按压下去 金色手掌按压下去 所过之处进阶烟灭 连那一头黑铃异兽 也直接被碾压的消散 杀儿都不胜了 什么 怎么可能 生存战到了如今这个时刻 诞生出的一手何等强大 是啊 罪孤客都已经杀不死一兽了 四个血鹰联手 也需要住到招数 才能杀死一头 可 九蛇 一招灭杀 无量神星 这个九蛇 竟然掌握了无量神星 一品神星无量神星 好一个九蛇 都掌握一品神星了 竟然到现在才施展 或许 它是临阵突破的 临阵突破掌握一品神星 哪里这么巧 我猜这个九蛇 早就掌握了无量神星 只是一直不急着施展 修行近六百年 才能够掌握无量神星 这也算很不错了 白茶秀 看来这次这位九蛇 才是第一 东伯第二 你可赚不到我们的神经了 虽说东伯雪鹰第二 他们不赚不赔 可也很开心了 因为之前都以为 要亏一千万神经呢 现在算是回本了 唯有独影戒神 没坑声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 输了的 还好 我在独影这赚了些 真是没想到 我安海府这次参加的高手 也有一个掌握一品神心的 按照过去的经验 每一届 神庭万花宴出现 掌握一品神心的都屈指可数 许认神庭 好歹也是有十九府 我和安海府却有一个 难得难得 掌握无量神心 这个酒社 最终神庭万花宴 定是牌子前十了 在历届参加神庭万花宴的 神级高手中 都会出现掌握一品神心的 在最早期的时候 都有过争论 说 是否禁止掌握一品神心的参加呢 这神级高手 在参加神庭万花宴的过程中 临阵突破 实力大增 难道还要淘汰吗 他没这个道理嘛 谁知道他是临阵突破 还是早就掌握呢 后来啊 还是陛下决定的 说只要修行在 一千一百万年之内 只要施展的力量 是神力 即便掌握一品神心 那一样可以参战 因为掌握一品神心的难度很大 一般神级都是修行上亿年 才成就戒神的 比如说乌神吧 他天赋算是很不错了 也是修行了上亿年 九成以上的戒神 都是在神级阶段 耗费上亿年岁月 即便是这样 一座星域的戒神 那都屈指可数 那已经是漫长岁月 积攒下来的了 而一千一百万年之内 能够掌握一品神心 嗨 别说 别说是血刃神庭疆域了 咱就算是放眼整个神界 恐怕每一戒 也就十个二十个的样子 加上他们一般天赋算不错 大多早就在大能者门下 甚至分属石空岛或者万神殿 所以有些是不会来参战的 因为只要进入神庭之战 那自然就会成为血刃神庭一份子 阶位最低都是十阶 如果不想加入血刃神庭 那就别来参战 那也没资格享用万花真果 所以说每一届神庭万花宴 掌握一品神心的 也就那么几个而已 他们几个眼光还是差了些 竟然现在才发现 那个九舍掌握无量神心 九舍之前施展的秘技 身影分化无数 虽然狠不起眼 但是已经蕴含了 少许无量神心奥妙了 在擂台战时 九舍显现出无数身体 一招便劈死对手 那个时候 魔血国主安海福主就发现了 因为这一招秘技 就蕴含了极少许的 无量神心奥妙 九舍因为也不怕暴露 加上想要获得第一 所以才施展这 似乎比较隐蔽的招数 虽然蕴含极少许的 无量神心奥妙 可是九舍觉得 应该不会被发现 至于被东博雪迎逼到最后 九舍再也不掩饰了 直接完全展露出自身实力 也不怪他们 无量神心 在一品神心当中 也是很偏僻罕见 白沙他们一个一个 都没谁掌握无量神心 之前的密集也比较隐蔽 他们自然看不出 这一品神心 一般戒神们 比较常见的呀 都是时空神心 极点神心 开天神心 混沌神心 世界神心 然而 无量神心 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就像在二品神心中 悟出虚戒神心的 是极少极少的一样 无量神心 悟出的也极少 因为无量代表的是整个天地世界的一种特殊本质 就算是戒神 也很难参悟到 也就是成了四重天戒神 开始出类旁通 即便没有完全掌握 也能吃小个大概 所以 安海福主 摩雪国主 都能够看得穿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雪英灵主 第276集 其实呢 九舍也是因为大际遇 被困在一个地方修行多年 在那里边体会到了无量之意 最终修行多年掌握了无量神心 这无量神心极为罕见 手段也极为诡异 算是独树一支 此时 东伯雪英也看到远处 另外一个球形牢笼内的 九舍的战斗场景 无数手掌虚影 辉聚成了一个金色大手掌 威势之大 让东伯雪英都吃惊不已 太厉害了 除非我施展一品身心 否则根本不可能赢啊 他修行了近六百万年 施展一品身心也就罢了 我才修行了两千余年 如果施展一品身心 恐怕会瞬间传遍所有大能者吧 算了 白沙大哥也说过 如果我排名第二 他的赌局还好 也就第三 他会输得很惨 虽然还能继续战斗 可也没必要再拖延时间了 无略说 随后 东伯雪英直接被排斥出了 球形牢笼 到了半空当中 他就站在半空中 看着远处球形牢笼内部的 无数的九舍的身影 无量 这就是一品神心中的无量神心 难怪我之前分辨不出 他无数身体中哪一个是真的 原来都是假的 或者说 每一个都可能是真的 亿万身影 可以全部都是虚假 也可以真身 隐藏在其中一个当中 也可以真身 分散在亿万身体 每一个当中 就像 混动神心 极点神心 威力都极强 可是遇到无量神心 都会有些麻烦 甚至连敌人都碰不到 可是东伯雪英掌握的 乃是倾向于领域类的 世界神心 自然乃是世界之主 世界镇压 却是刚好克制无量神心 戴德发现东伯雪英认输之后 无数的九舍身影瞬间消散 只剩下了一个 我认输 九舍白衣白发 淡然地瞥了眼东伯雪英 她的眼中有着傲气 在她看来啊 她掌握一品神心 神庭万花宴本来就是轻轻松松 安海府第一 自然该是她的 至于东伯雪英 在她看来 这潜力是不错 可实力呢 确实和她差距大得很啊 一品神心 那个九舍掌握一品神心 哇 这么厉害啊 东伯输给她也是很正常了 毕竟二手的境界上 根本不是一个层次啊 此时九舍也被排斥出了九行牢笼 嘴角带着一丝笑意 目光扫过各方 东伯雪英却已经降落下来 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东伯兄 没想到九舍 都已经掌握了一品神心 输给她 也是没办法 是啊 是没办法 神庭万花宴 安海府的筛选 已经结束 也决定出了前一百名 这一百名 将在三年后出发 前往神庭 军团士兵们维持秩序 从各地赶来的观看者们 开始散去 东伯雪英 最顾客他们一个个 也都回到自己的洞府 而在高台之上 白沙城主他们一个个 也都起身 要离开 毕竟 整个安海府的三轮筛选 全部结束 他们也没必要逗留了 白沙老弟 可要去神庭 就算为了他的那个 东伯兄弟 他也会去观战的 莫云城主 你猜得不错 我的确得去神庭看看 看看这次 最终我东伯兄弟 会败在哪位 大能者门下 这你无需担心 东伯小家伙的 天赋极高极高 两千三百余年 就这么强了 虚解神心 和星辰神心 都有望突破 在大能者之点下 万年内突破到 一品神心的把握很大 这样的潜力 大能者们 肯定都愿意主动选 表面上看 九舍实力 虽然比东伯兄弟强 可九舍 修行了近六百万年 潜力却是远不如 东伯兄弟 是否会被大能者选中 我丝毫不担心 东伯这种权力 都不被选中 还有几个能被选中的 我有点担心的是 不知道东伯有没有希望 摆在那三位中的某位门下 那三位 我看难 禀府主 安海府这边筛选结束 我就先回神庭了 去吧去吧 按照规矩 参加神庭之战的这些高手们 都是自然成为 血刃神庭的一份子 所以虽然到时候 有许多大能者来观战 可收徒也只能是 血刃神庭一方的大能者来收 此时一道浩瀚的河流 弥漫着无数雾气 从虚空中而来 河流奔腾拥有无尽威势 面对这河流 就算是戒神们也无法飞渡 必须乘船而过 这虚空中诞生的河流 环绕在一片广阔的 星空陆地上 河流长亿万里 难以计数 就算是安海府城那般大 恐怕也勉强 集得上这河流的宽而已 这片陆地上 有着无数修行者 在陆地的中央 便是一座豪奢的黑色宫殿 黑色宫殿内的一处宫院 正有一名黑袍黑发老者 闭眼盘膝坐着 它似乎没有任何气息 仿佛和整个宫殿 乃是整个大陆 乃至那条奔腾的虚空河流 都融为一体了 此时 一名近来的貌美红衣女子 有些紧张地看了看 李师尊 这是神庭那儿 送来的一份情报 整个血人神庭 石九府的筛选 全部结束 每府一百名 共一千九百名的情报 全部在此 红衣女子 恭恭敬敬地 递出了一份血色卷轴 血色卷轴 直接漂浮到了 黑袍黑发老者面前 老者仅仅一看 一切讯息 便已尽知 不错 这一届神庭网花宴 还真有些不错的小家伙 可有师尊想要的 有两三个 最让我喜欢的 还是一个叫东伯的小家伙 可惜 我能看中他 估计 其他大能 也有不少会看中 不知道最后 他会败在谁门下 师尊想要争 定能争到 陛下已经很久没收徒了 不太可能收徒 就怕那三位和我抢徒的 那三位 消息传播 即将参加神庭万花宴的大能者们 许多都知道了很有潜力的年轻一代 像最顾客就很不错 可已经是大能者羽工的亲传弟子了 天赋足够高 又没有大能者师尊的 还真不太多 而且如果潜力不是太过耀眼 大能者们也懒得挣 毕竟收不收的区别也不大 所以值得争的也就那么几个 东伯雪英便是其中一个 此时在安海府 东伯雪英的洞府 静世之内 希望这次神庭万花宴 最好能败在神帝陛下门下 不过陛下乃是神界最强者 收徒对他意义不大 已经很久不收徒了 如果能败在三祖门下 也很好了 大能者超脱于时光长河 真正永恒的存在 虽然四重天剑神也很罕见 跨出那一步成大能也很难 可是漫长岁月积累 血刃神庭的大能者也有二十三位 其中最耀眼的是血刃神帝陛下 其次便是三祖 再接下来才是其他十九位大能者 三祖第一位名叫毁灭君主 原本是黑暗深渊的其中一层世界的深渊君主 也是属于深渊最早期的一位大能者 他的古老程度甚至能排在前三 他的分身来到神界 行走神界的时候收了一个徒弟 这个徒弟便是现如今的血刃神帝陛下 作为黑暗深渊极为古老的君主 在教导血刃神帝时 他也在逐渐进步 如今的实力虽然已经不如徒弟了 可依旧比一般的大能者要强大 并且他最为擅长的就是教徒 漫长岁月以来 除了血刃神帝之外 他教出的大能者一共有五位 所以虽然出身于黑暗深渊 可是毁灭君主在血刃神帝中的地位极高 极受尊敬 平常也是常居在血刃神帝的疆域内 这第二位名叫庞一 庞一 神界诞生最早期的凶残生物 在神界最初的时代 神界生物有很多 他们彼此杀戮 最终活下来 而且成为大能的 只有五位 也是被称作是神界五兄 这个庞一便是神界五兄之首 另外四位都只是一般的大能者水准 唯有庞一的实力要强大得多 第三位名叫竹山府主 竹山府也是血刃神庭十九府之一 这竹山府主只是一位四重天界神 按照常理 四重天界神活得久了 心性会逐渐发生变化 乃至开始守不住本心 一般四重天界神的寿命也就在百亿年 再长也就多个数十亿年 很少有超过两百亿年的 可是竹山府主已经活了五千亿年了 是活得最久的四重天界神 至今都没有丝毫本尊神心要溃散的征兆 并且他的实力还格外强大 比一般的大能者还要强大 名列三祖之一 在神界深渊已经没有谁再奢望他会本尊神心溃散了 毕竟正常的四重天界神也就百亿年 而他呢 活得太长了 有些大能者都陨落了 活得都没他久 不是大能 可是大家都将他当作大能看待 普通大能面对他呀 都得客气着静着点 像红尘圣主 活得就明显没有竹山府主那么久 三祖的实力都在一般大能者之上 只是实力到了他们这一程度 对于收徒 同样并不是太过重视 东伯 东伯 那位梅宇殿下来拜访 静世外传来于静秋的声音 东伯雪英出了静世 很快就看到庭院内站着的第七眉宇 他依旧是白衣俊美青年模样 东伯兄 我父亲想要见见你 你父亲 敢问是 我父亲是摩雪国主 哦 摩雪国主 之前我就疑惑 安海府这边的筛选 为何摩雪国主也来观战 原来是他的孩子也来了 只是听说摩雪国主有六个女儿 第七眉宇才神级 嫌人年轻得多呀 难道摩雪国主终于有了一个儿子了 摩雪国主 要见雪英 嗯 我父亲现在就在我的洞府处 东伯兄 我们还是先过去吧 静秋 我先过去了 摩雪国主召见 不等怠慢 嗯 在第七眉宇的洞府的厅内 摩雪国主盘膝坐在主位 东伯雪英一进入厅内就连忙恭敬行礼 晚辈东伯拜见国主 嗯 坐下吧 东伯雪英立即在一旁的调桌后 小心坐下 第七眉宇则是坐在了对面 这厅内就摩雪国主 东伯 第七眉宇 以及侍者们 你的几次战斗我都看了 你潜力虽然不错 可是却走了很多弯路 甚至有许多可笑的错误 你应该一直没有得到大能指点吧 连四重天戒神都没指点过你吧 是 一直是晚辈摸索着修行 难怪如此啊 就说说你那星辰神心的秘迹 摩雪国主随手这么一点 半空中便显现出了一杆长枪 一杆长枪施展出的枪法 正是混动碾压 到了摩雪国主这一地步 早就掌握了混动神心 所以模拟这一秘迹 简直就是轻而易举 你看你这一秘迹 诶 这摩雪国主一来就开始指点 他怎么带我如此好啊 这是看好我的前例 可在旁人眼里 我并非是一品真意超凡 我要修炼成三重天戒神 四重天戒神 不知道要多久呢 虽然疑惑 可是东伯雪英还是仔细聆听 毕竟这样的指点 也是极为珍贵的 这一指点便是足足两天的时间 第七枚雨一时在旁边喝着果酒 平静地看着 摩雪国主则是指点的兴高采烈 东伯雪英也会经常提出许多疑惑 从中摩雪国主就能够感觉到 东伯雪英的悟性的确是极高 好了 就说到这儿吧 东伯雪英这才意犹未尽地停下 经过两天的时间教导 倒也没那么生疏 甚至虽无师徒之名 却有了些许师徒之实 要知道 大能者的内门弟子 也是难得才得到指点的 像这么尽心尽力的 连续两天时间指点 比许多大能者内门弟子 一辈子得到的指点 还要多了 前辈带我为何 结个因果吧 三年后前往神庭 到时候恐怕会有不少大能者 愿意收你为徒 你想好选谁了吗 这师尊嘛 当然是越强越好 若是能在陛下门下自然最好 能在三祖门下 也是走了大运了 若是都不行 那就选择适合自己的吧 陛下已经很久不收徒了 一品真意超凡陛下都不会在意 倒是三祖你有些希望 我提醒你 在三祖中最好的是竹山福主 其次是毁灭君主 最后是庞一 竹山福主最好 他 他不是四重天戒神吗 你见过活了超过五千亿年的四重天戒神 我和你所说 你不可外传 是 竹山福主表面上是四重天戒神 其实不能算是戒神啊 不能算戒神 那 这个老家伙 学学一直不肯外传 我若是学了呀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二百七十七集 哎呀 不说了 总之呢 拜他为师绝对没错 只要他愿意收你 你就立即去拜师 如果你的潜力真的够高 受他重视疼爱 学到他那一门绝学 那你可真得感谢感谢我呀 是 晚辈明白 如果三组都没邀请你 其他你就看着办吧 谈完了之后 东伯雪英也离开 回到自己的洞湖 在接下来的次月里 就是长期闭关修行 这次的指点 对他的帮助很大 魔雪国主的指点 主要是星辰神心 至于虚界神心嘛 魔雪国主指点的却很简单 让他暂时放弃 虚界身体方面的钻研 多钻研钻研领域方面 时间流逝 一转眼已经是三年之后了 此时一艘豪奢的星域非洲 从安海府出发 安海府主亲自驾驭 带领着东伯雪英等一大批人 站在甲板上 眺望着周围流光溢彩的时空东望 东伯雪英 于静秋 紫雷帝君等一众下族神灵们 都在惊叹地看着 当然排在前一百的其他神级高手们 也带着各自手下仆人等等 在观看着这一切 哎呀 长座星域非洲 真是舒服啊 如果通过空间传送法阵 仿佛陷入泥沼 难受得很 而通过星域非洲 却是舒服得多了 周围是流光溢彩的时空通道 这艘大船就在其中飞行 这一飞 就是足足的斩插时间 因为安海府到神庭太过遥远 如果乘坐空间传送法阵 也是耗费斩插时间 一斩插时间 都仿佛泥沼挤压 也是够遭罪的 像地位够高 实力够强的 比如说三重天界神 等等 一般都是拥有 自己的星域非洲了 到了 眼前流光溢彩的时空通道 忽然出现了尽头 飞船瞬间飞出 东伯雪英他们 个个都惊叹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绚烂场景 这就是神庭吗 此时 一条枯木非洲 也抵达神庭 枯木非洲上 站着一名白衣光头青年 眼眸中 仿佛蕴含无穷世界 神庭万花雁 听说东博小师弟 这次也参加神庭万花雁 在安海府 还颇为耀眼 我这个当大师兄呢 可一定得好好看看 一艘火红色大船 表面有着火焰在生腾 火红色大船 也穿过时空通道 来到神庭外的星空之中 随即大船消失 一名白发童颜老者出现了 他笑眯眯的 这位正是赤火老祖 我让东伯来参战 没想到这小子竟然如此耀眼 这一届神庭万花雁 论前例 东伯足以可以赔在前三 伴随着万花雁最终召开 受到邀请的一位位四重天界神们 还有一位位大能者们 许多都并非是血刃神庭疆域 甚至都是黑暗深渊的 都会受到邀请 神界中许多古老神秘存在 一些很低调 实力却很强大的 也都一一过来了 只要没有仇怨 还是要给血刃神帝面子的 神庭 这就是神庭 东伯雪英等人 站在星域非洲甲板之上 看着前方绚烂的场景 前方的星空当中 就是一座漂浮的陆地 这陆地目测 也就比安海府城略微大了一些 陆地上有着连绵的宫殿 其中中央有着血刃标志的宫殿 最是雄伟高达 在神庭的四面边缘角落 则分散着一共九具雕像 这九具雕像都是有贾凯在身的各种异兽 每一尊异兽都约么上千亿里高 仅次于神庭中央那一尊主殿 好漂亮 整个神庭释放出迷蒙彩光 因为每一座宫殿建筑 每一条街道 甚至在九座雕像周围 处处都有着古老的法阵 法阵时时刻刻在引动着天地威能 散发着各种彩光 所以神庭虽然也就这么大 可他的光芒却是照耀亿万里不止 这可不单单是漂亮 这些法阵自发运转都有如此威势 可以想象真正威力得多可怕 据我所知 神庭乃是伟大的陛下亲自建造 且经历无尽岁月加固 那些法阵稍微释放些力量 连大能者都能毙命 大能者都抵抗不住 不愧是神庭啊 在场大家听了 有的只是惊叹 毕竟这代表的是血刃神庭的核心 也是神界最强者 血刃神帝陛下常驻的地方 对于神帝陛下而言 杀一般的大能者 那也是轻轻松松的 他精心布置下的法阵 能有如此威势 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安海辅主驾驭的这艘大船 抵达神庭 随即在神庭士兵的引领下 分别前往各自住处 东伯 这就是你和你同伴的住处 神庭的规矩 之前想必你们都知道 如果违反了规矩 丢了性命 后回可就完了 我们明白 安静休息 等万怀炎开始 自会照你们进行最终的神庭之战 黑甲士兵嘱托一句 转头就走 东伯雪英目送对方离去 不愧是神庭 连最寻常的一名士兵都是戒神 一路过来 看到的士兵就没有一个 试着神级的呀 龙山 雪刃神庭的军团 分成三个等级 星域内的军团 一般是最低的三等军团 而府城的几个军团 便都是二等军团 而神庭内的军团 任何一个 那都是真正最顶尖的一等军团 一等军团最底层 士兵都是戒神 一等军团都是可以直接去对付大能者的 哦 我进入神界没多久 又一直在小地方 知道的的确很少 这次为了去府城 单单是空间传送法阵的费用 就让我亲近保护了 我们先进去吧 东伯雪英看了眼周围 远处也是一名名参加神庭之战的高手 带着自己的同伴步入洞府 洞府在神庭内也算最小型的了 只有十里方圆 在洞府的一座河流旁 东伯雪英盘膝坐在草地上 手中握着一个精玉 精玉内的讯息涌入脑海 这金牌乃是神庭的士兵送来 内涵参加神庭之战的 一共一千九百位神级高手之前的战斗场景 主要是擂台战和生存战的战斗场景 一千九百位中像九舍一样掌握一品身心的 一共有五位 或许可能还有两三位隐藏实力没有暴露 掌握一品身心的肯定敌不过来 按照过去经验 一品身心有几个 一般前几就会被他们给占据 不过我的目的是拜师大能 积攒点经验教训 再知道一枚万花争果 那就非常完美了 不过这批对手的实力还真是高啊 东伯雪英开始回忆战斗场景 进行实力划分 谁是无法匹敌的 谁是能够斗上一斗的 谁是能够击败的 写任神庭将情报送给他们每一个参战者 就是让他们能够自己知己知彼 在神庭之战的时候 才能够战斗得更为精彩 别说一个很有实力的高手 傻乎乎的和掌握一品身心的撞上了 那就输得太圆了 雪英 雪英 此时东伯雪英转头看去 只见远处妻子正带着一名白衣光头青年走了过来 那名青年气息独特 仿佛看破一切 超然于一切 他的眼神更是无尽浩瀚 仿佛包含了亿万世界 这是一个看了就让东伯雪英惊叹的超级大高手 是摩雪国主 安海福主那种级别的超级存在 白衣光头青年走了过来 他面带笑意 东伯师弟 拜见惠明师兄 听说师父死后的红石山坠入雾之际 却机缘巧合下收了个好徒弟 没想到东伯师弟能如此了得 我可是听赤火老祖说了 你之前为了救妻子 都已经舍弃了一半的灵魂 竟还有如此实力 这次神庭万花宴恐怕不止一位大能者愿意收你为徒 师兄过誉了 大师兄过来 我就直接带他来了 对了师兄 杀死师父的仇敌 不会是血刃神庭的吧 别到时候我败在仇敌门下呀 是时空岛的一位大能 如果是血刃神庭的大能 赤火啊 也不会让你来参加神庭万花宴了 明白 他们彼此交谈 却有无形波动弥漫在周围 这波动便能禁止一切探查 像黑风老祖曾经得到的那个布袋 就能够让一切规则失效 无法探查 大能者们都是超然于天地规则了 他们是能够轻易制造出这类物品的 所以不论是惠明啊 还是东伯雪鹰 都是拥有这类屏蔽探查的宝物的 一旦屏蔽 就算时空神殿 那也无法探查 毕竟时空神殿也只是时光回溯罢了 在神界 一些刺杀暗杀手段 一般都会带着这类宝物 就算杀了 那也查不出凶手是谁 师父的仇怨牵扯到大能者 你也无需管 对你而言太遥远 师兄 我明白 师父他也没有一定要我们报仇啊 真是羡慕师弟你 如今掌控一座物质凡人世界 还有知爱陪伴在身边 连参加神庭万花宴 弟妹都一直陪着你 我都有些嫉妒了 东伯雪鹰看着旁边的妻子 二者目光交汇都能够感受到彼此的心意 我也很满足 若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便是无敌 又有何用啊 东伯师弟 我如今常居远尘寺 你要找我 可以去那寻找 至于平常联系 透过传讯宝物即可联系 好 东伯雪鹰和惠明师兄彼此留下印记 传讯宝物便能借此感应联系 很快惠明师兄便告辞离去 惠明大师兄很受红石山弟子的敬忠 今日一见 的确是不凡 专门来见我 还对我这个师弟如此礼待 我虽然有潜力 可是一来 我这一品真意的消息从未暴露 二来 惠明大师兄当初也是一品真意朝凡 也是红尘圣主活着的时候 收到的唯一一个一品真意朝凡弟子 如今他也是四重天界神了 惠明师兄年轻时受感情挫折 而后当了僧人 天赋超绝更是一品真意超凡 而后来因为恩怨 以极快速度登顶四重天界神 是啊 信仰对修行是有巨大帮助的 其众生信仰之力加持 修行速度将暴增 本就天赋超绝的一品真意超凡修行起来 自然更加突飞猛进 可是成也信仰 败也信仰 信仰也是因果束缚 吸收的信仰越多 想要超脱就越难 这也是四重天界神 要成大能者的最大阻碍 可是依旧无数界神 前夫后继 传播信仰 吸收信仰 因为不吸收信仰 或许最多能够成二重天界神 吸收信仰 则有把握成就三重天 甚至走大运的 能够成四重天 自然一个个都愿意吸收信仰了 至于最后成不了大能者 古往今来 神界深渊能够成大能的 累积起来才多少点啊 太难了 当然 一品真意超凡 除非特殊原因 一般都不会吸收信仰 东伯雪英 也被七灵红石警告过 千万别吸收信仰 因为一品真意超凡 潜力极大 成四重天界神 本就把握很大 为了节省时间去吸收信仰 而几乎断绝成为大能的希望 这很不值得啊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 终于到了万花宴召开的日子 此时在神庭主殿 主殿巍峨高无穷 在最高处便是召开万花宴的地方 周围云雾环绕 一位位大能者 从远处划过流光 飞了过去 大能者们气息 也是各自截然不同 要么灼热浩荡 仿佛能瞬间坟灭亿万里 要么内敛 犹如无底深渊 要么是锋芒撕裂虚空 让东伯雪英他们心计不已 东伯雪英他们 一千九百位 正在最外围坐下 各自面前都有调捉食物 在他们周围 也有士兵们职守 这些士兵们最低 都是一重天戒神 偶尔就能看到二重天戒神 靠近陛下大能者那片地方 更是有三重天戒神侍卫们 恭敬职守 东伯雪英看了远处 陛下方向一眼 看到那些周围职守的 三重天侍卫们 他们这些个神级 根本就看不清宴会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只感觉 有无形的威压 肉眼看去 远处一切蒙蒙 哦 记得那个尹将军的父亲 就是三重天戒神 是陛下的亲身侍卫 估计那位尹将军的父亲 就是其中之一了 血刃神帝高居最高处 他暗红色衣袍 双眸幽深 他所在的周围 隐隐仿佛是无尽的黑暗毁灭 单单坐在那儿 便让参加宴会的其他大能者们 情不自禁的忌惮 在他的旁边 和他位置接近等高的 还有三位 这三位的气息之强 和血刃神帝也是相差无几 有一位呢 是来自深渊的其中一位主宰 他体型庞大威格 目光蕴含着无尽的血腥 黑暗深渊一共有三位主宰 哦 就像时空岛主 血刃神帝 万神殿主 站在神界最巅峰一样 这三位主宰 也站在黑暗深渊的最巅峰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二百七十八集 还有一位深渊主宰 则是穿着金色甲铠的冷峻男子 他的目光是最伶俐的 下方大能者 没谁敢和他对视 这最后一位呢 则是雍容华贵的女子 她的气息是最为内敛温和的 不过和血刃神帝他们相比 却丝毫不落下风 除了这四位之外 其他大能者们都分散开 坐在下方 浩浩荡荡 却有近百知数 有部分来自黑暗深渊 部分是血刃神庭麾下 最多的是不属于任何一方大势力的 诸多闲散的大能者们 大能者们心中也是傲得很 所以大多数都不愿意臣服于他人 即便是血刃神帝 石宫岛主 万神殿主 大能们也大多是不愿意伺候的 比如 血刃神庭 麾下虽然有些个大能 可是有些呢 是避难 有些是师徒情义 除了大能者 参加宴会的 还有四重天界神 不过四重天界神 都是血刃神庭的 外在势力的四重天界神 是没资格得到邀请的 只见这些个大能者们 是三三两两的聊着 关系近的呀 都坐到一起去了 有仇有怨的 则是保持着距离 老猴子 听说你在太阳心 抢到了一枚太阳心核石 听谁胡说呢 太阳心核石 太阳心又上千亿年 都没有星核石出世了 我还抢到一枚太阳心核石 一个个 想太阳心核石 都想疯了吧 来来来 我们喝一杯 吴老弟 我俩已经很久没见了吧 没想到这次 你也来参加万花宴了 在场的大能者们 都朝外看去 目光轻易就落在外面 那一千九百位神级高手身上 不过大多呀 都是来看热闹的 因为只有血刃神庭的大能者 才允许收徒 其他大能者 是不好来收徒的 这个赤火老祖呢 也在重大能者当中 他呢 也是闲散的大能者 并未加入血刃神庭 那就开始吧 对于漫长岁月 一直站在最巅峰的神帝陛下而言 万花宴也是一群老友们的聚会 至于选弟子嘛 只是其中的一件小事情而已 甚至地位够高的都难得收徒 例如 血刃神帝 连一品真意超凡 他都懒得收 对大能者是小事 是乐子 可是 对东伯雪英等一群神级高手而言 却是难得的大机遇 那除此良机 想要让这么多大能者聚集 是何等之难 此时 一名血色贾凯将军 从内部走了出来 气息浩大 这位乃是一名四重天见神 他的目光扫过着 一千九百名神级高手 进阶准备好 我现在便送你们过去 开始神天之战 东伯雪英 第七枚羽 九舍 最顾客 还有其他府的 一位位极为厉害的神级高手们 都在那儿 个个静静等待 终于 那位血色贾凯将军 引动了法阵 东伯雪英 他们一千九百位神级高手 所在的区域的下方 有一个金色法针亮起 无形力量便立即裹挟着 东伯雪英他们的意识 直接朝远处头去 一时之间 东伯雪英他们个个失去意识 意识完全挪移到了 另外一处 此时 东伯雪英看着眼前 这一座巍峨的高山 已经周围远处 连绵的山脉 这高山中有着无数的洞窟 洞窟之内也有着雾气腾绕 紫色雾气 黑色雾气 金色雾气 等等等等 东伯雪英目光一扫 就看到远处站在半空中的 其他一些神级高手 显然 一千九百名神级高手 正分散在这连绵的山脉之中 真是厉害啊 将我的意识轻易就挪移到了这儿 而且 这一具身体和我的真身一模一样 同样的是万劫魂原神第三层 同样的大混动真理 神庭之战 是最为安全的 因为仅仅意识降临 即便是战死 意识也只是回归 安海府排序第一 生存战第二的东伯 在远处 一名神级高手看到了东伯雪英 她的眉头一肉 便立即朝其他地方飞了过去 显然 在一千九百名当中 东伯雪英是排在最前列的 也就掌握一品神心的那几个 能够绝对压制她 群山连绵 东伯雪英的目光一扫 自己所在的这座高山范围内 算上自己啊 一共有三位神级高手 大家都保持足够的距离 只见高山的泥土山石中 开始凝聚出一柄柄兵器 刀剑棍棒 边枪锤斧 当然了 许多兵器都是一些神洁极品罢了 东伯雪英一招手 下面便有储物宝物 三根长枪 以及大量的长矛 飞了过来 轻易的炼化储物宝物 长枪长矛都收起 手中则是拿着一杆长枪 其实啊 对于东伯雪英而言 虚界身体的强度本就极高 变化出的兵器也足够用了 远处的那两名神级高手 也都各自选了一些兵器 随即默默等候着 他们敢待在这儿 也是有自保倚仗的 神庭之战 不限一切手段 根据你们最终斩杀的 毒虫数量 来定出最终排名 最终 只有一百位能够 猎挟万花宴 享用万花争果 这一百位 是肯定会被大能者 收为弟子的 若是在一百位之后 就看运气了 连绵群山的上方高空当中 忽然巨大的血色榜单 浮现了 你们的排名会时刻 显现在榜单上 根据你们杀死毒虫数量 榜单会随时变动 你们也可以好好看看 知道自己的排名 神庭之战 现在开始 只见话音一落 连绵的群山 几乎每一座高山 都开始有能量涌动 高山缓缓在震动 东伯雪鹰 以及周围两名高手 都在盯着这座高山的 一切动静 只见 这座高山的 其中一个洞窟的 紫色雾气 渐渐凝聚 最终化作了一个 约磨盘大的 紫色毒虫 这毒虫有坚硬的外壳 一双腹眼 扫向周围 跟着 把翅膀一震 瞬间便消失在原地 三名新蓝衣袍的 东伯雪鹰 一名瘦小剑客 几乎同时出现 还有一根剑尸 也撕裂开 他们个个都扑了个空 不过 那一根剑尸 却划过一道曲线 穿梭虚空 在千里外的虚空缝隙中 和紫色毒虫碰撞了 二者都显现在真实世界 剑尸 撞击在紫色毒虫的外壳上 外壳上出现了一些裂痕 剑尸便坠落下去 而毒虫外壳 却在逐渐的恢复当中 好厉害的毒虫啊 那位巨汉 名叫国蝎 来自大名鼎鼎的 竹山府 竹山府的生存战中 这国蝎也是排在 第十九位的 它的剑术 威力极强 虽不是拼命绝招 却也是很厉害了 没想到 仅仅只是在毒虫外壳 留下了一个裂痕 此时 三名东伯雪鹰同时消失 而后出现在了远处紫色毒虫旁 那三杆长枪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 施展开了混动碾压 以大混动真理催发 一时间周围空间都开始塌陷淹灭 那毒虫想要穿梭逃窜 都无法逃跑 只能面对着可怕的围攻 这长枪或是抽打在毒虫的爪上 扫在它的腹部 或是正面抽在它的甲壳上 那毒虫立即发出了疼痛的刺耳嚎叫 嚎叫声产生波动冲击 冲击向四面八方 三个虚切身体个个都感觉到 耳朵剧痛略有些眩晕 幸亏是万劫魂原体 完全能够硬扛住 恐怖的剑盲从一旁陡然出现 也刺入紫色毒虫的头颅 不过仅仅刺入一半 那瘦小刺客便立即拔剑暴退 因为三名东伯雪鹰同时挥动长枪 扫向了它 三个东伯雪鹰瞥了一眼 随即继续围攻向紫色毒虫 掏得可真快 这东伯的实力还真是强 这毒虫也很难击杀 我俩想要偷袭 抢先击杀毒虫 这都很难得很 东伯在虚界神星的手段 已经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他的真身藏身虚界 我们都找不到 在外战斗的三尊身体 都是虚界身体 别说我们杀不死 就算能杀死也没用 虚界身体死了 也能迅速再凝聚 我是没法抢杀这毒虫了 瘦小剑客 转身瞬间消失不见 巨汉国邪 却没急着走 而是远远地看着 却已经拉起了神功 同时搭上了三根剑尸 远处的三名东伯雪英 在疯狂围攻毒虫 这毒虫的防御极强 在全力以赴狂弓之下 他的甲壳才开始逐渐碎裂 体表才逐渐有血迹渗出 他依旧在疯狂嚎叫 和三名东伯雪英搏杀着 他口腔内 有时陡然射出毒针 又快又突然 连虚戒身体的强横程度 都被刺入 毒性也极强 不过虚戒身体 本身就是无所畏惧的 轻易散开再凝聚 便排斥掉了毒针 就在这时 三根剑尸 仿佛三道耀眼的流星 划过三道曲线 瞬间穿梭续空 跟着就出现在了 紫色毒虫周围 三名东伯雪英 宁可用身体 去硬扛紫色毒虫的攻击 依旧挥动长枪 去抵挡了三根剑尸 以东伯雪英 对虚戒对空间的掌握 以他枪法的玄妙程度 要仅仅挡住三根剑尸 却并不是难事 这剑尸威力真强 三名东伯雪英 都被震得身体亮强 那紫色毒虫 则是趁机立刻逃跑 而三名东伯雪英 立即紧跟追杀 宁可不管不顾毒虫 也要挡住我的攻击 算了 算了 这里就让给他吧 巨汉国邪身影一动 顿时化作一道耀眼流光 速度极快 一闪便划过虚空 消失不见 他和那瘦小剑客 都是速度身法上极为擅长的 才敢在这儿和东伯雪英 争上一阵 诸多枪法配合 就是刺破那毒虫头颅 毒虫依旧不死 依旧疯狂反扑 甲壳完全碎裂 一杆长枪贯穿了毒虫身体 猛然一抖 直接震的毒虫破烂 身体碎裂 这毒虫才完全死去 好家伙 杀一头毒虫 就耗费了我十七时间嘛 此时 东伯雪英抬头看了一眼 高空中的巨大的血色榜单 这血色榜单上 已然浮现出了 足足六十五个名字 而东伯雪英的名字 正排在第六十五 整个神庭的半空中 都显现了连绵的群山虚影 也显现出了一个个 神级高手虚影 更有那无比巨大的血色榜单 在神庭之内 个个抬头都能够看到 神庭之战的场景 神帝陛下 大能者们 一个个都在闲聊着 同时呢 也观看着这场景 而神庭内的许多戒神们 像白沙城主 龙海王他们 来自各地的戒神们 还有一些神级们 像下族众神灵 于静秋他们 一个个都在那抬头看 快看快看 榜单上才出现六十五个名字 就有东伯的 神庭之战 这才刚开始 越往后越残酷 神级高手 后面还会自相残杀 东伯的势力 明海有望最终猎弃万花燕 想用一枚万花真狂 神庭之战正在进行 六名神级高手 正在围攻一头黑色毒虫 周围空间 时而化作粒子流 时而塌陷 时而被直接切割 六名高手全力以赴 施展着各自的手段 那黑色毒虫 嘶吼着 挣扎着 可是伤势明显越来越重 终于一柄细剑 再度划入毒虫体内 鲜血四剑 毒虫也终于停止了挣扎 其他五名神级高手 还连忙多攻击了几下 跟着他们六个抬头 看向高空中巨大的血色榜单 榜单的第一百九十一名 出现了新的名字 哈哈 诸位 我运气好 最后一招 刚好杀死了这毒虫 我们联手方才又希望 冲击前百名呢 若是单独行动 我们个个恐怕 都要在五百名之外 现在泥熊排在第十五 我也进了前两百了 好了 别得意了 我们四个都还不在榜上 这杀毒虫 是按照最后的致命一招 是谁施展的 那么杀死毒虫 就算在谁身上 继续 我就不行 我运气一直这么差 再来 他们六个继续寻找毒虫去追杀 在距离他们三座高山外的半空当中 东伯雪英也在寻找着毒虫 他撇了眼远处 也看到了之前六名神级高手 联手围杀一头毒虫 这些实力比我稍微弱一些的神级高手 估计他们也知道 单独行动不可能进入前一百 所以干脆一群群联合行动 得避开他们这点 一群群行动的神级高手 以及掌握一品神心的神级高手 都需要警惕 否则被杀了 那就提前出局了 按照记载 每一切神庭万花燕 实力虽然高 却被围杀致死的 都太常见了 再小心避让 可神级高手们赶来的速度 是何等之快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279集 在三名东坡雪英 围攻着一桶独虫石 忽然周围空间扭曲了一下 远处的一群身影 连续闪烁了两下 便已经到了 东坡雪英所在的 这座高山范围内 这一群高手 足足有八位之多 他是NF东坡 杀了他 杀 八位神级高手 毫不犹豫 就施展了攻击 其中一位 照着灰袍袍子的 伸出双手 顿时周围世界陷入了 无尽的泥沼阻碍中 无形波动 弥漫处处 肉眼都难以看到 可是 不管是 虚界 阴影世界 真实世界等等 一处处 进阶都被贯穿 明明躲在虚界内的 真身 都依旧受到影响 这让东坡雪英 大吃一惊 这群神级高手 唯有这名 灰袍人 能够发现 东坡雪英的真身 他轻易就破坏了 东坡雪英的隐藏 他的真身在这儿 杀 此时 一道雷霆刀光 划过长空 瞬间穿过虚界 便到了东坡雪英 真身面前 路 密密麻麻的 无数白色丝网 也笼罩 缠绕向东坡雪英 灭 耀眼的光芒 从四面八方 迅速汇聚 汇聚向东坡雪英 一时之间 他们个个施展了攻击 东坡雪英 吓得连忙心意 一动 身体切换 直接到了一尊 虚界身体的位置处 借助虚界身体 东坡雪英 迅速变换身体 高速逃窜 而且行踪难定 毕竟 虚界身体 在哪里出现 纯粹是 东坡雪英的 一个念头罢了 在那儿 在那儿 灰袍人 虽然能够感应到 东坡雪英身体的变换 可是其他人的攻击 却是无法完美的跟上 终于 只能眼睁睁 看着东坡雪英 逃点 这个东坡 虚界秘技苦 真是厉害 想要杀他 可真不容易 算了 赶紧先除掉这毒虫 八道身影 站在半空 瞥了眼 远处逃窜的 东坡雪英 随即 他们八个都去围攻 已经被东坡雪英 重创的那一头毒虫 这次偷袭 他们也并无十足把握 能够成功击杀 自然是好事 就算失败了 也能够击杀一头毒虫 唉 我这真身 隐藏在虚泻当中 能够发现的虽然极少 可是这次来参战的 都是很了不起的 十个钟 恐怕就有一个 能够发现出我的真身了 逃窜了 十余座高山范围 东坡雪英 这才停下 回头看了看 虚泻是厉害 可并非是无解的呀 像之前那名灰袍人 就是将 微子神心 修行到了极高的地步 也自创出领域类秘技 这领域对周围的感应破解 那是深入微子层面的 东坡雪英 隐藏在虚泻当中 也逃不脱那领域的探查 除此之外 像蕴含 时空类奥妙的秘技 也是能够破解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神级高手 东坡雪英 已经发现了好几位 能够发现自己真身的 毕竟来参战的 各个都是各个方面 修行到某种极高境界的 就算敌不过自己 可是发现自身 还是有不少的 没办法 只能小心一点了 东坡雪英 发现远处一个洞窟内 开始孕育出新的毒虫 联盟杀过去 要说 他这样的实力 很尴尬 怎么讲呢 太强的吧 比如说掌握了一品神心 那对他们而言 是无法抵抗的 实力太靠后的 自知单独一点希望都没有 所以一群联合起来 他们甚至还会立下誓约 彼此不得背叛 唯有靠自身实力 比较靠前的 他们这帮人 一般是不太愿意联合 因为联手的情况下 寻找毒虫的效率 和单独行动是一样的 可是斩杀毒虫 怎么分啊 哦 平分吗 那对双方都是没有益处的 真卑鄙啊 竟然联手击杀了我家主人 主人没能逃掉 快快快 快逃啊 大哥他竟然被一群给围杀了 逃 逃掉了 真是差一点 好险 神庭观战的无数生命 抬头看着高空中 巨大的连绵群山虚影 看着那一场场搏杀 他们也都很是紧张 那些个参战的 许多都是一群群行动 而有些对自己格外自信的 则单独行动 单独行动斩杀毒虫 都是归自己的 一群行动毒虫 却是机缘巧合归某人 论效率 单独行动当然更高 只是 有好些个实力高的 被围杀 有意思 你看那个小家伙 真够狡猾的 那个拿着大府的高个儿 自创的身法密集不错啊 大能者们则是 悠哉悠哉的看着 那些单独行动的 却被围杀的 大能者们却不会觉得 有什么冤的 毕竟这路是自己卷的呀 对自己格外自信 那么被围杀了 也只能服输 下族众神灵 于静秋他们 也在紧张的看着 每一次看到东伯雪莹 遇到一群神级高手追杀 他们都是心中发紧 东伯 快快 真是好险 险什么险 以东伯的实力 哪里有那么好围杀的 因为单独行动 虽然很危险 可一头头毒虫 被自己斩杀 东伯雪莹 斩杀的数量不断递增 那巨大的血色榜单上 东伯雪莹的名字 也在不断的提升 第52名 39名 25名 第19名 毕竟啊 东伯雪莹的实力 本来就是比较强的 除了掌握的 一品神心之外 其他神级高手 对他是没有太大的优势 只要活下来 他的排名 自然会逐渐提升了 第15名了 这东伯 说不定能进前十啊 自己的排名不断在提升 东伯雪莹也是觉得 理所当然 因为刚开始 虽然排在第65 可实际上 排在最前面的 许多都是联手行动 侥幸杀死毒虫的 那些个家伙 不可能永远狠走运的 是队伍中的 那个最后一招 斩杀毒虫的 如果永远都是他斩杀的 恐怕队伍伙伴都会 主动离开的 能够进入最终神庭之战的 1900位 实力差距本就很小 五六个 甚至八九个一起联手 除了掌握一品神心的 恐怕谁都打不住 而且一群群联手 他们擅长不同方面 还能形成户部 威胁更大 现在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努力活下去啊 神庭之战 本来就不是选出实力最强的那一百位 而是选出 在同样规则之下 能够斩杀更多毒虫的 这更加考验 每一个神级高手的选择 东伯雪鹰一次次穿行 在茫茫山脉中 随着时间流逝 毒虫诞生的速度 也在逐渐递增 可是东伯雪鹰 依旧是保证自己安生之鱼 才去斩杀毒虫 所以她的排名 几乎不怎么提升 一直都在十五名左右徘徊 小心谨慎 配合上自身规则奥妙 虽然一个个神级高手 死去被淘汰 可是东伯雪鹰 依旧活在这山脉之中 行走在山脉中 白衣白发 白眉飘飘的九舍 一挥手 半空中就凝聚出了 一个金色大手掌 直接按压在那一个 妄图逃窜的毒虫身上 毒虫直接碎裂开来 真是一点威胁都没有 本来在安海府 我不想早早暴露 想要神天之战先 故意挣扎一会儿 而后关键时刻再暴露 最好能够阴死一个 掌握一品神心的 这才痛快 可惜因为那个东伯 我早早暴露了 现在谁看到我 都远远地避开 而且这连绵的群山 每一座高山边缘 都有无形的阻碍 阻碍领域的渗透 一品神心呢 如果愿意 一念之下 规则领域就能覆盖上亿里 将整个神庭之战的群山 所有区域都笼罩 这样的话 他们这些个掌握一品神心的 就可以大肆屠戮了 毕竟再怎么逃 都逃不出规则领域范围 不过 神帝陛下 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他们掌握一品神心的大肆屠戮 那么这神庭之战 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像东伯雪英 还有罪孤克 这一些天赋很高的好苗子 在陛下等大能者眼中 是比九舍他们 要有潜力的多的 此时 九舍远远眺望一眼 看到隔着七座高山的远处 隐隐的三名星蓝衣袍青年 正手持长枪 围攻着一桶独虫 东伯 好巧啊 虽然神天之战 我也顺手杀了 三十多个神奇高手 可是杀谁 都没有杀东伯你 更让我开心的 九舍的身影消失无踪 以他的境界 巧无声息的潜伏 只有从一座高山范围 进入到另一座高山时 那无形的阻碍 会让他显现出真身 可只要穿过阻碍 他又会再度消失无踪 悄悄的 尽量小心地 靠高山阻挡视线 靠对规则奥妙操纵扭曲视线 九舍在逐步地逼近 东伯雪鹰能够活到现在 自然是无比的小心 不过因为陛下设下的无形阻碍 他的虚界感应 空间感应等手段 最多探查一座高山的范围 无法渗透进入另一座高山 至于说更远处 也只能靠着眼睛去看了 自然没能发现九舍的逐步逼近 伴随着刺耳的不甘的铃叫 独虫碎裂身死 好了 又解决一个 东伯雪鹰抬头瞥了一眼 高空中巨大的血色榜单 上次排名已经落后到了第十七 杀死了这一头毒虫 又到了第十五 也很正常 显然有一批实力和东伯雪鹰 相当的都还活着 都在猎杀着毒虫 什么 东伯雪鹰猛然转头看去 在左后方远处 高山的边缘处依旧是一片空荡荡 可是东伯雪鹰却能够清晰感应到那里的一道身影 正是白衣白发 白眉飘飘的身影 穿过边缘时 九舍最多扭曲视线 可是到了东伯雪鹰这等境界 单单扭曲视线 在规则奥妙感应下根本就无法隐藏 九舍 东伯雪鹰大惊 这是她第一次碰到一品神心的 这些掌握一品神心的实力完全超过他们 所以杀戮也是随意的狠 是想杀就杀 死 九舍霸道无比 她也清楚进入高山边缘的刹那肯定瞒不过 她一挥手 半空中凝聚出巨大的金色手掌 这金色大手掌直接按压向东伯雪鹰真身所在之位置 即便藏身虚界 在九舍面前那也是无用的 东伯雪鹰在发现九舍时 早就本能的第一时间身体变换 三个虚界身体 也瞬间出现在了高山不同方向的三个边缘处 那金色大手掌按压向东伯雪鹰本尊时 本尊早就提前和虚界身体切换了 罪 整个高山范围内 每一处区域都受到了恐怖的压迫碾压 东伯雪鹰的真身 虽然已经切换到了一尊虚界身体 正要穿过边缘 可是此刻那恐怖的碾压已然降临 这是覆盖每一处的 甭管你东伯雪鹰能够身体变换到哪里 只要没高出高山范围 那就肯定中招 小心 雪鹰 夏族众神灵 于静秋他们个个紧张无比地看着 因为他们只能靠肉眼去看 而九舍即便穿过边缘阻碍都是扭曲视线的 所以他们一直没能发现九舍的身影 可是他们一直都在关注着东伯雪鹰 所以也发现了那突然出现的金色大手掌 跟着整个高山范围都开始湮灭粉碎 白沙城主看的也有些恼怒不喜 偶尔碰到随手杀了那也就罢了 可是专门阴险地偷袭 那就有些过分了 这我一平身心的 何必这么阴险地偷袭 恐怖的压迫碾压 令高山范围内的每一处地方都湮灭粉碎 东伯雪鹰的真身只感觉到 恐怖的力量疯狂地渗透进自己的身体 疯狂地在撕扯 又要撕扯粉碎 万劫浑圆身都感觉到了全身的疼痛 可是身体依旧保持完好 显然撑住了这领域压迫 我 我没死 撑住了 东伯雪鹰顾不得多想 瞬间冲过了边缘阻碍 进入另一座高山范围 而后搜地下再穿过那一座高山范围 接连逃窜 一口气就全速逃窜了数十座高山 这都没杀死他 算他逃得快 九舍此时完全显现出真身 白眉飘飘下 那一双眼眸带着一丝恼怒 要知道啊 九舍终究只是掌握一品身心 并未开辟内世界成为戒神 他施展的仅仅只是规则奥妙的领域 是大范围的全方位攻击 在对个体上自然相对就弱一些 然而万劫魂元身 本就最擅长保命 万劫魂元体第三层 就算是真正的一重天戒神 戒神领域恐怕也最多是重伤 只有认真出手才能够灭杀 九舍仅仅一个规则领域 自然是很难成功的 有必要吗 掌握一品身心 肯定名列前几 有必要偷袭我吗 如果不是暂时不能暴露我世界神心 我还怕你了吗 算了 一个修行近六百万年才掌握一品身心 也就这样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二百八十集 要说这一品身心 在对待他们的确是有碾压性 可是神庭之战 大家都是一时降临 即便战死 那也是一时被排斥出去 都是绝对安全 没有真正死伤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肯定排在前几的掌握一品身心的 何必和他们这些拼命再争排名的计较啊 哦 还来偷袭 东伯雪英很清楚 自己将会迅速将这个九蛇 甩得远远的 神庭之战进行得越来越惨烈了 除了掌握一品身心的之外 其他神级高手们都在拼命 而且随着毒虫诞生速度的增加 毒虫的威胁也是越来越大 神级高手死亡速度不断递增 许多观看的戒神们都明白 接下来要发生些什么 在神庭的最高处 那万花宴上 高坐在上方的血刃神帝陛下 只是在微笑地看着 已经死了超过一千五百之数 还剩下三百多个 估计啊 到最后厮杀期了 接下来才更有意思 神庭之战 豪太的只剩下三百余位 也是该送他们神兵的时候了 送上神兵 接下来杀戮就更快了 只见血刃神帝一挥手 顿时三十道血色流光飞出 直接飞向了远处的那连绵的群山 那连绵群山中还剩下三百二十五位 神级高手 他们个个抬头 看到了三十道耀眼的血色流光 仿佛流星一样 分散降落在群山的不同区域 神兵降临 是神兵 快快快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必须强盗神兵 一时之间 神级高手们都朝离自己 最近的一道血色流光赶去 即便是已经展露出 一品神心的七位高手 同样全力以赴去争夺 东伯雪英也是立即行走虚界 朝远处一个方向迅速赶去 整个神庭之战 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神兵降临之前 为前起 神兵降临开始 那便是后期到了 三十件血沙神兵降落的地方 移得最近的 都是排名靠后的 师尊真是一番苦心哪 让那些排名靠后的 还有一些挣扎机会 什么苦心 不就是让神庭之战更有意思 结局更加难测吗 白少老爹 凡是牵扯到陛下 你总是吹捧 可惜呀 至今陛下都没让你重回他门下 我当然想要重回师尊门下 不过我犯下大错 师尊能不杀我 我已经心怀感激 并且我并非吹捧 以师尊的实力 根本无需让这些神级高手们 有机会出头 可他还是召开盛宴 让神级小家伙们 都有机会一飞冲天 甚至想要万花争果 这便是恩赐 好了好了 我们不说了 在旁边的秦君主等一个个都不说了 凡是牵扯到写任神帝陛下 白沙城主绝对不会说一个不字 也一直想着重归陛下门下 可惜陛下当初将他逐出去 又岂会轻易改变决定呢 血沙神兵降落的地点 距离动不太远了 恐怕抢不到 按照历解神庭之战的经验 血沙神兵都是降落在实力较弱的 神级高手的周围 这血沙神兵乃是陛下亲自炼制 威力非凡 参加神庭之战的任何一位 包括掌握一品神心的 只要被血沙神兵伤了 甚至只要擦破点皮 都必死无疑 有了这神兵 实力可就不一样了 血沙神兵 东伯雪英虽然在快速赶往 可自身原本距离太远 离自己离得近的就有十五位 那一个个神级高手赶路速度都极快 都是瞬间穿过一座高山范围 东伯雪英也只能眼睁睁看着遥远处 一名黑甲男子一伸手 就抓住了那在半山腰山石上的红色原石 一拿到手 那红色原石就迅速变化 变化成了一柄血色长刀 恭喜了 没想到被你掀快一步 我们走 这五位神级高手是转头就走 因为他们和黑甲男子原本啊 就是一个队伍的 彼此之间早就立下誓约 不得相互伤害 不立下誓约 他们怎么可能放心的一起行动呢 现在黑甲男子抢到血沙神兵 他们五个只能选择离开 那五位转头就走 可是其他的神级高手们却迅速赶来 想要抢夺 为杀了他 不怕死的尽管来 随即黑甲男子一迈步 便挪移空间迅速逃窜 甚至穿过高山边缘 又一迈步 便到了一头独虫身旁 只见刀光一闪 那头紫色甲虫原本坚硬的甲壳 立即被切割出了伤口 黑甲男子也不停留 迈步就迅速离去 而那头紫色甲虫在半空当中挣扎了一下 跟着就直接坠落下去 完全消散 回归高山大地 一招紫色甲虫身死 可以说掌握了血沙神兵 没谁敢用身体去碰那兵器 碰之 必死 必须想到血沙神兵 血沙神兵威力太大 毒虫都是一招命杀 这要杀毒虫的速度 任由其杀下去 很轻易就能进入前一百位了 我虽然现在排在第十六位 可如果早早被淘汰出去 其他人的排名也会不断上升 甚至一个个逐渐超过我呀 没有血沙神兵 要保住前一百名 难度很大 而要夺取血沙神兵 大肆杀戮一番 即便最后真的被围杀了 恐怕排名依旧很高 上 围攻 前面追上的神奇高手们已经行动了 只见一条青色的锁链划过长空 跟着半空中就出现了无数条青色锁链 进阶缠绕 笼罩向那一名逃窜的黑甲男子 黑甲男子脸色微变 另一道雄魂的声音响起了 一个个黑色飞轮出现在周围 无数黑色飞轮也围攻向那黑甲男子 你保命实力太弱 保不住血沙神兵的 撕吧 此时一道紫色流光瞬间贯穿一切 已经到了黑甲男子面前 血沙神兵是厉害 可是好歹得碰到敌人身体 现如今这些个神级高手们 要么施展琢磨出的强大法术 要么就是远距离施展兵器 没一个近身的 这些追杀的不约而同的 联手先攻击黑甲男子 想要杀我 黑甲男子身发飘忽不定 同时手中的血色长刀陡然暴涨 暴涨了上万里 巨大的血色长刀肆虐开去 任命黑甲男子的刀法也极为厉害 一时之间周围一处处血色刀光纵横 令围攻的神级高手们 个个都闪躲保持距离 黑甲男子能够活到现在 实力本就和他们差距不大 也是有戒神级秘术在身 即便中了两三招 也不至于立即毙命 可是其他神级高手们 只要被这血色长刀给碰上一下 那就是必死的 一边抵抗 一边逃窜 黑甲男子也想要甩脱身后追杀的神级高手 他忽然看到远处一道身影追了上来 在穿过高山边缘阻碍的时候 为他看清 哇 东伯 因为一开始就有五位神级高手放弃离去 所以真正追杀黑甲男子的 包括东伯雪莹在内 一共也就十二位 甚至因为距离太远 东伯雪莹他们一直都没追上 真正动手的之前也就才七位 七位神级高手的围攻 一个个都不敢近战 都是远距离攻击 实力也就发挥出了六七成而已 又在血杀神兵肆虐下 一个个都小心翼翼 实力能发挥的那就更加少了 加上初次联手围杀 无法真正完美的配合 自然奈何不得这黑甲男子 黑甲男子努力想要逃 东伯雪莹的威胁 可比其他七个要大多了 虽然那七个当中 有一个都足以和东伯雪莹媲 可是他们都不敢近身 然而东伯雪莹敢呢 因为他的三尊虚切身体 是无所畏惧的 在不惧怕血杀神兵的情况之下 东伯雪莹的威胁 那就要大多了 奈何黑甲男子想要逃 可是其他七位联手阻碍了他 此时 东伯雪莹终于和黑甲男子 处于同一座高山范围之内了 一个念头 在黑甲男子旁边就显现出了三名 星蓝衣袍青年 刀光枪影闪烁 虚切身体并非真实躯体 即便偶有损伤 也能瞬间恢复 东伯雪莹能够完美发挥实力 三尊虚切身体 根本就不管防御 疯狂进攻 几乎是一瞬间 就压制住了黑甲男子 跟着就一枪 刺入黑甲男子腹部 若非九舍 在安海府 东伯雪莹那可就是第一啊 黑甲男子离血杀神兵的最近 显然被血刃神帝认为是实力靠后的 在安海府啊 黑甲男子估计也就排名三十的样子 血刃神兵面对虚切身体 又无法发挥作用 这一对一的情况之下 自然是被完全压制 其他七位神级高手各个交集 他们都明白 黑甲男子是逃不掉了 可是必须得阻拦东伯雪莹 这东伯雪莹一旦抢到手 威胁程度可比那黑甲男子高太多了 这个时候 还有四位神级高手在后边迅速逼近 这四名神级高手也都传音了 他们显然也都急了 如果真被东伯雪莹抢到手 再想要抢回来 那可就太难了 不能让东伯抢走 我们一起联手 好 联手 阻挡住安海府东伯 十一名神级高手毫不犹豫选择联手 因为谁都看得出来 如果再不联手 东伯雪莹恐怕就能顺利地抢到 血刹神兵了 只见 这名高手中的一名长袍青发女子 摇摇看着东伯雪莹 一双眸子散发着幽冷的清光 声波开始席卷周围天地 一处处的声波都在会合 会合的中心就是隐藏在虚界中的东伯雪莹真身 东伯雪莹感觉到很刺耳难受的声音 钻入脑海 不停地嗡嗡嗡嗡嗡作响 什么 音波攻击 神庭之战中的高手真是多元 虚界神心是出了名的擅长暗杀 我除了没有使用世界神心的手段 已经将虚界神心的隐藏发挥到近乎极限 可还是被发现了 音波威力虽然大 可是万劫魂原体承受力更强 完全能够扛住 根本就不影响我操纵三尊虚界分身进行攻击 三尊虚界分身不顾自身 招招进攻 黑甲男子被一枪刺入腹部 眼中也是愤怒不甘之色 这被刺入一枪并没有生命危险 东伯雪英真的要杀死对方 恐怕得十几二十枪才有望 可被刺入腹部 你让对方明白 根本就没希望保住携杀神兵 如果再继续撑下去 恐怕只有一个结局 那就是身死被淘汰 东伯 我得不到 你也别想得到 只见到黑甲男子猛然一挥手 手中的血色长刀 瞬间穿梭空间 就到了远处数千里外的 六名神级高手的近处 佩服 三个东伯雪英 叹了黑甲男子一眼 瞬间同时消失 跟着就出现在了数千里外 而那里 另外六名神级高手 已经开始了抢夺 黑甲男子站在半空当中 此刻谁都没有围攻他 佩服嘛 可惜啊 遇到了南海辅东伯 他的虚界身体 非真神 根本不怕血沙神兵 黑甲男子迅速退到高山边缘 摇摇观战 他在等待机会 如果这东伯雪英死了 他一样可以继续去争夺 要说东伯雪英对这些个对手们 也并没什么恨意 大家都是为了进入前一百而已 进了前一百 是必定能够被大能者收为弟子的 而且还能够得到一枚万花真果 黑甲男子选择放弃 东伯雪英自然立即就离开了他 小心东伯 不能被他抢到 那六个神级高手 以及远处另外五个神级高手 都欲要抢夺血沙神兵 可他们都警惕着东伯雪英 论实力 东伯雪英在他们当中是数一数二 优势嘛 倒也没有大到碾压的地步 只是虚戒身体在抢夺血沙神兵时 威胁太大 哼 东伯雪英尝试了一番 其中有一个用剑的高手 一柄剑随随便便就挡住了两尊 虚戒身体的攻击 还有其他神级高手们的阻拦 让东伯雪英根本就没希望 长袍轻衣女子也在一旁远距离出手 寻找夺取血沙神兵的机会 他们怕东伯 可我却不怕 只要得到血沙神兵 我就能够迅速攻击他的真身 此时三名星蓝衣炮青年同时出现 你能发现我 所以 送出去 三个东伯雪英同时微笑着说道 一时之间长枪飞舞 疯狂进攻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一瞬间就处于下风 快 快来帮我挡住东伯 我一旦死了 你们谁都发现不了东伯的真身 到时候 他可以轻易地隐藏真身 雪姐身份 随意地出手对付你们 没机会轻易地隐藏 没用的 现在血沙神兵已经落入一人手里 他们都在抢 如果过来全力牵制我 恐怕得到血沙神兵的就能够趁机溜溜 我的威胁虽大 可那已经得到神兵的高手 他们更是要先顶住的 东伯雪英一枪刺中长袍轻衣女子的肩膀 后者肩膀炸裂 鲜血纷飞 该死 该死 东伯雪英说的没错 雪沙神兵的吸引力太强了 大家都得拦住那位得到神兵的 否则对方一旦讨厌 就很难再夺回来 我认输 认输 我放弃了 一枪刺入其胸膛 令重伤的长袍轻衣女子整个炸裂开来 当即化作虚无消散 她被淘汰了出去 可惜 我不敢相信你 三名东伯雪英同时转斗看去 远处那名持着血色弯刀的男子正在奋力厮杀 其他神级高手们 都在围攻抢挪 不好 东伯已经杀了陈青了 可惜啊 你们比我慢 三个东伯雪英同时瞬间消失 再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到了那持着血色弯刀的男子身旁 任凭周围有其他兵器攻击 三名东伯雪英依旧只是围攻血色弯刀男子 根本无视其他一切兵器 此时轻衣女子已死 如今这群对手中没一个能够发现东伯雪英本尊的 东伯雪英自身安全没了威胁 自然能够不惜一切去争夺 那血色弯刀男子也是焦急无比 原本就称得很艰难 现在又遭到三个东伯雪英围攻 顿时 开始中招 该死 该死 我不要了 你们去想吧 他立即扔出了手中的血色弯刀 三名东伯雪英跟着身影一动 两个东伯雪英阻拦其他神奇高手 另一个东伯雪英右手一伸就抓住了这血色弯刀 之前的黑甲男子擅长空间方面 能够将血色弯刀瞬间扔得远远的 而且轨迹难寻 可是这名血色弯刀男子扔弯刀显然手段差了些 让东伯雪英能够清晰地锁定踪迹 抓住了血色弯刀 立即感觉到了弯刀内蕴含的恐怖力量 这可是陛下亲自炼制的神兵 虽然较为低劣 可即便是一重天戒神被稍微擦破了皮 那都是得避命的呀 血色弯刀在东伯雪英手中立即发生了变化 变成了一杆血色长枪 只见三名东伯雪英个个大笑着 手持着血色长枪 三杆血色长枪 一时间其他十名神级高手 根本就分辨不出哪一个是真正的血杀神兵 显然虚戒神心到了如今这般地步 伪装能力已经极高极高 要看破是极难的 当我者死 远处一直等待机会的黑甲男子 在东伯雪英拿到血杀神兵的时候 也是摇了摇头 毫不犹豫就转头冲出高山边缘 迅速离去了 如今大家都找不到东伯雪英本尊 和持着血杀神兵的三尊虚戒身体斗吗 这三杆长枪他们分不出哪一个是真的 哪一个是假的 这虚戒身体呢 又根本无需防御 那怎么斗啊 这要是拼下去 只会不断地一个个被东伯雪英击破 那么他们抢夺到的希望就很是渺亡了 争斗很惨烈 东伯雪英他们这边 因为东伯有虚戒身体 而且对方都找不到东伯雪英本尊 所以知难而退 可是其他的一处处地方 那就惨烈多了 一个死了 大家围攻另一个得到血杀神兵 直至最终有谁成功逃脱 仅仅争夺血刃神兵 连绵的群山当中 就有超过八十位神级高手 纷纷殉命 抢弄血杀神兵了 东伯看得漂亮 我这东伯兄弟真是厉害 他越加耀眼 加上又很年轻 恐怕就越加入大能者的眼 到时候愿意说他为徒的大能者就会越多 真不知道 等神庭之战结束 我这兄弟会败在哪位大能者门下 万花宴上 大能者们推杯幻战 边观看这场神庭之战 边闲聊着 一位体型魁梧 有着硕大脑袋的大能者 看得那叫个眉飞色舞 这位大能者 名为霸凶 一般尊称其为霸凶老祖 那要说他的来历可不一般了 论底蕴可比赤火老祖红尘圣主他们要强太多了 霸凶老祖乃是神界生物 所以也是名列神界武兄 要知道神界武兄之首可是三组之一的旁一啊 武兄之间那还是很照顾的 除此之外 霸凶老祖据传乃是武兄中悟性最差的一个 他在四重天戒神的时候 是被三组之一的竹山府主给抓了 直接当坐骑 竹山府主呢 也传他秘法 指点他修行 这位霸凶老祖经过竹山府主指点之后 竟然最终成就了大能者 所以嘛 这霸凶老祖的底蕴靠山就够厚了 瞧瞧 又是神界武兄之一 又曾是竹山府主的坐骑 并且 这霸凶老祖最出名的 就是护短 一般大能者们是任由弟子在外拼杀 即便死了 也只能怪技不如人 可是呢 这位霸凶老祖却是太过护短 导致别人一听 哦 是霸凶老祖的亲传弟子都远远的 不敢招惹 因为霸凶老祖会不顾脸面的为亲传弟子出头 可是也正因为太过护短 霸凶老祖虽然有五位亲传弟子 可是似乎呵护过了头 竟然都止步于三重天界神 连一个四重天界神都没有 名声在外 天赋差些的 霸凶老祖是看不上的 这个叫东伯的小子 在修行两千三百余年就能有这样的实力 如果我再指点指点 万年内成就一品神星 那是必定的 而且他精通多么二品神星 傻子都知道 可以引导他分别掌握世界 混动 极点 时空 这四种一品神星 而且看情报 他在家乡下足世界的成长来看 还真是重情重义啊 老祖我就喜欢这样重情重义的徒弟 这样的好徒弟 哪里找啊 得想办法弄到手 必须得弄到手 这么重情重义的好徒弟 我一定得弄到手 除了霸凶老祖 盯上东伯雪英的还有好几位 大能者们眼光都很毒辣 都能看出东伯雪英的潜力 这是一个稍微栽培栽培 就是三重天界神 甚至有望四重天界神的好徒弟啊 霸凶老祖和旁边的一名男子 一身华美紫袍 颇被帅气 眼眸狭长 目光如刀 眉心中央隐隐隐有一裂痕 隐寒净光 辅主 辅主 辅兄 何事 辅主 辅主这次神天之战 可打算收徒 没这打算 对我而言 收徒便无异 若能跨出那一步 便能匹敌神帝 若跨不出这一步 也仅仅是止步现在 至于收徒 一点用都没有 哦 果然如此 辅主是何等 孤傲霸气的 教徒 竹山辅主 并不热心 除非真的是看到 很顺眼 很喜欢的 才会收 啊 辅主不收徒 可我打算收啊 我看中一个小家伙 真的很想要收徒啊 我觉得 我能够将他教导成 四重天界神 你收徒反而来找我 有什么 就直接说吧 辅主就是辅主 你也知道 我这教徒的名声啊 不太好 至今都没能交出 一个四重天界神来 这收东伯雪英为徒的 肯定有不少 我即便也愿意收他 可最终呢 他可能会败在 其他大能者门下 所以 我就想要辅主 帮帮忙 他如果成了我的 亲传弟子 那也算辅主你的 徒子徒孙 对吧 到时候 还请辅主你点头 让这小家伙 有机会进入你的 紫竹海中修行 你好歹也是一大能者 这么没脸没皮啊 哎 辅主啊 我难得的看到一个好徒弟啊 好吧 我答应你就是 谢辅主 谢辅主了 有辅主这话 那这个徒弟 我就有把握了 如果陛下毁灭君主 或者彭一开口 恐怕你一样抢不到这徒弟 如果他们开口 那我也无话可说 陛下就不说了 就是一品真意 绝世超凡 陛下也懒得收 庞一大哥就更别说了 让他教徒啊 当初他曾经一口气收了108位徒弟 自此以后漫长岁月 也才收了两位 很难再收徒了 毁灭君主呢 也同样是多年都未收徒了 三组都更为重视自身修行 实力越为强大者 越不在乎收徒 因为他们自身才是根本 只有偶尔遇到喜欢的后辈 才愿意指点一二 又或者心血来潮 像五兄之手的庞一 曾经因为参悟某种秘术 一口气收了108位徒弟 而且还都是认真教导 正常情况下 他们收徒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的 反而普通大能者们愿意收徒 大能者们摇摇观看 神庭之战正在激烈进行 血杀神兵降临 让激烈程度暴增 一些神级高手之间的厮杀 很容易造成身死陨落 因为血杀神兵太可怕了 碰到身体就必死 此时 所剩的数字是越来越少了 150位 120位 100位 80位 在这连绵群山当中 残存的神级高手 数量不断在锐减 锐减的原因呢 一是彼此厮杀 另一方面 也是诞生毒虫的速度越来越快 毒虫实力本来就很强 要杀死一头毒虫 那可不容易 没有血杀神兵的 遭到两三只毒虫围攻 那就很容易丢掉性命了 只长血杀神兵的 那就不一样了 毒虫诞生越多 可他们杀起来越快 一招即可杀死毒虫 其中除了掌握一品神心的那七位之外 还有几位也颇为耀眼 其中就有东伯雪莹 东伯雪莹的虚界秘技能够显现出三尊虚界身体 这真的很逆天 这乃是辅助的秘技 在进攻上 东伯雪莹原本是有些欠缺的 她的攻击威力 比之最顾客都要差一些的 可是有了血杀神兵 让东伯雪莹在攻击方面的短板 立即都被弥补了 虚界身体又是不死的 虚界身体配合着血杀神兵 简直就是绝配 特别是三尊虚界身体 各自拿着三杆血色神枪 让敌人真假难辨 现在连绵群山中 还在战斗的只剩下75位了 而我现在的排名是第11名 也就是说 我进入前100那是肯定的了 什么 此时东伯雪莹忽然脸色微变 只见同时有三道身影 从周围高山边缘同时穿透进入 他们三个进阶持着血杀神兵 是他们三个 东伯雪莹很清楚这三位的排名 分别是排名第9 第15 第18 任何一个论正面实力都不亚于自己 按理说 他们三个也是铁定能够进入前100的 这为何来围攻自己呢 他们三个中一名面容丑陋的男子持着血色弧行道 安海辅东伯 你一个修行才2000余年的孝子 能有如此实力也很难得了 不过我会让你知道 正面搏杀你还差得远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是逃 然后被我们围攻 二是选择和我一对一 我这两位同伴暂时都不会出手对付 你选吧 高山旁 白雾腾绕 三名东伯雪莹的中央 又显现出了一个东伯雪莹 他们四个 同时看着远处那名 持着血色弧行刀的丑陋男子 天和府万九 是我 一对一 不管是你我谁战死 我的两位同伴都不会再出手 丑陋男子眼眸中有着期待 他如今在神庭之战 排名第九 还活着的神级高手也就七十余位 名列前一百那是毫无疑问的 可是写任神庭的大能者 包括陛下三组在内 也就二十三位 到时候这些个大能者主动收徒 恐怕也就收个十个八个而已 其他的呢 只要名列前一百 没被主动收徒 也会被陛下吩咐下去 让大能者 你四五个 我五六个 就这么分派了 分派的神级高手啊 一般是不太受大能者重视的 稍微教导教导罢了 只有大能者真的看上了 心中喜欢 这教导起来才更加用心 用心不用心 那差别可大了去了呀 先保证千一百位 再接着就是让我尽量的耀眼 让大能者们注意到我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282集 于是呢 万秋开始实施了计划 首先 他成功夺取血杀神兵 排名也排在最前列 甚至他还仗着实力 夺取了第二件血杀神兵 且将这第二件血杀神兵 送给了一位 实力和他相当的神级高手 血杀神兵我送给你 且祝你定名列千一百 不过 神庭之战中 你得听我的号令 好吧 于是靠这一方法 万秋让两名神级高手 跟随他一起行动 那两位如今 也是排在第15第18位 都是铁定 进入前一百的 我凭借一己之力 能够让其他神级高手 也进入前一百 恐怕已经惹了一些 大能者注意了吧 不过 这还不够 我还得正面一对一的决战 击杀最能吸引大能者的 那位神级高手 这样 会让更多的大能者 关注我吗 那谁最吸引大能者呢 这个东伯 实力和我接近 而且太年轻了 才修行了两千余年 这次神庭之战 他吸引大能者的程度 恐怕也是数一数二了 而且对付他 我也有把握 救他了 所以呢 这万鳩 就选中了东伯雪英 带着两名 受他恩惠的同伴 围住了东伯雪英 另外两位无需参战 毕竟 围杀并不能显露出 他万鳩的实力 另外两位 是为了震慑东伯雪英 让东伯雪英不敢逃跑 一旦逃跑 可要面临围攻 他选择的 这两个同伴 都是实力和自身接近 只是运气较差 没有得到血杀神兵的 他觉得 他们三个围住 东伯雪英 东伯雪英 会很明智地 做出选择的 一对一 你和我要分出个生死吗 对 好 那就如你所愿 来吧 好 不愧是安海府东伯 好魄力 就怕东伯雪英跑 到时候三个围攻 倒是有把握围杀 可围杀一点都不能显露 我的手段 此时万鳩站在远处 忽然身影模糊 一分为二 两个万鳩并排站着 而且这两个万鳩 个个都是持着两柄 血色弧形刀 哦 虚戒神心 我在虚戒神心上的钻研 可不如你 仅仅只能显现出 一尊虚戒身体 不过 你能分出哪一个是真身 这四柄弯刀中 哪一个是真正的血杀神兵吗 话音刚落 周围天地开始扭曲 无形力量充斥在高山范围内 两个万鳩同时杀来 四个东伯雪英也同时吟上 只是在无形的泥沼下 整个人的速度都不由得慢了些 哼 这个东伯雪英 最擅长的就是虚戒秘技 其次便是星辰神心等一些招数 可在我的领域里 他的速度大减 即便是四个一起联手 恐怕也敌不过我 只见双方瞬间交手搏杀起来 一切都如万鳩所愿 因为东伯雪英本就受一些大能者注意 他们这一场交战也受到了注意 有意思 这个叫万鳩的 竟然能让另外两位听得后 那两位竟也如此听话 万鳩之前送了另外两位 各自一笔雪沙神兵 岂能抢的呀 他有虚戒身体 又擅长领域秘技 近身搏杀也厉害 除了七个掌握一品神心的 恐怕没几个敌得过他 这万鳩的确开始让一些大能者 瑟瑟称探了 大能者们都明白 这个叫万鳩的小家伙的心思 唯一可惜的是啊 这万鳩已经修行了八十九万年 哎呀 修行岁月长了些 看起来东伯有点危险 这一战 雪 他唯一的圣迹 就是他有三尊虚戒身体 疯狂去拼或许能拼赢 不拼的话 必败 怎么看起来 东伯四个联手都有些敌不住吧 下族众神灵们也都焦急紧张 高空中的连绵群山中 东伯雪莹和那万鳩搏杀 虽然东伯雪莹包括本尊足足四个身体 可的确处在下风 万鳩仅仅两个身体却已经呈压迫之势 刀光瞬间切割一切 万鳩的刀威力极强 速度极快 防御起来又是滴水不漏 周围又是仿佛泥沼般的领域 让东伯雪莹的速度都比正常要慢上少许 虽然慢上一点点 可这种层次的交战 却让他完全处在下风 好厉害的刀法 比碎姑克都要厉害多了 这个万鳩不愧是天河府神级第一啊 万鳩 离掌握完整的世界神心 开天神心都只差一线 世界奥妙开天奥妙上的成就 让他创造出了自成一世界的 极为完美的刀法 刀法自成一世界几乎毫无破绽 而且开天奥妙也让他的刀法威力极为恐怖 而且他还自创出了领域类秘技 已经有了些许世界的味道 领域密技镇压 本尊和虚界身体联手 近乎完美的刀法的近身搏煞 东伯雪英虽然四个联手 都很难攻破对方刀法的防御 你唯一的胜利机会就是靠着四尊身体来拼 其中三尊身体都是不具任何伤害的 可你如果疯狂来拼 防御出现了破绽 我说不定就能灭杀你的本尊 好 拼了 哈哈 好啊 来啊 来吧 一切战斗尽在我的掌控中 东伯雪英不顾防御的反扑 虽然虚界身体不在乎被砍劈 可弧形刀砍劈的威能 依旧会让虚界身体往后倒退的 这样我就更容易攻击到东伯雪英的本尊了 双方拼得越来越疯狂了 东伯雪英偶尔长枪也能够刺中万鳩 可都是虚界身体 显然是万鳩故意让东伯雪英刺中的 长枪犹如毒蛇 一次便收回 这 这个时候两个万鳩立即停下了 其中一个消散感 只剩下唯一的一个万鳩站在半空当中 他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盯着东伯雪英 你怎么 怎么能 你的刀法还不够完美吧 我的运气也比较好 不够完美 运气比较好 是啊 我终究没有掌握真正的世界神心 我的刀法虽然号称自成一世界 可终究没有到这一步 就差一点点 一点点啊 如果能正面一对一的击败东伯雪英 那就最美妙了 现在虽然也会吸引一些大能者的注意 可是这一战 恐怕更多的还是给东伯雪英 当了踏脚尸吧 跟着万鳩身体溃散 他的意识也迅速回归 在周围的另外两位同伴看到这一幕 都是暗暗摇头 万鳩兄以为能赢 可惜咯 差一点点 还是输了 东伯雪英似尊身体拼命 终究拼出了一线获胜机会 这两个同伴当即便离去 他们在这儿也只是遵循誓约而已 东伯雪英看着这两位离去 摇头笑了笑 这个万鳩还真是厉害啊 可他不知道 我早就掌握完整的世界神心 更在世界神心基础上 创出诸多秘迹 对世界神心的参悟 我比他高深了不知道多少倍 他所谓自称一世界的刀法 刀法的破绽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只是 我一直在寻找机会 寻找到一个 合理的破解刀法的机会啊 让虚解身体去拼命 去证明狂攻破坏对方的刀法 瞅准机会就是一枪刺出 还真的拼赢了 东伯雪英或许在生死拼杀下 发现了对方刀法的些许破绽 能赢就能证明实力 东伯雪英是不可能轻易认输的 万鸠想要更耀眼 想要大能者主动收他为徒 东伯雪英也有自己的追求啊 他想要陛下或者三祖来收他为徒 自然不能轻易被击败 东伯雪英此时行走在连绵群山中 一步迈出 几点穿梭迅速前进 随手就击杀一头毒虫 一次次杀戮 东伯雪英的排名也在缓缓提升 甚至升到了第九位 偶尔更能在第八位盘踞一下 只是其他幸存的神奇高手 也都厉害得很 不过东伯雪英一般 还是在第八到第十之间徘徊 连绵群山中的神奇高手 是越来越少了 六十位 五十位 嗯 什么 这个时候 东伯雪英感应到远处高山边缘左碍处有一个身影悄然潜伏进入 虽然扭转了视线 可东伯雪英借助虚戒领域还是能够清晰看到对方的模样 没错 白衣白发 白眉飘飘 正是那九舍 又是你 此时东伯雪英毫不犹豫 立即虚戒身体切换 开始了逃窜 这 九舍一边急速追杀 一边也施展领域类手段 可是万劫魂原体保命能力太强 即便仅仅第三层 也不是九舍一个领域类手段就能够碾压至死的 东伯雪英疯狂逃窜 她从来没想过在神庭之战中施展出一品身心 一旦施展出来 师父红尘圣主的那位大敌 很可能就直接不顾脸面下手了 毕竟 两千三百余年之内就掌握一品身心 这完全是一品真意超凡的天赋程度 所以宁死也不能暴露 等到成为二重天戒神时 暴露就影响不大了 因为那个时候不借助誓约能杀她的 只有血刃神帝 时空倒主他们几位 那么这种层次呢 是不屑于出手的 等到成了三重天戒神 如果没有誓约影响 连神帝他们都杀不了一个物质及领主 所以得有耐心 有足够的耐心 才能将来辉煌耀眼 九舍 你有必要这么追杀我吗 刚穿过一座高山边缘阻碍 在这里就出现了一名白发胖老者 一道耀眼的光芒 瞬间划过东伯雪莹身体 东伯雪莹瞪大了眼睛 看着白发胖老者 这胖老者正是九江府排序战 生存战第一的岳君 据说呀 他原本称号是岳帝 只是在神界敢称帝的 可都不是一般的存在 所以他立即改称岳君 君比地要相对收敛一些 这是一笔之心 一直没急着施染 最后该施染了 就选择东伯你了 要杀 九杀最吸引大能者注意的那个 此时东伯雪莹的身体消散意识回归了 九舍追了过来 他看着胖老者 真没想到 你竟然也掌握着一匹神仙 如果不是东伯 你在岳海府恐怕也会隐藏实力吧 怎么样 我们比一比吧 那就看看多厉害吧 此时东伯雪莹一时回归 回到了万花宴的最外围 一千多名神级高手们几乎都已经回归 如今还在厮杀的只剩下三十余位了 东伯兄 没想到你竟然被一名掌握一品神仙的偷袭 唉 是啊 那个叫岳君的 可真够阴险的 他应该早就发现九舍在追杀我 所以早就在等待 在我刚刚穿过高山阻碍时 就偷袭来了一招 这才刚聊了两句 因为同样是安海府 座位也很近的九舍 也都恢复了意识 哎 九舍 你竟然 输了 哼 九舍和岳君一对一搏杀 却输了 他掌握无量神心 按理说输的可能性很低 可是战斗终究是需要去施展的 九舍狠狠看了眼远处那连绵群山虚影中 还在战斗的那些神级高手 其中就有岳君 阴险的老家伙 忽然 神庭的一位戒神侍卫从远处走来 这顿时吸引了一大群神级高手的注视 因为这个时候戒神侍卫朝他们这走来 一般都是送令牌的 大能者会主动赐下令牌给某个神级高手 代表大能者愿意收徒了 这可是主动收徒啊 非常的罕见 一般一戒万花宴能让大能者主动收徒的 那是屈指可数啊 送给谁的 朝这走来的 朝我这走来的 许多神级高手都紧张地看着 他们都渴望 甚至连排名在一百名外的都渴望 因为即便排名靠后 如果大能者主动收徒 一样是能够拜师大能的 像东伯雪英 他修行仅两千余年 白沙城主他们早就说了 只要参加神庭之战 即便不在前一排 也肯定会被选中收徒 东伯 这名有黑皮肤戒神侍卫微微一笑 将一枚金色令牌递给了东伯雪英 戒神侍卫送上令牌便离去 让其他一千多名神级高手们 个个望眼欲穿 不过却都无奈的狠 嗨 被大能者收徒 难哪 即便是能够参加神庭之战 甚至将来有望成为一重天戒神 那对于大能者而言 也是瞧不上的 写任神庭的大能者们 每次神庭万花宴都会被分派几个弟子 这种不是主动收徒 而是被分派的弟子 都不会太认真教的 随便只点个一两句 再赐予两三门戒神级秘书 发一两件宝物 这也就算结束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音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音灵主》 第283集 可即便如此 大多数神级高手 都是渴望不及的 所以像红尘圣主那样 愿意广开大门 让无数神级高手 乃至半神 前去闯红石山 经历考验之后 就能成为护法弟子 就能够得到戒神级秘书 这绝对算得上是 很仁慈的行为了 旁边的第七眉宇 他眼中有着一丝 隐藏的渴望 他也想收到令牌 不过 因为他运气稍差 连钱一百都没有进去 东伯兄 恭喜 哼 这修行实力和性格 还真是没什么关系 这种雅字必报 心胸狭窄的 竟然也能够修成无量神心 修行是参悟天地规则 天地规则中 也有阴暗 凶残 毁灭方向的 或许 性格邪恶的 更适合参悟这些吧 东伯雪英 握着这金色令牌 意识渗透感应 顿时感应到了讯息 我 古葬 愿收你为我门下 清传弟子 至少有大能者 愿意收自己为徒 而且是清传弟子了 东伯 是谁啊 啊 是大能者古葬 那可是神殿陛下极为钟爱的弟子啊 在血润神庭的大能者中 堪称是最低调的大能者 不过作为陛下 为二的两名大能者弟子之一 陛下自然重点栽培 听我父亲说 偶有的几次出手 都是很厉害 实力有些难以捉摸 说不定 都近乎三组了 古葬帝君 血润神帝陛下侵传 这后台硬得很 不过 古葬帝君有一个问题 就是太低调了 被第七美语说成是血润神庭一方最低调的一位 这绝非是虚化 他自从成为大能者之后就更加低调 甚至都再也没有出过血润神庭疆域范围 几乎一直都在自己的老巢内前修 古葬帝君成为大能者 至今也超过千亿年 偶尔出来也是在血润神庭疆域范围 平常几乎一直在老巢内前修 选这样的师傅 适合吗 神庭之战一个个接连被淘汰 随着残留神级高手越来越少 诞生出的毒虫数量却在急剧增加 如今几乎都是十头八头毒虫一起行动 偶尔的更是数十头一起行动 即便手持血杀神兵也很容易毙命 很快就只剩下五位掌握一品神心的还在撑着 掌握一品神心的彼此也会搏杀淘汰对方 因为残留越来越少 大能者们也开始逐渐刺下令牌 东伯的神庭之战结束了 听说大能者们应该会主动收徒 也不知道咱东伯会败在谁的门下 不管是谁都是大能者收徒 大能者和大能者可不一样 寻常大能者能和陛下比吗 依我看说不定陛下能收动我呢 陛下是神界最强者 便是时空岛万神殿的那两位和陛下相比都要弱上一丝 这可是公认的 到了陛下这种无敌地步 他还会再会教导徒弟 陛下收徒 有则是运气 没有也很正常 还是希望其他某位厉害的大能者 受东伯为徒吧 这次神庭之战 雪阴已经很优秀 很耀眼了 虽然排名如今已经跌出前十 可他的修行岁月 使得他比那些掌握一品神心的还吸引大能者 神庭之战只剩下几个一品神心的 东伯最终排名是第十一 其中可是有八位是掌握一品神心 这样的排名已经很好了 只是不知道这次东伯会败在谁的门下 如果能败在三祖门下就很好了 三祖 还真难说 庞一的性子很难收徒 毁灭君主漫长的寿命 特别是他的徒弟中有五位大能 同样也懒得收徒 竹山府主性格孤傲 同样极少收徒 到了三祖这个层次 有几个还在乎收徒的 实力越强 越加不在乎收徒啊 心情好 愿意收就收了 心情不好 你就是一品真意超凡 都懒得收 一品真意超凡又如何 大概率呈四重天戒神 别说四重天戒神了 就是极为走运的极小 可能成为了大能者 三祖都不是太在意 多个大能者徒弟又如何 他们更加重视自身实力 自身实力能够稍进一步 比交出个大能者徒弟帮助都大 听上面我的一些老兄弟传来的情报 已经有三位大能者 赐给东伯令牌了 血刃神庭的最高处 万花宴正在进行 在宴会最外围的1900名神级高手 随着神庭之战到了最后期 除了大量毒虫之外 甚至还诞生出 媲美一重天戒神的毒虫 原本残存的五位 掌握一品神心的也很快都战死 如今大能者也接连赐下令牌 东伯雪英还是很受大能者欢迎的 此时已经收到了三块令牌 这个时候 一名戒神侍卫 在1900名神级高手的炽热注视之下 却走到了第七梅雨身旁 递出了一块令牌 他修行岁月虽然也很短 才八万余年 可在神庭之战中 只能说是相对比较年轻而已 他在神庭之战的排名 也才159位 虽然同样比较靠前 可也很尴尬的没能进入前一百 而能够得到令牌赐予的 如今包括东伯在内 一共才六个神级高手 这第七梅雨竟然被赐予令牌 他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 戒神侍卫送下令牌之后 便离去了 第七梅雨难掩激动的 开始探查讯息 他父亲摩雪国主 最希望的就是 他能够败在大能者门下 如今竟然真的实现了 梅雨兄 恭喜了 是大能者 炫母帝君 真是厉害 这玄母帝君 乃是女性 她的亲姐姐 北玄公主 那是和三祖相当的 是出了名的霸道狠辣 最出名的一战 是月亮星上珍宝 北玄公主 曾一怒之下 正面迎战九位大能 九位大能者联手 那也是自信满满 哪成想啊 这北玄公主 悟出的杀招 最不怕的就是被围攻 好家伙 杀招 初以展现 当场斩杀了三位大能者 另外六位 也是狼狈而逃 自此 北玄公主 声名赫赫 没谁敢轻易招惹 北玄公主 和大多数大能者一样 都是逍遥自在 并未臣服 血刃神庭 万神殿 时空倒 而玄母帝君 和北玄公主 乃是亲姐妹 感情极深 谁敢惹她妹妹 北玄公主 肯定杀上门 这玄母帝君 同样是一个 护短的 她的徒弟 也全部都是女子 拜师 大能者们 一般是不管徒弟 在外争斗厮杀的 死了 那只能怪 技不如人 毕竟 不经历真正的生死磨练 这徒弟 哪能成长啊 而有极少数大能者 是很护短的 我徒弟欺负人 那可以 别人欺负我徒弟 那就不行 坐在东伯雪英 第七美语旁边 不远的九舌 看到他们俩 都得到了令牌 不由得越加愤恨 因为他掌握 一品神心的神奇高手 至今 都没有大能者赐予令牌 东伯 第七美语 怎么就没收我为徒的 东伯兄 惭愧 一直没说 其实 我是半座男子模样 难怪 我说呢 玄母帝君收的徒弟 一直都是女子 怎么这一次 会收一个男子了 而且上次知道 你父亲是摩雪国主 我就一直很好奇 摩雪国主 我早听说有六个女儿 我好奇难道这第七个变成儿子了吗 第七美语也很开心 其实从内心来讲 单纯拜师 他更希望拜一个更擅长指点 更严厉的大能者 像太护短的师父 对于修行反而会有些影响 因为别人一听说 哦 你是玄母帝君的弟子 好 那都会立即保持距离 不愿意得罪 这样的确会少了很多麻烦 可是呢 也同样少了很多历练 不过从做女儿的角度来讲 父亲摩雪国主 恐怕撑不了太久 恐怕得封印记忆去选择投胎 这一投胎 想要再觉醒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父亲的仇敌 恐怕到时候也会报复 这个时候 有一个护短的师父 对于他 对于他的姐姐们 都是一件好事 他呢 也传讯给了他的父亲 摩雪国主知道后便大喜 他最想女儿败在护短的大能者门下 可是护短的就那么几个 写任神庭内最护短的更是仅仅只有两位 一位 是玄母帝君 一位是霸凶老祖 这两位都是靠山很硬啊 霸凶老祖是竹山府主的坐骑 也是旁一的兄弟 而且神界五兄还是很团结的 毕竟成大能者的神界生物就他们五个 谁敢欺负他们一个 另外四个都不会罢休 因为后台都很硬 所以才有资格护短 九舍 一名戒神侍卫 在一千九百名神级高手的注视之下 将令牌给了九舍 九舍难掩兴奋的 赶忙接了过来 他瞥了眼旁边的东伯 最顾客 第七美语等一些来自安海府的神级高手们 颇为得意的 开始感应令牌 感应完了之后 九舍看向了旁边的最顾客 羽公愿意收我为徒 九舍在这儿 先见我师兄了 羽公收他为徒 也就是个内门弟子 可是最顾客 那是亲传弟子 在神庭之战之前 这消息已经传开 最顾客微微皱眉 应了一声 要说他对这九舍的印象 并不怎么好 以后师兄有什么吩咐 尽管吩咐 九舍 一定尽全力去办 之前九舍还嚣张霸道的很 现在在最顾客面前 却如此奉承 虽然现在他们俩在传音 不知道他们在聊些什么 可看得出来 九舍无比的客气低眉顺言 最顾客倒也平常对待 没有一开始的嫌悟了 说嚣张就嚣张 说低头就低头 这个九舍 变脸还不是一般的快 东伯 此时又有一位戒神侍卫 送来令牌 东伯接过了这块黑色令牌 过了片刻 又是一位令牌送来 这让许多观看到 这幕场景的神级高手们 都有些羡慕极度 他们连求一块令牌都没有 可是东伯雪英呢 已经足足收到了五块令牌 哀 要知道 血刃神庭的大能者 一共才 有多少啊 可是 此时已经有五位主动收徒了 东伯雪英 拿起最后一块银白色令牌 感应了一下 我 霸凶 东伯雪英 我愿收你为我门下清传弟子 我霸凶 虽交徒 啊 并非太擅长 但也不算差 古葬要收你为徒 古葬的家伙 一直独自修行 且穷得很啊 根本没有什么好宝贝给你 东伯老家伙 收你为徒 他可没什么靠山 而且还有仇敌啊 因为仇敌 正在投靠到 血刃神庭 前渠帝君 他太死晚了 你拜他为师 肯定会受很多罪的 做公主 他孤僻了 没几个朋友 对徒弟也不好 你最好啊 还是当我的徒弟 我爸生的徒弟 绝对没谁敢欺负 我到时候呢 还有一件重宝给你 啊 哎呀 这件重宝啊 我可是炼制多年啊 我觉得呢 你非常合适 而且我也和 竹山辅主说了 你到时候 也可以去 他的紫竹海修行 哎 竹山辅主的紫竹海 他麾下的内门弟子 都是得经历过考验 啊 才有机会进去一次的 你无需经历考验 就能进去 那这就是我的面子 放心 我爸兄对待徒弟 那绝对是很用心的 来吧 啊 当我徒弟吧 你将是我爸兄门下 第一个 四重天界神的弟子 哎 将来还要能成大能者 我现在一共收了五块领牌 其他四位大能者 都是很干脆的 都是简单的一两句 比如说 我 前渠 愿收你 为我门下侵船 都是这之类的 大家都是如此 毕竟大能者 也有大能者的傲气 他们喜欢着徒弟 不代表就对哄着 甚至大能者们 在教导弟子时 还会很严厉 弟子出去经历各种生死磨练 他们都懒得出手 死了只能怪技不如人 实力不够 绝大多数大能者 都是这样的 这样反而磨练出 厉害的高手 像霸兄老祖这样的 赐予令牌 蕴含的讯息 都是一大堆 还将其他四位 都狠狠贬低了 古葬帝君 因为太低调 又不出去夺宝 说穷 也很对嘛 可是人家师父 是写人神帝啊 洞湖老祖 的确是有仇敌 才投靠写人神庭的 可是洞湖老祖 教导弟子 还是很擅长的 前渠帝君 的确是很死满 可是前渠帝君 很受写人神帝重用 整个写人神庭的 许多事情 都是前渠帝君 等三位帝君 处理负责 的确是位高权重啊 左公主 是孤僻冷傲 对弟子要求也极高 可是教导弟子 也颇为擅长 各有优点啊 霸兄 将那四位狠狠一贬低 又拿出诸多好处 来诱惑我 不管如何 霸兄老祖 不愧是出了名的后短 对弟子的喜爱 这一令牌内的讯息 我就能感觉到了 他唯一的缺点 就是不擅长教徒 难道 就这五位了吗 东伯雪英 还在等待 他没有做出决定 因为 他更渴望三族 神帝陛下 不敢奢望 可是三族 如果能有一个 收他为徒 那就太好不过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二百八十四集 时间逐渐流逝 渐渐已经没有大能者 在赐下令牌了 此时得到令牌的 一共有八位神级高手 而东伯雪英 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收到了五块令牌 在万花宴上 惠明和赤火老祖 也都在观察着 赐给小时地令牌的 古葬帝君 洞胡老祖 前瘸 帝君 左公主 霸兄这五位 并无三族 三族似乎没动家 不但是他们 万花宴上 大能者们 也都挺关注 写任神庭一方的 大能者收徒的 竹山扶主 颇为帅气 眼眸狭长 目光如刀 眉心中央 有一隐含金光的裂痕 和写任神帝 位置高度接近的 那位体型庞大威额 双目蕴含 无尽血腥的 黑暗深渊的主宰开口了 作为黑暗深渊的 至高主宰之一 他的地位 也是和写任神帝相当的 整个神界深渊 他的好友不多 屈指可数 竹山扶主 就是其中之一 二者 交情极深 竹山 你 不打算收徒吗 一罗大哥 我自己修行 还一直苦苦迈不出那一步 哪有心自交徒啊 坐在最高处 穿着暗红衣袍的 写任神帝 目光幽深 看着下方 近处 三祖中 那个冷傲男子 庞一 正是神界五兄之首 庞一的封王 是连神帝陛下 他们都难以遮掩的 庞一的名气很大 因为在很遥远的过去 神界的大能者 还很稀少的时候 这庞一就是最出名 最恐怖的一头神界生物 杀戮无数 兄弟之名 传遍神界深渊 如今漫长岁月过去 庞一已经算是很收敛了 我师父不打算收徒 竹山也不收徒 庞一 你也不收 我的修行法还未曾完善 不愿分散心思 血刃神帝轻轻点头 听到神帝和三组之一 庞一的交谈 其他大能者也都明白 远处的赤火老祖 惠明都有些失望 看来 三组这一次是真的不收徒了 不过也很正常 三组这层次 能吸引他们收徒 那才算难得呢 来人 这个时候 血刃神帝忽然开口了 顿时旁边一名听命的 戒神侍卫迅速靠近过来 恭恭敬敬 等待吩咐 只见血刃神帝一翻手 手中出现了一块 血色令牌 齐刷刷的 在场的大能者们 四重天戒神们 都注意到了血刃神帝 手中出现的这块令牌 即便之前在谈笑风声 以他们的感应敏锐程度 也是个个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一点 难得啊难得啊 血刃兄已经很久没收徒了吧 便是一品真意超凡 这等天资极高的 血刃兄都很少去主动收徒 这次竟然赐下令牌 不知道哪个小家伙会如此幸运啊 便是竹山府主旁一 也得恭恭敬敬喊一声陛下 那些逍遥自在的大能者 像名声赫赫的北玄公主 在神帝面前 也同样得恭恭敬敬喊陛下 血刃神帝 毕竟是公刃的神界最强者 他在黑暗深渊的影响力也很大 此次万花宴 黑暗深渊至高的三位主宰 就有两位来参加 随后 血刃神帝将令牌 交给了身旁的戒神侍卫 去吧 是 戒神侍卫拿着令牌恭敬离举 万花宴上大家都好奇疑惑 到底是谁吸引了血刃神帝去收徒呢 血刃神帝俯瞰下方 却没细说 他内心中却浮现了详细的情报 也是这次神庭之战神级高手中的其中一份情报 东伯雪英 他出生在物质界下族世界 八岁时和弟弟相依为命 两位输出照顾 这情报非常详细 从东伯雪英出生到最终参加神庭之战 进阶记载 连和向旁云之战 坠入黑风渊内的修行等等 也进阶记载其中 这个小家伙 倒是幸福得很 如今 能和他妻子一直在一起 这有天赋 有潜力 是一方面 东伯雪英过去的经历 触动了血刃神帝的内心 所以他决定收徒了 神帝收徒就是如此 兴致来了 觉得不错 也就收了 否则 就是一品真意超凡 他都懒得看一眼 血刃神帝的目光幽远 只是心思却有些飘荡 在很久很久以前 他还在微末时 那个时候 他连超凡都不是 他一门心思都在修行上 他的修炼之心无比坚定 为了修行 他离开了挚爱 踏上孤独的修行路 历经艰辛 吃尽了苦头 才败在一个门派之内 等到他终于成为超凡时 又经历诸多考验 当个百年岁月 终于离开宗门 在外行走时 他归来了 可那个时候 他的妻子已经垂垂牢矣 这时 他想要帮妻子成为超凡 妻子连称号机都不是 他寻找宝物 不惜一切 然而 命运弄人 当然了 在很久以后 邪人神帝拥有匪夷所思的实力 将妻子复活 即便妻子修行上真的很弱 如果让他自身修行 连成超凡都做不到 可是 邪人神帝不惜一切 让他妻子成了一重天界神 可惜 心灵修为还是不够 成为一重天界神 五十余一年 还是最终 本尊神心溃散而死 因为境界太低 连封印记忆投胎都做不到 能够自我封印记忆去投胎的 一般都是三重天界神 四重天界神了 本尊神心溃散而死 没法复活 因为就算从时光长河中复活 复活出来的 也拥有之前一切记忆 只会再次本尊神心溃散 当然 妻子活得漫长岁月 那段岁月 邪人神帝是完全陪着妻子的 经历过了一切 不知道陛下说谁委托 看看就知道了 这个时候 那界神侍卫已经走到了万花宴的最外围 那里便是一千九百位神级高手之处 又一位界神侍卫来了 诶 送令牌了 不知道送给谁啊 我们排名靠后 修行岁月又久 恐怕 希望渺茫咯 一千多名神级高手们个个都期盼着 渴望着 虽然李智告诉他们 希望很渺茫 可还是渴望出现奇迹 界神侍卫 是朝安海府的那些神级高手们走过去 会说吗 又来这边 东伯选营 第七梅雨 九社 这次安海府一方参加得到令牌的左手有三位 这算很高的比例了 记得是东伯那边 安海府东伯都已经得到五块令牌了 难道又是给他的 谁让他修行岁月短呢 才两千三百余年 而且 人家实力又高 修行岁月短又如何 说不定会卡在瓶颈 一卡几万年呢 看到界神侍卫朝那个方向走去 许多知道没希望的神级高手们 心态都有些失衡 他们都得不到令牌 可是安海府东伯之前 就已经有五块令牌了 难道 这块还是他们 羽公虽然收我为徒 可也只是那门弟子 如果有大能者收我为亲传弟子 我当然还是选择更好的 那门弟子 随顾客虽然比我年轻 可是实力却不如我 却都能成为亲传弟子 我修行掌握的可是很难得的无量神仙 完全可能被大能收为亲传啊 不过界神侍卫 却是从他旁边走过 很快走了几步 来到了东伯雪鹰身旁 界神侍卫停了下来 东伯 恭喜 还真是他 又是东伯 他的五块令牌了 又来一块 有用吗 最终也只能办一个大能者而已 赐给他们这么多令牌 我们一块都没有 哎 真是 许多神级高手们一片失望 虽然 看界神侍卫走的方向 就猜测可能是东伯雪鹰 可结果出现还是失望 如果说神级高手们只是一片失望 那在万花宴上的四重间界神大能者们 则是一片惊诧惊叹 甚至都为之议论纷纷 哦 陛下选的竟然是东伯 小师弟败在了神帝门下 不错 不错 此刻的东伯雪鹰反而是比较平静的 因为之前都得到五块令牌了 再多一块而已 东伯雪鹰心中期盼着伸手接过了血色令牌 在血刃神庭内使用赤红色 血色这还是很常见的 他根本没发现这令牌的特殊 东伯雪鹰没敢奢望 是血刃神帝陛下 他觉得能够败在三祖门下 那就已经很好了 不过即便是三祖 他也没有任何信心 因为按照他所知晓的 到了三祖这一层次 也是很难收徒的 他们更重视自身修行 如果我本尊高喊三祖中某位的名字 告诉他我是一品真义超凡 显露一下实力 或许能拜师吧 不过 一品真义超凡 对血刃神帝没什么吸引力 对三祖吸引力也很低 普通大能者们才会去抢人手足 我主动喊着要拜师 选谁呢 选竹山府主 如果竹山府主不喜欢我这徒弟 师父如果不是发自内心喜欢 恐怕也不会任人教的 宁可拜在一个真心 要教自己的普通大能者 也没必要 拜在三祖门下呀 毕竟普通大能者们 那也是超通于时光长河 超越天地规则的存在 他们的指点也已经很好了 唉 实在不行 就选霸凶老祖吧 前面五个霸凶老祖最有诚意 教弟子或许稍微差一些 可是总比自己一个人埋头修炼 要强多了吧 也罢 看看自这令牌的大能者 到底是谁吧 东伯雪英握住血色令牌 仔细感应内含讯息 你可愿拜在我血刃门下 唯我门下 内门弟子 啊 血刃门下 血刃门下 我 我能成为神帝的弟子吗 哎呀 东伯雪英眨巴了一下眼睛 跟着内心中就掀起了滔天巨浪 血刃神帝呀 神界公认的最强者 甚至许多强者认为黑暗深渊的三位至高主宰 也比神帝陛下要稍微弱上一丝 当然了 这只是一些猜测 并没有得到公认 可是不管怎么说 血刃神帝都是无可争议的 站在神界 物质界 深渊 真正最巅峰的存在之一 单单论实力 很可能是无数强者中最强的那一个 他已经到了真正无敌的地步 收徒对他来讲 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一品真意超凡 他都不在乎的 成为他门下内门弟子吗 东伯雪英一点都不介意 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 因为天赋再高 刚刚败在神帝门下 那都是内门弟子 必须经过神帝的教导 考验 观察 才会决定是否收为亲传弟子 能够成为神帝亲传弟子的 无一不是天赋修为心性等方面 得到神帝公认的 此时在夏族世界 红石山内 戈白师兄 赫飞云师兄 气凌红石 绿发女子西威 于静秋 以及白衣东伯雪英 都分而作下 大家都很关注神庭之战的消息 所以让东伯雪英本尊来到红石山 随时好告诉他们 东伯雪英 你怎么了 怎么在那发傻 发呆了 难道有厉害的大能者 收你为弟子了 是三祖 西威 红石 于静秋都看着东伯雪英 东伯雪英 看着在座的几位 先拿起了旁边的酒壶 仰头就咕咕咕喝了一通 这一幕 让戈白师兄 他们一个个都惊讶疑惑 随后 东伯雪英放下酒壶 脸都有些胀红了 的确有厉害大能者 收我为徒 不过 不是三祖 而是陛下 陛下 神帝陛下 神帝 雪英 我对你 确实很有信心 可 确认神帝收徒 没错吧 你没骗我们吧 是神帝陛下 难道这种事 我还会乱说吗 我 我 快快快 好酒好酒 最好的酒都拿出来 神帝陛下说徒了 神帝啊 那是神界最最厉害的 公认的最强存在 神界中什么隐秘的绝学 顶尖的特殊的秘术 还是很恐怖的宝物 总之 神帝陛下的底蕴 简直深不可测 你看你认识的白沙城主 还是被逐出门的 他自创出的秘迹 在三重天界神中 都几乎无敌了 他为何能自创 若是没有神帝陛下传授秘术 指点一二 你以为 他能有如此成就 神帝陛下的弟子 像古藏帝君 一直低调无比 长期在老巢内前修 都几乎不出门 他为何前修 听老主人说 就是在修行某种 很恐怖的绝学 这绝学哪来的 自然是陛下赋予的 古藏帝君很少出手 可很多大能者认为 古藏帝君实力 都接近三组了 东伯啊东伯 你过去一直没师父 败在老主人门下 可老主人早已经死了 也同样没得到教导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285集 这次你真的是 败了个好师父 还是神界深渊 站在最巅峰的 能和他并列的 神界深渊 也就那么几个而已 一直苦无师父之点 能修炼到如今这般境界 你主要是埋头修行 如今终于要有个 厉害师父了 在万花宴外围 一千多名神级高手 还在期盼 期盼还有令牌赐予 这时果真有一名 六臂戒神 走了出来 得到令牌赐予的 选择一个进行令化 令化哪一个 便是拜谁为师 得到令牌的 一共也就八位神级高手 其中五位 都仅仅只有一块令牌 大家都立即取出 一块令牌进行练化 东伯雪英 也毫不犹豫 取出了那一块 血色令牌 他还再次确认了一下 内部的确是 神帝陛下的讯息 随即也练化了 排在前一百位的 东随武进来 随后 东伯雪英 罪孤克 酒舍等一个个都立即起身 其他神级高手们 都羡慕地看着这一切 他们明白 这一百位 都能够拜在大能者门下 而且还能猎习 享受一枚万花真果 一个个身影迅速入内 第七枚鱼 则是看着这一切 他虽然被赐予令牌 可并不在前一百位 是无法享用万花真果的 第七枚鱼 玄母帝君吩咐 让我带你进去 第七枚鱼一正 连忙起身 甚至在行走的时候 他的模样 衣服都开始变化 虽然稍微变化 却已经变成了 清冷的美貌女子 第七枚鱼也是担心 毕竟是去见师尊玄母帝君 玄母帝君收徒都是女子 恐怕是不喜欢男子的 如果依旧伪装成男子模样 恐怕会惹得玄母帝君不喜呀 是女的 第七枚鱼是女的 东伯雪英他们一群人 在戒神侍卫们的安排之下 也是有序地开始入内 你们五位都是长眉老祖门将 你们四位是在霸凶老祖门将 能在前一百位的 有部分本来就败在大能者门下了 有的是护法弟子 有的是内门弟子 不过现如今 至少都会上升到内门弟子 那些个没在大能者门下的呢 如今经过写认神帝和麾下大能者们的 简单商量 便简单分了一下 除了陛下和三组之外 其他大能者都是收了三五个到门下 此时在万花宴上 一群年轻的神级高手们开始入内 对于四重天界神 对于大能者而言神级高手的确都很年轻 一批批入内 五名青年男女进入万花宴电厅 他们早得到指点 当即来到一位长眉男子面前 恭恭敬敬 跪拜磕头 前一百位进行拜师 也是每次万花宴上的习俗 很快又有五位走进来 便是最顾客 九舍等五位 他们来到了一名 有着金发金眉的男子面前 恭恭敬敬 跪下磕头 跪拜完后 他们也迅速去入座 一批批进来 一批批跪拜 九舍坐在位置上 看着周围的四重天界神 和旁边不远处的大能者们 还有那前方高处的巍峨身影 不由得热血沸腾 分批进来拜师 每一批都是同一个师父 终于轮到了东伯雪莹 东伯雪莹是排在最后一位 他也是唯一的一个孤零零的 没有同伴 东伯雪莹迈步入内 这一刻 坐在玄母老祖身后 仿佛侍者随从的女装的 第七眉宇看了过来 九舍也看了过来 这前一百名的 其余九十九位神级高手 都看向了东伯雪莹 四重天界神们 乃至大能者们的目光 都落在了这最后一位 进来的东伯雪莹身上 其中有几位还微微摇头 包括霸凶老祖 显然颇为遗憾 没收到这样好的徒弟 最后一个进来的东伯雪莹 走到了电厅的最前方 直接面对那坐在最高处 仿佛有着无尽黑暗 毁灭气息的暗红衣袍身影 当即跪拜下来 弟子拜见师尊 这一跪拜 便是因果 传道之恩 大如天 无数神级高手们 渴望 拜在大能者门下 做梦都想拜在神帝门下 到了神帝这一层次 不教导 是很正常的 用心教导 则是恩德 东伯雪莹活到如今 真正跪下磕头拜师的 一个是拜红尘圣主 红尘圣主让他学了 多门戒神级秘术 赐予众多宝物 甚至如今还继承了 整个红石山 红尘圣主虽死 可他让东伯雪莹 收获得已经无比珍贵 若无红石山的历变 东伯雪莹 也根本没有今天的成就 另一个呢 就是现如今 拜师神帝陛下 神帝陛下 才会真正的引领他 此时九舍等一个个 已经入座的神级高手们 都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第七梅雨如此冷静 在玄母帝君的身后 同样吃惊看着眼前这一切 东伯雪莹的身影 跪拜磕头 面朝整个万花宴 地位最高最尊贵的那位 退下吧 东伯雪莹当即起身 恭恭敬敬退下 立即朝自己的座位走去 周围其他排在 前一百名的神级高手们 看向东伯雪莹的目光中 都满含极度羡慕 和有些许的难以置信 他败在神帝门下 他 败在神帝门下 东伯雪莹的座位 在神级高手中是最靠前的 接近四重天戒神的位置 当然了 第七梅雨不能算 第七梅雨 连一个正位都没有 只是仿佛侍从随从 在雪莹帝君身后侧罢了 万花宴继续进行 神级高手们都低调的吃喝着 他们都不敢像那些大能者们般 高谈阔论 即便说话的声音 一般都压得很低 谨慎小心的 甚至彼此都只是传音 东伯 没想到我安海府能出来一个 败在陛下的门下 东伯雪莹对吧 运气不错嘛 陛下很久没收图了 这次能收你为图 你可得好好休息 尽快掌握一品神心 成戒神 别让陛下失望 还是挺有强力的 师孙看重 也是我这运气 成陛下弟子又如何呢 漫长岁月 陛下门下弟子还是有不少的 就像被逐出门的白沙成竹 如今也只是三重天戒神而已 仅仅是一个神帝弟子身份 面对四重天戒神 还是得尊敬着点 如果因此翘起尾巴 连四重天戒神 都有些不在乎的话 那可就太可笑了 神庭之战结束 上万花真果 万花真果 薛人兄 每次都吃万花真果 就不能换点新鲜的 哎呀 要不你的金结果子拿出来 让我们尝尝 对对对 薛人兄 万花真果 我们都吃厌了 最高处的那几位 叙说着 神帝陛下也和他们说着 只是声音有些模糊 难以听清 很快的 一个个侍女们捧着精致的盘子 送了上来 每个盘子上 都是一个巨大的果子 都接近常人头颅大小了 这果子 这果子红彤彤的 娇艳欲滴 上面还有些露水 散发着香气 在果子的根茎位置 还有这几片叶子 虽说还没吃 可是东伯雪英他们 都已经闻到了果子 散发出的香气 那是一种清香 初吻似乎寻常 可是很快就勾动了身体的冲动 连灵魂都有了一种渴望 想要吃掉这果子 远处 玄母帝君 却是将面前的果盘 直接递给了身后侧的第七梅雨 梅雨 师尊 我吃过多次 对我也早无用了 是 东伯雪英 此刻已经开始吃了起来 不单单是她 其他神级高手们都开始吃了 拿起了旁边的刀具 随意切割下果肉 便开始品尝起来 真香啊 真甜啊 东伯雪英吃的时候 有发自内心 甚至发自灵魂的满足感 这并非是虚幻 而是果肉进入体内之后 被身体灵魂再迅速的吸收 灵魂都有空灵质感 滋养的也越加舒服 都开始渐渐发生变化 这万花真果 原本可是神帝拿来招待其他大能者的 对大能者都有少许作用 那就更别说对神级高手了 万花真果的滋养是无声无息的 甚至果子蕴含的许多力量 一时间灵魂都无法吸收 都暂时潜伏在体内 随着时间会让灵魂逐渐吸收 不停地吃 一口气将万花真果吃得干干净净 东伯雪英能够隐隐感知到 体内潜伏着的雄魂的果子的力量 它会逐步滋养灵魂 以我这一分身灵魂强度 怕是吸收万年 万花真果乃是大餐 万花宴美味宾客 也是有其他的美酒美食享用的 对于大能者而言 或许仅仅是口腹之余 可对神级高手而言 也吃得痛快 他们也几乎都在吃 偶尔低声或者传音交谈 整个万花宴上 他们毕竟是地位最低的 东伯雪英边吃也边观看着 整个万花宴上谈笑声一片 大能者们三三两两地谈着 兴致都很高 像这种大型聚会 对大能者而言也是很少的 他们来参加呀 万花真果恐怕反而是其次 更开心的是和许多老友 面对面的交谈闲聊 大能者几乎都在彼此交谈 甚少和四重天戒神谈论 如果说四重天戒神 因为实力近乎大能 还能偶尔和大能者谈上几句 那么我们这些神级高手 那是完全掺和不上的 像三重天戒神 二重天戒神等等这种层次 也都是没资格列席的 我们能够列席 也是因为神庭之战的缘故罢了 还算是神帝陛下的恩赐 无形之间便分出了等级 大能者是一个群体 四重天戒神和他们接近 而再往下 大能者都完全不放在眼里了 我虽然败在神帝门下 对于无数神级而言 我算是地位很高了 可是 对于整个神界真正的 统治阶层而言 我依旧只是一个小人物罢了 东伯雪英心中也升起了斗志 自身只是从物质界凡人世界走出来而已 一直修行都很麻木 如今将有神帝陛下指引 东伯雪英还是豪气万丈的 虽说神帝教徒 没听说户短 反而据说很严格 可是对此呢 东伯雪英很满意 严格是好事 自己一直缺少机会 缺少好的师傅 这次定要抓住机会 万花宴上 神级高手们乖巧低调得很 大能者们吃喝聊了许久 甚至在谈笑间就定下了许多事 终于带得尽兴之后 在写任神帝的宣布之下 这一次的万花宴终于正式结束了 真热闹啊 写任神庭 东伯雪英的洞府正门大开着 下族的一众神灵们都朝外看着 外面一片喧闹 东伯兄 我要跟随师尊离开 不能久留 就此告别 若是有事 可以传续联系 好 我最近较长一段时间都会在写任神庭 相信下次再见 你我可能都已经是戒神了 这是自然 第七眉宇轻轻点了点头 随即转身离去 他身后跟着蒲从侍女 东伯雪英摇摇地看着 万花宴结束 大能者们也要离开回去 他们的弟子自然也得跟着走 那些排名靠后的神级高手们 一般也都能够败在四重天戒神 或者三重天戒神门下 即便谁都没去收徒 这些神级高手 也会选择进入写任酒馆 或者军队的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 周围神级高手的洞府 也都会很热闹 因为拜师神帝陛下 东伯雪英也无需离开写任神庭 在万花宴结束的当天 刚刚送别第七眉宇 很快光头白衣青年 惠明大师兄便来了 东伯师弟 惠明师兄 东伯雪英连忙热情招待 于静秋在一旁 三人分而坐下 只见惠明大师兄一挥手 石桌上便出现了一个红彤彤的果子 清香散发 师弟 这个你拿着 这是 万花真果 这可不行 这对师兄你也比较重要呢 万花宴我参加过太多次 也吃过很多 诸多奇珍 吃得多了去了 我如今卡在最后一步 无法真正超脱 这万花真果对我并无帮助 不单单是我 参加万花宴的许多大能者 四重天界神们 一般都会将这万花真果 带给后辈 对你们而言 在修行早期 万花真果的好处 更加明显 惠明师兄 将这果子给你的徒弟吧 我都吃过一个了 他们 他们天赋有限 吃过一个 过个上万年再吃吗 你也可以 让你留在物质界的本尊吃掉 我既然送了 就没有收回的道理 我今天来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看来也只能收了 将这情意 暂且记下吧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286集 更重要的是 是什么呢 你如今拜师陛下 是你的大机缘 陛下教徒很严格 这点你应该知晓 嗯 我知道 师尊教徒是严格 门下弟子竞争颇为激烈 厉害的 有潜力的 得到更多更好的赐予 表现差的 得到的赐予也差 要说这写认神帝 并非说一视同仁 就算都是那门弟子 神帝喜爱的 觉得值得栽培的 可能赐予的 让三重天界神 四重天界神 都围着眼红 而神帝不喜欢的呢 觉得没什么潜力的 可能不管不问 一点宝物都不给 神帝陛下判断弟子 是否值得栽培 如何判断 你可知道 确实不知道 这怎么判断 个人喜好 修行提升速度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 这也算是隐秘信息了 神帝陛下 不管对待手下还是弟子 都会暗中 有一个评判 他吩咐你做的事 你必须尽快 尽量且完美地做好 如果你做不好 在他心中 你的地位就会降低 比如 他让你去学某一门秘书 你如果学得太慢 他自然会失望 失望个两三次 他一般就懒得 再管这个弟子了 我明白 只要是师尊吩咐的 我一定全力以赴 还有 论一些极厉害的绝学 陛下才是拥有最多的 比竹山福主还多得多 嗯 陛下如果让你去索戒塔 某一层去学秘书 你一定要得好好学啊 你表现越好 陛下会让你在索戒塔 学到更多的秘书 终有一天你会发现 诸多秘书 结合构成一门 极厉害的绝学 神帝传授的绝学 就算是亲传弟子 都是经历过 一连串考验 才能得到完整的 一门绝学 像那门弟子 一般都是学到绝学的 一些零散部分 能够学到一整套 极难极难 可你不可放弃啊 得全力以赴 越让陛下满意 他越加会 让你学得越多 如果你能学到一整套 那可就厉害了 很厉害 非常厉害 威力无穷 我愿意 亲近我所有宝物 乃至动天宝物 去换一门绝学 别说是我 就算是大能者 都渴望着 学到一门绝学 大能者都渴望啊 竹山辅主 为何厉害成这样 四重天界神 能活这么久 甚至被誉为三祖 我听说啊 他就是将一门 极为厉害的绝学 修炼到 极为高深的境界 甚至当初啊 他还大肆传播信仰 就为了绝学 导致因果缠身 无法真正超脱 可他活得 比许多大能者都长 大能者都战死了 他还活到现在 且实力强横 普通大能者 对待他 都得恭敬着点 哦 所以你付出再大的代价 不辞辛苦 一步步来 只要你能学到 一整套完整的绝学 那你就真的厉害了 陛下门下很多弟子 像白沙城主 他们一个个 学到的都是 一林半爪 哦 对了 除了索戒塔 陛下的藏书屋 也是出了名的 藏书屋 有无数典籍 据说 都是陛下 漫长岁月搜集到的 看似浩瀚繁杂的 无数书籍中 却蕴含着一门绝学 陛下的两位 大能者弟子中 另外一位 哎 你应该知道吧 嗯 血刃神帝的两位 大能者弟子 古赠帝君 长期在老巢前修 几乎不出来 另外一位秦军 更霸气 因为贤恩院 直接判处了血刃神庭 哎呀 实力更是深不可测 在很久很久以前 就是三祖曾赐 如今 在大能者中 许多都认为啊 清军 是游望和血刃神帝 时空岛主 万神殿主 同层次的 清军 就是在藏书阁内 观看无数典籍 发现了一门绝学 山界 仅此绝学 在很久以前 他曾一拳 就打得庞一重伤 那时候的庞一 就已经名列三组了 当然 也是受此刺激 庞一 自己自创修行法 这是广兽弟子 陛下曾经说过 藏书屋内 的确蕴含着山界绝学 他的任何弟子 包括记名弟子在内 都可以进来阅读 哎 可惜 漫长岁月 那些弟子 最多悟出一临半爪 哎呀 再也没谁 像清军一样 从中悟出 完整的山界绝学 山界绝学 你暂时无需管 啊 你刚拜师 便按照陛下吩咐 好好修行 等到将来 真的实力难以进步了 再去藏书屋 好好观看 嗯 所以说 能拜在陛下门下 就是机缘 就看你 能不能把握住 在惠明大师兄 离开后不久 一名戒神侍卫 来到东伯雪莹洞府 东伯雪莹 我奉陛下命令过来 你赶紧准备一下 带上你的手下 搬前到殷实别院 我们早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出发 东伯雪莹齐身 于静秋 以及下族众神灵们 也都准备好 他们的一些物品 都在储物宝屋内 大家早就在这等了 毕竟内门弟子的居所 和参加万花宴神级高手的居所 是完全不一样的 走吧 随我来 戒神侍卫引领着 无形力量裹挟着众人 迅速飞行在写任神庭范围之内 神庭虽然范围也就安海浮城略大一些 可也飞行了一个多时辰 才来到了一个比较偏僻 安静的一座别院 别院正文上方有神界文字 阴时二字 这两个字 让这一座别院隐隐和整个庞大的血刃神庭 连接成了完整的整体 散发着厚重浑然的气息 沿着别院正文而入 很快就进入了一座 战地约莫十里 较为朴素的洞府 东伯雪茵 这就是你的洞府 以后你和你的手下都住在这 在别院内的详细规矩 自会有别院的侍从前来告知 我的任务完成 就此告辞了 麻烦了 你就在这里待着 估计很快 陛下就会召见 洞府内也安排了仆从侍女 从侍从这也知道了许多规矩 殷石别院 是血刃神帝经常来的地方 他的弟子都住在这 别院内 规矩颇为森严 记名弟子 内门弟子 侵传弟子 活动范围都不一样 对于东伯雪茵而言 许多地方都是禁地 是不能擅闯的 至于于静秋 云海 龙山大地他们 一个个的活动范围就更小了 只能沿着一条走廊行走 从后门进出 内门弟子 可是有百名亲位 亲位 为十五阶阶位 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不足一百位 不是能够轻易获得阶位了 唉 是否获得阶位 也没什么 雪人神庭内 规矩森严 只要不去一些境地乱闯 大多数地方 我们都可以随便去 而且没谁敢乱来 现在雪茵的亲位 才仅仅只是十五阶这样最低的阶位 等雪茵修行有成 出师之后 定会获得官职 到时候 她亲位的阶位 就高多了 能让下族众神灵过得更好点 这也是我唯一能做的了 东伯师弟 师尊让你过去 我先出去 听到这儿 东伯雪莺连忙起身朝外走 走到洞府之外 便看到一名灰衣女子 长相寻常 不过那并无掩饰的气息 让东伯雪莺能够判断出 这是一位三重天剑神 东伯师弟 我也是师尊门下的内门弟子 您叫公封 你喊我公封师姐即可 啊 公封师姐 师尊很少在万花宴上收徒 大多都是行走各地 偶尔看中收为弟子 你能够在万花宴上 在诸多大能者观看下 被师尊收为弟子 师尊 定是颇为喜欢你 如今在这别院的内门弟子中 我年龄最大 所以许多事 师尊都是让我来办 如果有什么事 你可以尽管来找我 若谢师姐 小事而已 灰衣女子带着东伯雪莺 很快进入了一个园子内 园子内 有一湖泊 湖泊内有水草 湖泊旁的地面上 暗红衣袍的血刃神帝 盘膝而坐 宽大的衣袍都扑在地面上 他搭了着眼皮 散发开的无形气息 让整个院子内都一片寂静 在他的肩膀上 还有着一只奇特的黑色鸟儿 黑色的羽毛乍一看是漆黑一片 仔细看 却发现隐隐翻着透明 带着些许不起眼的彩光 师尊 东伯师弟带到 拜见师尊 血刃神帝的面容难以看清 只感觉无尽黑暗毁灭 浮散在周围 即便他盘膝坐在那 都让东伯雪莺 有一种蝼蚁 在仰望亿万里巨龙的压迫感 血刃神帝搭了的眼皮 忽然掀起 眼眸中两道光芒射出 瞬间射入了东伯雪莺 一双眼睛之内 大量的讯息涌入脑海 世界神星在于包容 如海纳百川 震动天地的声音 在东伯雪莺脑海中 不断地响起 讯息太多了 甚至还有大量战斗动作的场景 这是一个模糊人影 手持长枪实战的场景 声音 场景 文字 讯息极多 足足半盏茶时间 东伯雪莺才完全清醒过来 她顿时大喜 知道这是非常详细的支点 其中分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世界神心的支点 另一部分则是混动神心的支点 谢世尊 你有望掌握世界神心 混动神心 好好休息 切勿放纵 写刃神帝一挥手 两块黑色令牌扔出 飞到了东伯雪莺面前 东伯雪莺 别忙接过 仔细一看 这两块令牌啊 上面分别有着 351 95 这是索谢塔令牌 只有这俩令牌 你可分别降临第95层世界 和第351层世界去修行 这两个世界 对你掌握世界神心 混动神心 有莫大注意 好了 你可以退下了 是 这刚见面 我从头到尾都没说上几句话 就让自己走了 写人神帝这个当师傅的 的确够霸气了 东伯雪莺当即躬身 随即后退离去 出了园子 两块索谢塔令牌 东伯雪莺颇为欢喜啊 自己和惠明大师兄聊过很久 知道那门弟子一般啊 也就一块索谢塔令牌 自己初次就弄到两块 的确很不错 而且脑海中得到的大量的讯息 略一查看 就让东伯雪莺有许多名物 血刃神帝的指点 的确要比魔雪国主厉害多了 此时在园子内 血刃神帝依旧坐在这 搭拉着眼皮 血刃 真是难得 一个内门弟子 直接给两块索戒塔令牌 你很看好他 嗯 那你觉得 他多久能掌握一品神星 千年内吧 有我的指点 有索戒塔辅助 加上他的悟性 千年内 应该能掌握一品神星 世界神星会先误除 混动神星要慢些 通风 弟子在 千年内 每年送上一份酒果 去吧 酒果 这是神帝陛下 对真正喜欢的弟子 才会安排的 一份酒果 是八种灵果 和一种特殊的果酒 极为珍惜寒价 是 雪人 每年一份酒果 如果千年内 你都误不出 你不是很丢脸 我不会看错 世尊还真是看好 这个徒弟 当天晚上 夜幕降临 因时别院内神帝的一众弟子们 便举行盛宴 宴请东伯学营 师弟 我们刚入十尊门下时 几乎都紧紧 只是被赋予一块 所借塔的令牌 你却是两块 真是让我等羡慕嫉妒啊 这就羡慕嫉妒了 你没听公风师姐说吗 每年一份酒果 持续千年呢 羡慕又如何 东伯师弟 恐怕数千年内 就掌握一品神心 修行之快 估计近乎疲美 一品真意超凡 相信成就四重天戒神 都不是难事 神帝的弟子们 一个个说笑着 却是以东伯学营为中心 颇有些吹捧之意 东伯学营也是应付各方 包括自己在内 如今居住在殷实别院的 内门弟子一共有十九位 记名弟子有二十五位 他们的实力大多都陷入瓶颈 难以寸进 这些内门弟子 几乎都是二重天戒神 三重天戒神的水准 而记名弟子 则几乎都是一重天戒神 极个别的是二重天戒神 他们都难以寸进 却还来殷实别院 就是为了藏书屋中 蕴含的那一门绝学 山戒 山戒 因为清军曾经仗之 仅仅一拳就重创 当初三组之一的旁一 所以名气非常的大 清军的实力地位 也都比三组 北权公主他们 等一个个都要高一些 是神戒当中 最接近血刃神帝 时空岛主 万神殿主他们的 明知藏书屋内有这一门绝学 自然个个都来 就算掌握不到完整的绝学 能悟出个一临半找 那么在神界当中 也足以纵横一方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音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音灵主 第287集 东博师弟 你可知道 陛下弟子只要居住在 殷石别院 那么每个都有劳役 劳役 东博师弟无需执行劳役 我帮他免了 怎么不免我等的劳役 我等每次来还执行劳役呢 旁边的内门弟子们 一个个都说着 记名弟子们 则是低调了些 他们则是一律喊 东博师兄 要说这神帝门下 规矩那叫森严呢 记名弟子称呼内门弟子 一律是师兄师姐 内门弟子称呼 亲传弟子 也一律是师兄师姐 劳役 东博师弟 每个弟子一般都得执行劳役 否则管理这事的 就是攻风师姐 东博雪英在一旁看着 其实他也看出来了 攻风师姐 对待寻常的师弟师妹 都比较冷漠 也就自己和两位 颇为年轻的三重天戒神 还算是比较客气 一次宴请 东博雪英 也认识了这群同门弟子 虽然受到追捧 可如今他表面上是实力最低的 是唯一的一个神级 第二天清晨 淡淡的雾气弥漫 东博雪英便独自来到了 殷石别院的 一处边缘角落的高塔 塔楼巍峨 仰头观看都感觉到了 无尽危压 甚至隐隐有自己 化身下族世界 观看庞大物质界的 些许感觉 这一座塔楼 就仿佛是 无数的世界叠加形成 仅仅初次观看 东博雪英就明白 这锁界塔 要比自己的红石山 珍贵了不知道多少倍 不愧是神界最强者 协认神帝陛下 的确深不可测 随意摆放的一尊锁界塔 便是了不起的重宝 东博雪英 迈步从锁界塔的塔门进入 作为内门弟子 可以任意学习 界神级秘书 陛下在别院内 留下了足足 三百二十八种 界神级秘书 数量要比红石山 多了不知道多少 不过 不管是东博雪英 还是其他内门弟子们 都不是太过在意 界神级秘书 他们更渴望的是 绝学 就算学到绝学的一临半找 一般都比 界神级秘书厉害一些 锁界塔 每一层都有一种秘书 其中一些秘书结合 就能够形成 一整套完整的绝学 东博雪英进入塔门之后 便发现了一个个秘室 她随意选择一个秘室进入 推石门而入 秘室内一片空荡荡 石门关闭 东博雪英盘膝坐下 拿出了一块令牌 正是编号 351的令牌 好 开始吧 东博雪英立即催发这块令牌 令牌立即放出光芒 一股无形的力量 立即裹挟着东博雪英的意识 直接降临到了 那第三百五十一层世界 随后 东博雪英感觉眼前一亮 便是一片广袤的世界 一眼看去 远处正稀稀疏出 有着无数的雕塑 虽然很稀疏 可是茫茫世界内的雕塑 至少得是百万级了 事情说过 持有两块令牌 便可分别降临 第九十五 第三百五十一层世界修行 原来是意识降临 这和神庭之战 是一样的了 东博雪英恍然 意识降临 是没有任何危险的 东博雪英环顾一下左右 只见 远处一尊尊雕塑 开始渐渐苏醒 表面的泥土灰尘 开始脱落 东博雪英连忙一伸手 远处地面上的一杆长枪 立即飞入她手中 她的视力极高 一眼就眺望到 远处的一块大石上 有许多图案 这图案玄妙莫测 那是什么 秘术吗 杀 此时那些雕塑们都苏醒了 露出了真正的模样 各个穿着厚实的甲铠 兵器各样 一个个瞬间动了 直接围杀过来 东博雪英心中 已经记下了远处 那一块大石上的图案 内心受到触动 不过此刻 还是施展枪法 对付这些雕塑战士 在索戒塔内 她可丝毫不敢隐藏实力 第一时间就显现出了三尊虚戒身体 也催发了大混动真力 一时之间 威士凶猛地迎接那些雕塑战士 最先杀来的一名 手持长棍的战士 猛然挥舞长棍 看起来威士似乎很是内联 一尊虚戒分身的长枪刚刚迎上 长枪和长棍碰撞下 虚戒身体便直接被轰击的倒飞开去 倒飞的同时 周围其他的雕塑战士也来围杀 那虚戒身体来不及防守 就被一斧头一大锤 给轰击的完全崩溃 雕塑战士们从四面八方围攻过来 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 虚戒身体一个个溃散 东摩雪营的本尊 还穿行虚戒 竭力逃窜 甚至和虚戒分身切换 可是也仅仅坚持了三个呼吸的功夫 一刀穿过虚戒 劈中东摩雪营 看似寻常的一刀 威势完全凝聚 灌入体内 就算是万劫魂原身第三层 身体也同样瞬间炸裂 东摩雪营意识脱离 在密室内 盘膝坐着的星蓝衣袍的东摩雪营 睁开了眼睛 有些不敢相信 输得也太快了 这些雕塑战士实力也太强了 任何一个攻击都远在我之上 我的身体保命很擅长 可却扛不住他们的兵器攻击 不对啊 这些雕塑战士 不管有哪一种兵器 施展的似乎就是大史上的 那种秘术啊 再来 随后 东摩雪营催发手中令牌 意识再一次被裹挟着 降临到了索戒塔的 第三百五十一层世界中 广袤世界 无数雕塑一动不动 当东摩雪营降临之后 雕塑开始渐渐苏醒 东摩雪营一飞冲天 飞到高处 环顾四面八方 刻意寻找之下 东摩雪营很快发现了 其他有着图案的大石 立即一个个记下 而这个时候 雕塑战士们 个个迅速围杀过来 东摩雪营 也是和三尊虚切身体 一同联手 同时先对付一个雕塑战士 上一次输得太快 也让东摩雪营明白 一旦雕塑战士们 全部围过来 自己压根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 所以 得赶紧在一开始 就全力以赴 先对付一个 那雕塑战士 刀锋怒斩之下 也没什么异象 仅仅是刀锋 一闪而斥 仅仅一个照面 接连两尊虚切身体 都重创溃散 而东摩雪营本尊 和剩下的最后一尊虚切身体 却是趁机 一枪出招 一个施展的 乃是混动碾压 另一个施展的是 星辰陨灭机 长枪枪杆都扭曲旋转 带着星辰陨灭的虚影 一枪擦着 雕塑战士的刀背 刺在他的胸膛 他厚重的甲铠 振插了一下 隐隐都有了裂痕 另一杆长枪则是怒抽在 雕塑战士的背部 雕塑战士被抽得抛飞开去 却丝毫无伤 什么 不但攻击强 身体防御都厉害成这样吗 杀 短暂的交手 其他更多的雕塑战士 汹涌围了上来 东摩雪营几乎瞬间就被淹没 靠着虚界身体 切换 拼命苟延残喘 努力观看这些雕塑战士们的攻击手段 却也仅仅撑了五六个呼吸 就再度背灭 没错 这些雕塑战士不同的兵器 却施展同一种秘术 秘术威势极大 使得他们一招一拭 看似普通 却威力 比我任何一招都强得多 这秘术 隐隐有混动神心的韵味 看来 在这一世界修行 应该就是有助于掌握混动神心了 东博雪营脑海中 有师尊 血刃 神帝传下的讯息 都是指点他修行的 分别是 混动神心 和世界神心两部分 世界神心 且罢了 他观看一遍 却是完全都懂了 因为他早就掌握了世界神心 所以 他更多的心思 还是细细体会师尊 对混动神心的指点教导 一边体会 另一边 则是在所借他的第351层中 进行战斗 随着时间流逝 他也从众多大使上 终于搜集全了这一门秘术 他这才发现 那些雕塑战士们 仅仅施展的 只是秘术的一部分 并没有将秘术真正的威能 发挥出来 如果完全发挥出来 自己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 而仅仅只是施展一部分 且还和东伯雪英 近身搏杀 这让他更加近地感受 这一门秘术 战斗 就是学习的过程 如果说在所借塔第351层世界的战斗学习比较吃力缓慢的话 那么第95层世界可就截然不同了 这是一片繁茂的森林 森林中 东伯雪英看着周围 无数的参天大树中 有着一尊尊雕塑战士 这些个雕塑战士们也在苏醒 同样在参天大树中 也有着一块块大石 大石上有着诸多图案 玄妙无比 杀 雕塑战士们完全苏醒了 最先一名雕塑战士 一踩大树 化作流光飞扑而来 同时手中的长鞭挥舞处 长鞭飞过长空 却一下子形成了千百条长鞭虚影 完全笼罩东伯雪英 让他逃无可逃 杀 又有一名雕塑战士杀来 他瞬间拔剑出轿 妖翼的剑光直接划过长空 仿佛绕纸柔一般 剑光扭曲飞舞 也同样缠绕向东伯雪英 杀 又一名雕塑战士挥舞着大锤 大锤远远猛然砸来 大锤所砸之处 产生无数黑色气流 无数黑色气流 也笼罩向东伯雪英 缠绕过来 所有的雕塑战士 进阶可以远距离进攻 无数剑光纵横 刀光肆虐 幸好每次同时出手的 仅仅只有十位 东伯雪英还能勉强一搏 这第九十五层雕塑战士防御不算强 勉勉强强杀死了一个之后 仅仅支撑两个呼吸 就因为无所不在的束缚 逃都逃不掉 迅速毙命 夏族世界 红石山内 这一门秘书 东伯雪英仅仅连续进入了 第九十五层世界十二次 就完全记下了这一套秘书 甚至已经开始参悟 逐渐学习 只是在索戒塔内 他依旧伪装成完全不懂的样子 毕竟太快就学会 实在是太虚假了 容易被看破虚实 现在还不是暴露世界神心的时候 谨慎起见 暂时也无需告知师尊 最安全的秘密 就是只有一个人知道的秘密 虽然很相信师尊血刃神帝 可是敌人是时空倒的 时空倒 血刃神庭 万神殿 这是三方彼此有着仇怨的势力 彼此争斗一直都是有的 暗杀刺杀 甚至大能者厮杀 这都很常见 时空倒一方的大能者 杀死血刃神帝一个内门弟子 这是芝麻大的一点小事 如果能杀死血刃神帝一名侵传弟子 时空倒一方反而会颇为得意 因此还得谨慎点 等我掌握混动神心 那时候就是二重天戒神 那些大能者也不可能一念就击杀我了 能杀我的也就是师尊 时空倒主 万神殿主他们几个了 到了万神殿主 时空倒主他们这一层次 是不屑降低身份对付一个小字辈的 唯一需要小心的是其他大能者 大能者一念感应 便是躲在物质界都能够一样击杀 东伯雪英躲在哪都没用 躲在师尊血刃神帝门下 也是没用的 好 慢慢来 东伯雪英是很有耐心的 他如今前途无量 又不着急 自然得一步一个脚印 这踏踏实实 谁都无法撼动他 影响他 先去这门秘书吧 东伯雪英独自站在大树下 红色树叶飘荡 手持一杆长枪 开始缓缓施展枪法 体会秘术奥妙 渐渐的长枪周围就有一丝丝气流环绕 气流充满韧性 便是巍峨高山也会被这一丝气流给搅得粉碎 只见一丝丝气流开始弥漫周围 无数气流开始浮散出红尘岛范围 无数气流纵横上一里 气流涌动环绕之下 如果是在索戒塔 恐怕那些雕塑战士瞬间就被绞杀粉碎 东伯雪英掌握世界神心这么多年 他根据世界神心也自创出一整套秘技 其中就有领域类秘技 世界牢狱 以镇压困敌为主 而如今从索戒塔学到的 源自于一门绝学的零散一部分构成的秘术 却让东伯雪英看到了另外一个方向 此时东伯雪英盘膝坐在大树之下 长枪放在膝盖上 静心参悟 只见红尘岛周围纵横上亿里的 无数气流越加凝裂 仿佛一条条龙蛇在交错飞舞 白衣东伯雪英的体内 内世界 估计广袤 上亿里范围的世界 虽有大地 森林 山川 河流 沙漠 草原 植物 可却没有任何生物 在这世界的高空中 却有着无数黑暗水滴 构成了庞大的乌云 这就是大混动真理 在这片浩瀚陆地的地底深处 有着火红色力量在汹涌奔腾 这是东伯雪英最根本的力量 借神力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288集 在无数借神力的中央核心 无数符文汇聚构成了模糊的立体图案 大量借神力经过转化之后 则化为一丝凝炼的气流 这秘术很实复杂 我对完整世界神星感无极深 甚至都创出一整套秘技 竟然修炼都如此困难 在地底深处 隐隐显现了东伯雪英的巨大头颅虚影 他在盯着这立体图案仔细观看 时间不断流逝 那立体图案越来越清晰 无数符文不断整合 精妙结合 仿佛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 足足持续了三年多的时间 立体图案终于完全清晰了 这是一个黑色球体 无数符文最终构成的 就是一个很小的黑色球体 看似普普通通 实则玄妙异常 这一门秘术 要比寻常借神级秘术要玄妙的多 单单入门都如此艰难 海量火红色神力经过黑色球体转化 转化成了一个很小的黑色球体 无数的黑色球体连接成了一条条锁链 长长的黑色锁链 彼此碰撞纠缠 练成了 大树之下一座三年多的白衣东伯雪鹰 此时站了起来 只见一条条黑色锁链 从它身体周围飞出 无数条黑色细长锁链 纵横肠空 东伯雪鹰伸手抓住了周围 无数锁链中的一条 锁链冰凉 韧性十足 这些锁链如果缠住对手 就算挣脱 无数锁链也会继续缠绕束缚 在锁链束缚下 就算是我的本尊 恐怕也只能发挥出五成实力 这从第95层世界学会的神秘秘术 师尊也没说名字 我看 就暂且叫做世界锁链吧 这一秘术 和我自创的秘技世界牢狱一结合 完全可以让威力更强啊 世界锁链 是和大混动真理相似 都是戒神力转化成的一种力量 大混动真理 使威力大 更蛮横 而世界锁链 则更为擅长束缚 东伯雪鹰自创的世界牢狱 原本是调动世界之力 以极为玄妙的方式 层层叠叠进行镇压束缚 这创出来的操纵世界之力的方式 就是秘技 世界牢狱了 如今我完全可以用世界锁链 来进行镇压束缚 操纵世界锁链 来施展世界牢狱 唯能要比之前更大的多 有锁链的牢狱 才是真正的牢狱啊 大哥白沙成主 自创出恐怖的秘技 烟灭白沙 虽然外界都说 是结合戒神级秘术创出的 恐怕 也是结合锁链塔当中的秘术 再耗费精力琢磨 最终创出 方才有那般大的威势 烟灭白沙一出 一般三重电戒神 都是重伤而逃的 不逃硬拼的 也只能发挥出部分实力 因为原本早就自创出秘技 如今只是以锁链 来施展这一秘技 根据锁链花费了 三百年时间进行改良 东伯雪英便创出了 新的秘技 世界牢狱 如今这一门领域秘技一出 哗哗哗无数黑色锁链 精妙结合层层叠叠 东伯雪英估计 一重电戒神陷入这世界牢狱中 有一些逃跑手段的 或许还能够保命 那些逃不掉的 在这世界牢狱之内 能发挥出两三成的实力 那也就不错了 只可惜我近战也很弱 世界神心在领域方面最为擅长 结合索谢塔秘术和自创领域秘技 最终形成的绝招 才强横成这样 单单论近身战 东伯雪英估计 自己和那些掌握开天神心 混动神心的一笔 恐怕也就是对方一半战力 不过创出了世界牢狱 那就不一样了 每个一品神心都有其厉害之处 就看能否发挥得出来 广袤的血刃神庭 此时在殷实别院内 在廊道上 东伯雪英碰到了攻风世界 东伯师弟 师姐 你拜入师尊门下也已八百年 至今都还未掌握一品神心 总觉得还差一些 师尊审帝陛下 是认为东伯雪英千年内就能成的 可现在都八百年 还没成的 师尊对你颇为喜爱 你可别让师尊失望啊 师弟明白 去吧 忙你的事吧 告辞 东伯雪英当即离去 朝索戒塔方向走去 这个东伯师弟 看起来修行也挺认真 可是师尊的判断 应该不会出错 除非 东伯师弟表面上认真 师尊修行上很是谢的 如果正因为败了师尊 就修行谢的 那就太可笑了 公风很瞧不起那些个实力低微的 实力强且有前途的 他才稍微客气一二 其他同门他都瞧不起 血刃神庭 隐秘的地底深处宫殿中 巨大的赤红色铜炉 约莫有十万里高 铜炉内火焰熊熊 即便在铜炉外温度都无比炽热 周围空间虽然加固过 可依旧隐隐在扭曲 这里的温度炽热程度 一般四重天界神都会被焚烧成灰烬 在赤红色铜炉的前方 正盘膝坐着一个巍峨身影 他盘膝坐着便高数万里 暗红色的衣袍 一双毛子正盯着着赤红铜炉内的火焰 要知道铜炉外温度都恐不成这样 铜炉内的火焰那就更恐怖了 怕是不亚于太阳星最深处了 此时在铜炉内 火焰中隐隐有一丝黑色力量闪现 只有布置下法阵 再靠宇宙铜炉 才能偶尔短暂形成这一丝力量 到底如何才能真正掌控施战 我在毁灭一道 到底哪里还欠缺 是人 你已经得到宇宙铜炉 也创出了法阵 铜炉内也偶尔短暂形成那一丝力量 薛人你能够日日观看 细细观摩 时空岛主 万神殿主 他们一个个想要更进一步 恐怕都摸不到方向 薛人 你现在已经看到这力量了 一旦突破 那就真的是更高一层次 将真正无敌 完全凌驾于他们之上 拼了老命夺取这宇宙铜炉 也是值得的 对了 薛人 我得提醒你 你说那个东伯雪英为图 已经一千年了 他没掌握一品神心呢 薛人 你之前 不还信誓旦旦地和我说 说什么我不会看错 被打脸了吧 丢脸了吧 我就说嘛 别太自信 未来未曾发生 一切皆有可能 他还没掌握一品神心 看来我高看他了 他恐怕不值得我栽培 好了 不提他了 说着 血刃神帝继续观看着 宇宙铜炉内的场景 观看那恐怖火焰 汇聚下 偶尔形成的一丝黑色力量 努力从中 窥伺规则奥妙的运转规律 寻找到自身突破的希望 哦 看来 神帝已经不再关心东伯雪英了 唉 可怜的小家伙 薛人神帝骨子里是很冷酷的 活到如今 神帝经历太多 看过太多 生生死死太平常了 他收过的弟子也很多 这些门内弟子 记名弟子等等 都是最近数十亿年内收的 毕竟不成大能者 能活的时间是有限的 不是战死 就是本尊神心溃散 或者投胎 漫长岁月 神帝收过很多弟子 想收便收了 不想收便是一品真一抄 烦都滚到一边去 值得栽培就好好栽培 觉得不值得栽培 直接都懒得看一眼 甚至直接抛之脑后 因为都不值得他花费一点心思 他堂堂血认神帝 时间精力可是很宝贵的 就算是他最成功的两个弟子 清君 古葬帝君 他也是给了他们机缘道路 任其发展 他懒得管 他更多心思 还是在自身修行上 这也是 他能够站在神界最巅峰的缘故 他骨子里更重视自身实力 至于所谓的血认神庭 他反而不太在乎 甚至他弟子清君 判出血认神庭也是他默许的 因为弟子有自己的道路 他虽然懒得管 但是还是很欣喜 看到弟子成长强大的 枪欲范围 甚至管理疆域 都是他麾下的 前宅帝君等人负责 一脉相成 明明只差一步 血认神帝伸出右手 掌心有毁灭电芒闪烁 血认神帝抬头盯着宇宙铜炉 看着铜炉内熊熊火焰中 偶尔闪现的一丝黑暗力量 索戒塔第351层世界内的秘书 东伯雪英至今都没能练成 混动神心自然也还没掌握 在东伯雪英的洞府之内 下族众神灵们正在议论纷纷 当东伯雪英从外面走进来时 他们一个个连忙走上来 哎呀 太狠了 一点面子都不给 这之前我们还能去隔壁园子逛一逛 今天竟然将我们打了出来 东伯 虽然从规矩上说 我们在殷实别院活动范围 只能在这洞府以及那一条走廊 可实际上 隔壁的院子 一般内门弟子的仆人随从 都是可以进去逛逛的 可是今天 我们却被院子处的侍卫给打了出来 东伯 那侍卫敢这么对我们 难道陛下对你不满了 对呀 东伯 发生什么事了 有些小麻烦 没事的 雪英 到底怎么了 连一个侍卫都敢这么对付我们的人 可能是我修行上让师尊有些失望 你放心吧 没事的 你自己小心 也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东伯师弟 东伯雪英一听 连忙朝外走去 东府门口正站着灰衣冷漠女子 攻风师姐 攻风师姐 以后好好管教你的人 仆人随从什么地方可以去 什么地方不可以去 早就告诉过你们 幸好擅闯的不是境地 若是一些重要境地 那就直接处死了 师弟明白 毕竟从严格规矩上来讲 的确是我们的人违背了规矩 只是之前大家都是默许的 英识别院就是攻风师姐在管理 现在忽然冷下脸 显然攻风师姐对我已经是很不喜了 也早听说 攻风师姐很是冷力 实力强大 潜力极高的 她还算客气 其他的一律不太瞧了啥 那些三重天戒神的仆人随从 在英识别院内受到的规矩还算轻一些 我之前也享受特别待遇 现在显然没这待遇了 还有 你修行至今两千年都没找我一品神心 如此没用 也没资格让我免除老义 在英识别院内 每千年一次老义 去执行老义吧 是 师姐 老义本该有 攻风师姐让我去 我根本没法咀嚼了 殷石别院后边连绵的群山中 东伯雪英正手持着大斧 在砍着大树 树木高大威额 东伯雪英倾尽全力在砍 可是树木坚韧无比 砍伐小半个时辰 才砍倒一棵大树 一声声砍树声 让东伯雪英的心 却渐渐宁静下来 攻风师姐对她不喜 师尊也再未曾召见 那些同门弟子 有些还算客气 只是背地里议论 有些见面时都冷漠许多 嗨 也没错 这是修行的世界 实力为尊 每年一份酒果 足足千年 又是师尊亲自指点过 又是所借她修行 这样的待遇 两千年修炼 抵得上在其他大能者门下万年了 那些同门弟子们 认为东伯雪英潜力没那么高 自然 这态度就发生变化 斧头砍在大树之上 东伯雪英越加宁静 嘴角微微上翘 他人如何看 是他人的事 只要自己选择的路 一直在前进 那就无需困惑 等到他日我要眼时 无数人又都会客气尊敬了 难怪师尊让弟子们执行劳役 执行劳役时 我全力以赴耗费许久 才砍伐一棵树 这样子根本没法静心参悟修行 可是身体虽然累了些 精神上却很放松 一张一驰 或许对修行更有帮助吧 时间流逝 一年年过去了 一转眼 东伯雪英拜师写任神帝 也已经三千三百年 殷石别院后方的连绵群山中 于静秋 龙山大帝 赤火帝君他们三个 正行走在群山内 四处观看聆听着 在那边 他们三个迅速飞行过去 很快便看到一名 朴素黑衣的东伯雪英 正手持一杆长枪 一枪枪刺在面前的大树上 这些大树乃是血刃神庭 特殊环境下孕育而生 也非寻常种类 就是东伯雪英全力拿着斧头砍 那也得小半个时辰 这么用长枪戳 就是戳一天 大树都依旧异理 长枪一次次戳着 每一次威力都很大 别去打扰他 东伯这次 静山炼枪都已经十年之久 恐怕是有所得 于静山炼枪就是十年 姑又不敢传讯 唯恐打扰他 破坏他的修行心境 他的本尊 如今同样也是闭关 还以为出了什么意外呢 现在知道他在这里就好了 你说 这一枪枪刺在大树上算怎么回事 我看不出有什么用 你当然看不出 你如果能看懂 你就不会只是神级中期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289集 东伯雪英 此时感觉很舒服 他一次次在施展枪法 威势内敛 每一枪都是轰击在大树树干上 当一株大树轰击倒下 东伯雪英就继续去攻击下一株大树 他感觉到自身修炼心境在发生着改变 他能感觉到他在接近他一直想要的 他想要把握住的 所以他不愿意停下 这么多年 他一直参悟着雪人神帝传授给他 关于混动神心的大量指点 一次次体会 加上在锁链塔修炼多年 离突破那一层平静 也是越来越近 自从执行劳逸之后 他就喜欢上拿大树炼枪 这个时候精神更为放松 放松下反而会灵光闪现 这次就是如此 在琢磨锁链塔秘术 一次次攻击在大树上时 东伯雪英忽然心有所感 进入了特殊的状态 他内心维持欢喜 便完全沉浸其中 这个时候施展枪法就是一种享受 每一枪施展都是享受 感觉不对劲就调整 东伯雪英再一次刺出长枪 长枪威势虽然内敛 可轰击在那一株 还算完好的大树上时 却陡然爆发出恐怖的威力 这一株巍峨高大的大树 整个都猛然爆炸开来 化为了无数岁末 这一幕场景 让在远处观看了六七年之久的 于静秋等人是大吃一惊 痛快 东伯雪英眼睛一亮 有一种痛快淋漓之感 仿佛憋了无尽岁月 猛然爆发出来 东伯雪英眼睛放光 周围开始有规则奥妙 汇聚显现 痛快 不顾一切 歇斯底里 彻彻底底的爆发 不同的一品神心 的确是完全不同的方向 我少年时修炼枪法 就追求平衡完美 掌握世界神心 简直是一气呵成 可是这 却成了我参悟 混动神心的最大阻碍 此时 东伯雪英的周围开始塌陷 出现了黑暗混动 黑暗混动在东伯雪英身后 周围都在塌陷 被吞噬 那些打草大树粉末 都被完全吞噬 这是 这 混动神星 东伯他突破了 东伯雪英自身却沉浸在喜悦中 昭闻 道夕 死 死可以呀 真正悟道时是满腔的欢喜 别人说再多 那都是别人的 血刃神帝虽然指点得很详细 可是没用啊 就像血刃神帝为了自己妻子清尽一切 他妻子也最终只是一重天戒神 而且心境很弱 修行 别人可以指点 但是路最终还是得靠自己走 靠自己悟 东伯雪英悟了 便欢喜激动 也明白自己为什么 卡在平静如此吃力 直到今日 才能够突破 不同的一品神心 截然不同方向 世界神心乃是以地活水风为根基 有了生命气息 便可平衡轮转协调 它是平衡的 包容的 海纳百川的 可是混动神心却是截然不同 它是绝对走极端的 世尊也指点过我 我自己也明白自己的问题 可是这种平衡包容的心态 是我少年时就有的 我练习枪法 攻击枪法 防御枪法 等等都要琢磨 为了追求完美平衡 对待别人 虽然内心孤傲 可是表面上 维持最起码的礼节 这一切都是平衡 这种平衡 是发自骨子里的 不是说我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 就能瞬间改变自己的 在沉浸参雾那一门秘术 特别是在用长枪刺大树时 头脑放空 抛弃一切外在影响 破开一切枷锁 心灵空灵 仿佛一张白纸 琢磨索戒塔 第三百五十一层世界的那门秘术 渐渐开始突破瓶颈 才最终突破 那人一刹那 便一切都误了 难怪近身搏杀 世界神心 要比混动神心弱许多 混动神心是从最根本的本质上 就抛弃一切 是彻彻底底的毁灭 虽然截然不同方向 可都达到一品神心 路不同 最终却都有共通之处 这也是掌握多种一品神心 融合起来都很轻松的原因 毕竟 它们都是属于天地规则 最本质的一部分 世界神心虽然是平衡包容 可正因为一切都应该包容 最彻彻底底的毁灭 也该包容 东伯雪莹心中两门一品神心迅速在彼此融合 非常的快 没什么疑惑 仅仅几个呼吸的时间 两门一品神心就自然而然结合为了完美一体 东伯雪莹周围的气息也发生变化 开始蕴含了更深层次的规则奥妙 突破了 东伯 东伯的突破了 于靖秋 龙山大地 赤火帝君他们都站在远处山林中 摇摇地看着 他们看出来 东伯雪莹正在突破的过程当中 都不敢过来打扰 血刃神庭 隐秘的地底电厅中 巨大的赤红色铜炉内 火焰熊熊 在铜炉之外 血刃神帝庞大的身影 正盘膝而坐 观看宇宙铜炉中 发生的一切 不断地参悟琢磨 主人 嗯 什么事 这雄魂声音 乃是整个神庭的气灵 血刃神庭虽然庞大 可的确就是完整的宝物 气灵能够监察 这一座神庭内发生的一切 甚至 如果有谁来拜访 血刃神帝都是禁止手下 擅闯他修行之地的 都是气灵进行通传 气灵才是真正永远忠诚于他的 不过 他早下过命令 没什么足够重要的事 就别来打扰他 主人可以看看你门下弟子 东伯许英 哦 突破了 突破又如何 五千余年才成一重天界神 一般般而已 嗯 二重天 邪刃神帝虽然选弟子眼光很高 收弟子也颇为任性 但他的确一直在收徒弟 像万花燕 就是他筛选后辈子弟的办法 这万花燕 也让许多后辈都有了机会出头 因为血刃神帝很清楚 虽然他现在站在了最巅峰 可实际上 和时空岛主 万神殿主 等好几个存在 都是同一层次的 他正面战斗力强 可是时空岛主 在时空上是最强的 时空岛主要去哪儿 谁都拦不住 所以呢 站在最巅峰的存在们 都有着各自厉害的手段 这个时候 有好帮手就比较重要了 他的弟子清君 普葬帝君 他都花费了不少心思 师徒之情是很重要的纽带 像其他人 比如竹山府主 虽然也是三组之一 可如果竹山府主将来也站在最巅峰 还真不一定和神帝的关系有多亲近 越是强者 就越加不愿臣服 更多是靠感情去影响的 所以 血刃神帝漫长岁月 也收了一批批弟子 可是大多都是兴致来了就收 比如说心中受到触动 就算是天赋差了些 神帝也赐一个记名弟子 觉得 不错嘛 能栽培就栽培栽培 然后呢 就收个内门弟子 可在栽培过程中也会逐渐失望的 因为大多连四重天界神都成不了 真正让他欢喜 看中的弟子实在是太少了 然而现在 血刃神帝就惊喜地发现了一个 天赋极高的弟子出现 什么二重天 血刃 你说什么呢 东伯雪莹本尊神星已经突破 来到那世界演变后 便是二重天界神 什么 二重天 这 东伯小子 不是一直没能突破掌握一品神星吗 怎么一下子二重天界神了 我瞅瞅 还真是 本尊神星已经突破 他才修炼五千六百年吧 这 这 这修行的速度也太恐怖了 我想想 神界 深渊历史上 成一重天界神最快的是 是清君吧 三百年成的一重天界神 成二重天界神 最快的是一个叫绝灭帝君的风魔小子 两千九百年成二重天 只是太风魔 杀性太重死得太早 都没能成大能 成三重天最早的是 飞雪庄主 花费了五万三千年 成四重天最早的是 时空岛主 仅仅仅十八万年多些 除了绝灭死得早 清君 飞雪庄主 时空岛主 都很厉害 我仔细看看他的修行经历 此时 行人神帝的目光 遥遥看向一个方向 浩浩荡荡的微能 开始穿过无数空间的阻碍 甚至强行穿过物质界的阻碍 虽然公开消息中 只有时空神殿 能够突破物质界 轻易时光回流查探 大能者都做不到 可是事实上 突破物质界阻碍是很难 大能者们普遍 都没法在物质界内进行时光回流 然而站在最巅峰的 邪认神帝 万神殿主等一个个亲自出手 还是能够做到的 只有时空岛主最为厉害 都无需亲自出手 仅仅炼制出的宝物 时空神殿 就能够做到 此时 无形的微能 降临在了下族世界 白衣东坡雪鹰 正在红石山内 自己的镜石内 盘膝镜坐 内世界 正在发生着演变 原本上一里范围的 广袤内世界 如今正在 轰隆隆地扩张 陆地 再朝四周延伸 海水 也在澎湃 大量能量 被吸纳进来 进行转化 陆地内 原本都没有空气 森林树木 诡异地不生长 不长高 也不枯萎 可是现在 融入了混动规则之后 树木植物内部 开始了生长 内部无数细胞 在不断地破灭 新细胞再诞生 树木植物不断生长 生长到极致 渐渐又开始枯萎 枯萎后最终 又破土而出 再次生长 整个内世界 都不断发生着 破灭新生 这种生命轮转过程中 也产生了 气体等物质 空气 开始流通 嗯 这是 此时 东伯雪英抬起头 她感觉到 无形的力量 渗透了进来 师尊 东伯雪英 立即辨认出来 这是师尊 血刃神帝的气息 师尊在时光回流 查探过去 发生的事吗 作为物质界领主 东伯雪英 当然发现了 师尊所做之事 穿过物质界的阻碍 血刃神帝 降临的力量 并不算强 东伯雪英 如果愿意 甚至可以强行 将这股力量 排斥出去 可是知道 是师尊血刃神帝 她当然 不敢这么做 这小子 还时间加速过六百年 这么算起来 她九百年成了一重天界神 五千年成二重天界神 虽然没破纪录 这也是一品真意超凡中 排在最前的 清军当初太耀眼 刚出生就是超凡 天赋超绝 还同时就掌握一品真意雏形 接着很快掌握一品真意 三百年就成界神 要知道 在这之前 最快成一重天界神的 也耗费了六百年时间 那还是时空岛主做到的 清军却仅仅三百年就做到了 连时空岛主和万神殿主 等最巅峰存在们都惊动了 他们都抢着收徒 时空岛主妥协了 当初陛下 你可是花费了不小力气 甚至和万神殿主都开战过 最终才收了清军为徒 恭喜主人 贺喜主人 这么轻轻松松 就收到一个好徒弟 万神殿主 时空岛主他们 想要抢都晚了 还早得很 当初绝灭那小子 也惹得神界深渊尽动 深渊的两个主宰 亲自出手 将他抢了过去 可最终呢 杀性太重 太鼓子大 葬了自己的小命 东伯的修行 要被清军和绝灭 稍微慢上一点点 不过我喜欢的 还是东伯的性子 至情至性 却不骄不躁 他曾拜师红尘 应该是担心 黑魔老祖 斩草处根杀了他 所以一直隐瞒消息 甚至在我面前 都没说出 丝毫情报消息 即便因此被其他 其他同门们 吸落 不将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 有足够的耐心啊 因时别远 公风正独自饮酒 冰冷的毛子 看着远处 他本性冷利 对弱者最是不惜 不过对待强者 却乖巧得很 特别是面对神帝陛下 公风乖巧 忠诚无比 神帝用他 也用得很是顺手 去让东伯到我这来 是 师尊 师尊怎么会找东伯 按理说 师尊应该对他 比较失望才对 难道说 东伯都破了 还是 师尊真的很喜欢东伯 所以想要再提点一调 第一次就赐予了 两块灵牌 师尊应该是 比较喜欢东伯的 公风有了诸多猜测 不过 还是立即去寻找 东伯雪莺了 怎么没有啊 公风行走在走廊上 环顾左右 他的领域查探过 殷石别院内并无东伯雪莺 就在这个时候 从殷石别院的后门 走进来四个人 一身朴素黑衣的东伯雪莺 于静秋 以及赤火帝君和龙山大帝 他们四个正一道走来 公风眉头一皱 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东伯雪莺还是神级 并未成戒神 总算出现 还没突破 东伯师弟 静秋 你们先回去 东伯雪莺朝 公风师姐走了过去 她是刚刚神心突破 不过内世界演变 需要大量神经 她不可能傻乎乎的 在群山森林中 就进行内世界演变呢 本是准备回来 洞府的静世中修行 让世界演变修炼出戒神力 没有戒神力 还不能算是戒神 啊 公风师姐 不好好修行 你乱跑什么呀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莺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莺灵主 第二百九十集 师尊有令 让你过去 还不快快随我走 说完 公风师姐转头就在前面走 东伯雪莺摇了摇头 跟着后面走去 想起师尊血刃神帝 在下族世界降临的力量 隐隐明白 师尊为什么召唤自己了 公风师姐走在前面 好歹也是三重天界神 虽然没有转身 依旧能够知道 后面发生的一切 东伯雪莺摇头一笑的样子 让公风感觉到了恼怒 我吩咐你几句话 你还摇头 东伯师弟 你是在挑衅我 师尊召唤 师姐如果有什么不满 戴德见过师尊之后 我们在私下解决可好啊 好 很好 公风师姐也不敢耽搁 神帝陛下召见的事 不过她的确是很恼怒 在整个殷实别院 因为她一直乖巧听话 殷实别院内所事 都是公风师姐在管 所以那些记名弟子 内门弟子们 都得给她面子 在她看来 这个仅仅才神级的东伯雪莺 竟然敢对她不敬 这让她记在了心底 敢在我面前滋哑 公风带路 东伯雪莺跟着 很快就来到了一个 宁静美丽的院子内 此时 暗红衣袍的血刃神帝 正副手而立 默默看着旁边的湖泊 世尊 东伯师弟带到 世尊 暗红衣袍的血刃神帝 此时这才转头 从虚无中忽然飞出来 一个黑鸟 黑鸟站在血刃神帝的肩膀上 东伯小子 不错嘛 隐藏得挺深嘛 隐藏得挺深 什么意思 世尊会言 因为有大仇敌威胁 所以一直谨慎 不错 什么 世尊竟然笑了 这 这怎么可能 我此后神帝多年 很清楚神帝陛下的脾气 是何等能能蒙古好 面对弟子 一般都是面无表情的 连怒气都很少有 更别说微笑 就是万花叶 面对众多大能者 陛下也就面对几个实力相近的 才偶尔露出笑容 寻常大能者 他都冷漠一对的 像上次东伯雪云初思百事 虽然刺下两块另拍 可陛下也是冷漠的 很快就让东伯雪云退下了 都没说几句话 这次刚一开口 竟然就微笑了 到底怎么了 到底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东伯雪云隐藏了挺身 他隐藏什么了 你修行九百年 就掌握一品神心 天资卓卷 却能够凝忍至今 直至突破二双天界神 才泄露 你虽然年轻 很耐心 却很不错 这点 非常好 你现在能够修行突飞猛进 可将来你进阶阶下高深强大 修行陆阶下坎坷时 遇到种种麻烦挫折 就需要耐心了 是 你也很谨慎 很好 修行路 十字能帮得很少 最终 还是要靠你自己 耐心 谨慎 这是血刃神帝自身最出名的两个优点 这也是他最恐怖的地方 或许是在他年少时就擅长暗杀 弱小时就很谨慎 有耐心 所以成长路更是一步步走得踏踏实实的 如今在神界和深渊 可以说 血刃神帝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位 他的血刃酒馆能遍布神界 深渊 物质界的每一处 便可建起手段 黑暗深渊最凶利的深渊主宰 都愿意和他为友 所以 邪刃神帝看到东伯雪莹如此谨慎 有耐心 自然是极为满意的 当初的灭绝帝君 你可听说过 听说过 他2900年就成了二重天妾神 修行速度远在你之上 可就是 太风魔 少了谨慎和耐心 最终 葬送了性命 你当引以为戒 是 灭绝帝君 你当引以为戒 这简直就是将东伯雪莹 和灭绝帝君放一块比去了 九百年成一重天妾神 突破二重天妾神才泄了 谨慎 耐心 这 这 什么时候 神帝陛下这么用心提点 平常神帝这点徒弟 都是一指头点过去 就让弟子滚蛋了 而且 东伯 他二重天妾神 他在修理多久啊 就算一匹争议超凡 一般也是三千年内成妾神 十万年左右才成二重天妾神吧 不 这栋伯雪莹 他就是一品争议超凡 而且 在一品争议超凡中 还很恐怖 以后 你就为我清传利子吧 是 师尊 虽然也隐隐猜到 毕竟作为红石山主人 很清楚自身修行速度意味着什么 不过实在是 神帝收清传 太难得太罕见了 如今这一时代 除了寿命永恒的古葬帝君和清君之外 师尊门下根本就没有清传弟子 我是唯一的一个戒神清传弟子了 拜见师兄 公风 你先下去 是 公风连忙乖乖退去 当离开园子之后 他却满心不安 怎么会这样 董伯学英 他怎么可能这么强 这 这 这怎么可能发生呢 董伯学英身为清传弟子 在殷石碧院内地位之狗 仅次于陛下 不过 对待内蒙弟子 祭明弟子 倒也不可能有神杀大权 可却有诸多刑罚惩罚之权 完全可以叫我必离英式别院 我能够在神殷面前听从调避 甚至负责掌管英式别院 全身还是很大的 比起那些三床天界神的精神侍卫 地位要高多了 我的家族 都因我而兴盛 如果得罪清传弟子 被赶出英式别院 过去我得罪的人 我家族得罪的一些势力 肯定成绩来残 怎么办 怎么办 得想办法晚会 想办法晚会 你为我清传弟子 我也不会偏探水 你同样有机会得到一套绝学 绝学 这一门绝学 它至阳至刚 锋芒无匹 是和清军的绝学 山界相当的一门 和山界同层次的绝学吗 别高兴得过早 绝学传授志 最终能练成什么样 还是看你自身 我们漫长岁月 收的清传弟子也有一些 可最后成大能的 也只有清军和古葬 古葬虽苦苦修行绝学 我传授他的 也不亚于清军 可实力和清军 却差了好一大截 第四明白 清军 我传授他一门绝学 他从藏书屋里又发现一门 他掌握两门绝学 可最后成就最高的 也只是山界 绝学虽厉害 但并非个个都能练成 又或者练得多强大 当然 我给你的也是应该最合适你的 你之前在所借他的其中两层世界 得到的秘书 都是这一门绝学很零散的一部分 这一门绝学 以世界神星为引领 统领其他神星 不过 这一等绝学 不可牵手 你要得到它 还须通过我的考验 师尊 不知道是什么考验呢 很简单 在英史扁院旁边的群山中 有一处关押了一囚犯 你只要将它杀了 便可得到这门绝学 使者这扶牌 只需虽发 就可进入关押囚犯之处 否则任你怎么寻找 都不可能找到 这囚犯也不是那么好杀的 不过 也无需着急 你什么时候杀掉它 什么时候 可以学到那门绝学 是 我需要你的一点血液 说完 一道无形的力量切割在 东伯雪英的手腕上 鲜血 立即迅速飞到半空 东伯雪英也不反抗 到了他们这一层次 流血已经没有任何生命威胁了 最多消耗点能量 仅仅片刻 半空中的血液 多的都仿佛一片小湖泊了 你为我清传弟子 我也会为你亲自打造一件 血炼神兵 血刃神帝一挥手 半空中的仿佛小湖泊的血液 紧接都被收了起来 谢世尊 血炼神兵 选长枪 是 因为修行分身法 两尊身体自然得两剑 血炼神兵 而且这一杆长枪的威力 定然会很大 毕竟 神帝陛下亲自炼制 自然非同凡响 嗯 好好修行吧 等你杀了那囚犯 得到绝血 再来见我 世尊 徒儿告退 血炼 你让东伯杀死那囚犯 那囚犯可没那么好杀 说不定这东伯小子 修行成为三重天界神 才能成功呢 那就三重天界神事 再得绝血 也好磨砺磨砺他 越是天资高者 就越得磨砺 拜你这个师尊 他也算倒霉 血刃神帝没和黑鸟辩解 跟着周围空间微微荡起连衣 血刃神帝和黑鸟就一同消失不见 再度回到那地底宫殿的宇宙铜炉前了 在东伯雪莹的洞府的厅内 夏族一众神灵和于静秋 都有些目瞪口呆 看着眼前这群侍从 因为厅内摆满了奇珍异宝 万花真果都足足摆放了十枚 一眼看去 这些宝物价值之高 让他们个个都有些胆战心惊 唉 别说是他们了 就算是白沙城主来 都会择舌的 你们这是 我们奉陛下之命 为东伯殿下送上这些 难道诸位还不知 东伯殿下 已经被陛下 受为清传弟子了 这 这 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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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清传啊 确实 血运已经突破 这种天资 寻常大能者 受为清传弟子 是很正常的 可是 神界中堪称最强大的 血人神体 他受清传弟子 门槛可高得很 一品真意超凡 都很难成为其清传 这个时候 东伯雪英 从外面走了过来 见过殿下 这是陛下让送来的 还有 殿下有时间就搬迁下 去另外一座洞府 嗯 气息完全收敛 我竟然感应不出 只是隐隐本能地 感觉到无形的压迫 这是血人神体 隐藏的高手 就像陛下肩膀上的黑鸟 深不可测一样 谢谢诸位了 东西送到 我们就告辞了 黑袍老者微微一笑 转身便走 带着一群侍卫 扑松离去 他们这一走啊 这厅内顿时 喧哗热闹起来 东伯 你成了陛下清传弟子 竟然称呼你为殿下 陛下的弟子中 只有清传弟子 有资格被称呼为殿下了 嗯 玄英 你成戒神 陛下就说你为清传 我突破的是二重天戒神 现在也没什么好掩饰的了 而且连攻凤 连那些侍从都知道了 显然 神帝陛下也没打算保密 现如今能够在我弱小时灭我的 也就时空岛主 万神殿主这一级数 而实际上漫长四月中 也没听说过血刃神帝 时空岛主这等站在神界 深渊最巅峰的存在 不顾脸面 去对付小家伙的 他们已经站在 真正最巅峰的高度 就是他们麾下的大能者四杀 他们也是平静观看的 看那个叫攻凤的 在东伯面前 还敢不敢嚣张 他现在哭都来不及吧 东伯太厉害了 东伯雪英 先是一起搬到了另外一座洞府 随即陪着他们百宴庆贺一番 甚至将一些对他们有帮助的宝物 送给他们不少 对亲传弟子 神帝陛下出手不凡 东伯雪英给的也只是 急于少许罢了 就已经让下族众神灵连连拒绝 他们每个分道的宝物都有十万神经之多 再多他们也不肯接受了 季秋 我还需要闭关演变体内世界 除非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否则 谁来都别管 嗯 好 行走在走廊上 公风满心犹豫 我已经走到了关键的茶路口 我得罪了清传弟子 如果东伯雪英要对付我 我根本不可能在这长久地待下去 一旦外界势力都知道 我得罪了雪人神帝清传弟子 并且如今又不伺候神帝了 我们家的势力 一定会受到沉重打击 地位一路清承 我过去做人做事太差 得罪了不少人 恐怕麻烦也会接种而来 他是清传弟子 想他赔理由没什么 低头就低头 只要忍住 忍住 忍忍忍 公风一咬牙 便快速朝远处的洞府走去 他知道东伯雪英 已经搬到新的洞府了 到了洞府门口 门口正是龙山大地 在那儿拿着酒壶喝酒呢 你去传话 我要见东伯师兄 啊 殿下正在闭关呢 谁都不见 你都没去传话 过去我哪里会在乎一个小小仆从 可现在却只能强忍着 以为这是东伯雪英的人 没听见吧 殿下正在闭关呢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二百九十一集 要说这之前啊 公风在东伯雪英面前训斥贺骂 下族众神灵在远处 也都是能看到能听到的 毕竟嘛 都是神灵 视力听力都极为敏锐 他们也都憋了一肚子气 最不爽的公风了 好 告诉师兄 等师兄出关 我再来拜见 公风强忍着说完 转头就走 整个人都快狂暴了 龙山大帝则是冷笑地看着这一幕 随即转身就朝洞府内 去找其他下族众神灵说这事去了 此时在静世之内 香气缭绕 屋顶成八边形 有八根奇异紫色木头为主干 散发着奇异波动 弥漫在静世之内 让人心中空灵 东伯雪英正盘膝坐着 开始演变着内世界 在东伯雪英的石海内 正有着一个小人 盘膝而坐 这小人正是东伯雪英的灵魂 也是他的本尊神心 如今这小人是水嫩得很 颇为可爱 而且气息更为深邃强大 在他周围 庞大的世界虚影也清晰了一些 进阶围绕小人运转 小人似乎这一举一动 都携带着威能 世界为我 我为世界 演变 神海早就开辟 而且早就达到神级的极限 如今随着东伯雪英 本尊神心调动之下 浩浩荡荡的神海 立即开始发生巨变 仿佛开天辟地 万事万物都开始诞生 陆地在延伸 陆地上的山巒在凸起 峡谷在形成 草原上的植被在生长 有着师尊提供的大量宝物 连神经都准备了足足一亿之多 东伯雪英 可以尽情吸收神经 来让内世界演变 内世界扩张 一直扩张到十亿里的范围 这是何等之辽阔呀 如果没有大量的神经 慢慢修炼 吸收外界力量 那所耗费的时间 可就恐怖了 这座庞大的大陆地底深处 汹涌的火红色戒神力 澎湃浩大 戒神力更加精纯 蕴含着世界混动奥妙 东伯雪英的身体 也在迅速变化 万劫魂原身 先是轻轻松松提升到了第四层 大混动真力 也轻松提升到了第三层 按理说 万劫魂原身第五层 大混动真力第四层 以如今东伯雪英的境界 只要稍微琢磨琢磨 多花费点时间 也是能够修炼成的 好了 先出关一次吧 不过 东伯雪英却不愿意再闭关了 因为他估摸着呀 自己的血炼神兵 世尊应该已经炼成了 而且他打算 先去看看那囚犯的实力如何 也好 做一些准备 毕竟 他的秘书 除了在洪石山学的 戒神级秘书之外 在所戒塔 也有两门秘书 一一参悟修行 耗费的时间也挺长 那么先知道囚犯的实力 根据囚犯实力 好针对地去琢磨应对之法 此时静世门开启 东伯雪英走了出去 很快便看到外面 有一名侍女 殿下 夫人夫人 殿下闭关出来了 只见门外一道浅蓝衣袍身影 凭空出现 正是 于静秋 说着 一杆赤红色长枪 漂浮出现 长枪 隐隐有着恐怖的高温 周围空间都有些扭曲 于静秋都不敢用手去碰 不过东伯雪英却觉得发自内心的喜欢 甚至本尊神心都有着共鸣感 来 东伯雪英一招手 赤红色长枪瞬间飞来 东伯雪英抓着长枪 不由得眼睛一亮 好家伙 没想到师尊刚一炼成 就是戒神接上品啊 戒神们的血炼神兵 一般刚刚炼成 都只是戒神接下品 而后呢 需要自己慢慢酝养培育 这血刃神帝出手显然不凡 一感戒神接上品的血炼神兵 可比极品戒神器还要珍贵得多 因为血炼神兵施展时 威力本来就要更大 东伯雪英微微一笑 心意一动 手中的赤红色长枪便凭空消失 已经进入了内世界中 正在内世界广袤陆地的地底深处 在无数火红色戒神力的环绕之下 这一杆长枪悬浮着 不断受到东伯雪英力量的蕴养甚厚 好 以后啊 你就陪我征战神界吧 当天 东伯雪英独自出了阴时别院 来到那连绵群山当中 嗯 在那儿 手持着扶牌 催发感应 东伯雪英立即感应到了方向 随即化作一道流光 迅速朝目标方向赶去 穿行在连绵群山中 她速度也极快 时而变穿梭空间 不断逼近目标 终于 前方荡起了法阵连衣 东伯雪英却没有继续前进 而是站在原地 旁边又出现了一名 星蓝衣袍东伯雪英 要知道 以东伯雪英在神界神心上的造诣 她可是能够一口气分化出 八尊世界身体的 如今那囚犯实力未知 这一次又仅仅只是来摸清对方底细 东伯雪英自然不会真身去冒险 星蓝衣袍东伯雪英抓着扶牌 轻易穿过那法阵连衣 嗯 这个时候 星蓝衣袍东伯雪英面色微变 只见前方却是一片幽暗场景 幽暗的中央 正有一名身影 盘西坐在那儿 她的身上还有着两条锁链捆腹 按照扶牌感应就是这里了 而这里就仅仅只有这一个囚犯 那么他 就是我要杀的囚犯了 终于要杀我了 只见那盘西坐在那儿的身影抬起了头颅 他额头上有着两根尖角 全身有着黑色鳞甲 双手都是如刀锋的利爪 一双星红色眼眸带着冰冷的沙翼 深渊恶魔一组吧 这是黑暗深渊生物 不过 却是一位已经成为戒神层次的恶魔 用黑暗深渊的层次描述 这属于大魔神 你 你一个二重天界神来杀我 真是笑话 哼 笑话 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啊 恐怖的声波以大魔神为中心 朝四面八方冲击 瞬间便充斥在了这一片幽暗区域 这一片幽暗区域都仿佛湖面一样荡漾起来 这声波冲击之下 星蓝衣袍东伯雪莹身体也随着湖面荡漾起来 开始扭曲 他连忙转身猛地甩出手中扶牌 扶牌嗖的一下飞出了法阵连衣范围 而星蓝衣袍东伯雪莹紧跟着身体便 砰 完全扭曲粉碎 大魔神冷笑地看着这一幕 随即闭上眼睛 默默盘膝坐在那 法阵连衣外 东伯雪莹的真身有些目瞪口呆 他猜到囚犯的实力可能很强 所以还小心地派遣世界分身过去 可哪成想啊 紧紧一声赤鹤就震碎自己的世界身体 幸亏反应够快 如果动作慢点 连扶牌都差点跌落在那 挥不来了 紫现东伯雪莹一招手 扶牌便落在了手中 这实力也太厉害了 绝对是三重电戒神 说不定在三重电戒神中都不一般啊 就算被囚禁束缚着 要杀他也很难呢 师尊是什么意思 不会让我憋到三重电戒神 才能得到绝学吧 看来 要杀死这位囚犯 我必须得全力以赴了 随即东伯雪莹转头 就迅速离去 在下足世界 红石山的一个境室内 必须得时间加速百倍了 这等幅度之下 虽然无法参悟天地规则 可研究秘书秘技并无问题 我必须得将我的实力提升到了极致 这境室内的时间流速立即开始暴涨 甚至能够感觉到天地规则都有些扭曲 不过还好 如果再快的话 那就不太适合修行了 在百倍时间下 白衣东伯雪莹开始静下心 参悟琢磨 首先就是得将万劫魂原身和大混动真力 这相对容易地先提升起来 其次才是索戒塔秘书和自创秘技 毕竟后面要更加艰难 必须全方位提升起来 否则东伯雪莹根本就没有杀死囚犯的信心 一身朴素黑衣的东伯雪莹 从连绵群山中飞回 沿着近处的殷石别院后门走了进来 东伯师兄 拜见东伯师兄 在后门处 正有着一群内门弟子 记名弟子们主动迎接 他们大多都是一重天二重天戒神 为首的也就是两名三重天戒神 三重天戒神 在面对东伯雪莹的时候 也都是恭恭敬敬喊一声师兄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 修行五千年就成二重天戒神 要不了多久 东伯师兄就会赶上他们 甚至超越他们 而且神帝陛下亲传弟子 一般可都是掌握绝学的 绝不能以正常的戒神去看待 诸位怎么在这 师兄如今贵为清传弟子 我作为师弟 自然得得贺席 我们已经准备了宴席 师兄你的一些亲众好友 也已经去入席了 哎呀 没想到这个东伯雪莹 竟然如此厉害 简直是在神界历史上 都能排在前列的那等绝世超凡 将来前途无量啊 之前冷漠于他 不知道他心里有没有记恨我 好吧 前面带路 当初东伯雪莹隐隐忍 未曾暴露实力时 这些个同门们 有些是背地里议论 有些呢 也冷漠些 东伯雪莹心中也很清楚 对自己好的 自己自然也会和对方亲近 至于记恨 这倒不至于 因为这些同门弟子啊 除了攻风 曾三番五次喝斥怒骂之外 其他弟子还没这么卑劣 在电厅之内 东伯雪莹在众同门簇拥之下 自然坐在了主位 在他身侧就是妻子于静秋 随即众同门们才一一入座 师兄 东伯师兄 此时殿外赶紧走了一大群同门弟子 个个连连行礼 这为首的便是攻风 哈 攻风此刻那是满脸的笑容啊 东伯师兄 我们一直在镇门苦苦等待 没想到师兄 却是从后门进来 和我们错看了 未能迎接师兄 我的 真是惭愧 惭愧 攻风师姐如此吹捧凤筝 真是难得啊 诸位都入座吧 谢谢师兄 东伯师兄如今贵为亲唇 他日成就大能者也有望 师弟别无他物 只能送上这点薄礼 恭贺师兄 这两颗丸石 乃师弟偶然得知 对于本尊神心颇有些妙用 坐在靠后的一位 二重天戒神的记名弟子站了起来 他右手手掌出现了一个盘子 盘子上放着两颗奇特的黄色石头 他递给了身后的侍女 侍女连忙接过 迅速从后面行走 送到了靠近东伯雪莹的一个条岸上 东伯雪莹眉毛一线 祸 明皇神石 这两块就价值五百万神经 这出手够大方的呀 这个记名弟子师弟呢 记得是叫 哦 浩慧接神 师弟也有些薄礼奉赏 顿时呢 有其他记名弟子一一送上礼物 礼物如果够重 一般还会略微介绍 不过这些记名弟子实力较弱 特别是那些个一重天戒神们 想要送重礼也送不起 或者舍不得 雪莹 你这些师弟师妹 礼物可都挺重啊 他们和你是同门关系 如今又送上重礼 将来 如果求到门上去 一些小忙 恐怕也拒绝不得 如果是一些小事 帮帮同门也没什么 至于大师 那就得好好思量了 对于同门们而言 他们估摸着呀 以东伯雪莹修行的速度 呈四重天戒神 估计百万年就能成了 对戒神而言 这是非常短暂的时间 身为陛下侵传的四重天戒神 拥有绝学 实力滔天 又是物质界领主 东伯雪莹将来的地位 是绝对会在 摩雪国主 安海辅主他们之上的 这种将来的一方大霸主 现在赶紧抓紧机会 送上礼物 套点交情 否则将来这点礼物啊 东伯雪莹是压根看不上的 这礼物呢 是一个一个挨着送 既名弟子送完 内门弟子送 先是二重天戒神 再是三重天戒神 而攻风呢 一直等到最后 才站起身 微微笑着 甚至都有了平常难得的几分 女人味 姿态呢 也放得很低 东伯师兄 师妹也准备了些礼物 这是源自月亮星的 一枚极品的寒星石 这是黑暗深渊的一位 恶魔君主 死后留下的恶魔之心 这是 仅仅五件 加起来 却近一亿神经 其他同门弟子 加起来 也才和他差不多 一来啊 是攻风地位高 常年积攒的宝物足够多 二来 他是真的怕被撵出殷石别院 正在这个时候 殿外忽然走进了一名 黑袍老者 身后还跟随着两名三重天 借神护卫 攻风 奉陛下令 从今天起 你就无需再担任 殷石别院的管事了 不当管事 那不就没理由再去见神帝 和其他那门弟子相比 也再无特殊之处了吗 是你 不 雪英 是你在十尊面前告证的 对不对 啊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句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二百九十二集 我不就是小小的得罪了你吗 你竟然这么狠 哼 谁让你一直隐藏实力 你若是不隐藏 我岂会这样对你 哼 臣清传弟子又如何 我好歹也是三重天剑神 在雪人神庭内的阶位 更是第四阶位 我的宝 你也没资格得到 这公风是愤怒无比啊 他却忘了 如果东伯雪英公开暴露 被红尘圣主的敌人 黑魔老祖一念击杀 他难道能赔命吗 这公风一翻手啊 手中长盘消失 哼 的确 公风在雪人神庭内 阶位颇高 就算是四重天剑神 都不能随意打杀 东伯雪英的确奈何他不得 大家送上宝物 都是因为知道 东伯雪英恐怕要不了太久 就是神界的一方超级霸主 你说的没错 是我告诉师尊 让你丢了管事的位置 是你 果真是你 哼 你如此张狂 算是冒犯我了吧 我 内门弟子冒犯清传弟子 当严惩 就赏他一百鞭子吧 殿内包括黑袍老者身后 一共有四位戒神侍卫 迅速上前 围住了公风 个个都是三重天戒神 殷石别院 较为特殊 这里的戒神侍卫中 达到三重天的 都有好些个 你 你敢 拉下去 东伯雪英 已经懒得理会公风了 他本不喜欢 乱七八糟的事 可却恰恰遇到 这等人 在自己面前蹦的 东伯雪英 也不会留情 走吧 公风健身 你不会想要反抗吧 公风看着东伯雪英 眼神中满是怒意 却不敢反抗 鞭形啊 每一鞭子 都是痛彻灵魂的 东伯雪英 压根就没将公风当回事 他更为重视 自身的实力 更想要得到大能者们 都想要得到的 那一门绝学 也就是能够运气好 成为血刃神帝的 亲传弟子 这才有机会 得到一门绝学 否则想要学到一门绝学 那真是太难太难了 在他看来啊 实力强大 产生的权势影响力 才是不可撼动的 像公风那种 仅仅靠官职 拥有的权势 说没就没了 当然了 许多戒神 已经无法再前进一步 这个时候 谋求更高官职 这也没错 东伯雪英的本尊和分身 都分别在红石山 和血刃神庭 殷石别院内 进行修行 都是百倍时间加速 全力以赴的参物 万劫魂原身 轻轻松松 就修炼成了第五层 保命能力 发生质的蜕变 相信 再去见那囚犯 也不至于 仅仅一声怒吓的 声波冲击 就身体溃散了 大混动真力 也修炼到了第四层 力量上暴涨 索戒塔学到的 两门秘术 一门叫 世界锁炼 简称锁炼术 另一门 被东伯雪英 简称为 大力术 这一门大力术 和戒神级秘术 大混动真力 有许多相似之处 都是以 混动神心为根基 不过玄妙程度 却还要更胜之 都是擅长力量的 这一门索戒塔的 大力术 和大混动真力 是同一类的 而且更强 所以 大混动真力 就此可以放弃了 此时在内世界 庞大的陆地上空 有一片巨大的乌云 这乌云就是 大混动真力的 水滴构成的 这一片乌云 只会随着消耗 越来越少 因此被东坡雪莹放弃了 而在旁边 还有一片 更加浩荡的乌云 这一片乌云 汹涌澎湃 内部 有着无数黑蛇 在流转 这便是 大力术 大力术和大混动真力很像 都是将戒神力 转化为 一滴滴水滴 不过大力术的水滴 构成的 并非是 一条条水流 而是精妙结合 形成的 一条条黑蛇 又仿佛黑色鞭子 使得它迸发出 更强的力量 单单论力量 大力术 比第四层 大混动真力高 一倍 还要多一些 有了大力术 我应该能威胁到 那囚犯的生命了 不过 还得在 规则奥妙上提升 创出更厉害的秘技 首先 是领域类秘技 由锁链术 结合形成的 世界牢狱 成了二重天戒神 这秘技 自然得进一步 提升完善呢 在殷实别院的 静室内 盘膝而坐的 黑衣东伯雪莹的 身体周围 有着无数条 细长的黑色锁链环绕 黑色锁链 遍布整个静室 不断地游走 锁链 瞬间攻击 某个方向 彼此层层叠叠 缠绕束缚 而这座 静室内 也一直维持着 时间百倍加速 作为神帝亲传弟子 庆室条件 比红石山那边 还要更好 这一修炼啊 就是足足三千年过去了 当然 因为时间加速百倍 外界正常时间 也就才三十年 殷实别院旁的 连绵群山中 朴素黑衣东伯雪莹 飞行穿行 面色平静 闭关中三千年时间 让他将秘术秘技 都提升到了 短时间的极致 想要再提升 恐怕威能也有限了 这一次我前修三千年 将规则奥妙 也利用到了一个高度 而且有所借塔的 两门秘术配合 我想 应该有些希望吧 东伯雪莹很快看到 前方荡起的法阵涟漪 她眼中闪过一丝杀意 拼尽一切 必须攻城 手持扶牌 直接进入到 法阵涟漪内 进入之后 前方是一片幽暗 昏昏暗暗 甚至都没有其他生命 只有远处中央 被两条锁链 捆覆着手臂的囚犯 那囚犯盘膝坐在那 低垂着头颅 此刻却缓缓抬头 看向东伯雪莹 她的面部 都是黑色鳞片 一双星红眼睛 满是压抑着的怒意 又是你 陪我滚 和上次一样 恐怖的声波 瞬间冲击周围幽暗区域 周围一片区域 就仿佛湖面一样 荡漾起来 东伯雪莹这里呢 也荡漾起来 只是在荡漾的时候 朴素黑衣东伯雪莹的身体周围 开始出现了无数的黑色锁链 黑色锁链 也是同样迅速蔓延 顺便 笼罩了整个幽暗区域 这黑色锁链坚韧无比 这怒吼的声波根本无法摧毁 无数锁链笼罩之下 声波微能 也急去衰减 当冲击在已经达到 万劫魂原身第五层的 东伯雪莹的面前的时候 更是不值一提 嗨 别说大大衰减 就算没有衰减 如今的身体 也不是这声波能够摧毁的 有点意思 只见了大魔神抬起头 扫视周围 无数戏场锁链密密麻麻 遍布在每一处 彼此碰撞 发出金属声音 这些黑色锁链 也都在大魔神身体 周围游走 就是不束缚缠绕 小子 你真是来杀我的 我被你们神界折磨这么多年 也早就受够了 我也在等着你们杀 可是你们一个小小的 二重天界神就来对付啊 未免太可笑了吧 我是来杀你的 不过我很好奇 你黑暗深渊的大魔神 怎么被囚禁在这儿啊 也不怕告诉你 谁让你们神界太仁慈 那么多星辰上无数生命 过着平和的生活 我要修炼雪海魔神 就要屠戮无数生命 黑暗深渊 每一处都有灵处 每一层世界都有君处 所以我就越界 进入神界了 神界浩大 随便躲在一处地方 想要找到我 可不是容易失 我大死屠戮 大死杀戮 无数血肉魂魄被我吞噬 血海渐沉 可惜 正当我计划着该撤退时 却被四重天界神给发现了 真是不走运 不过 既然我赶来神界就做好了准备 只是没想到你们大能者 竟然出手灭我本尊 囚禁我一尊分身在此 不就是屠戮了几个星域的生命吗 对整个神界算什么 怎么样 小子 是不是很愤怒 来呀 来呀 新冠动手 东伯雪鹰冷漠地看着 他也懒得多说 幽暗区域中 开始出现一尊尊 星蓝衣袍的东伯雪鹰 足足九个 星蓝衣袍东伯雪鹰 算上本尊一共就是十位了 这也是东伯雪鹰在世界方面成就更高 如今能够显现的世界身体自然达到了极致 拥有了足足九尊 真身和九个世界身体分散在不同方向 各个手持长枪盯着那盘膝坐着的大魔神 杀 之前在大魔神身边游走的无数黑色锁链 瞬间层层叠叠 无比玄妙地缠绕束缚上去 将那大魔神完全包裹得严严实实 九个世界身体手持长枪 瞬间围攻上去 大魔神囚犯盘膝坐在那儿 是一动不动 嘴角还有着冷笑 任由无数黑色锁链缠绕束缚着 一杆杆长枪从不同方向刺来 都沿着黑色锁链刻意留下的很微小的缝隙刺了进来 每一尊星蓝一袍东伯雪鹰都施展了大栗树 体内滚滚力量汹涌澎湃 枪间刺在大魔神身体上 大魔神体表的黑色灵甲表面都溅起了火花 枪间怒刺之下仅仅留下一点白痕 什么 如今我实力全方位提升 特别是索切塔两门秘书在身 自问在二重殿剑神中也算是顶尖了 竟然都破不开只大魔神的灵甲 世尊的世尊 你选的囚犯也未免太厉害了吧 小子 这点实力就别白费力气了 是吗 只见远处的黑衣东伯雪鹰手持着一杆赤红色长枪 赤红色长枪陡然一旋 便划过长空带着玄妙威士直接刺向大魔神 这赤红色长枪乃是血刃神帝炼制的血炼神兵 被东伯雪鹰起名为赤云 也是为了纪念当初的赤云山世界 纪念下族的那群好友们 也是为了提醒自己 即便是站得再高 也不可以忘记本心 赤云枪威士迅猛 在划过长空接近大魔神时 却陡然消失无踪 再一次出现时 赤云枪已经进入了大魔神的体内 这并非是极点穿透 而是世界奥妙的运用 世界为我 我为世界 无所不在 只见大魔神双臂猛然一用力 无数的锁链直接崩断 他大笑地看着远处的黑衣东伯雪鹰 他胸口处被刺入赤云枪 可是一股恐怖的力量在排挤着 东伯雪鹰竭力都压制不住 长枪直接被排挤出了伤口 伤口迅速愈合 丝毫无损 我修行的乃是雪海魔神 虽然算不上圆满 却也达到极高层次 雪海魔神深如雪海 你自我灵驾和自我体内并不区别 如果不是我被囚禁在这无法挣脱 我早就随手拍死你了 小三 根本生不了 还是快快给我滚开 别来烦我 雪海魔神 刺你灵甲和刺入你体内并无区别 很好 那我就刺你灵甲吧 我也感觉到 虽然刺入了大魔神体内 也刺破了一些体内器官 可是连任何一个粒子都没能粉碎 粒子都没碎裂 也就是说 这大魔神连一丝能量都没消耗 修炼成不死之身 只要粒子没被粉碎 那都是杀不死的 只有粒子粉碎消耗能量 才有望杀死啊 长枪瞬间就化作一道旋转的赤红色漩涡 周围都隐隐有世界塌陷破灭的场景 这乃是东坡雪英创出的 穿透性最强的一招秘技 大魔神被两根锁链捆覆住手臂 依旧冷漠地站在那 挡都不挡 任由那赤红色漩涡化作一点 直接刺在了他的胸口 只见 胸口的鳞甲瞬间粉碎 露出了里边的肌肉 长枪刺入肌肉内 这才停下 紫色的血液从伤口流淌 你竟能伤我 大魔神的伤口不算大 可那鳞甲包括部分肌肉 都是完全粒子粉碎 消耗了能量 如果是正常情况下 他自然不拒 可他现在被囚禁 体内戒神力被封禁 连一丝力量都无法外放 本尊神心都被压制得 无法调动领域 他唯一的战斗方式 就是靠着身体近身搏杀 能量损耗 他只能靠血海磨身 蕴藏的生命力去补充了 他的生命力虽然强横无比 可如果不断地消耗 终究会被消耗殆尽的 哼 我还真以为都伤不了你呢 显然 你还没那么厉害 好 受死吧 顿时 九个星蓝衣袍东泊雪鹰 同时冲上去 幽暗领域内 无数黑色锁链也出现 缠绕束缚 影响大魔神的动作 滚开 此时的大魔神再也不敢 大大咧咧身体硬扛了 只见他一挥手 无数笼罩来的黑色锁链 进阶粉碎 九个世界身体同时挥动长枪 施展出的乃是威能最强的秘技 长枪挥动 就仿佛一个浩瀚世界压迫过来 如果呀 仅仅只是一个世界身体攻击 那也就罢了 足足九个同时施展这种威能超强的招数 合力起来 足以媲美三重天戒神的威能了 只见 两根锁链捆腹 大魔神根本无法躲开 他能活动的范围 就是锁链允许的那一小片十余米的范围 此时 九杆长枪从同一个方向怒抽在他身上 大魔神直接被抽得双脚离地 紧紧倒飞出七八米 就被两根锁链给拽得停在了半空中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祖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祖 第二百九十三集 这黑衣东坡雪英却是趁机一枪 赤云枪再度带着世界塌陷破灭的威势 刺在了大魔神的后背 后背的灵甲立即炸裂粉碎 出现了伤口 该死 别挣扎了 挣扎也没有用 伴随着东坡雪英的声音 九个星蓝衣袍东坡雪英再度狂攻 无数黑色锁链再度来影响 这世界身体的兵器终究不如赤云枪锋利威势强 可是如果是力量型的碾压 却是差距没那么大 一杆杆长枪怒抽 抽得大魔神身形也不稳 毕竟双手难抵九条长枪 而且还有无数锁链干扰 九尊世界身体进行干扰 影响创造机会 真身则持着赤云枪 赤云枪纵横树里 一次次趁机怒刺在大魔神身上 让大魔神一次次受创 我修炼雪海魔神有所成 在三重天界神中都是站在顶尖的 可是 可是因为本尊神心被压制 戒神力被封建 且还被囚禁 竟然被一个二重天界神的小子 在这边欺负 你竟然逼迫我 那就来吧 此时大魔神疯狂了起来 他的腋下竟然开始生长出了一条条手臂 最后化为了八臂 大魔神站在原地挥舞着八条手臂 却是轻而易举 就挡下了九杆长枪了 他虽然无法调动戒神力 可是单纯魔神的力量 手臂挥舞速度也是快得很的 一时之间 任凭东伯雪英如何攻击 即便是赤云枪攻击过来 大魔神也能够轻易挡下 他也不再傻乎乎的硬碰硬了 凭借规则奥妙 精妙地挡下一招招 东伯雪英偏尽全力 想尽了办法 可是耗费生命力 多生出六条手臂的大魔神 已经能防得滴水不漏了 任凭东伯雪英 用尽任何招数都无法撼动 至于世界牢狱锁链 或许对二重天戒神的威胁很大 看了都得色变逃窜 可是大魔神随手一击 就能震碎无数锁链束缚了 怎么办 我还能怎么办 大魔神八条手臂 在抵挡九尊世界身体的攻击的时候 非常随意 直接随手拍指 毕竟 九尊世界身体 可没有血炼神病 还伤不了大魔神 大魔神只需要用心挡住 赤云枪即可 一时间 任凭东伯雪英如何攻击 再也伤害不了大魔神丝毫了 你无法掉通戒神力 多生出六条手臂 耗费不少生命力吧 对 是消耗生命力 我被关押在这里无法补充力量 所以每一份生命力我都得省着点 可是你逼我 逼我这样 虽然多伤出六条手臂 消耗生命力不少 可是如今现在我只需要维持即可 维持所需生命力极少 我的血海魔神撑上一亿年 并不难 大魔神并没有撒谎 因为我自身也是二重天界神 即便无法吸收外界力量 强大的身体完全能存活很久 紧紧维持多生出来六条手臂 一亿年应该很正常 可是 这一亿年 我恐怕早就成四重天界神了 黑衣东伯雪莹转身迈步 穿过了那荡起的法阵涟漪 而周围的其他九尊 星蓝一袍东伯雪莹 个个宛如泡沫般消散 无数黑色锁链 也进阶消散归于虚无 目送着东伯雪莹离去 这大魔神的眼中有着怒意 上次她是蛮不在乎的 可这次被逼得生出六条手臂 每一条手臂都有磷甲肌肉骨骼 这可是血海磨身的手臂 强悍异常 每一条手臂消耗的力量 都是非常非常的大 六条手臂生长出来 她体内潜藏的力量 就被消耗了近半 她现在只能维持着 如果收起手臂 等下次再生出 会有许多力量损耗 她有感觉 这个二重天界神 不会轻言放弃的 血刃神庭 隐秘地底的大殿之内 巨大的宇宙铜炉内火焰依旧熊熊 此时血刃神帝 盘膝坐着 观看着宇宙铜炉 要有强大的实力 就得有大的耐心 血刃神帝很清楚 要跨出那一步是何等的艰难 这一步的艰难程度 要比四重天界神 成为大能者的难度 还要高得多 可是一旦跨出 她血刃神帝 便将是无可争议的最强者 完全凌驾在深渊的 那三位主宰 时空岛等他们几个之上 不过血刃神帝也清楚 他们个个都想跨出那一步 血刃血刃 东伯小子修行了锁戒塔的两门秘书 就去和那囚犯交手了 差一点点了 那个囚犯生出六条手臂 如今一共有八臂 全力防御 东伯小子根本杀不了他 你这个当师尊的太狠了 真要逼他成三重天界神 才得到绝学 得逼一笔 本就天赋极高 内心充满傲气 这傲气 得压抑啊 磨一磨 虽然东伯雪英这个例子 算脾气很好的了 可能有大成就者 哪一个内心没傲气 是傲气 得磨一磨 打磨星星 我如今要从宇宙铜炉内 掌握更高层次的力量 一次次失败 无数次的失败 甚至都做好了千亿年万亿年的准备 千亿年万亿年都不焦不躁 不求他和我一样 但毕竟一旦焦躁 心不定 根本无法参悟 被师尊故意打磨的东伯雪英 正有些苦恼的从后面群山飞回了殷师别院 师兄 东伯师兄 嗯 师尊能够定下这一考验 如果轻而易举就能成功 那考验的意义就不大了 我和这囚犯交手 如果他不生出六臂 我完全能耗死他 不过现在他生出六臂 那我就得更强 不单单是真身要更强 世界身体也要更强 世界身体也要能威胁到他 仅仅真身要更强些 大魔神凭借境界完全能够防御一下 如果九个世界身体都能伤到他 大魔神要挡可就不容易了 可是 要让世界身体威胁更大 那么必须创出更厉害的秘籍啊 东伯雪英也不急 如今的实力已经是短时间能够提升的极致 想要再提升 所需的时间也要长得多 他呀先陪妻子于静秋一同吃喝闲聊 雪英 玉儿和青瑶也早成神了 他们两个孩子总不能一直待在红石山内吧 就算为了安全 他们有分身法 他们也可以和我们一样 让分身进入神界闯的 我的想法是任由他们在神界闯 他们的实力还是弱了一些 凭借戒神经秘术也媲美神机巅峰了 不弱了 你当初八岁时就是雪英领领主了 也对 在红石山内我也放任他们冒险 虽然麒麟红石一直暗中保护 可我的儿女并不知道暗中有保护 所以也早有魔力之下 也能独挡一面了 这样吧 我如今在努力对付后山的一名囚犯 一旦击杀囚犯 我应该就出师了 如果短时间能成 到时候我也会像戈白师兄 贺飞云师兄他们都送出物质界 到时候自然一并将玉儿清摇也送出来 可如果短时间我无法突破 也会送他们出来的 对了 静秋 我怎么很少看你修行啊 你修行天赋也不错 我还想你想来成为戒神呢 谁说的 我本尊在红石山不是经常修行吗 分身在这神界 自然得经常体无天地 一个时间加速修行 一个体无天地 这一张一驰 这样才更好 我感觉你在红石山修行都不多啊 静秋 在修行上可别切怠 境界若是太低 都活不了太久的 那些神奇巅峰的神灵 一般也就在一亿年左右 就守不住本心 本尊神心就开始溃散了 我明白的 知道你守不得我 嗯 各种邻国宝物 东伯雪英 也把许多给了妻子 作为红石山的主人 他的宝物还是很多的 毕竟 红尘圣主死后遗留的宝物 都归他了 只是如果自身不努力 那如何能够成为戒神呢 洞府 静室内 香味弥漫 黑衣东伯雪英 盘袭而坐 身前漂浮着无数符文 无数符文迅速凝聚 最终构成了一个完美的黑色球体 这就是锁链术的根本神印 当然 已经达到锁链术第二层境界 锁链术和大力术境界都有六层境界 一重天界神 有望练成第一层 二重天界神 有望练成第二层 东伯雪英早就练成了 旁边无数符文凝聚 形成了一滴黑色水滴 这是大力术的根本神印 东伯雪英看着面前悬浮的一个微小的黑色球体 和一滴黑色水滴 对规则奥妙的利用真是匪夷所思 索切塔两门秘书真的很精妙 像大混动真例已经算是很精妙了 可几乎是同样的规则奥妙 构成水滴 最后大力术 威力就是比大混动真例大上一倍还多 就是因为索切塔大力术的水滴的规则奥妙 利用的更加厉害 观这两门秘书 参悟他们的规则奥妙利用之法 借此创造秘技 就像当年 我还是超凡 就是借助大混动真例神印的玄妙 最后创出混动碾压的 同样的道理 光看秘书奥妙 汲取之 吸纳之 而后创造秘技 这是许多强者都会选择的路 不过 都比较难 而且还耗费时间 好吧 慢慢来吧 东伯雪英开始潜心 琢磨这两门索界塔秘书的奥妙 汲取之 欲要创出更厉害的秘技 而在红石山内 白衣东伯雪英也在修行 除了参悟秘技 偶尔也会放松出来走走 参悟天地规则 欲要悟出第三种一品神心 极点神心 再悟出一门一品神心 这可是提升实力最直接的方法了 而且体悟天地规则 和创造秘技 并无影响 因为创造秘技 都是在时间百倍加速之下 转眼之间 东伯雪英 成为血刃神帝 亲传弟子 已经过去了千年 虽然整个神界 各方也都早听说了 血刃神帝 又收了一位亲传 就是万花宴上的 那个叫东伯的小子 甚至还听说呀 这东伯小子 仅仅五千年 就成为了二重天戒神 在神界深渊 整个历史上 都是排在最前列的 许多大能者 也都嘖嘖感叹 唏嘘后悔 没能收到这个徒弟 不过这一切 对东伯雪英的本人 都没什么影响 毕竟他还没有出师 还在血刃神庭修行 殷实别院旁的 连绵群山 黑衣东伯雪英 正划过长空 飞行向目的地 风在呼啸 东伯雪英双眸平静 这是他第三次 前往囚犯所在 第一次 他刚成二重天戒神 紧紧去摸摸囚犯的底细 被一声怒吓 就震碎了世界身体 第二次 他修炼了众多秘书 自创秘籍 可还是功亏 一跪 如今 便是第三次 到了 此时东伯雪英 速度减慢 前方荡起了 法阵连衣 穿过法阵连衣 周围依旧是一片幽暗 那位修行血海魔神的 大魔神 依旧盘膝坐在那 他有着八条手臂 其中两条手臂 被锁链扣着 锁链也镇压着 大魔神的戒神力 以及本尊神心 根本就无法逃脱 大魔神抬起头 一双肩脚之下 星红的毛子 看着东伯雪英 嘴角 微微翘起 你来了 比我预料的还要快 这才过去一千年而已 看你依旧只是 二重天界神 有什么新的仪仗 你很快就知道了 无数黑色锁链 从东伯雪英身体 周围出现 迅速蔓延向四面八方 遍布整个幽暗区域 可这大魔神 却完全不在乎 而同时在大魔神 周围游走的 无数黑色锁链 瞬间宛如一体 缠绕束缚上了大魔神 大魔神和过去一样 略一发力 欲要挣脱 可初一发力 却没能挣脱 这锁链束缚威力 居然增加了这么多 凭此一招 就足以在二重天界神中纵横了吧 不过 许多二重天界神 比如修行极点神仙 修行世界神仙的 都是有穿行逃脱手段的 这世界牢狱是无法真正捆 辅助敌人 更主要的是全领域压制 不管逃到哪里 在我的领域范围内 处处都是锁链镇压 可恶 我因为被囚禁在这里 他无法逃 所以才一次一次的 轻易为世界锁链束缚 此时大魔神全身力量爆发 气息暴涨 八臂一用力 缠绕的无数锁链 瞬间被挣脱粉碎 周围却出现了一尊尊 星蓝一袍东坡雪鹰 足足九个东坡雪鹰 分散在不同的方向 个个手持着一杆长枪 已然攻击过来 长枪划过长空 带着让周围空间 都开始塌陷的恐怖力量 一杆杆长枪 进阶刺向大魔神 大魔神也是挥舞 这八个手掌在抵挡 手掌和枪间碰撞时 恐怖的力量 让大魔神吃了一惊 他被轰击的情不自禁 后退了一步 跟着其他一杆杆长枪 使得大魔神被围攻的 不断移动步伐来泄力 这长枪的威能 已经无法让他站在原地 开始硬扛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二百九十四集 远处黑衣东博雪英 却趁机刺出一枪 长枪威势凶猛 赤云枪瞬间就到了大魔神身后 大魔神连忙挥动一手臂 精妙地 欲要从侧面拍击避让 可是当手掌拍击在枪头上时 他掌心的鳞甲却直接粉碎 枪间略微改变方向 却依旧刺在了大魔神的背部 鳞甲粉碎 直接被刺出了一个大窟窿 鲜血飞溅 你枪法变的 只要能杀你 就是好枪法 黑衣东博雪英在远处狂攻 赤云枪纵横树里 划过长空 威势滔天 另外九位世界身体 攻击威势也同样狂暴 足以让大魔神的鳞甲碎裂 不过 却还没到粒子粉碎的地步 可也能够改变其身形了 而大魔神却是分出了三条手臂 来防御东博雪英的赤云枪 至于其他九个虚解身体的攻击 他主要靠五条手臂来抵挡 有时候宁可用身体硬扛一两下 想要杀我 就算我被封尽了本尊神心 被封尽了戒神力 也别想杀我 一时间 大魔神身体鲜甲不断碎裂 看似伤势挺重 只是鲜甲化作水流迅速愈合 根本没有实质性的伤害 无数黑色锁链也来缠绕束缚 如今锁链威力更大 每次都要挥掌全力拍击 也影响大魔神的抵挡防御 幸好 幸好他世界身体的枪法威力 还无法让我受伤 该死如果不是被完全封建 甚至只能在小范围内 都无法躲开 我哪里会这么惨 如果能全力以赴 我三两招就能拍死他了 凭借这两门秘技 如我所料的 威力还是差一些 那就用最后杀招了 只见 黑衣东伯雪鹰 九名星蓝衣袍东伯雪鹰 他们的枪法同时一变 长枪划过惊人的弧度 撕裂摧毁一切 长枪次来时 让大魔神都为之一惊 他隐隐感觉到了威胁 这是他和这个二重天戒神交手 第一次感觉到了威胁 那长枪次来时 显现一切都在破灭的场景 这一杆长枪 仿佛就代表了毁灭 一杆赤云枪 以及另外九杆长枪 各个代表着 让人心计的毁灭 必须挡住 大魔神甚至分出了四条手臂 全力以赴先去防赤云枪 这赤云枪乃是血炼神兵 又是戒神戒上品 威势明显要强上一大劲 只见大魔神四条手臂 挥舞时都产生了时空幻影 从侧面 四条手臂几乎接连 或者拍 或者拉 让赤云枪硬是变相 没能刺中大魔神 可是在黑色锁链的影响之下 另外九杆长枪就没那么好防了 足足五杆长枪 刺中大魔神 大魔神的身体粉碎 出现一个血窟窿 瞬间 大魔神的身上便满是鲜血 世界真身 也能伤我 大魔神 你死定了 受死吧 在不同的方向 十个东坡雪鹰都在狂攻 黑色锁链一次次纠缠束缚 大魔神怒吼着嚎叫着 一次次摆脱黑色锁链 努力去抵挡 可是如今 每一枪威势都极为强大 赤云枪的威势更是恐怖 必须得分出四条手臂 才能勉强防御住 毕竟大魔神 赤手空拳 连兵器都没有 他的鳞甲 根本不足以抵挡任何一杆长枪 鳞甲粉碎 肌肉撕裂 骨头断裂 大魔神的伤势极重 怎么可能 你才二重天界神 就开始创造这样的毁灭秘籍 请这还让你成功呢 都是你逼的 大魔神被十个东坡雪鹰围攻着 黑色左链束缚纠缠着 想他堂堂大魔神 领域无法使用 戒神力无法使用 连兵器都没有 甚至还在两条锁链捆覆着 只能在十余米范围内活动 非常的憋屈 身上的伤势越来越重 无数鳞甲粉碎 身上一个个血窟窿 每一个血窟窿要恢复 那都是消耗生命力 这样的消耗实在是太快了 大魔神也知道 自己要败了 要死了 可他还是不敢相信 东坡雪鹰却是丝毫不留情 疯狂地攻击着 一千年吗 这时间百倍加速 那就是十万年 参悟锁链术的根本神印 耗费三千多年 完善了领域类秘技 世界牢狱 在面对二重天戒神时 这一领域类秘技的威胁很大 可对于三重天的大魔神 也只有干扰之效了 参悟大力神的根本神印 耗费超过六千年 自创了擅长力量的招数 被东坡雪鹰启名为天地破 追求的呢 就是极致的力量 不过东坡雪鹰还是没把握 并且因为他偶尔也参悟天地 琢磨极点神心 世界 混动 极点 正是一个世界毁灭的场景 一座庞大的世界 开始毁灭塌陷 化为混动 混动 最终塌陷 化作最后一极点 这极点 便是万事万物 一切的终极 不过这一极点 也是一切的起始 将会再度演变成一个世界 极点神心 这还没悟出呢 不过 却让东坡雪鹰 有了一个野心 我何不将整个世界毁灭 荣于一招呢 要说呀 正常戒神们修行 一般都是以一门世界神心为主 就像东坡雪鹰吧 以世界神心为主 先融入混动神心 将来还打算融入极点神心 时空神心 因为是以世界神心为主 东坡雪鹰掌握的规则奥妙 也偏向于世界 创出的秘技 更是以世界为主 其他神心融入进来 为辅助 这样来说 创造秘技是很轻松的 可是呢 大能者们掌握完整天地规则 他们创出的秘技杀招 一招之内就能包含整个天地规则 威势恐怖无比 像这种包容 尽量多天地规则 而且发挥好 这才是最强的秘技之路 像四重天界神 他们也逐渐能够出类旁通 感知诸多神心 虽然卡在最后一步 无法成为大能者 不过 四重天界神们 一般个个都会创出恐怖的杀招 包容尽量多的天地规则 甚至其中威力大的 因为天地规则配合得好 秘技之强 甚至比普通大能者还要强一些 这同样的材料 做出的菜 水准可不一样啊 大能者普遍创出杀招 强于四重天界神 可是四重天界神中 依旧有极为了得者 如果说四重天界神们 个个都会创出这样的杀招 那么三重天界神 只有少数能创造成功 一旦创造成功 凭此秘技就能站在最顶尖 像白沙城主吧 他的真正战斗秘技不算强 他唯一的绝招 就是湮灭白沙 这湮灭白沙主要靠的 是他从索谢塔内得到的秘术 以及自身漫长岁月的完善 可是东坡雪莹却不一样 他更有野心 妄图将整体天地规则的毁灭 完全融合在一招之内 甚至在他看来 世界 混动 极点 这三门神心 恰好正是天地规则毁灭的不同阶段 只可惜 如今极点神心未能误出 所以这一招的威势还不够猛 可即便如此 东坡雪莹要创出这一招 也耗费了无尽心血 他参悟天地 成为二重天界神 也仅仅才五千年 在时间加速下 为了完善这一招 却是耗费了近九万年 他闭关时间加速十万年 近九万年都是为了这一招 也是他天资极高 加上世界混动极点 又恰好正是天地规则毁灭的三个阶段 这极点虽然未曾误出 不过东坡雪莹在超凡的时候 就对极点颇有感悟 如今也早就达到了神级极限 有极点的部分触动辅助 近九万年 东坡雪莹才创出了代表天地毁灭的一招 枪法毁灭 此时大魔神的全身已经破破烂烂 生命力已经完全消耗殆尽 身体已经无法再恢复 他的另外六条手臂都开始逐渐崩溃 真没想到 我会死在你手里 会死在一个二重天界神的手里 真不甘心 不甘心啊 沿着大魔神头上的伤口 赤云枪一枪就刺入大魔神的头颅内部 大魔神星红眼眸中满是怒意和不甘 可是渐渐的气息开始暗淡消失 东坡雪莹拔枪 周围九个世界身体也都在消散 世界锁链也进阶消散 我这一招枪法毁灭 想要包容整个天地规则毁灭 不过 还是太粗笔了 如果误出几点神心 这一招才算是有基本框架吧 想要真正大成 必须得成四重天界神 那个时候才能触类旁通 其他没感悟的诸多神心 也会一一感悟 感悟众多世界神心 这一招才能圆满起来 不过 对付一个被封禁被囚禁的大魔神 却是够了 这位大魔神 恐怕论实力都是近呼吁白沙大哥的 如果不受任何限制 恐怕几招我就会被灭 不过那样 世尊也不会拿来给我当考验了 忽然在大魔神尸体的旁边 地面开始逐渐突起升起 东伯雪莹一愣 那突起的地面 足足上升到十余米的高度 层层台阶仿佛塔形 在突起的地面的最上方 却是忽然显现出了一个亮白色球体 这白色球体漂浮着 通体白得耀眼 同时有着让东伯雪莹心惊的锋芒 这白色球体缓缓漂浮旋转 无数锋芒环绕在它周围 它一散出的锋芒 轻易切割周围空间 空间中有无数裂痕 东伯雪莹看着 却有着本能的压迫和恐惧 它能够感觉 白色球体随意的一丝锋芒 别说它了 四重天界神都能够切割吧 东伯走上前去 伸手握住它 诶 师尊 握住 那锋芒能粉碎我吧 不过既然师尊吩咐 我有修行分身法 倒也无所畏惧 东伯雪莹当即 一步步沿着台阶走了上去 随着靠近白色球体 白色球体 一散的锋芒开始收敛 靠在近处 东伯雪莹才能看到 这白色球体表面 隐隐流转 无数花纹 这无数花纹 玄妙莫测 它伸手一抓 便握住了白色球体 顿时 一股恐怖的力量 从白色球体内传递出来 瞬间冲进了东伯雪莹体内 甚至连身体的体表 都出现了一层白色流光 整个人 仿佛穿着白亮色甲铠 站在台阶上的东伯雪莹 一身白色甲铠 气息冲天 散发着恐怖的锋芒 一散的锋芒 肆意切割周围 这是足以让大能者 都忌惮的恐怖力量 而在此时 东伯雪莹脑海之内 却是一片轰落 太好 智阳智刚 无坚不摧 无物不破 在东伯雪莹脑海中 大量玄妙讯息不断涌入 即便是东伯雪莹 本尊神心的强大 一瞬间 也几乎无法思考 完全被无尽讯息淹没 或是一瞬 又或是许久 石海之内 那汹涌涌入的讯息 终于停下 本尊神心 也能够轻松思考了 在浩荡的石海之内 和东伯雪莹 模样相似的小人 正抬头看着上方 上方正悬浮着 一个耀眼夺目的 白色光球 这白色光球 有无数花纹流传 玄妙无比 观看白色光球 让东伯雪莹 有一种观看物质界 规则运转的感觉 作为物质界领主 可化身凡人世界 去窥似 整个物质界规则运转 那是浩瀚的 比天地规则 要繁杂浩瀚 不知道多少 亿万凡人世界 最终构成物质界 而此刻光看着白色光球 却有了物质界规则的韵味了 不愧是让大能者们 都眼蝉渴望的绝学 是能够真正可以越阶的绝学 太好 至阳至刚 无坚不摧 东伯雪莹侥幸啊 在万花宴上 被血刃神帝看中 收为弟子 又仅仅五千年 就成了二重天界神 这才被收为侵传 有机会学到绝学 至于后来辛苦了十万年 创出较为粗糙的枪法毁灭 才成功击杀囚犯大魔神 学到绝学 这反而是其次了 毕竟 这只是早一步晚一步的区别 东伯雪莹露出笑容 走下了台阶 随意在旁边空地上 盘膝坐下 就开始先修行这门绝学了 毕竟是血刃神庭 安全得很 这里又是囚牢之内 更加没谁能够擅闯 加上这绝学实在太过诱人了 东伯雪莹干脆啊 先在这修炼 这太好绝学 共分为六篇 一重天界神 可修行第一篇 二重天界神 可修行第二篇 依此类推 每一篇呢 共分四转之境 一转为入门 二转为小城 三转为大城 四转 四转 方为圆满 作为绝学 修行起来也是非常艰难的 能修炼到大城 那就算是很厉害了 想要真正修炼到四转圆满 实在是难 就像古藏帝君也是拥有绝学在身 可是至今也没资格名列三族 像清君同样修行绝学 却堪称血刃神帝 时空倒主这一层次之下的最强者 这就是修行绝学的区别了 还像那位竹山辅主 他只是四重天界神 以仗绝学却是名列三族之一 他也曾教过清传弟子 他的弟子也有走运的 被传授绝学的 可却没谁能够达到他这般耀眼的地步 东伯雪英盘膝而坐 口中一吸 身前地面上摆放着的九颗金色珠子 立即有金色流光 朝东伯雪英口中飞入 他的悟性本就极高 五千年能成二重天界神 这是何等厉害 又花费了足足十万年 去琢磨秘技 创出如今还算粗糙的枪法毁灭 可是威能已经颇大 可以说对于规则奥妙的理解利用上 东伯雪英在二重天界神当中 都是最顶尖的行列 他修行第一篇自然是轻轻松松 可是修炼第二篇时 却感觉到了吃力 太号以世界神心为主 我在下族世界就掌握了世界神心 世界奥妙是我最擅长的 可修行起来依旧吃力 他对规则奥妙的利用 简直匪一所思啊 比戒神级秘书高明太多太多 难怪凭此学学可以越阶而战呢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二百九十五集 越阶 这是非常非常难的 二重天界神都是横扫一重天界神 三重天也是能够横扫二重天的 像那囚犯如果不是被封禁镇压 几招就能灭了东博雪英 同样的 四重天一样能够横扫三重天 反而大能者和四重天界神的实力差别 没那么大 因为四重天界神几乎掌握了完整的天地规则 只是差一步就能够大成 所以四重天界神中能够匹敌大能的 反而较多 这九颗金色珠子 名叫金煞精 内涵金煞锋芒之力 正是修行太后所需 是写任神帝赐予东博雪英的宝物之一 不过 这九颗珠子内涵的金煞锋芒之力 也仅仅能够第二篇修行圆满 等到将来 东博雪英成为三重天界神 就需要自己去寻找宝物了 是的 绝学和戒神级秘术有一个明显区别 就是需要借助外力来修炼 修行了一夜 东博雪英睁开了眼睛 挥手收起了九颗珠子 这太后学学真是难啊 折腾了一夜都没能练成三转 东博雪英起身之后 忽然体表飞出无数白芒 白色光芒纵横交错 或者蜿蜒飞行 锋芒无皮 这白芒正是修行太后练成的太后之力 像当初锁链术和大力术 都只是太后绝学的零散一部分 学了绝学 那两门秘术自然无用 白色太后之力 纵横交错 锋利无皮 便是三重天界神 都会感到威胁 太后之力在体内运转 东博雪英猛然一拳砸出 空间被轰击得层层叠叠 一路碾压过去 让这片幽暗空间都在震颤 威势之大 还在那囚犯大魔神之上 当然 那位大魔神 因为本尊神心被封禁 界神力也被封禁 仅仅凭借肉身力量 自然要弱得多 可东博雪英 如今一拳之威 就如此之强 显然足以匹敌三重天界神了 如果能练成三转 就足以在三重天界神中 称雄了 东博小子 别显摆了 修炼完了就赶紧过来 赶紧过来见你师尊 哦 是 东博雪英略有些尴尬 自己在这试炼招式 看来那黑鸟看得清清楚楚了 跟着 他便笑眯眯地迅速穿过了法阵连衣 穿梭过连绵群山 迅速回殷石别院了 殷石别院 宁静的园子 邪刃神帝正副手而立 这是他平常见弟子的地方 东博雪英从园门外走了进来 当即行礼 师尊 嗯 练了一夜 练得如何了 第二篇前两转都很轻松 可第三篇折腾了一夜 总感觉差一点 唉 本以为耗费了十万年 创造秘技 积累 够浑厚 谁想连三转都没练成 按照太浩的讯息 正常情况下 一转入门都很轻松 二转就比较难 可悟性只要不错 多花费时间 琢磨琢磨都能够练成的 悟性高的 更是能够短时间练成 三转 极难 悟性高的才有望练成 四转嘛 几乎不可能练成 要练成 一般也就两种可能 真是悟性极为妖孽 另一种 就是境界提升 就像一重天界神 怎么都无法将第一篇四转练成 可如果成了二重天界神 自然就轻松练成 第一篇四转了 你悟性颇高 能杀了那一头魔神 估计 多花费点时间 三转可成 既然得了太后绝血 也是该你离开 自立门户的时候了 血刃神帝眼眸中忽然射出两道虚影流光 进入东坡血鹰的眼睛之内 大量讯息迅速传递 这次传道主要是极点神心和时空神心 以及成为大能的一些许提升 虽然讯息也很庞大 不过相比于上次 不过相比于通坡血鹰已经是二重天界神 本尊神心要强得多 仅 crowds 仅持路 yan更红射cal 迟谤着想法 Geez Das 冬波血鹰 连忙跪下败谢 受绝血 传天地规则感悟 这恩德真是太大了 谢世尊 你出师自立门户后 我也不会时常指点你 一切就靠你自己 修行之路终究要靠你走 对你而言 成四重天界神都不是难事 难的是跨出那一步 超脱于时光长河 所以切记不可吸收信仰 弟子明白 吸收信仰 信仰虽是助力 却也是因果 因果缠身将很难摆脱束缚 真正超脱 四重天界神有些实力媲美大能 大多都是因为因果束缚无法挣脱 最终将沉沦 你家乡下族世界 所对应的区域 应该是安海府东狱吧 是 师尊 安海府 你有权招募一支轻卫军 暂定四千人额度 唯一二级军团级 战船甲凯以及军需官 都会随你一同出发 你麾下轻卫 则由你自己圈圈招募 是 师尊可真是大方 真是丝毫不计较流言蜚语啊 官阶 第三阶位 这代表什么呀 整个安海府 论官阶 只有安海府主 比他高 正常情况之下 一般四重天界神 才能获得第三结尾 显然 作为神帝亲传弟子 这官阶被陛下定得很高啊 去吧 以后一切 要靠你自己去闯了 不管什么后果代价 都得你自己承受 切记切记 切勿毁掉自己 是 弟子告退 东伯雪英跪拜磕首 随其起身离去 写任神帝默默地看着 他虽然是神界深渊 最巅峰的强者之一 可是在指点弟子方面 他能做的并不多 修行上指点了 传授绝学了 宝物也赐予足够多了 至于其他 他真的没办法 他不在乎东伯雪英 惹出多大祸事 他写任神帝 也没什么好怕的 可他担心 东伯雪英 止步于四重天 毕竟 这漫长岁月 他教导弟子 也就才出了 两个大能者 雪人 这东伯小子 有他自己的路 他之前没厉害 是尊指点 都能这么厉害 有你指点 他定会前途无量 雪人神帝 很快收敛情绪 他习惯了冷静 漫长岁月 太多人物崛起过 受到关注过 可最后经历 时光冲刷 还活着的 可并不多 他也只是希望 这个天资 还不错的东伯 能够超脱呀 当天 君须官就来拜见 君须官 是一位二重天戒神 名叫 曲成戒神 颇为合计 他在恭敬行礼 殿下 战船以及 甲铠等军须之物 我都已携带 其中战船五艘 甲铠五千套 诶 五千套 不是四千人额度吗 哦 四千人是亲卫军 亲卫军内 军官还有数十位 将来或许 还会出现一些折损 所以提前备好 哦 亲卫军乃二等军团 二等军团士兵 应该就经历秘术改造吧 此次我将亲自招募士兵 自然会在安海府 冬域招募 到时候 如何让他们 神体秘术改造呢 殿下尽管放心 我被安排为军序官 自然一切 我都能安排好 这秘术改造 我进阶通晓 所需物资也全部带着 足够五千名士兵 进行身体改造 而且陛下对殿下 很是重视 殿下的亲卫军 将接受的是 青龙军的秘术改造 改造之后 任何一个士兵 单单身体 就能达到神级极限 再穿上特制甲凯 更能发挥出 戒神门槛的实力 这仅仅是 单独一个士兵的实力 如果军团行动 以此力量联为一体 威力更是强大 据我所知 二等军团 士兵经历过秘术身体改造 即便穿上甲凯 个体实力 一般都是神级极限 要知道自己当初修行 万劫魂元身第三层 也就是戒神门槛的力量 当然 也是因为万劫魂元身 主要是保命 并非是进攻战斗 可这青龙军改造 显然属于其中 较为厉害的改造了 很好 不过有一点需要告知殿下 如果仅仅神体进行秘术改造 随便一个神灵都是可以的 可是一旦需要战斗 要催发甲凯上的神闻 最低也是需要神级后起 否则境界低了 根本参悟不透神闻 无法催发 那样就会影响整个战争 我明白 下座众神灵 虽然得到我给予的许多奇珍 实力也进步不少 可是达到神级后期的 也只有半数 不过也罢 反正可以五千名士兵 进行身体改造 下族众神灵加起来 也就一点点 仅仅过了两天 东伯雪英就带着静秋 带着军须官取成戒神 以及下族众神灵们 一同乘坐着一艘深青色的 豪奢的星域非洲 离开了神庭 星域非洲 最低都千万神经 不过东伯雪英 这一艘星域非洲 却是成为亲船弟子时 神帝亲自赐予 颇为珍贵 星域非洲 穿行在时空通道中 速度极快 东伯雪英 站在船头 那也是意气风发 自己当初 刚出下族世界时 只是一个小人物 如今 却已经官为 安海府 东域巡察室 亲卫军四千 更有绝学在身 很快 前方出现了亮光 那是时空通道的尽头 飞出去 外面便是一片星空 星空远处 几乎同时 有一道身影出现 正是 白衣东伯雪英 当然 这仅仅只是一具 戒神力分身 白衣东伯雪英 一挥手 旁边立即出现了 一个个身影 波维帅气的东伯玉 颇有些霸气的 东伯青瑶 后袍青年 哥白师兄 依旧 星红披风少年 贺飞云师兄 以及绿发飘飘的西威 如今 也是他们该进入 神界的时候了 后袍青年 哥白师兄 看到前方虚空中 飞出来一艘 豪奢的星域非洲 不由的 眼睛一亮 这星域非洲 一看就很不乏 怕是得价值上亿神金 抱歉 我俩就是亲近保 我都买不起 这么一艘新域非洲 东伯师弟 可是陛下亲传 五千年就成 二重天界神 你就别羡慕了 一旁的白衣东伯雪英 见状便转头离去 刷了一下 便消失不见 直接回归物质界 从神界 回归物质界 是非常简单的 当然了 这是对物质界领主而言 只要一个念头 勾动夏族世界 夏族世界就能吸引它 将它吸过去 一般都是眨眼的功夫 就能够抵达夏族世界 可是这一次 却出现了意外 白衣东伯雪英 看着周围模糊的空间通道 同时一股浩瀚 微能降临 笼罩在了她的身上 这是 是物质界的意志吗 就像夏族世界 仅仅一个凡人世界 就有它的运行规则 它呢 也有一些本能 会排斥外来者 包容土著 无数凡人世界 构成的物质界 它是规则更加森严 也有一些最基本的本能 这种本能啊 就是物质界的意志 像黑暗深渊 也有深渊意志 生活在物质界内 就必须遵循物质界的意志 物质界威能 开始渗透向随身携带的红石山 我得放开红石山的封锁 物质界威能 将它的意志传递过来 如果不遵循物质界规则 恐怕物质界 都将会将我这个领主 给排斥出去的 东伯雪英 立即乖乖放开封锁 任由物质界威能 渗透进红石山 可是紧跟着 两道身影瞬间被扔出了红石山 排斥出了物质界 跟着物质界威能 迅速退去 在神界的星空当中 东伯玉 东伯青瑶 西威 戈白 赫飞云正在这 忽然又是两道身影出现 正是有些狼狈的 赫飞云和戈白 星域非洲此时已经停下 两个赫飞云 两个戈白 都看着从星域非洲上 飞下来的东伯雪英和于静秋 这两位师兄 都修行有分身法 东伯师弟 怎么把我们给扔出来了 怎么回事 我还在闭关修行 就被扔出来了 父亲 我先 你们两个先等会 两位师兄 不是我将你们扔出来的 而是物质界规则 将你们扔出来了 物质界规则 物质界领主 携带的洞天宝物 如果带进物质界 内部是禁止 携带戒神的 我也是刚知道 啊 还以为一个分身留在里面 也绝对安全 当初红尘师尊扔出红石山 那个时候 红石山又并无主人携带进去 物质界威能 也无法强行进入红石山内部 所以你们才能一直在其中 如今我炼化了红石山 在我带着红石山进入物质界时 物质界意志便降临 查探了一次红石山 我猜只要带洞天宝物进物质界 都会遭到查看的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音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音灵主 第二百九十六集 那我们怎么办 红石山能够时间加速修行 可是外界就没这么好条件了 算了算了 这也没办法 总能一直在红石山内吧 那两位师兄 现在打算怎么办 你们可都是一本尊一分身 要么都跟随我去东玉城吧 也好 既然两个身体都出来了 一个回趟我家族 另一个就跟随东波师弟你了 不过我研究法阵所需一些材料 恐怕还需要徐弟你帮忙了 嗨 小事 走走走 我们赶紧上非洲 出发去东玉城 东国雪英 有亲卫军四千 写任神庭 每年都发放足额的薪水 哥白 贺飞云两位师兄的修行所需 不值一提 安海府 东玉城 也是巍峨庞大 一颗颗星辰和它比起来 就是点缀而已 蜿蜒河流游走在星空 长万亿里 蜿蜒环绕整个东玉城 这东玉城 论规模之大 在安海府内仅次于府城 和其他三座玉城相当 今天 在东玉城的城门口 却是有着大量士兵 排成一排排 在众士兵的最前方 却是一位位戒神们 三重天戒神就有足足八位之多 二重天戒神们 更是一百多位 今天安海府东玉 各方势力几乎到齐了 我们这位监察使面子可真是大呀 我记得我来上任的时候 迎接我的只有一半吧 我没别的意思 我们这位监察使东博殿下 乃是陛下亲传 阶位更是第三阶位 安海府内只有府主比他高 我都低他一头 莫君主 在这的三重天戒神才八位 还少了一位呢 是少一位 那一位可真是傲气 竟然硬是不来 他和东博殿下 可是结下仇怨 我以为他会来化解呢 没想到快真没来 有气有气 如隐妹妹在知道东博殿下被陛下收为清传 写五千年就成了二重天戒神使 不知道脸色怎么样啊 如今整个安海府冬裕不管是闭关的还是在外冒险的 三重天戒神都已经赶来了这里来迎接 唯有一位 独影戒神 他早先时候和东博雪英结下仇怨 东狱的各方势力暗中也在嘀咕 这位独影戒神到时候会不会来呀 东博殿下会不会给他面子呢 不过大家都估计啊 当时独影戒神都要抢走东博殿下的妻子 给他侄子蹂躏了 这等奇耻大辱 东博殿下如此身份 肯定不会忍呢 嘿 结果独影戒神干脆就没来 殿下来了 顿时浩浩荡荡众多戒神们都看着远处 远处星空中一艘深青色大船 从时空通道中飞出 碾压周围气流迅速抵达 在那大船的船头上正站着一些人影 东博雪英等人站在船头 看着前方巍峨的城池门外的浩浩荡荡大军 那神界士兵的前方 那一大群戒神们更是不凡 为首的八位个个更都是三重天戒神 东博雪英目光一扫 还真没来 独影戒神怕是知道化解不了仇怨 算他有自知之明 当初独影戒神霸道无比 直接强行抓着静秋走 我当时愤怒之下都要联系赤火老祖 直接拜师大能 请大能者出手了 幸好还是大哥白沙成主出手阻拦 独影戒神才没能得逞 若不是大哥白沙成主 若不是我是一品真意超凡 我当时只能看着妻子受辱啊 说实话呀 对于那个颖将军 东博雪英虽然也有怒意和杀意 却反而不及对独影戒神的仇恨重 因为颖将军本身就是一个要封魔的 一个封魔做什么都很正常 可是独影戒神没封魔呀 竟然那般霸道 还是因为当初自己太过弱小 没被对方放在眼里边 哼 你一个小东西也在我面前嚣张 你是物质界灵主又如何 你就是修炼一辈子 又能修炼到什么地步 嗨 这也很正常 毕竟四重天戒神何等稀少啊 一府之地也就一两个 而万花宴千万年就一戒 独影戒神压根就没认为 东伯雪英能够成为四重天戒神 自然丝毫不在乎 可是天道好循环 报应不爽 来得快得很呢 此时星域非洲缓缓停下 东伯雪英 于静秋夫妇以及儿女 旁边就是戈白 贺飞云 西威 君须官取成戒神 还有一众下族神灵 只见东伯雪英心意一动 那星域非洲便消失不见 直接被收了起来 远处浩浩荡荡的一群戒神们 也连忙上前迎接 东伯雪英他们也飞了过去 见过东伯殿下 莫君主 早听闻你的声明了 以后东狱诸多事宜 怕是经常麻烦君主 君主可别嫌麻烦 你我要多多配合呀 一开口就说 经常麻烦我 还让我别嫌麻烦 好家伙 这个监察室 看来是要真的监察 监察室 职责说大很大 如果用心去监察 整个东狱各方势力都会头疼 甚至都会愤怒反抗 说不大吗 也不大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好我也好 这次可有点不妙啊 不过谁让对方是陛下的亲传弟子呢 职责所在 我当然得配合 我安海府东狱各方势力都到齐了 也准备了宴席 为殿下接风 到齐了 我看 毒影戒神没到吗 我家主人正在闭关 之前严令谁都不准打扰 所以殿下担任监察室的事 我家主人恐怕还不知晓 还请殿下恕罪 哦 独影戒神可真忙啊 好 走吧 诸位 咱们进城吧 走走走 都进城 当即 浩浩荡荡一群戒神们 簇拥着东伯雪英他们 朝城内走去 在东玉城外远处的虚空当中 正有两道身影并肩而立 正是一名黄袍女子和一位银袍男子 银袍男子脸上有着奇特的花纹 哼 在城外迎接就专门点我名字 这个东博雪英来者不善 竟然要跟我斗 我岂会怕他 大哥 你在陛下身边多年 你的那群好友可都是陛下身边的人 你动用点关系 难道不能让神庭那边倾向于我这边 妹妹 我的那群老弟兄和我的确交情很深 神庭负责事情的那些官员也得给我点面子 你如果和莫君主和其他人斗就罢了 可这次对手是东博殿下呀 像莫君主他们 长期驻守在东狱又见不到陛下自然不算什么 可东博殿下不一样 他是陛下亲传弟子 他自己就能联系陛下 直接上禀陛下 最重要的是 他自身潜力很强 现在就是二重天界神了 恐怕百万年就能成为四重天界神 那些官员们谁愿意得罪一个四重天界神 你要知道三重天界神和四重天界神 天查之别 整个安海府三重天界神有数十位之多 四重天界神仅仅就一位 妹妹算了吧 我先找些朋友去探探口风 想办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难道还能化解 试试吧 依我看化解可能性很低 我好歹阶位也是第五阶位 也是神庭一元 他能奈我何 就算成了四重天界神 他也无权打烧 若真逼急了我 自保也是有办法的 东伯雪英注定一飞冲天 你跟他斗 算了算了 别斗了 我来想办法 暂时你别和他见面 大哥 你去解决的话 我就暂时略微低一下头 如果他不给面子 那我有的是应对之法 你呀 银袍男子也是在想着办法 他相对脾气要好很多 否则人脉也不会如此广了 他还是倾向于化解仇怨 街风宴 宾客众多 礼物也堆成山 大家都知道 这位监察使 不同于过去的监察使 论后台实在是太硬了 而且潜力又大 送的礼物都不轻 宴会结束 东伯雪英他们 也回到了监察使府邸 在厅内 东伯雪英 曲成 哥白师兄 贺飞云师兄 西威 都在这里 曲成 你来安排 从明天起 就对外公开 招募亲卫 最低神级巅峰 戒神数量不限 就算超过额度 也可收来当门客 要知道并不是每一个戒神 都愿意成为军团议员的 有些更想要投个好靠山 我东伯雪英 显然就是个不错的靠山 而且不久的将来 恐怕就是四重天戒神了 是 好 你赶紧去安排吧 曲成戒神当即退下 东伯雪英 探向了旁边的西威 西威 有一件事要麻烦你了 殿下请讲 你帮我去购买金煞精 和灰烬蘑谷 金煞精暂且需要38克 我之前给你的一亿神经 应该是够用的 至于灰烬蘑谷 你先去寻找 如果得到消息 我亲自去探 是 西威跟随红尘圣主时 就长期待在红石山内 实在是憋狠了 之前在红石山的时候 本尊就已经给了他一亿神经 金煞精和灰烬蘑谷 是我修行太后所需的奇珍 师尊仅仅赐予前两篇修行所需宝物 第三篇到第六篇都需要我准备 而修行第三篇就需要38克金煞精 和八斤重的灰烬蘑谷 金煞精虽也算珍贵 却远不能和灰烬蘑谷相比 灰烬蘑谷一斤重 价值就过五千万神经 当然作为红石山主人倒也买得起 可主要是太过罕见了 出手就是一亿神经 这出手 我活这么多年啊 还没看过一亿神经呢 哥白师兄 要不我给你一亿神经 你去负责购买 不不不 我还有研究法阵呢 不想干还寄寄歪歪 你愿意去采购啊 哼 哥白师兄 飞云师兄 我招募七位门客 恐怕鱼龙混杂 那些神奇巅峰也就罢了 翻不了什么大风浪 那些来投奔的戒神呢 还需要两位师兄帮忙盯着点 查探一二 交给我们了 来投奔的戒神能有多小 这种事很轻松呢 那两位师兄可愿意担当七位统领啊 二师兄要静心参悟法阵 我不喜束缚 我俩就担当个闲散门客吧 也好 监察室府邸大得很 那些士兵们每个人都要配备一座洞府的 像戒神们的洞府就更加大了 府邸内 一座广阔湖泊 东伯雪英正站在栏盖旁 俯瞰着下方广阔的湖泊 湖泊中隐隐有一些异兽在游动 父亲 父亲 外面热闹的海 你不去看看 远处飞来一道身影 瞬间划过一道流光曲线 降落在旁边的栏杆旁 正是一身蓝衣帅气的东伯玉 东伯玉继承了东伯雪英和于静秋的优点 容貌上比东伯雪英都要更胜一筹 很热闹 都是来投奔的 想要成清卫军的 清卫军可是二等军团 最底层的士兵 阶位都是十阶 大宇都挤得上寻常三级军团的统领了 论阶位 三等军团的最高统领 一个军团的将军 一般也就是十阶九阶 不过将军更有许多实权 二等军团 一个底层士兵 阶位就是十阶 由此可以看出阶位差距之大 主要实力差距也很大 一支三等军团千人队伍 能够对付一重天界神 而一支二等军团的千人队伍 却是能够对付三重天界神的 实力差距自然决定了地位 有界神来吗 已经有十几个一重天界神了 都有一个二重天界神来投奔了 好快啊 今天是招募的第一天 消息还没能完全传播开去 竟然就有二重天界神来投靠了 比预料的效果还要好啊 此时远处有一道身影飞来 是一名灰袍戒神 禀殿下 莫君主 引戒神来访 这灰袍人正是监察使门下原有人马 要知道 亲卫军是属于私军 东伯雪英 不管担任何等职位 亲卫军都是跟着走的 而监察使府邸 原本的监察军团 却是常住在这 监察军规模比较小 仅仅千人 不过也是二等军团级 负责监察却是足够了 哦 影戒神 哪一个影戒神啊 是独影戒神的兄长 陛下的近身侍卫 影谷梁戒神 好 让他们去片殿等着 我这就来 是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二百九十七集 父亲 那独影戒神兄长来了 他们是来陪礼的 可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们 他们当初 可没给父亲你们退落 他们现在知道陪礼了 晚了 行了 你别掺和了 去忙你自己的事吧 现在 你连神奇巅峰都没练成 我要是你啊 早就闭关修行了 父亲 你以为谁都能像父亲你 五千年成二重天界神 万年内成一重天界神 就能成为大能者清传了 我感觉 我差不多就能神迹巅峰了 我现在努力 努力万年内成天界神 去吧去吧 你努力去吧 唉 我这儿子女儿啊 儿子反而无忧无虑 潇洒得很 女儿进取心 反而更强些 唉 算了 一切甚其自然吧 在迎客的偏殿内 东伯雪英步入电厅之内 电厅内正坐在条案后的两个人 都站了起来 正是莫君主和银袍人 影戒神 这位影戒神脸上有着奇异花纹 微笑着 一看就是个很好说话的 和她的妹妹独影戒神 完全是两种感觉 独影戒神的戾气 要重得多 见过殿下 殿下 这位就是影戒神 知道你和独影戒神的事 昨天接封宴他不好来 今天一早就来了 啊 影谷梁戒神 我在殷师平院时就听说过你 来 都请坐吧 我来此 就是向殿下你赔礼的 我那妹妹力气太重 张狂的很 当日之事 我也仔细问了 我的儿子 当初的确过分 哎呀 可他 也是到了 本尊神心快溃散 都瘋魔了 如今 他更早就神心溃散而死 责怪他也无意义 要责怪 更多责怪我 责怪我妹妹 没能管好我那儿子 他开始封魔时 就应该不让他再出门 这个影谷梁倒也还算是讲道理 的确 当初那个影将军都到那一地步了 独影戒神还放任他出来 不是将别人的命不当命 随意杀了谁 那些冤死的向谁哭诉啊 当初我被逼迫 独影戒神出面反而更加霸道 就是欺负我东博雪英实力弱了 这件事 我妹妹大错特错 都是我们这边的错 你就是真的要对付他 我也觉得理所当然 不过我终究是他兄长 我也不能眼看这一切发生啊 而且当初白沙兄出手及时 也没造成什么太恶劣结果 所以我希望能有缓和余地 什么 没有太恶劣的结果 如果没有我大哥白沙成主 那早就不死不休了 对对对 幸好白沙兄 这得感谢白沙兄 我这次来 也是诚意要陪李化解这一筹愿 殿下有什么条件 尽管提 你让我提条件 好 你也别说我没给过读影机会 殿下尽管说 两个条件 一 拿二十斤灰烬魔骨 好家 够狠的呀 一斤灰烬魔骨就至少得有 五千万神经 二十斤那就足足是十亿神经啊 不管是莫君主 还是银骨粮都根本拿不出啊 更别说灰烬魔骨还很难买得到啊 二 让独影戒神在我监察师府门外跪着 跪上万年 如果你们做到了 那这一筹愿就算了结了 别说我没给你们机会 机会给了 就看独影戒神能不能做到了 这条件等于没说啊 二十斤灰烬魔骨 别说是我和妹妹 就算是四重天界神 恐怕也得伤筋动骨 至于让我妹妹跪上万年 我妹妹那脾气杀了她 她也不可能 她脾气大 怎么 不是来陪礼吗 陪礼还想什么脾气啊 二十斤灰烬魔骨 我可以献你们万年内凑齐 但是你妹妹独影戒神 必须三天之内就跪在我监察室府邸门外 如果三天之内 她没来跪下 那就别谈了 来人 送客 是 两位 请吧 就不能条件再低些 两位 请 走吧 营古梁当即无奈走了出去 殿下 这条件那毒影戒神 恐怕不太可能答应 二十斤灰烬魔骨 他们也买不起 怕也买不到 条件已经提了 就看他们的了 在万魔窟 这是一座悬浮在星空中的庞大高山 高山黑雾翻滚 有无数毒蛇盘踞 这里便是安海府境内赫赫有名的地方 乃是毒影戒神的老巢 毒影戒神在安海府的名气非常的大 除了有他哥哥作为呼应之外 另一方面 也是他自身在巫毒上极为擅长 堪称安海府境内巫毒最强者 毒影戒神那巨大的尾巴 蜿蜒绕在巨大的电厅内 他的眼眸中满是怒意 做梦 他做梦 让我跪在他府里面前万年 他以为他是谁 我修行漫长岁月成为三重天界神 可不是要跪在他面前去的 杀了我我也不可能做到 还二十斤灰烬魔骨 他等灰烬魔骨是什么 路边的骨头吗 随便都有 别说二十斤灰烬魔骨 就是一斤灰烬魔骨都不可能 他哪里是提条件 他这是羞辱 羞辱我和大哥你 二十斤灰烬魔骨 我俩亲近宝物也买不起啊 这个东伯殿侠实在有点欺人太善 根本不给我们一点余地 就单单让我跪万年 我也不可能去做 很好 他既然这么逼迫我 那就看看了 看到底谁斗得过谁 妹妹 别劝我了 这事情谁劝都没有用 我倒要看看 他东伯雪莹能有多厉害 现在也就一个二重天界神 就敢嚣张如此 恐怕他百万年内 就能成四重天界神啊 可他不给我路走 我能如何 不还没四重天界神吗 连三重天界神都不是 消息很快传播开 也不知道是从监察使府中传出 还是从莫君主的东辽君传出 总之 大家都知道 这位东伯殿下给独影界神提出了条件 二十斤灰烬魔骨 以及跪在监察使府底门前万年 而且必须三天内就跪在府底门前 时间一天天流逝 整个安海府 东狱各大势力都在关注着 甚至连其他区域势力都注意到了这一幕 毕竟不管是东伯雪莹 还是独影界神 在整个安海府都是名气极大的 各方势力都在关注 关注着监察使府底的动静 三天已满 独影界神根本就没出现 依我看啊 独影界神能活这么久 而且也不是傻子 东伯殿下虽然潜力极高 可那和如今实力一般般 恐怕还真的纳不得独影 看看吧 相信以东伯殿下的脾心 很快就有动作 监察使府底一直在招募 亲卫早就招募满了 毕竟戒神虽然罕见 可是神级巅峰 却是不计其数的 现如今依旧在招募一重天 二重天的戒神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 十天半月 这一转眼就是一个月 可整个监察使府底 依旧没什么大的动静 这让许多关注的事里都暗暗疑惑 连原本都紧张以待的独影戒神 都很纳闷 这个东伯雪英 放出狠话都过去一个月了 什么动静都没有 哼 还以为能有什么手段 大哥 东伯雪英主动来到监察使府底门口迎接 这门口正是一身白袍 胖乎乎肉滚滚的男子 他正摸着翘起的胡须 看到东伯雪英出来 小眼睛不由得一亮 东伯兄弟 我早就知道东伯兄弟前途无量啊 可是再怎么都想不到 你竟然被师尊收为清传 五千年的二重天界神 我听到这消息也是吓得一大跳啊 大哥赶紧进来 你来我这儿就无需通禀了 直接传讯给我就是了 好好好 咱们走 白沙城主乐呵呵走了进来 目光扫了扫周围 整个监察使府底内随处可见士兵 这些穿着青色夹铠的士兵 气息都颇为强大 你如今麾下有一千监察军 四千轻卫军 这轻卫军 单个实力比寻常的二等军团士兵都要强上一劫 四千轻卫军 完全抵得上寻常二等军团一万之数了 了不起 了不起啊 整个安海府 也就辅助得其卫军略胜你一筹了 也是师尊厚爱 东伯 你之前放出狠话 逼那毒影界神低头 可毒影界神根本没理会 如今不但是安海府东狱 甚至整个安海府都在关注呢 你如果有什么要我帮忙出手的 尽管说 我早看那毒影不顺眼了 不急不急 大哥 怎么对付毒影 我一定好 之所以不急着动手 也是时机还没完全成熟 这几千年都过去了 几个月 我还是有耐心的 你既然以谋划好 那就好 如果需要我出手 随时招呼一声 别人害怕得罪那个影骨粮 我可不怕 嗨 一个近身侍卫 如果乖乖的也就罢了 如果敢兴风作浪 那我就厚着脸皮 直接向师尊告状 很 东伯雪英让各大势力敬畏的 一共就两点 一个是潜力极大 另一个就是陛下侵传 神帝陛下对侵传弟子是何等的重视 东伯雪英如果真的去告状 那就真可怕了 当然 东伯雪英啊 也就是嘴上说说 实在是自身真的搞不定 无能为力了 才可能那么干 对了 东伯 有一件事 我得提前和你说 大哥请说 你应该知道 我当年一时糊涂 被逐出了师尊门下 我如今一直想着 什么时候能够重归师尊门下 这 当初大哥白沙成主 是因为偷吃了师尊 珍贵的世界杀新果 师尊一怒之下 将他逐出门下 这种事情想要挽回 太难了 我也不是让东伯你现在就帮忙 你现在刚败入师尊门下 不久 说这话恐怕也没用 我知道师尊当初颇为震怒 我想要重回师尊门下很难 不过我活到如今 寿命 估摸着也过去一大半了 我就想着一件事 想着我在本尊神心溃散之前 能够再回到师尊门下 大哥 你放心 待我实力强一些 再选个好时机 一定会和师尊去说这事的 好 有你这话就好 忽然 远处飞来两道流光 正是哥白和一位陌生有黑男子 他们俩降落下来 还不赶紧呢 拜见殿下 白礼商 拜见殿下 东伯卷英一看 这个叫白礼商的气息不凡 乃是一位二重殿戒神 看来啊 也是来投奔自己的 自从公开招募 到如今来投奔自己的二重殿戒神 算上这位 就有三位了 白礼兄弟 从哪里来啊 禀殿下 我本行走神界 四处冒险魔力自身 然而修行到如今 也已过二十亿年 修行一路 一直难以在寸间 长久四处壮大 也劝了 想要找一处安稳之地 好好地进修 所以特来投奔殿下 好 哥白师兄 先带白礼商兄弟去歇息吧 很快 哥白和有黑男子 化作两道幻影 消失在远处 哎呦 我刚来见你就碰到一位二重天戒神 投奔你 跟我说说 你都招募了多少二重天戒神啊 哦 不多 一共才三位 还不多 你才招募多久啊 如果你这么招募下去 恐怕时间长点 超过十位都很正常啊 我活了多少亿年了 我麾下也就八位二重天戒神 而且大多数都是从我麾下 一些弱小者 逐渐修行提升的 像这种真正实力有成的 还来投奔呢 少得很 他们也就是看你为陛下侵传 将来前途非凡 所以早早来投奔 哎呀 真是羡慕啊 哈哈哈哈 哎李兄 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 你以后啊 就暂居这洞府 至于亲卫军统领的事 古杰 陛下决定人选的时候 会选出来 以你的实力 就算不是统领 那至少也是副统领 哦 那 谢谢哥白兄 那我就不打扰了 一切休息 平常啊 也可以四处逛一逛 这府底上 哪里能去 哪里不能去 我早就吩咐过那些侍女了 他们会告诉你的 啊 说完 哥白便离去 白礼商转身 这毕竟不是客人暂居的洞府 而且白礼商又是二重天戒神 这座洞府也是足足占地数千里 毕竟 戒神们修行时 地方太小 都没法演练 白礼商随即便迅速进入到了自己的 电厅后方的一个静室之内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英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英灵主 第二百九十八集 静室之内 白礼商环顾左右 一挥手 黑色戒神力立即飞向四方 迅速遍布整个静室 构成了复杂的法阵 隔绝一切探查 甚至 他还从储物戒指内 拿出了一个吊坠 将吊坠暂且戴在胸前 这吊坠散发着波动 弥漫周围 令周围更加难以探查 像一些杀手 像一些地位够高的 一般都有混淆时空 隔绝探查的宝物 白礼商松了口气 眼眸中有着难掩的兴奋 一翻手 他手中出现了普通的木盒 他郑重地将木盒放在身前 而后缓缓打开 木盒内是一颗黑色球体 上面有着诸多凹凸不平的纹路 得到了 得到了 藏雍国主不惜一切都想要得到这件宝物 让我们一个个进遗迹送命 可这宝物最终却落在我手 那座遗迹广袤浩瀚 连死虫天界神都可能随时丧命 藏雍国主那般疯狂 这件宝物定是不凡 白礼商伸手抚摸在黑色球体上 借神力灌入进去 黑色球体缓缓亮起 凹凸不平的纹路放出光芒 映照在周围半空当中 这是一幅非常复杂的图案 图案深不可测 白礼商看着静视半空中显现的图案 痴迷地看着 完全沉醉其中 他得到这件宝物 一路逃窜 也看过几次 虽然短暂看过 对他感悟天地规则 便已经有了很大的触动 这白礼商啊 本是被苍庸国主 强行抓去的炮灰 苍庸国主也在遗迹周围 布下了天罗帝王 按理说 谁都逃不掉 可是当拿到黑色球体之后 遗迹崩溃 苍庸国主布置下的法阵 就直接破碎了 他自顾不暇 当时时空混乱 好些个戒神炮灰们 四处逃窜离去 而他白礼商 就是那个得到一记至宝的 最走运的那个 我一路逃窜 悄无声息 甚至隔绝探查 从边缘地带 穿过时空岛江域 一直抵达雪人神庭江域 悄然加入东伯雪阴的归家 东伯雪阴也能够避火 而且 苍庸国主 恐怕也找不到 随即 白礼商继续仔细参悟着黑色球体 寻找着这一记至宝的秘密 东伯雪英成为监察使 转眼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月 不但安海府冬域 甚至其他诸多区域都在关注 想要看看 这位东伯殿下 到底会怎么对付毒影戒神 可是一等 就是这么长时间 东伯雪英 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东伯雪英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她手中的实力不够 奈何不了毒影 除非她直接上禀到神帝陛下那去 才可能搞掉毒影 可是如果这等小事就去靠陛下 陛下也会认为这东伯雪英 太无用了吧 没办法 她虽然前途无量 可终究手中实力太弱 戒神们受命悠久 他们非常有耐心地在关注着 在等待着 他们觉得 之前东伯雪英都放出狠话了 总不至于啥动静都没有吧 这也太丢脸了 不论成功失败 总是得有点动静才对 监察史府底 一个静室内 东伯雪英正盘膝而坐 面前放着九颗金色珠子 一缕缕金色流光 正不断飞入东伯雪英的鼻孔中 在体内 戒神力和这一缕缕金色流光混合 经过了玄妙的转化 开始化作一丝丝白色力量 这正是太耗之力 这太耗之力更加纯粹 更加沉重 更加锋利 原本的太耗之力 也再度吸收金色流光 进行转化 仅仅片刻 在体内世界的大陆的上空 便出现了无数的白色云朵 每一朵白云 都是太耗之力凝聚而成 太耗之力在体内流动 它和肌肉筋骨脏腹器官 甚至和身体最基本的 每一个粒子都完全结合 让东伯雪莹感觉到了 毁天灭地的力量 啊 修行三个多月 总算三转功成了 真是不容易啊 可接下来四转就难了 这四转 即便我悟性不错 恐怕也得花费很长时间 说实话 修行绝学虽然很难 但是我还是很乐意耗费时间的 除了实力能够提升之外 另一方面 就是让我对天地规则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对于修行也有很大帮助的 现在该是对付毒影的时候了 这么长时间没出手 他还以为我拿他没办法呢 静视门开启 东伯雪莹走了出去 站在蓝盖旁 直接朗声 声音直接传遍整个监察室府邸 百里统领 九七统领 速速召集你们麾下士兵 顿时 整个监察室府邸都骚动起来 大量士兵们迅速集结 好些流光迅速飞来 落在东伯雪莹身旁 正是于静秋 东伯玉 东伯青瑶 哥白 贺飞云 西威等一个个 雪莹 你召集清卫军是打算 父亲 要去对付那毒影戒神了 嗯 有把握吗 放心吧 父亲 带我过去 我也去 好吧 带你们过去 静秋啊 你帮我看着他们俩 不可冲动乱来 嗯 这个时候 远处飞来两支浩浩荡荡的队伍 所有士兵们都是青色甲铠 队长级同样青色甲铠 仅仅多了一些黑色纹路 统领则是青色甲铠 多了一些金色纹路 更为繁杂 一位统领 就是一支队伍法阵的核心 拜见见下 两千余人进阶落下 同时 其他两位统领 还有戒神们 也都赶来了 嗯 百里统领 九七统领 你们扇领麾下队伍随我出发 其他人留在府邸之内 暂停 戈白 赫飞云调检 是 西威 你也跟我一起出发 是 好 出发 东伯雪英带着麾下浩浩荡荡荡 出了监察室府邸 早有许多各方势力的探子 包括独领 戒神麾下的探子 在周围盯着 看到如此大的动静 顿时 一个个立即上柄了 出来了 出来了 那位东伯殿下 终于有动静了 他带领超过两千数的 亲卫军 出发了 东伯雪英 却是根本不在乎 他直接带着麾下亲卫军 浩浩荡荡荡 直接来到了东玉城的另外一处 占地极广的地方 东辽军驻地 东辽军军营之外 莫军主带着一些军士 已经在门口迎接 东伯雪英带着亲卫军 直接降落下来 莫军主 殿下 怎么来我这儿 还带着这么多军士 我身为监察使 可上任这么久 却什么事都没做 实在是惭愧得很呢 我来莫军主这儿 就是要执行 我监察使的职责 来监察来了 东伯殿下放心 我一切都配合 好 我们进去谈吧 东伯雪英往内走 莫军主立即陪着 而云敬秋 东伯玉 东伯青瑶 都光看着这军营 后面大量军士 也跟着进来 莫军主姿态颇为低 没办法 他虽然贵为 安海府境内 四大军主之一 可自身实力 却是垫底的一个 他不像 乌军主实力强横 是安海府境内 数一数二的 三重天界神 也不像 秦军主背后有大靠山 面对东伯雪英 莫军主 姿态自然很低 殿下有什么要吩咐的 尽管吩咐 这万魔窟 掌控多少星域啊 来了来了 万魔窟 正是独影界神的势力 东伯殿下 真的要对 独影界神动手了 万魔窟 掌控三十二座星域 也负责 这三十二座星域的 信仰之力收集 将万魔窟 从诞生之始到如今 历次收集信仰之力的记录 全部拿来 还不赶紧去拿 是 紧紧片刻 一位戒神将领走了进来 一挥手便是足足三个箱子 他一挥手 箱子完全打开了 每一个箱子里面 都是一堆卷轴 东伯雪英目光一扫 火红色戒神里 直接浮散笼罩过去 渗透每一个卷轴 迅速查探 要说 戒神的思维何等之快 几乎一瞬间 就已经查看遍了所有卷轴 哼 有意思 万魔窟收集信仰之力 似乎不多嘛 血刃神庭 对整个疆域的无数星辰 都会让星辰上的生命 信奉某位强大神灵 在星辰上安放神像 等能够凝聚信仰之力的物品 随后让底层各方势力 去进行收集 上供 因为军团本身 无法渗透到每一颗星球 毕竟没有足够人手 无法随时控制 反而 那一个个戒神势力 对星球的渗透更为彻底 他们也担负了 收集信仰之力的工作 这是非常繁琐的工作 许多想要信仰的 完全敢去一颗星辰 去偷走信仰之力 为了成戒神 那些神级后期 神级巅峰的 完全敢冒险 所以 必须对每一个星辰 有足够掌控力 才能保证信仰之力 不被偷窃走 就像夏族世界吧 东伯雪英掌握虚戒神心之后 就能够隔绝 夏族世界和外界的 信仰之力传送 让那位大地神殿的戒神 都着急 直接降临神之分身 就是为了重新获得 信仰之力 这信仰之力 那是比神经更为珍贵的 除了像东伯雪英这种 目标就是成就大能者的 绝对不愿意 吸收信仰之力的之外 几乎所有戒神们 都是会吸收信仰之力 这会大大促进 他们的修行速度 像东伯雪英 如果动用信仰之力 恐怕早就太号第二篇 四转炼成了 甚至都可能成 三重天戒神了 信仰之力会让修行 发生质的蜕变 万魔窟 三十二座星域 搜集的信仰之力 才这么些 上面也记载了 那三十二座星域 经常遭到一些神灵 去偷窃信仰之力 甚至发生大规模战争 导致人口锐减 万魔窟控制的地方 经常发生各种事 也真不是一般的倒霉 莫军主 你去调查了吗 他们的上柄属实吗 这 整个安海府冬域 广袤浩瀚 星辰无数 一个个去查看 怎么查呀 每一个都时光回溯调查 这根本就不现实啊 放心 这上面也有记录 哪个星辰的信仰之力 是谁去采集的 都有名单 神帝陛下对待神庭各个阶层 也是管理比较松的 可是像万魔窟 做得这么过分的 也是少数 因为大多数势力 都不敢太过分 万魔窟 仗着神庭内 有银骨粮在 莫军主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所以上角的信仰之力 就少得多 好 这些我且带走 没问题吧 哦 当然可以 我们走 东伯雪英挥手带走了那些木箱 走出了大殿 跟着半空中凭空出现了一艘巨大的深青色大船 东伯雪英已经挥下浩浩荡荡的队伍进阶飞上了这艘星辱大船 星御飞舟迅速飞离 消失在天际 莫军主摇摇地看着 君主 这东伯殿下 要从信仰之力入手 独影戒神和银骨粮 这漫长岁月下来 中宝四囊留在手中的信仰石 算起来最起码也得值价值八亿神经啊 不过银骨粮还得送些给血润神庭负责的官员 估计留在手上的 他们兄妹俩 也有五亿神经之多啊 我是和他们斗不过 不过 东伯殿下嘛 东伯殿下背后有陛下呀 这可是最大的靠山了 这下子有意思了 星域非洲穿行在时空通道中 朝万魔窟方向赶去 万魔窟乃是广袤星空中的庞大高山 高不知道多少亿里 黑雾翻滚 无数毒蛇游走 无数神灵都生活在这里 连戒神都有一对 二重天戒神就有五位 许多都是擅长污毒的 毕竟 毒影戒神在整个安海府都是污毒上最为擅长的 万魔窟中的毒物也是最多的 最适合研究污毒的地方 快看 快看 是星域非洲啊 是星域非洲 快去禀告主人 万魔窟内等级森严 只见毒影戒神从万魔窟内部的一座大殿内飞出 他身旁还有一位矮小同伴 身后还有一群二重天戒神 戒神们 至于神级更是浩浩荡荡不计其数 一眼看去便是足有上亿的神灵 万魔窟的势力可见强横 此时 那毒影戒神冷笑地看着远处 远处正有着一艘巨大的星域非洲 掩压开虚空 飞了过来 在非洲上正站着一排排轻甲士兵 每一个轻甲士兵的气势都颇为强大 毕竟都是达到戒神门槛实力的 虽然数量上 这艘大船上仅仅两千余士兵 可是论散发开的气势 却完全在那上亿神灵之上 这就是神庭的军队和散兵游泳的区别 随后 轻甲士兵们迅速飞出 并站在虚空当中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阴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雪阴灵主 第二百九十九集 星域非洲消失了 东伯雪鹰则是飞到了军队的最前 她的身旁便是 于静秋 东伯玉 东伯青瑶 以及西威 敢问监察使 来我这儿有何事 或正在修行的关键时刻 如果监察使没有重要事情 我可就不奉陪了 卢影 我查看信仰之力搜集事宜 发现你们万魔窟上交的信仰之力数量少了可疑 现在我需要你万魔窟负责在每一个星辰上采集的人员 全部转交给我 我要一一审问查看 他们都死了 什么 都死了 三十二座星域无数星辰 最近一亿年来负责采集的足足有百万神灵 都死了吗 死了 我研究污毒 一不小心污毒外泄 死伤神灵无数 他们都死了 监察使 这点我也没办法 采集人员哪里能叫 一个都不能叫 交一个 一查时 甚至时光回溯去查看一颗星辰过去的情形 就能验证虚实 所以任何一个都不能叫 负责采集的足足有百万神灵 竟然全部死光 这真是一件奇迹 你相信 我可没法相信 恐怕神庭内负责的官员 也没法相信呢 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这是事实 不信你可以搜 我这万魔窟 任你搜 百万神灵全部死局 巧合到这般地步 鉴于毒影戒神你的理由太过荒唐 我只能押戒你进神庭 由神庭进行审问查实 听我命令 白礼统领给我抓住毒影戒神 押戒送往神庭 万魔窟的所有神灵不得反抗 反抗者便是违逆神庭 一律除此 是 白礼商统领高声英明 他麾下一群士兵们 各个眼中放光充满战意 这可是他们成为 亲卫君后的首战 住手 嗯 东伯殿下 我奉我家主人之命前来 你家主人 如果我没看错 你应该是洞硝戒神吧 你家主人 是武臣帝君 是 武臣帝君 四重天戒神 他师尊乃是竹山府主 不过听说 武臣帝君痴迷于修行 怎么会派遣手下 庇护毒影戒神呢 这个时候 东伯雪英的这群手下们 也有些忌惮 四重天戒神呢 任何一个四重天戒神 那都是一方霸主 谁都感到忌惮犹豫 我奉我家主人 武臣帝君前来 这信仰之力之事 我相信也是有些误会 我们何不作假 化解误会 东伯殿下 并给我家主人 一个面子可好 这件事 武臣帝君一定要掺和吗 我和毒影的仇怨 并不是秘密 武臣帝君 竟然还插手禁止我报仇 我也太不将我放在眼里了 这个专心痴迷于修行的 武臣帝君 怎么会这么做 帝君说了 自然得做 难道东伯殿下 连帝君的面子 都不给 是 毒影戒神 多年来我怀疑 他偷窃信仰之力极多 如今更是上百万 采集人员全部身死 太过奇小 必须押解他 进入神庭查证 东小戒神 你速速离开 嗯 你敢 你竟敢挑衅我家主人 你家主人 让我给他脸面 可他却一点没给我脸面 来人 给我上 是 白礼统领 十位队长 千名士兵 所有贾凯福文 激发 一时之间 这浩浩荡荡的大军 仿佛一体 白礼统领更是手持着一柄大斧 划过长空 正面怒劈 携带着整个军队的威势 他这一怒劈的威势 直接达到了三重天 戒神层次 斧头撕裂长空 却陡然一闪 瞬间就出现在了 毒影戒神面前 毒影戒神的体型 却骤然变得巨大 他巨大的尾巴 蜿蜒缠绕 上千名侵卫军和他一比 简直成了小蚂蚁了 上半身则依旧是人类之身 他的手中则是握着巨大的毒刹脊 同时 整个万魔窟的黑雾翻滚 无数黑雾都缠绕在他的身上 这是他的老巢 经营漫长岁月的老巢 无数法阵加持 他的实力也是大增 他过去正面搏杀不行 可是在老巢 他的正面搏杀实力 却是急剧提升 一举一动 都携带莫大为能 滚 毒影戒神 他的尾巴猛然一甩 尾巴纵横 划过虚空 瞬间抽打在斧头上 百里统领 脸色微变 包括他在内的上千名侵卫军 个个都被震得往后后退了些 这毒影据说不擅长进身战 擅长巫毒 可竟然能够正面击退 一支千人侵卫军 看来万魔窟老巢法阵 对他的加持 还真是够大的 再来 围困 是 独国滚开 毒影戒神 猛然挥动手中的毒刹戟 威势纵横 打得亲卫军们四处散落 那些普通士兵们个个都抛飞狠狠砸在远处的万魔窟山石上 有些是抛飞在虚空当中 不过如今士兵们有神庭军阵加持 原本单个只是戒神门槛实力 如今个个都能发挥出戒神实力 而且他们遭受攻击都会分散在整个法阵 个个都还好好的 殿下 这毒影戒神 竟战实力极强 我们对付不了 一支亲卫军队伍也只是匹敌正常的三重天戒神 如今毒影戒神有经营无数岁月老巢的法阵加持 实力强横 三重天戒神中都是顶尖 别说一支队伍了 就是两支千人队伍 恐怕最多打个相当 很难擒拿下来 我也是神庭一员 有阶位在身 乃第五阶位 东伯雪英也就是一间茶室 无权抓我 毒影戒神在虚空当中 巨大的尾巴横扫左右 便让士兵们砸得抛飞开去 他冷笑着 看着东伯雪英 哼 这本就是扯皮的事 东伯雪英权力没那么大 第五阶位的戒神 他连刑罚之权都没有 不过如果真的抓到神庭 到时候一审问 如果毒影戒神无罪 东伯雪英自然得受到些许惩罚 如果毒影戒神有罪 那么这点违规的小事就不算什么了 可是现在呢 竟然拿毒影戒神不下 毒影戒神庞大的身躯 他俯瞰着眼前 蝼蚁大的东伯雪英的一群手下 哼 东伯雪英 你麾下实力不够 竟然也来抓我 我修行巫毒将自身炼成巫毒之躯 再结合万魔窟法阵 也是你能对付我的 巫毒之躯 万魔窟法阵加持吗 此时 只见到东伯雪英忽然伸出右手 她的手掌温润如玉 一伸手 手掌迅速暴涨 手臂瞬间就暴涨百万里长 浩浩荡荡 撕裂虚空 要知道 这万劫浑原身 是要将体内每一个粒子内部 最终修炼出一个浑原世界来 一个身体 最基本构成的每一个粒子 都是一个浑原世界 一旦大成 这身体得多么庞大呀 一根手指 怕都不知道多少毅力 当然 东伯雪英如今仅仅万劫浑原身第六层 可身体如果真正变大 也一样庞大得很 如今 手臂暴涨 手掌深开 五根手指头就仿佛五根天柱一样 同时 隐隐有白色流光在手指上环绕 显得晶莹圣洁 可怜的东伯殿下 不是谁的手掌大 谁就厉害的 独影戒神 嗤笑着声音响彻虚空 可他却丝毫不留情面 巨大的尾巴猛然一甩 带着无匹的威势 直接抽打向了那巨大的手掌 遮蔽虚空的巨大手掌拍击过来 独影戒神的尾巴怒抽过去 二者碰撞 可那巨大的手掌略微停顿了些许 紧跟着以更加狂猛的势头 镇压下来 不可能 独影戒神根本就来不及逃脱 巨大的手掌将独影戒神直接一巴掌拍击在那万魔窟的高山上 威势之大 直接在那巨峨庞大的山体上拍击出了一个巨大的手掌印 同时无数山石碎裂 飞剑四方 什么 有着万魔窟加持的固影戒神 竟然直接被一巴掌 派进大山里面去了 此时 万魔窟的一众戒神们 还有上亿神灵们都不敢相信 不但是他们 就连东伯雪英带来的那群手下们 甚至连东伯玉 东伯青瑶 都有些震撼地看着自己父亲这一手掌的威势 强大的实力 这才是最有震慑力的 当看到这恐怖的一掌之威 在场的一个个震撼难以置信 可是在他们心中 东伯雪英的地位却在急剧地提高 东伯雪英已经不单单是潜力强了 而是他自身的实力 就已经强得让人心惊 独影戒神忽然消失 大量的黑物出现在其他地方凝聚出现 又凝聚成了独影戒神 他手持毒刹戟 难以置信地看着东伯雪英 他刚才真正受了那一掌 所以很清楚那一掌的威势何等强大 东伯雪英体型一晃 变得威额高大 足有千万里之高 他右手一伸 便是仿佛火焰燃烧的巨大赤红色长枪在手 这太号之力威势果真了得呀 这太号绝学 可是被写任神帝称赞为智阳智刚 无坚不摧的 要说神帝是何等眼光 他都如此称赞 就是因为太号的确是极为霸道的一门绝学 要知道二重天界神和三重天界神 在规则奥妙上是有着质的差距的 这也是想要越阶而战极为困难的原因 绝学都是在某方面获得极大优势 弥补了规则奥妙上的弱势 像神庭的军团靠的是军团法阵 法阵那可是神帝陛下亲自设下的 自然威势极大 而太号绝学呢 会让掌握者拥有超强的力量 超强的速度 堪称智阳智刚 向东伯雪英修行到第二篇三转之境后 他的力量速度是完全超越三重天界神的 因为力量速度上的巨大优势 即便规则奥妙上有许多弱点 他依旧能够战而胜之 要知道 太号绝学第二篇三转炼城 在三重天界神中便足以称雄 这就是绝学之位 智阳智刚 无坚不摧 独影 别反抗了 你反抗不了 东伯雪英挥动了巨大的赤云枪 太号之力灌输长枪 有血炼神兵在手 威势更强 东伯雪英很清楚 刚开始对方是大意才硬碰硬 吃过了亏之后呢 独影戒神恐怕再也不会和他硬碰硬了 肯定会凭借规则奥妙周旋 所以 东伯雪英自然得更加蛮横出手 完全不留情面 此时 独影戒神欲要逃窜 可面对遮天蔽日的巨大长枪抽打过来 他连忙挥动毒刹戟 带着奇异波动 欲要引开着长枪 他不硬碰硬 想靠规则奥妙来战斗 可是当两大兵器碰擦时 即便没硬碰硬稍微擦了一下 独影戒神都感觉到恐怖的冲击力 透过兵器传递到身上 整个人都直接倒飞 撞击在万魔窟大山 都不硬碰硬 兵器擦一下我就被震飞了 他近身战也太强了 比白沙都抢得多 冻霄 你还不来帮我 别忘了你家主人的吩咐 放心 真是不想动手 这东伯雪英太强横了 一个二重天戒神就强成这样 可再不愿意 武尘帝君也早就给过命令 我必须得保护独影戒神 这动霄戒神一迈步 就已经到了独影戒神身旁 他手中出现了一把黑刀 东伯雪英施展的枪法 进阶都是凶猛无涛的枪法 令旁边的万魔窟都不断地崩塌碎裂 许多法阵都被破坏 动霄戒神 独影戒神连手都被完全压制 打得四处闪躲 只能靠着规则奥妙上的优势 勉强苟延残喘 还不束手就擒吗 我怎么感觉 想在面对巫君主 面对巫君主 你也不可能撑到现在 我经营漫长岁月的万魔窟 不断被损坏 这建造难破坏起来却容易 许多法阵稍微破坏一部分 整个法阵就没用了 如今我受到的法阵加持力量 已经率简大半 别挣扎了 只见周围虚空当中 出现了一寸寸庞大的身影 每一个都是威额高千万里的东伯雪鹰 足足九个东伯雪鹰 算上手持赤云枪的便是足足有十位 这九个世界身体除了没有血练神兵 其他丝毫不弱于真身 各个手持长枪 威势滔天 上 黑衣东伯雪鹰身体周围 更是有无数白色锋芒飞出 无数锋芒纵横交错 迅速缠绕向洞销界神和毒影界神 显然东伯雪鹰已经没有耐心了 直接出动杀招要一举前拿 世界牢狱九大世界身体 这 这 我感觉他比吴君主还要可怕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句 雪鹰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雪鹰灵主 第三百集 洞销界神看到周围庞大的 足足十个东伯雪鹰 任何一个他都不是对手 而那无数白色锋芒锁链缠绕过来 更让他胆寒 他连忙一伸手 抓住了毒影界神 快快快 快逃 时空扭曲 动销界神拉着毒影界神 穿梭时空开始逃窜 显然是时空类界神级秘术 东伯雪鹰皱着眉头 他最大的弱点 就是在飞行逃窜方面 毕竟时空上 他一直没能有所进步 如今修行的任何一门秘术 在飞行逃窜上都不擅长 想逃 东伯雪鹰一挥手 一艘星域非洲凭空出现 十个东伯雪鹰 瞬间落在星域非洲上 论穿梭时空通道 什么秘术 急得上星域非洲 东伯雪鹰声音还在回荡 却已经驾驭非洲 消失不见了 西威 你们保护好夫人他们 在这等我 我等会就回来 是 殿下 西威 百里统领 九旗统领 别忙英明 他们都惊叹地看着 在旁观战的他们 都快看傻眼了 一个东伯雪鹰 就强悍成那样 足足十个出现 这简直就是碾压呀 打得洞硝戒神 独影戒神 都在拼命地逃跑 父亲 父亲 父亲太厉害了 真是 真是太 在场所有观看者 万魔窟的那群戒神们 那上翼神灵们 也都惊叹地看着 在他们看来 东伯雪鹰 任何一个身体 那都有着 毁天灭地的威势 恐怕一念之间 就能将他们 进阶灭成渣 动霄戒神 独影戒神 都在穿梭时空 狼狈而逃 他们也是有 星域非洲的 只是刚才 在世界牢狱内 在十个东伯雪鹰 围攻下 根本就来不及 拿出星域非洲 你们逃不掉的 此时 后面一艘 星域非洲 已经出现在 他们身后 船头上 东伯雪鹰 盯着他们 跟着一个念头 九尊世界身体 已经出现在了 动霄戒神 独影戒神的身体周围 个个手持长枪 长枪横扫下 动霄戒神 便和独影戒神 完全分开了 无数白色蜂芒锁链 迅速迷茫开来 独影戒神 动霄戒神 看着周围 无数的白色蜂芒锁链 看着周围的 九个东伯雪鹰 都有着绝望之感 独影戒神 不敢相信呢 当年的东伯雪鹰 在他眼中 只是个蝼蚁 可是转眼之间 就如此强大了 他就 他就被打得 像一条丧家之犬 不 连丧家之犬都不如 因为他逃不掉了 怎么 怎么会这样 这才过去多久 独影戒神 动霄戒神 他们俩都从 时空通道中出来 出现在一片星空之中 可在他们周围 却是足足十个 东伯雪鹰 个个手持长枪 将他们分隔开来 周围 无数白色流光锁链 在缠绕束缚 独影戒神 连忙化作 黑色气流 避开缠绕 而动霄戒神 则是挥刀 劈开那些缠绕束缚的锁链 东伯殿下 我可是奉命 来到万木库的 就是为了化解 你和独影的仇怨 我家主人 是要保护独影戒神的 你难道真要 和我家主人作对 武臣帝君 竟然插手这事 肯定知道 我和独影戒神的仇怨 竟然妄图一句话 就让我放弃仇怨了 你确定我对付独影 你家主人 就要和我为敌吗 为敌 武臣帝君的确吩咐我 化解这仇怨 保护独影戒神 可他却从没说过 要与东伯雪莺为敌呀 东伯 武臣帝君 可是亲口承诺了 要保我 你真的要和武臣帝君为敌 武臣帝君 可是近乎聘美大能者 师尊更是竹山辅主 哦 要对付你 就是要和武臣帝君为敌 你也太瞧得起你了 就算我和武臣帝君为敌 你以为我在乎 在乎 是啊 武臣帝君本身是力强和 又是竹山辅主弟子 丝毫不去东伯雪莺 可是东伯雪莺会怕他吗 作为真正天教级人物 修行数千年 就在三重天气神中称雄 更乃是神帝陛下清传 自身 就是物质界灵主 他会怕 哎 独眼 我也没办法 东伯殿下实力 超乎我等预料 至如今 我也无计可施 你 你 独眼 乖乖随我前往神庭 受神庭查证吧 如果你是冤枉的 那我恐怕还要受罚呢 如果你没有被冤枉 自有神庭惩罚你 独眼界神 脸色难看 他随意撒谎 可一旦到了神庭查证 很多破绽都会被发现的 偷窃大量信仰之力 倒也不至于是死罪 可死罪难免 活罪难逃 惩罚 那可是非常恐怖的 而且被惩罚折磨多年之后 带得他出雷 恐怕东伯雪鹰 已经成了四重天界神了 到时候 更是想要怎么蹂躏他 就怎么蹂躏他了 不 我不去 我绝不去 东霄 武臣帝军呢 他不过来 武臣帝军又不在安海府 就算乘坐新玉非洲赶来 也要好一阵子 你也别看我 你自己也明白 我是根本无法反抗的 你 东伯雪鹰 你很好 我独影成人看走了眼 没想到当初那个神级巅峰的小家伙 数千年就如此厉害 不过今天我是死都不可能去神庭的 我不去神庭 你又能奈我何 周围虽然有无数白色流光锁链 却锁不住独影界神 东伯雪鹰终究只是二重天界神 他境界上不够 虽然能够正面压制 可却封尽不了他的本尊神心 也封尽不了他的界神力 这个独影界神竟然宁死都不肯去神庭 你敢杀我吗 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有罪 你更无权击杀一位第五阶尾的三重天界神 别说是你 就是安海辅主的无权杀我 你如果杀我 那就是违背神庭法规 武臣帝君 武臣帝君 东伯雪鹰依旧不肯罢手 你速速来救我 这可是帝君你承诺的 怎么办 我境界上弱 根本无法封进对方的本尊神心 如果有麾下大军在 神庭的军团本就有困敌囚禁敌人的法阵手段 可是我之前独自通过时空中道赶到这里 和万魔窟距离太远了 就算派遣戒神力分身 驾驭星域非洲回去带亲卫军 可一旦没有星域非洲在这里 动霄戒神就能立即带着独影戒神 靠时空秘术逃走了 该死 星域非洲回去带亲卫军 他们会逃 不带亲卫军 我又无法封禁 勤拿下独影戒神 你我都是神庭议员 都得受神庭法规 不能随便打打杀杀 而今天我又不可能和你去神庭 其实呢 当初你也只是一神级 所以我才过分了些 现如今 我哪里还会愚蠢和你为敌 时间拖得越长 我陈帝君就有望赶过来 我陈帝君一旦抵达 轻易就能救下我 只要我陈帝君救下我 我根本不会给你报复我的机会 既然已经撕破脸 我就让你知道 得罪我的代价 忽然 一道耀眼赤红色光芒 瞬间划过长空 消失不见 再出现时 却已经贯穿了独影戒神的身体 他瞪大眼睛 看着胸口的巨大伤口 一杆赤云枪 正刺在他的胸膛 大量鲜血飞溅 都飞溅在他的巨大尾巴上 你 你敢 跟着 其他九个东坡雪鹰 同时长枪攻击而来 不像之前 只是为了逼迫 为了压制 而是朝朝不留情面 独影戒神身体瞬间完全炸裂 本尊神心都被一枪给轰灭 太号 智阳智刚 本尊和九个世界身体 同时围攻之家 又没有万魔窟法阵加持的 独影戒神 完全被碾压 本尊神心被灭 当场生死 周围炸裂的虚空 汹涌的虚空乱流 渐渐恢复平静 十个东坡雪鹰都收起长枪 虚空之中 只剩下独影戒神死后留下的毒刹戟 等一些物品还在漂浮着 哼 不敢杀你 我有混淆时空的宝物 无法时光回溯查证 根本没有证据证明 是我杀了你 动霄界神 你看到了 没 没 没看到 我没看到 而且人证不能算证据的 我 我说谁是凶手 谁就一定是凶手 人证不算证据的 必须得确凿无依的证据 才能判罪的 放心 放心 那些杀手这么干的多了去了 从来没被发现过 东伯殿下 手下刘秦 手下刘秦 我 我也是奉命来此而已 如果早知道 东伯雪茵自身实力就强成这样 我绝对不会来烫这趟浑水 它可是武器年旧 成就二重天界神的存在 如今在三重天界神中 都足以成雄了 而且背后的考山 乃是神帝陛下 它根本不怕得罪我主人 也对 人证不算证据 神界法规森严 定罪也要确凿的证据 张口一说 是定不了罪的 而且地位越高 权力越大 比如 独影界神乃第五阶位 像四重天界神都不能杀他 可是大能者 却是有权杀他的 同样道理 我乃第三阶位 一般四重天界神 才有资格由此阶位 特权地位 是比独影要高的 就算 我真公开杀了独影 最多受到严惩 罪不致死 对对对 不算证据的 那赶紧走吧 是是是 我走我走我走 动霄界神毫不犹豫就施展 时空秘术 迅速逃窜 逃窜 进入时空通道之后 还看了看后面 东伯雪英的确是没有追上来 哼 东伯雪英轻轻一笑 便一挥手收起了独影界神 遗留下的宝物 虽然对五臣帝君有些不爽 可是他也没有滥杀到 连动霄界神都灭杀的地步 毕竟 动霄也只是五臣帝君的手下 奉命来辞 自己和动霄也没什么仇怨 没必要杀一个奉命来办事的手下 也就对独影 杀意早就深藏 这才下了蜡手 此时 东伯雪英立即发现了独影界神 留下的这些兵器等宝物的问题 哎 依旧是有主之物 哼 果然不出我所料 他还有分身活着 界神修行分身法太常见了 我杀了独影界神一个身体 可他另一个身体还活着 很快 另一分身靠分身法还能修回来 不过 被杀了一尊分身 损失的宝物 恐怕就足以让他心疼了 不管其他 单单这一件毒刹戟 可是他最出名的武器 乃是血炼神兵 酝氧数十一年 如今 却露到我手里了 星域飞舟 迅速飞入了时空通道 朝万魔窟赶去 我的毒刹截 我的宝物 我的物毒材料 该死 该死 我积赏无数年的宝物 一下子就损失了一半 像东坡雪鹰 本尊因为留在下族世界绝对安全 所以他大多数的宝物都是留在本尊身上 像红石山 可即便如此 行走神界的这一真身也很重要 像神帝陛下赐予的赤云枪等许多宝物 还有自己修炼的太号之力 太号绝学是需要吸收外力炼成 像金煞精 灰烬魔骨等等 价值都极为昂贵 随着境界越高 修炼太号之力的代价就越来越大 一旦战死 血炼神兵没了 修炼的太号之力也没了 身上携带宝物也全部没了 就算从本尊再修炼出一个身体 太号之力还是得从头修炼 血炼神兵也得再次重新酝养 像东坡雪鹰 如果损失一个身体代价都这么大 其他戒神们损失代价就更大了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 所以一般都会将宝物分散携带在两个身体上 这样战死一个 好歹只是损失一半 可是即便是一半 依旧心疼啊 东坡雪鹰 还我 还我的无毒材料 忽然 远处虚空 一道身影出现 这是一名 邋遢男子 独影戒神连忙飞出院落 这院落是在一片连绵的群山之上 这座群山就是漂浮在星空当中 帝君 独影 我这里距离安海府太远 才出发没多久 这冬霄已经告诉我 你那一分身已经被斩杀了 我来不惜救你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华音传媒制作的小说剧 雪鹰灵主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